年仅八岁就被迫参加规则怪谈 当龙国观众看到天选者是你这么个小孩时 当场是话 但他们却不知道你只差一步就能成为紫袍天使 这一步差的就是驱邪除碎的功德 正当所有人都绝望不已时 你却一脸傻笑地看着面前的属性面板 丁 纯阳道体彻底激活 效果一 纯阳之力 你施展的道法将会附带至纯阳气 对诡异等邪碎的杀伤力增加 效果二 诸邪不清 处于规则怪谈中 你将无视任何污染 接着你又对这个幸福公寓副本的规则进行了补算 其中一些呈现出凶罩 一旦违反必将引发诡异污染 但并非每条都有危险 比如规则五说不能阅读任何书籍 在补算中反而呈现出几罩 这代表不仅可以阅读书籍 并且会获得有益于自己的收获 于是你立即在出租屋内寻找起来 刚进入卧室后一眼便看到 床头柜上的一本黑色封面的书籍 书籍的封面正中心处 并有一只充满红血丝的瞳孔 旁边还有树道血手印 看起来都十分诡异 你毫不犹豫地将书籍拿在手上 但当你翻开书籍的时候 那瞳孔内的红血丝不断蔓延 似乎有血液要流淌出来 直播间的观众不由地头皮发麻 完了 这小屁还触碰到规则了 我就不该抱有任何期望 但你面对书籍的变化时 却面色不变 只是轻斥一声 曲曲障眼法 话音刚落下 你手中的书籍竟消失不见 转而变成了一张 写着补充规则的纸条 就在你阅读新出现的守则时 出租屋的大门突然被人扣下 伴随着一个低沉 略带嘶哑的声音 您的外卖到了 请开门取餐 出租屋内的灯光也忽然闪烁了两下 随即整个房间变得异常昏暗 规则八说 外卖员将会在凌晨十二点整 固定送餐 餐时可实用 但在取餐时 请通过大门上的猫眼 确保外卖员已经离开 你一点不着急地对着门外说道 别急 你很快就能看到我 然后对刚刚新发现的守则 进行新一轮的补算 你的平静似乎激怒了外卖员 他的敲门声都很急躁 赶紧取你的外卖 给我开门 快给我开门 到最后 连外卖员的声音都变成了某种莫名的伺候 这时候你终于舍得抬头朝大门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说道 看看他开始急了 这就是无能狂怒 差不多该消停了 随着话音落下 整个出租屋顺时回归平静 明亮的灯光充斥着房间 原来过关的秘诀就是一动不动 我上我也行 真没想到一个孩子 竟然能撑到现在 接着你大步走向门口 一把拉开房门 入眼的是一条亮着光的公寓走廊 门口摆放着一袋用塑料袋包装好的外卖 没有其他任何的诡异身影 就在直播间观众以为外卖鬼已经离开时 你却转身看向房门的猫眼开口道 从我进入这间出租屋开始 你就一直在注视着我对不对 你既存在于屋外 也存在于屋内 开不开门并不重要 关键的是需要通过猫眼来确认 我说的对吗 猫眼外卖员阁下 一只瞳孔骤然浮现在猫眼的镜面上 鼓鼓的鲜血不断从中流出来 最后化作了一个穿着外卖服的诡异 你不该说出来 我要杀了你 外卖鬼表情扭曲 握着一把血迹斑斑的美工刀 好家伙啊 竟有鬼气 倒是小看你了 眼见外卖鬼挥动着美工刀刺来 你却是身形一晃 退回屋内 同时语速极快地念出了道门咒文 黄泉落 地府门开鬼神经 弟子一心砖败起 阴差入我身 请神术 阴差降临 话音落下 你的身后浮现出一手是哭桑棒 身穿阴差符的人影 随着人影与你的身影重叠 你身上的道袍变成了阴差符 手中也多出了一柄灰雾缭绕的哭桑棒 外卖鬼本能地感受到了一种致命的威胁 无数黑色雾气 然后被哭桑棒吸入其中 听宿主进化了一只低级诡异 功德加100 目前功德值100 宿主现在可用功德升级以会的道门术法 具体详情可查看详细列表 看到提示 你立刻点开列表 其中不算数需要2000功德升级 而请神术晋升下一级需要500功德 其中还有什么五雷咒 去鬼符 掌眼法等等 从刚刚不堪一击的外卖鬼来看 请神术在规则怪谈中 简直是碾压式的道门术法 只要将请神术升级至更高的境界 那功德岂不是源源不断 要知道规则怪谈别的不多 就诡异多 妥妥的功德宝库啊 这样的话 就趁着请神术的效果还在 主动出击 然后你就踏出房门 沿着公寓走廊向前走去 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已经看傻了 人类偷偷进化不带上我是吧 道门请神术竟然是真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你此刻已经来到了另一间出租屋的门口 刚准备敲门 却发现房门并未锁上 轻轻一推遍门户大开 屋内灯光通明 从茶几上的各种化妆品 以及护肤品来看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的房间 你刚刚走进屋内 就听到了一阵哗啦的水声 伴随着轻柔的哼唱 来到浴室门口 想着自己要是现在提着棒子闯进去 会不会有些不太和谐 这么晚了 似乎有客人上门 只见一个裹着浴巾的女人 从浴室探出头来 小朋友 这么晚了 来找姐姐有什么事吗 你皱了皱眉 后退了两步 看着女人说道 你洗澡都不卸妆了吗 还有你已经67岁了 就不要自称姐姐了吧 女人的脸色刷得一下就阴沉下去 小朋友 年龄是一个女人最大的秘密 而知道了这个秘密 可是会被我一口一口地吃掉的 女人话还没说完 她的眼睛耳朵鼻子就变成了嘴 最后她的全身张开了数不清的嘴巴 我好饿 让我试了你 无数的声音从女人身上的嘴巴发出 见女人化身诡异后 你举起手中的枯桑棒 狠狠敲下 哼的一声闷响 女鬼竟然整个炸开了 血肉纷飞的 丁 宿主进化了一只低级轨异 功德加一百 与此同时 你手中的枯桑棒 身上的阴差符也消失不见 阴差蓄影从你的身体中走出 行了一礼 就隐没虚空 随后你走出屋子 沿着走廊来到尽头 楼梯就出现在眼前 原来自己此刻处于幸福公寓的二层了 就在这时通向一楼楼梯的尽头 一声猫叫传来 你看过去 便见到一只黑猫卧在那里 规则六说黑猫会带来厄运 请远离 看着黑猫 轻轻地掐之不算 但不算的结果让你有些惊讶 俘获相依 也就是说 这只黑猫不仅会带来灾祸 也会带来浮育 有意思 你看着黑猫 迈步走过去 眼见你靠近 黑猫顿时发出了类似于野兽般的低吼 身形还开始发展变大 看见这一幕 你再次语速极快地念起了咒纹 五方雷神 六钉六甲 绿令 雷法线 瞬间 一道电光便轰击在诡异黑猫的身上 伴随着短暂而惨烈的哀鸣低吼 一团交叹式的东西落在楼梯上 这货已经解决 符罩在哪里 就在你思索的时候 楼梯上的那团交叹忽然不断开裂波落 随即露出了一只毛色纯净 毫无杂色的白猫 白猫抖了抖毛发 就迈着猫不走到你旁边 轻易地蹭了蹭你的腿 你发现白猫力量虽然和诡异同源 但并没有任何负面情绪 也就是说 这只白猫代表了某种可控的诡异之力 要是好好培养 以后一定能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 想到这些 你将白猫抱起 然后张嘴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以鲜血在白猫的额头上细致地描绘出一道符文 以身欲鬼 阴阳相通 浮成同心 随后你将白猫放在地上 心中默念一句 向前走 白猫眨了眨眼 随即往前走了两步 然后回头看向你 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你起了顽心 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来给大家伙表演一段摇花手 龙国直播间观众看到这一幕全都目瞪口呆 我特么是不是点错直播间了 就在这时忽然有脚步声从一楼传出 以及一个男人神经之般嘻喃的声音 小猫咪 你躲在哪了 快出来 我会把你的皮毛完整地包下来 保证这次不会弄疼你 你侧耳倾听片刻 随即感受到怀中白猫传来的恐惧情绪 与此同时 你还冥冥中感应到了一股地府的阴气 在续空中掀起涟漪 看来阴差已经补充完了阴气 于是你一边念咒一边向一楼走去 然而咒文刚刚出口 阴差的身影便快速与你的身影重叠 这么迫不及待吗 你接着下楼来到了公寓一楼 就看见公寓大门紧闭 但并未发现诡异的身影 既然你不出现 我便一户一户地找了 你可要藏好 你便说便一步步走向最近的房门 而你背后昏暗的走廊 亮起了一双忧虑的瞳孔 最终出现了一道身上覆盖猫毛的矮小人眼 紧接着它来到了你的背后 高高扬起了风锐的猫爪 刷的一下猫爪撕裂了空气 也撕裂了你的身体 然而下一秒 你如同幻影 消散于空气之中 你略带笑意的声音在它身后响起 曲曲障眼法 不成静意 同时你也举起了哭丧棒 挥落而下 刹那间 走廊中响起了无数凄厉的猫叫 宿主进化了一只低级诡异 功德加150 目前功德值450 眼下距离升级请神数只差50功德了 你满脸带笑地推开旁边的房门走了进去 并入眼帘的是 位于客厅正中间的一个架子 上面挂满了或干枯 或腐烂的猫尸 你脚步没有停留 越过客厅 就在这时 有滋滋的电流声响起 你寻声望去 只见卧室大门紧闭 但有歌声隐隐约约地从里面传了出来 此刻你阴差附体 所以你毫不犹豫地一把推开了卧室门 只见一台看起来 极为老旧的电视不断闪烁 画面右上角显露出文字 频道17 规则9说你可以看电视打发时间 但请不要转到第44频道 你打量了一下四周 没有发现电视遥控器 正想着要不要用枯桑棒棒一棍子看看 但还未行动 电视上的画面闪烁起来 右上角的频道数字却迅速增加 18 19 20 21 眼看就朝着44攀升 这还挺贴心的嘛 片刻之后 电视终于出现了画面 但呈现在电视画面中的正是你自己 就好像在照镜子一样 你微微皱眉 虽然有点诡异 但并未感受到任何污染攻击 忽然有水声从电视中传出 画面中 不知从何而来的水正迅速蔓延 眨眼间便没过了你的脚踝 你环顾四周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水子 却真切感受到了 双脚进入水中的冰凉湿冷 画面中的水位仍在快速上升 很快就淹没到了你腰部的位置 眼瞅着水要将你整个人淹没 你却不慌不忙 手指轻拧 重水起雾 龙声太虚 水不沾身 碧水掘一出 你立刻感觉到身上的湿冷消失 电视画面中 原本没过你的水 被一股力量分开 撑起了一个无水的空间 或许是知道烟部死灵悬 电视画面闪烁了一下 大水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忽然燃起的熊熊大火 一股热浪顿时袭来 但你依旧淡定 手指再次碾动 默念倒闻 眼看着你水火不清 龙国直播间那一片欢腾 我大学刚毕业 请问现在修道还来得及吗 与观众们喜气洋洋不同的是 龙国高层会议室内 气氛很是凝重 因为刚刚某小国传来了一份资料 上面写着怪谈309号 44频道 他表演着死亡的剧目 你是观众也是演员 他认为最好的演出 是在屏幕内外一同上演 众人看着资料一言不乏 因为这些特殊命名的怪蛋污染物 非常强大 参赛者一旦碰到便是必死的局面 而此刻的你正用哭丧棒击打电视 刚将气损毁 转眼间又恢复如初 这样看来英差是对付不了这电视机的 还没等你思考出个所以然 电视画面再一次闪烁 不同于前两次 你的周围只是变得模糊了许多 现实中你的周围 也迅速染上了一层模糊的光影 你伸出手一摸 果然碰到了一层看不见的地上 你若有所思地看着面前的电视机 难道他想把自己困死在这里 而且总感觉电视中的自己 散发着一丝嘲笑和恶意 看来这电视中的自己 并不是类似于照镜子 而是某种复制体 不如背诵经文吧 这篇经文叫做太上光明圆满神咒 听着电视内同步的声音 你再次缓缓开口道 灵宝玄妙为万物之尊 天发玄瑞 灵音自然 你的声音有着一种玄之右玄的感觉 而电视画面内的你 此刻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面色陡然扭曲 然而 某种他无法抗拒的规则之下 他的表情瞬间恢复正常 只是眼中的恐惧 却怎么也藏不住了 龙国高层会议室内 众人的情绪依旧消极沉重 然而 玄青子却在灵玄念诵道经的第一时间 便发出了赞叹 妙 实在是妙 作为道门魁首 他或许道法上差灵玄很远 但却第一时间理解了 灵玄此刻的做法 大师 妙在何处 有人忍不住发出询问 大家都看不懂 念一念道经 就是妙吗 玄青子也不卖关子 灵玄是道士 念诵道经很正常 可是各位想过没有 电视机里的那个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鬼东西 念诵道经 会发生什么 在场的众人 至少对道门 有一个最基础的理解 道经往往用来静心 驱邪 祈福等等 看众人若有所思 玄青子继续道 太上光明圆满神咒 蕴含光明之意 对鬼物 邪碎 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这种邪碎念诵道经 就是自己找死 简直是老寿星 吃砒霜 活腻了 这一下众人恍然大悟 会议室内沉闷的气氛 终于有所缓解 但还是有人将信将疑 怪谈污染物 真的能这么简单就解决吗 咦 快看 有几位一直专注于 直播间的研究人员 忽然惊呼 众人纷纷望去 大屏幕上 随着灵璇念诵道经 其周身竟有灰光浮现 而音响中传来的诵经声 也莫名变得浩大神圣 若是不看灵璇稚嫩的 脸庞与背影 这一幕倒真是有一种 得到高人的玄妙 然而最关键的不是这些 而是随着道经念诵 承载着怪谈309-44频道的电视 忽然凭空燃起明亮的光焰 光焰中 有黑色阴影在扭曲颤动 电视中的诵经声 仍在持续 只是在场的所有人 都听出了这声音中的恐惧 剪除不详 莫有当前 随着直播间里 灵璇念出这篇道经的最后一句 电视机在神圣光焰中消散 连一缕灰烬都没有留下 整个灰衣室内一片寂静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虽然玄亲子已经解释过 但这一幕还是震撼了众人 自从怪谈污染物出现以来 可以说是各国的噩梦 这些东西比诡异更加诡异 而且极端邪恶 参赛者根本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性 如今这邪门诡异的怪谈污染物 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地下 被一场大火烧的金光 而大火之后 新的希望将萌发出来 安静了两分钟的会议室内 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欢呼 紧接着 连绵的掌声与欢呼声 响彻整个会议室 本以为必死的局面都破了 大家如何不高兴 龙国依旧福星高照 一路高歌 然而震撼的不止是龙国 雄英国的研究所内 一片嘈杂的议论 My God 这小鬼竟然没有被怪谈309杀死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 这个小孩到底念的是什么 我听不懂 但我感觉很神圣 我感觉聆听到了上帝的福音 联系大总统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想办法 掌握这种对付诡异 与怪谈污染物的办法 泡菜国 怎么可能 为什么这种 好事落不到我们头上 听说这是什么道门 说不定起源于我们 立刻建立道观 对外宣称 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樱花国 毛雄国 世界各国的怪谈研究机构 都因此而震撼 从未有任何国家的高层想过 怪谈污染物这种东西 竟然能被消灭掉 比起各国的决策层 直播间的观众们 不了解真实情况 但这不妨碍他们 对着灵璇犯花痴 小道长牛屁 我就说嘛 一个破电视 也想困住我们小道长 我已经有预感了 说不定教科书上 会有这篇道经 背诵全文 文科生哭了呀 这道经听起来就灰色难懂 你以为李科生会逃掉吗 直播间不止为何 话题歪到了姥姥家 怪谈世界 卧室内 随着电视机被光焰烧掉 如同毛玻璃一样的避障 也消失不见 事实上林玄也没料到 这道经的效果竟然这么好 想想也是 不论怪谈世界的规则 诡异如何古怪 不符合常理 但在道门的定义里 这种邪恶的不祥的东西 统统被称为邪碎是没有错的 既然是邪碎 那就能净化 无非是用什么手段精华而已 此时系统自动弹出 宿主净化了低端邪物 功德加800 目前功德值1250 竟然足足增加了800的功德值 林玄看着上面显示的低端邪物 倒是若有所思 怪谈世界可能远比他想象的 要更加复杂 麻烦 甚至可以说是危险 自己虽然不怕规则污染 也有办法对付诡异 但这些恐怕并非怪谈世界的全部 自己的道法修行 必须要更加精深 才能面对之后更加复杂的状况 想到此 林玄毫不犹豫地 打开了道门术法的列表 眼下足足有1250的功德值 许多道门术法 能够进行升级了 要说现在林玄最重要的道法 还是请神术 别看在刚刚请神术 似乎没什么作用 那只是现在 他只能请到阴差 要是能请到十殿阎罗 地藏菩萨这种大楼 什么诡异邪物 还不是一根指头碾碎 地府终究是一切生于死的源头 所以思来想去 林玄决定先给请神术升一级 找到列表中的请神术 林玄选择了升级 面板上的功德值 瞬间变成750 请神术一级 请神术二级 随着道法升级 冥冥之中 林玄好像看到了一扇通天的漆黑门户 从门户望去 似乎能看到一条 湍流不息的大河 一座无边巨城 坐落于深处 黄泉 鬼城封都 这些景象在林玄脑中一闪而过 随后 阴差阴侧侧的声音响起 略带一些疑惑 上师 发生了何事 您与地府的联系加深了 林玄自然不会说出系统之事 无妨 只是略有感悟 关于请神术的道法精进了些 原来如此 阴差的声音变得恭敬 上师天资卓绝 按照阴间规则 我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留下 下次请神 便是阴帅之流 根据道经上的记载 阴差是地府数量最多的官职 也就是小兵 而到了阴帅便是大队长之类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 想想看 阴差这种地府小兵 都能在幸福公寓中大杀四方 别说阴帅这种更高的地府鬼物 是不是有些欺负人 欺负诡异了 不过 欺负又怎么样 怪谈世界降临以来 带来的死亡与恐怖如此多 林玄身为道门传人 就是要狠狠地 不留情面地碾杀诡异 功德值还余下750点 而升级下一级别的请神术 则变成了5000 足足翻了10倍 原本还为800功德到账 而高兴的林玄 立刻感觉到了自己的贫穷 杀鬼大业 仍需努力啊 一楼可是还有一间出租屋呢 想到这些 林玄也不耽误 转身走出这间屋子 走廊依旧昏暗 另一间出租屋的大门紧闭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开门的钥匙 就那么堂而皇之地插在锁上 一定要有诡异啊 此刻感觉自己格外贫穷的林玄 小声嘀咕了一句 随后便拧动了钥匙 这话通过直播间 落入了观众们的耳中 神特们一定要有诡异 小道长杀鬼一杀上瘾是吧 别的参赛者生怕碰到诡异 小道长是生怕碰不到 诡异 别说了 已经在害怕了 小道长威武 直播间笑闹起来 气氛欢乐 不得不说 这跟别国比起来 又是一种极大的落差 哪个国家的直播间 观众不是心惊胆战 求神拜佛 祈祷自己国家参赛者 不要暴毙 只有龙国的观众不但不害怕 反而还敢在弹幕里开玩笑 人比人气死人啊 打开房门 一间无比空旷的房间 呈现在林璇眼前 房间内没有任何家具 也没有卧室卫生间 就好像是一间空旷的小仓库 一个小小的身影 蜷缩在屋子的角落 你是来陪我玩捉迷藏的吗 这身影抬起头 看着门口的林璇 一双眼睛里没有眼黑 只有眼白 脸色苍白 嘴唇没有任何血色 林璇只是一眼 就能肯定这小孩是诡异 小孩不等林璇回话 忽然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随着这一动作 屋中的光线迅速变暗 到最后甚至伸手不见五指 林璇微微皱眉 在光线变暗的短暂时间里 墙角里的诡异小孩 除了无眼睛 没有任何其余的动作 很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 整个屋子一片空旷 只要斜着走过去 就能抓到这只诡异 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林璇凝神 手指撵动 迅速补算起来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画面也完全变黑 怎么变黑了 这让我怎么欣赏 小道长的英姿 咦 屏幕上怎么出现了一张 帅绝人环的脸 楼上真是凑标脸 就在弹幕议论时 直播间突然显示出一行字 切换至夜视模式 随后画面显示出来 只是当画面出来的那一刻 观众们无一不后被发亮 屋子的墙壁上 生长出了一只只鲜血淋漓的手臂 这些手臂 有些拿着刀子 有些生长着利着 天花板上 一缕缕如同头发的东西垂落下来 相互交织成脚锁 这些脚锁无风摇动 像是等待猎物的毒蛇 至于地板 则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这些裂缝会忽然间张开 里面生长着尖锐的牙齿 这些手臂 发丝 裂缝布满的屋子 宛如恶魔的洞窟 死神的巢穴 诡异小孩 仍旧在墙角蜷缩着身体 捂着眼睛 毫无疑问 想要穿过屋子 去捉住诡异小孩 必然会遭到这些诡异东西的攻击 林玄虽看不到任何事物 但一番补算下来 心中已经了然 前方是诡异不下的天罗地网 林玄自然是不惧的 请神术已经升级 不论请来的是 哪位阴帅 都足以横扫过去 除此之外 还有数种庇护己身的道法 这让林玄有一点点的纠结 有时候选择太多 也不是什么好事 只能说是老困难 选择症患者了 就在这时 她怀中的白加黑 轻轻地瞄了一声 林玄微微一愣 摸了摸白加黑柔顺的皮毛 差点把你忘了 戏份严重不足的白加黑 又瞄了一声 既然有贴心的小宠物愿意效劳 林玄自然乐得清闲 猫科动物 在黑暗中的感知与视力 本就比人强 哪怕变成了诡异 也仍然保留了这个特性 去吧 随着林玄下令 白加黑毫不犹豫地跃向前方 在跳动的瞬间 那一身雪白的皮毛 顷刻间被染成了黑色 切换至了完全的诡异形态 有尖利的指甲 从肉掌中生长出来 随着白加黑 闯入面前的天罗地网 墙壁上的手臂陡然延长 挥动着武器 朝着白加黑攻击而去 天花板垂下的发丝疯狂扭动 想要将白加黑卷入 地板上的裂缝飞快地开合 力齿碰撞 发出咔咔的声音 白加黑没有退缩 一往无前 他猛然跳起 踩在一条延伸过来的手臂上 借力跃上半空 狠狠地挥动力爪 一大团发丝 发丝被整齐地切断 掉在地上不断扭曲翻管 这些诡异攻击 交织成的死亡陷阱 根本奈何不了白加黑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白加黑便穿过陷阱 来到了诡异小孩的面前 诡异小孩虽然捂着眼睛 但显然对屋子中的所有情况 了如指掌 白加黑轻松闯关 将他彻底激怒 诡异小孩猛地放下手掌 脸色一片扭曲 争鸣愤怒 你这只臭猫 我要扒了你的皮 数不清的手臂 发丝以诡异小孩为中心 疯涨起来 对着白加黑疯狂攻击 而白加黑将猫科动物的敏捷 发挥到极致 在诡异的状态下 竟形成了残疑 一边疯狂攻击 一边疯狂闪避 看起来似乎是势均力敌 但通过契约 林玄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紧张 疲累的情绪 白加黑完全是在猫系老鼠 或者说是想多来一点戏份 别玩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林玄无奈地笑了笑 听到这话 白加黑喵了一声 以一种诡异小孩 完全没有防备的急速 贴到了诡异小孩的脸上 利爪狠狠撕裂而来 刺入诡异小孩的身体 下一秒 诡异小孩如同被撒了气的气球 飞快地萎缩起来 鬼物可以互相吞噬 以此来壮大自己 诡异不是寻常鬼物 却也有同样的办法 诡异小孩 被白加黑撕裂的地方 流动着阴影般的诡异力量 顺着猫爪 被白加黑吞噬殆尽 喵 可可爱爱 人畜无害 一点也看不出 刚刚撕裂诡异时的凶悍模样 宿主进化了一只低级诡异 功德加150 目前功德值900 看着眼前跳出的系统面板 凌玄小脸上露出微笑 随后便抱起白加黑 转身离开这房间 现在幸福公寓只剩下三楼 还没有探索 随着凌玄又一次杀死诡异 直播间的龙国观众再次庆祝起来 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网络上已经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凌玄粉丝团 各种各样与凌玄有关的网络昵称 大批占领直播间的弹幕 什么凌玄的小老婆 凌玄的妈妈粉等等 诸如此嘞 可以说凌玄此刻的粉丝遍布龙国大地 什么天王天后 顶流小鲜肉是拍马也比不上 就在直播间一轮纷纷之际 忽然有人问 话说小道长这次应该能通关 而不是存活吧 这条弹幕让许多直播间的观众都是一愣 怪谈世界出现以来 当然有不少参赛者活着离开 但这并不是他们成功通关了怪谈世界 仅仅只是存活下来 而存活的前提便是三分之二的参赛者死亡 简单来说 当三分之二的参赛者死亡之后 怪谈世界便会直接结束 而幸存者将会被判定为成功存活 存活不代表通关 存活成功 仅仅代表着怪谈不会入侵现实 但也不会有国运提升的奖励 意识到怪谈世界的恐怖与可怕之后 各国所求的并非是通关成功的国运提升 只要参赛者能存活下来 不让恐怖降临便足以举国欢庆 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位参赛者成功通关 只是次数多了 大家都下意识地 把存活成功当作了通关 此刻 随着这句弹幕的发问 无数人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林璇有极大概率成功通关这次的怪谈事件 那么蓝星人类 将会迎来怪谈世界诞生以来 第一次国运提升 没有人知道这个提升究竟是什么 这边 林璇抱着白家黑走出屋子 回到了走廊 却忽然发现走廊已经不是刚刚的模样 大片的墙皮剥落 裂缝遍布墙体 露出里面的砖石 原本只算是有些破旧的幸福公寓 现在看起来像是废弃了数年的威房 似乎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 林璇可以肯定自己 刚刚在那个屋子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可走廊的变化 他却完全没有察觉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林璇只是惊讶 却并不慌张 他看向一楼紧闭的公寓大门 按理说 这应该是离开幸福公寓的出口 虽然规则依旧显明了 不要离开公寓 但不怕规则污染的林璇 想要试试 是否真的能从公寓大门离开 大门只是普通的铁门 甚至没有上锁 但是林璇无论是往外推 还是往里推都无法打开这道门 既然不行 他就不再白费力气 抱着白家黑 沿着楼梯向三楼走去 上楼的途中 他特意看了一下二楼走廊 果然也如同一楼 呈现出破败的情景 幸福公寓三楼 这里似乎并未受到一楼二楼的影响 保持着完整 林璇站在楼梯看过去 长长的走廊 竟只有一扇房门 难道说 三楼只有一扇诡异 这让林璇有些失望 在规则时中 当租户小于三人时 房东会出现 现在房东并未出现 他以为 三楼至少还有三只诡异 难道规则实是假规则 就在林璇思索的时候 那间房门忽然被人拉开 暖色的橘黄色灯光 从屋内倾泻到走廊上 有女人的声音从屋中传出 请进来聊一聊吧 当然 如果你担心我有恶意 也可以 话音未落 林璇便已经踏进了屋中 她不怕诡异存在恶意 恰恰相反 如果是一只没有恶意的诡异 林璇反而要纠结了 屋内 一个长发及腰的女人 背对着大门 站在客厅里 林璇看着女人的背影 感受到了极为浓郁的诡异之力 这诡异的气息 比她在这里见到的任何一个诡异 都要浓郁 净化这个女人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功德 但这只诡异 似乎有更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 所以 林璇也没有急着出手 你要聊什么 林璇稚嫩的声音 让女人似乎有些疑惑 但她看不到身后 女人没多想 我能感知到一楼和二楼的租户消失了 是你杀死了他们吗 是我 怎么 你想为他们报仇吗 林璇点头 报仇 不 我只是想跟你合作 合作 跟一只诡异合作 林璇怎么也没到 自己竟然从一只诡异口中 听到了这个词语 平衡已经被打破 她就要来了 只有杀死她 才能结束这个噩梦 她 你说房东 林璇反应很快 没错 她才是这个噩梦的源头 她不死 这个噩梦就永远不会结束 还会有新的租户出现 被困在这个牢笼 我们必须合作 才能杀死她 你不需要信任我 在她出现之后 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困住她 而你要做的 就是把我跟她一起杀死 林璇微微一正 没想到诡异女人的合作办法 竟然是她自己与房东 同归于尽 等我想想 林璇开始掐指补算 很快 她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诡异女人的话是真的 至于房东 从补算的结果来看 并没有显示出危险 掌握二级请神术的林璇 房东与其他诡异 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比起这些 林璇更在意的是噩梦源头 这房东 恐怕就是通关的关键了 林璇正要说话 看着背对自己的诡异女人 忽然好奇起来 我不喜欢别人背对我说话 你能转过来吗 女人沉默了片刻 女人长得还算不错 从正面看 第一张脸五官清秀 从左侧看 第二张脸 嘴角有颗小小的黑质 从右侧看 第三张脸鼻梁高挺 是的 女人有三张脸 除了面对林璇的这张 还有两张 分别位于左脸颊与右脸颊 三张脸单独拿出来看 都能让人叫上一声美女 可是 她们挤在一颗头颅上 就变得诡异混乱起来 就在林璇观察的时候 脸颊两侧原本紧闭的两双眼睛 忽然睁开 死死地盯着她 眼睛里有着无边的恶意 癫狂 怨恨 直播间里 无数观众头皮发麻 尤其是画面还很贴心地 给了女人脸部一个 长达数秒的静静特写 怨读的眼神 好像真的在注视着大家 一时间弹幕里鬼哭狼嚎 卧槽卧槽 快拿开啊 直播间 我特么谢谢你 举报间在哪 隔着屏幕我都快尿了 只能说直面诡异的小道长 真的牛屁 话说谁要是娶了这个三连女 岂不是等于有了三个女朋友 你要不要听听 自己在说什么 哥们真是昏速不济啊 只能说 直播间的人才永远不缺 但随着三连女露出这副面容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 这种仿佛被渣男 渣了九九八十一次的恶毒眼神 真的能相信诡异合作的话 虽然明知道灵璇看不到 弹幕里纷纷劝导起来 小道长不要相信这些妖魔鬼怪 好人哪有变成诡异的 诡异的嘴 骗人的鬼 信了就完了 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小道长可不要乱来啊 外界的纷扰传不到灵璇耳中 她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三连女 对方身上的诡异力量 犹如一口黑暗的深井 在这井的深处 她看到了一些 让她也为之惊讶的东西 现在她相信 三连女的确是抱着 某种必死的决心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房东就是这个噩梦的源头 灵璇问道 因为这里的租户 都来源于房东的某个部分 三连女的语气带着某种感伤 101的小孩子 是她的童年 自闭 暴怒 孤僻 她喜欢藏在角落 想要人找到 却又不希望真实地接触 102的猫人 是她的少年 她从伤害其他的生命中 找到了难以抑制的快乐 沉迷其中 201的外卖员 来自于她成年后的某段工作经历 她开始喜欢窥探别人的生活 别人越幸福 她就越愤怒 202的女人 是她另一段工作经历的年轻女上司 她喜欢那个女人的外表 又极端厌恶那个女人 一直对她喋喋不休 找她的麻烦 至于我 三连女忽然有些说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 林玄接上了她的话 你是她的母亲 在三连女诡异力量的深井中 林玄看到了一张照片 一个中年妇女 与一个青年男子的合照 照片中 中年妇女的样子 是三连女正连老了十几岁的样子 而年轻男子 则是一楼诡异小孩长大后的样子 而在照片的背面 是一段血字 既然罪孽由我而诞生 也该由我亲手毁灭 儿子 妈妈对不起你 原本林玄只是有些猜测 但是三连女描述的语气 让她确定了自己判断 如果不是如此联系密切的关系 怎么可能会了解得这么清楚 三连女沉默了许久 没有反驳 她早早离开了父亲 我忙于工作 奔波在外 却不知道 她的性格开始逐渐扭曲 她杀死第一只猫的时候 我以为那只是少年的叛逆 对我管束的反抗 直到她第一次杀人 她身上都是血 跪在我面前哭着 发抖着 说是意外 说不想离开我 我还是被母亲的身份蒙蔽了 同样当时我也无法接受 失去她的结果 所以我选择了帮她隐瞒 甚至处理尸体 我带她远走他乡 严加管教 可是当她第二次 第三次她浑身染血的时候 我意识到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我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 可是母子连心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 她开始戒备我 警惕我 我只能等待机会 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买了蛋糕 做了她最爱吃的菜肴 买了酒 也买了足以致命的毒药 她看着我把那杯酒喝完 才放下戒心喝下去 她以为我只想杀死她 可是我怎可能在 做出这种事后毒火 三连女的六只眼睛 此刻流出了血泪 烟红刺眼 我本以为 那天就是一切的结束 可是一睁眼 我却来到了这个噩梦中 那些属于她人生 成为这里的租户 成为了噩梦的一部分 我必须再次结束这一切 三连女的声音 变得高抗而刺耳 屋内的灯光迅速暗淡 闪烁起来 在暗淡闪烁的灯光中 桌子上不知何时出现了 插着生日蜡烛的蛋糕 旁边帮放着的菜肴 似乎还冒着热气 似乎刚刚出锅 两杯酒已经真满 阴晕出淡淡的酒气 今天是她的生日 我已经感觉到 她马上就要回来了 随着话音落下 林璇察觉到了什么 转身回看 正对屋门的墙壁 不知何时变成了楼梯 这楼梯延伸向上 隐没在黑暗中 隐约间 好像有一个身影 正在向下走 快把门关上 不要让她察觉 她已经杀了好几个人 一旦发现你 一定会杀死你 你先躲到厨房 等我困住她 你就出来 把我们一起杀死 这是唯一能结束 这个噩梦的机会 我们绝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三连女的眼睛 已经全部睁开 诡异的力量 在这间屋子里涌动 林璇看了一眼楼梯上的身影 又看了一眼 好像陷入 某种亢奋与迷乱中的三连女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听从三连女的建议 把房门关上 进入了厨房 厨房门上 有一扇小小的玻璃窗 林璇关上门 搬来椅子 从窗户注视着客厅 三连女坐在餐桌的椅子上 正对着房门 似乎是在等待 先是有脚步声 从走廊上响起 随后林璇便听到了一阵 要是开门的声音 下一秒 房门被一只手掌推开 房门被推开了 一个身形消瘦 头颅微微低垂的青年 缓缓地走进屋内 房东 虽然这青年的脸上 没有写字 但不论是林璇 还是直播间的观众 都知道这个青年一定是房东 规则十一 幸福公寓只有三层 出现四楼的楼梯要远离 看来这条是真的 四楼是房东的所在地 三连女说 房东是噩梦的源头 是幸福公寓这个牢笼的主人 所以 房东应该是这个噩梦般的 世界的最终boss 他应该强大 诡异 三头六臂 看一眼就能把小孩吓得哇哇大哭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 哭爹喊娘 可是林璇从厨房的窗口看过去 这青年依旧瘦弱 低垂的脸上麻木 没有任何表情 如果细看 甚至能看到他在发抖 青年沉默地走进屋子 关上大门 妈 我 回来 他的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青年 但嘴巴却露出诡异的微笑 回来了 就快坐下吧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们母子两个好好庆祝一下 青年颤抖得很厉害 可仍然僵硬地迈开脚步 走向餐桌 青年落座 三连女端起酒杯 青年也跟着僵硬地端起酒杯 儿子 你要永远记得 妈妈爱你 三连女说着温柔的话 可脸上的表情 却愈发地恐怖 他闭上眼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青年端着酒杯 脸上的表情早已经扭曲 说不清是痛苦还是恐惧 妈 妈 我也 爱 你 当青年说到爱字的时候 似乎用尽全力 将声音闷在喉咙里 发出了and音节 在林璇听起来 这个爱字的发音 更像是恨 妈妈 我也恨你 急腰的长发 顺着餐桌游动 攀附在了青年的身上 刺进了她的身体 青年抗拒着 将杯中酒一点点喝光 像一只被操纵的木偶 整个过程 宛如某种死亡重演 青年将酒杯放回餐桌 发出喷的一声轻响 随着这声响动 三连女的微笑瞬间消逝 彻底化作了癫狂 她毫无征兆地扑向青年 将其紧紧抱住 疯长的头发 一根根地刺入青年体内 青年发出痛苦的哀嚎 身上同样显露出诡异的力量 只是比起三连女 这力量实在太过弱小 就是现在 三连女猛地看向厨房 杀了我们 杀了我们 解开这个噩梦 让一切都结束 三张嘴齐声高喊 林璇走出厨房 看着纠缠在一起的 三连女与房东 青年也看到了林璇 她没有说话 因为嘴巴已经被发丝缝住 她看着林璇 麻木的眼神里 产生了情绪 这情绪好像在说话 她在哀求林璇帮她解脱 帮她脱离这个噩梦 所以 噩梦的源头 从来都不是房东 而是房东的母亲 三连女 如此弱小的房东 怎么可能承载这样一个噩梦 在进入厨房之前 林璇就已经有所猜测 不管是餐桌上发生的变化 还是如同提线木偶一样的房东 都是基于三连女的情绪变化而产生 至于补算结果 当然也是没错的 三连女没有说谎 只是她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她认为 这一切噩梦的源头 都是自己儿子 房东也没有危险 反而比任何租户都要弱小 你为什么还不出手 不要再犹豫了 我困不住她太久 错过这个机会 噩梦就永远也不会结束 三连女转过头 冲迟迟没有行动的林璇嘶吼 林璇看着被紧紧束缚 被发丝穿透的千疮百孔的房东 实在看不出 有任何挣脱的可能性 不管她出不出手 房东也没有任何活下来的可能性 三连女明明拥有着 碾压房东的诡异之力 为什么还要这样说 难道她看不到吗 就在这时 林璇注意到 三连女的六只眼不知何时 已经全部闭上 她的表情无比猙獰 口中仍旧不断催促林璇 赶快动手 闭上眼 她自然看不到 怀中几乎已经被扯烂的儿子 不论如何 现在房东兵死 三连女对林璇也没有任何的防备 甚至主动要求她出手 即便不动用寝神术 林璇只要一道雷法或者火法 就能将这两只诡异完全杀死 可是她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林璇又进行了一次补算 可是没有结果 补算术并非万能 她能测出真假 凶极 给出一些未来的可能性 但补算术并不能给出具体的答案 堪破未来 那是仙神才有的能力 不过补算术给出了模模糊糊的提示 梦 好在林璇也很聪明 她善用补算术 却并不依赖 根据这个提示 她立刻想到了三连女屡次提到的噩梦 她本以为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但现在看来 这是很直白的提示说明 三连女既然才是噩梦的源头 那就说明她一直在噩梦中 只是睁眼的时候 梦比较浅层 所以 即便是认知错误 但却有理智 能提出与林璇合作 等到三连女把眼睛完全闭上 沉浸在噩梦中 她看不到任何异常 看不到自己口中强大的儿子 实则无比弱小 她只是凭借自己错误 而扭曲地认知在行动 这一刻 林璇豁然开朗 这才是通关的关键 只要做梦的人不醒来 那噩梦永远不会结束 噩梦中的死亡 也只是梦境的一部分 就算此刻 林璇将两只诡异击杀 他们仍会在噩梦中再次诞生 重复着循环 或许这一循环 重复了无数次 否则三连女不会说 只要噩梦不结束 还会有新的租乎出现 在外界 叫醒一个做梦的人很简单 只需要大声喊叫 哪怕是一个大逼兜子 做梦的人就会醒来 可是林璇此刻 自己就处在这个噩梦之中 如何在梦中 叫醒一个做梦的人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做梦的人 在梦中感觉到强烈的认知冲突 这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会让人迅速清醒 简单来说 就是让三连女睁开眼看一看 她认知里强大的 必须要毁灭的儿子 此刻的真实状态 你为什么要闭着眼睛 为什么不睁眼看看 你的儿子 已经快被你杀死了 林璇尝试用语言 让三连女睁开眼 你在说什么胡话 三连女的语气更加急迫了 我当然睁着眼 我必须看着 你把我们母子杀死 你到底要不要出手 难道你也想成为这里的租户吗 快些 我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 她来仅凭几句话 是不可能让三连女 真正睁开眼的 她的认知 已经被强烈扭曲了 林璇向前走去 一直点向三连女的眉心处 既然如此 那她就亲自成为三连女的眼睛 众生皆忙 如借我眼 窥破虚妄 林璇说自己要成为三连女的眼睛 于是 三连女的额间眉心处 有一只虚幻的竖眼成形了 这只眼睛 和林璇的眼睛一模一样 随后 这只眼睛睁开 虽然三连女的六只眼还闭着 但这次她看见了 看见了她怀抱中 千疮百孔 弱小麻木的儿子 三连女一动不动 像是被施展了定身术 在她的认知里 这个儿子应该无比强大 凶残 用尽全身力气 也只能勉强困住 而不是现在这样一副 快要冰死的样子 真实与扭曲 像是一把双刃剑 硬生生且冰冷无情地割开了血肉 三连女的六只眼 同时流出大片大片的血泪 梦该醒了 林璇道 话音落下 额间竖眼消失 三连女睁开了自己的眼 这一刻 她扭曲的认知 终于回归正常 这是我的噩梦 谢谢你把我从噩梦中唤醒 她终于明白 自己的儿子 早在那个生日便已经死去 身为一个母亲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不论这个行为的目的是 出于良知还是大意 她在临死前 还是陷入了强烈的 悔恨自责的痛苦中 噩梦便在这痛苦中孕育 如今梦醒了 一切都该结束了 三连女身上 生腾起巨大的黑色火焰 一切都在这火焰中 安静地燃烧 在这火焰中 整个幸福公寓 就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进键 迅速破败老化 也是在这火焰中 三连女的脸 开始变得正常 最后变成了一个 略显苍老憔悴的妇人模样 妇人怀抱着 奄奄一息的青年 目光再也不曾一开 她开口轻轻唱着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爱你 永远爱着你 宝贝 宝贝 林玄站在燃烧的火焰中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这火焰并不针对她 道书上记载 一些强大的邪碎鬼物 诞生于生灵的执念 一旦执念消失 他们要么会陷入 无端的疯狂 变成灾祸 要么会陷入强烈的 自毁情绪 进行自我毁灭 这场大火 就是最好的证明 黑色的火焰越烧越旺 直至林玄的眼前 一片漆黑 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就在这时 她的眼前弹出了文字 耳畔响起了声音 爱之深 恨之怯 每个人都是囚徒 恭喜龙国参赛者林玄 完美通关幸福公寓 恭喜龙国参赛者林玄 因完美通关 获得通关称号 幸福公寓的房东 恭喜龙国参赛者林玄 抹杀怪谈309-44频道 获得额外称号奖励 龙国即将获得国运提升奖励 怪谈世界将在五分钟后关闭 所有存活者将被送出 这声音不止在林玄耳边响起 全球各地 浩大的声音从天际传来 响彻在每一个人耳边 一直重复了三遍 这一刹那 不分国界 不分人中 无数人沸腾起来 毫无疑问 这是足以载入史册的时刻 怪谈世界出现以来 终于有人第一次通关成功 无数大洋彼岸的目光 投向东方这个历史悠久的 泱泱大国 他们念诵着龙国 念诵着林玄的名字 而此刻 最兴奋 最沸腾的 龙国的五湖四海 城市山村 只要是有人 有网络的地方 都能听到欢呼声传来 无数人从居民楼 写字楼各种地方涌上街道 大声地欢呼雀跃 此刻只有八个字能来形容 普天同庆 举国欢腾 龙国高层会议室内 同样充斥着欢呼声 许多人此刻心里 还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 不少人还记得 当怪谈世界开启 他们看到直播间内出现的 稚嫩脸庞 那种绝望的情绪 简直让人无法呼吸 很多人默默地流泪 哭泣 开始进行危机的预案 尽可能地将损失降到最低 可是之后发生的一切 简直是峰回路转 他们看着这个小小的身影 在怪谈世界中大杀四方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在梦中 却又希望 这个梦永远也不要醒来 现在怪谈世界的噩梦终结了 而龙国的美梦也走进了现实 大长老满面笑容 耐心地等待着 大家发泄情绪 这一刻 所有人都等了太久 欢呼声稍弱之后 大长老面色变得严肃 林玄小道长的资料 已经发放至各位手中 现在 我要求以最快的速度 派遣人员 对清风关进行守护 务必 务必 不要让林玄小道长 在回归现实世界之后 有任何的不满 计划已经送到各位手中 立刻行动 随着命令下达 立刻有人起身离开 片刻之后 便有人发现 有许多直升机升空 大量车队驶离京城 就在各方欢呼 龙国行动的时候 林玄仍旧处在怪谈世界 距离被传送离开 还有一点时间 只不过 他脑中多出了一些信息 有关于这次的通关奖励 称号 幸福公寓的房东 完美通关获得 这里曾经是噩梦的温床 他在噩梦中痛苦地轮回 如今 你唤醒了陷入噩梦的执念 他便将这里送给了你 他祝愿你 永远无梦 使用提示 如今这里有五个空荡荡的房间 或许你能找来新的租户 林玄对着这些信息 若有所思 也就是说 通关与完美通关 或许是两个标准 当时他如果没有考虑更多 直接出手杀死三连女和房东 可能也会通关 但恐怕就没有完美通关的标准 以及后续的奖励 至于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林玄可以随时召唤出一个 通往幸福公寓的通道 不仅可以把诡异塞进去 甚至连物品也能放进去 嗯 以后出去旅游 可以空着手了 林玄很是满意 除此之外 抹杀怪谈309-44频道 同样给出了一个额外的称号奖励 称号44频道 他表演着死亡的剧目 你是观众也是演员 他认为最好的演出 是在屏幕内外一同上演 使用提示1 在任何光滑的镜面上 书写数字44 他便会听从你的召唤 如约前来 使用提示2 以前他无所畏惧 现在请不要在他面前 念诵任何经文 看着称号44频道的使用提示 林玄算是明白 怪谈世界的称号 看来是相当于技能 每一个称号都具备不同的效果 这下 除了道法之外 他也算是有了额外手段 林玄的收获 还不止于此 三连女虽然在清醒之后 选择了自我毁灭 但这笔功德 依旧是算在林玄头上 所以 除了怪谈世界的通关奖励 一大笔功德道账的提示 还闪烁在林玄眼前 宿主进化了一只终极诡异 功德加500 宿主进化了一处斜碎之地 功德加2000 目前功德值3400 2500的功德值 让林玄多少有了一些底气 不过他并不打算立刻使用 这次通关幸福公寓之后 很快将进入新的怪谈世界 到时候 根据情况升级道法 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思索之间 林玄眼前的黑暗 如镜面般破碎 阳光 大槐树 道馆出现 他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此刻 清风关周围已经被重重守卫 鹤枪实弹的军队 遍布清风关方圆树里的范围 眼下 这里的防守之严密 堪称机密禁区 其实早在林玄有希望通关的时候 清风关的所在地 就已经承报给了龙国高层 虽然这里地处偏僻 不见人烟 但在国家机器的运作下 这并不是问题 如今林玄成功通关归来 可谓是全球焦点 也是龙国现在最重要的人 任何程度的保护措施 都不算过分 与此同时 随着怪谈直播间的暂时关闭 各大平台的首页 同时推送了龙国官方的直播间 林玄作为全球 首次通关怪谈世界的龙国英雄 龙国高层当然要造势 其目的不仅是展现龙国底蕴 更是要给龙国大众打一记强心针 所以 当林玄回归的第一时间 便听热烈的掌声 好在 考虑到林玄刚刚回归 需要休息 不管是慰问还是采访 都只进行了很短暂的时间 之后 便有人邀请林玄 搬去龙国首都生活 那里为林玄准备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林玄其实有些心动 但还是拒绝了 不仅是因为 老道长云游之前 要他好好看家 更是因为 复兴盗门的任务奖励也下来了 一次怪谈世界之行 彻底让盗门一词 在龙国大众心中 留下了深刻印象 原本名声不显的盗门 在网络上 成为了当前热词之一 任务奖励 与清风观有关 名为道家灵气 以清风观为中心 将诞生道家灵气 慢慢改变附近的环境 道家灵气的好处很多 比如炎年益寿 百病不清 斜碎莫尽 修道之人 在灵气中修行 更容易与道法产生共鸣 可以预见 随着复兴盗门 任务的更进一步完成 以清风观为中心的这一处大山 或许最终会成为 龙国高层也没有抢求 不仅留下了大队人马进行驻守 还开始建设信号基站 拉来电网 同时还有人留下来 负责灵旋的生活起居 虽然看起来 他好像给龙国 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 但比起通关失败 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这些花费与麻烦 简直不值一提 除此之外 通关所带来的国运提升 也很快到来 一些绝症不治之人 忽然痊愈 一些受命将近之人 忽然生出黑发 一些体弱之人 忽然身体变得正常 甚至强壮 被污染的河流 重新变得清澈 废弃的矿藏 出现了新矿 而锦陵樱花国的海域 好像出现了一道 看不见的屏障 屏障背后的龙国海域内 竟再也检测不出 任何核无痕迹 为此 无数龙国人欢呼 热泪盈眶 每天都有无数人 在网上感谢灵璇 带来的美好变化 如果不是清风关 暂时被列为机密禁区 禁止前往 这处大山 恐怕早就被汹涌的人潮挤满 而龙国之外的其余诸国 只能对龙国发生的一切 都表示羡慕嫉妒恨 诸如樱花 泡菜 咖喱等国家的参赛者 没能撑到凌玄通关 怪谈入侵现实 这些国家一片哀嚎 损失惨重 至于凌玄的生活 一如既往的平静 通往通电之后 她也终于摆脱原始生活 过上了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日子 说到底 她现在只有八岁 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 这样的生活 持续了一个月 这天 龙玄的耳畔 再次响起了声音 你将继续参与规则怪谈 十分钟后 怪谈开启 本次怪谈名称 深夜便利店 请选手做好准备 通关者将直接被选入 下一次的怪谈开启 龙玄早有心理准备 经过一个月的休养 她早就调整到了最好的状态 清风关的大槐树下 龙玄抱着白家黑 静静等待传送 道关大门处 迅速走来几个人影 一见面便深深地居了一躬 言辞肯切道 林玄小道长 这次龙国的安危 就继续拜托您了 这些人都是龙国的管理层 管控各行各业 可以说是各个部门的领头人 权力极大 如今 他们对着一个八岁孩子鞠躬 一点也不别扭 甚至心甘情愿 只求林玄能够在怪谈世界中 阻止灾难发生 再卑微 也心甘情愿 林玄敬重这些人 也因此郑重道 我当尽我所能 只求龙国能够昌盛久远 话音落下 当众人抬起头时 槐树下的林玄 已经不见了踪影 熟悉的恍惚感 林玄的耳畔传来声音 你已进入怪谈世界 本次怪谈将提前告知通关规则 所有参赛者将自动成为 深夜便利店的店长 为便利店赚取黑币 此次怪谈限时10天 每日结算参赛者赚取黑币数量 10日后 赚取黑币排名第一的参赛者 视为通关成功 其余参赛者 视为存活成功 最后两名将被抹杀 请参赛者仔细阅读店长守则 努力赚钱 以下是来自于上一任店长的提示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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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畔的声音消失后 林玄眼前模糊的世界 变得清晰起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货架 上边摆放着零食饮料 生活用品等等 靠近大门的地方 有一处收银台 此外还有两扇门 位于便利店深处 分别贴着休息室 咨询室的牌子 总体来说 便利店不算太大 布局与现实世界的便利店 没什么不同 只是正常便利店 可不会有咨询室这种房间 虽然有些在意 但林玄并未急着探索 他注意到 收银台上有一摞纸张 还有一套叠起来的制服 只是当林玄走进收银台后 忽然发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收银台太高了 对成年人来说 不过急要的收银台 八岁的林玄 只能勉强露出半个脑袋 如果有奇奇怪怪的客人 选购完商品 因为没看到店员 而选择林玄够的话 那不是亏大了 这什么破怪谈 也太不友好了 林玄黑着小脸扫尸了一圈 没有发现 能够提供站立的椅子 或者箱子 既然这样 他单纬扒着收银台的边缘 一跃而上 站了上去 反正是怪谈事件 店员站在收银台上结账 应该也很合理吧 当这一幕呈现在怪谈直播间 顿时笑尿了无数荣果观众 我预想过很多种小道长 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但谁可不能想到 竟然是身高 店长站在收银台上结账啊 滑稽 小道长一你吧 破音 小道长跳起来打你膝盖 不进先师 弹幕中一片调侃 欢乐无比 怪谈世界中 林玄坐在收银台上 目光落在那一落纸上 最上面的一张印着标题 店长守则 守则一 穿戴好工作制服 并保持得体的微笑 看到这条守则 林玄下意识地 把目光挪到旁边摆放的制服上 先不说衣服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沾染的污渍 那宽大的尺寸 显然是为成年人准备的 收银台也就算了 现在连工作制服 都不准备合适的信号 太过分了 林玄感觉到 自己受到了怪谈世界的针对 她能想象到自己穿上 这套大人衣服的画面 滑稽又可笑 如果遵守规则的代价 是自己的一世英明 那干脆就不要遵守 林玄毫不困难地做出了选择 拿起旁边的制服 丢进了收银台深处 她都准备站在收银台上的结账了 不穿制服也很合理吧 强行合理一切的林玄 继续阅读守则 守则二 营业时间为22点至6点 你可以通过大门上的电子表确认时间 守则三 非营业时间 店长可前往休息室进行休息 但务必保证在营业时间内准时出现 守则四 为保持店面整洁 在营业时间内 每个小时整理一次货架 守则五 若发现货架物品丢失 请无视并离开当前货架至少10分钟 守则六 客人进店后自会知晓商品价格 请确保他在选择商品时 不要脱离你的视线直至完成交易 守则七 当客人有特殊需求时 请建议他前往咨询室进行咨询 守则八 当交易完成后 你可以主动向客人索求好差评 请注意 好评率将提高特殊客人进店的概率 差评率将降低特殊客人进店的概率 五人以上开始计算 守则九 本店盖部奢账 守则十 若发现再逃奢账人员 店长可在非营业时间 暂离本店进行追回 林玄快速将这些守则记下 与此同时开始进行补算 虽然这次的规则怪谈 已经提前告知通关规则 但林玄注意到 这里提到的是通关 而不是完美通关 完美通关有额外的奖励 他不想放弃 至于如何达到完美的评价 林玄通过补算术 给出的一些模糊提示 有了一些头绪 首先 赚取黑币数量必须保证排名第一 这是硬性标准 想要赚取足够多的黑币 就必须保证足够多的客人 从规则来看 客人应该分为普通客人与特殊客人 物以稀为贵 既然需求特殊 那就多掏钱才行 这是放在哪都颠不破的真理 也因此 能够提高特殊客人 进电概率的好评率 就显得很重要了 甚至好评率本身 也有很大 可能是完美通关的标准之一 至于最后 补算术指向了规则时 规则9与规则时互相冲突 既然补算术给出了规则时的提示 那规则9大概率是假规则 奢不奢账的先不说 存在规则时 就代表便利店一定存在奢账人员 那么追回债务 恐怕也与完美通关挂钩 一番思索下来 林玄逐渐有了头绪 具体该如何操作 还要看实际情况 此刻 大门上方的电子表 显示的时间是21点58分 还有两分钟 林玄望向便利店的玻璃大门 透过玻璃 外面是一片虚无的漆黑 她心头默然升起一种 离开便利店外出探索的冲动 但很快 她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时间时间说短不短 没有必要在第一天就冒险 至少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22点 营业时间到来的刹那 便利店外的虚无 如同大雾消散 显露出了一个十字路口 昏黄的路灯 点缀在道路两侧 可以看到许多大门紧闭的店铺 有高楼隐匿在黑暗中 只显示出了轮廓 整个街道 似乎只有便利店亮着灯 隐约间 林玄似乎还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铃声 很像是学校的夏克林 她跳下收银台 走到玻璃大门处试了试 不出意外 这里的大门 与当时的幸福公寓一样 像是被焊死在这里 这种强制性的规则 林玄想要违反都没办法 看来 想要离开便利店 恐怕只有规则是这一条路径 正想着 前方的路灯下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身影 朝着便利店走来 第一位客人要上门了 林玄看了两眼 随后转身 跳上收银台 片刻之后 一个面色阴沉的中年男人 站在了便利店门口 他的脸上带着犹豫 似乎在考虑 要不要进来 中年男人考虑了片刻 随后像是下了某种沉重的决定 带着一种决然的气势 推门走进店里 一进门 他看到了站在收银台上的林玄 林玄也望着他 中年男人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 一言不发地 走向了离他最近的货架 毫无疑问 这个男人是一只诡异 现在林玄已经很熟悉诡异的气息了 不过他并不打算出手 比起少量的功德值 他现在更需要一次完整的交易 来获取更多关于便利店的信息 按照守则 客人选购商品时不能脱离视线 眼下没有违反守则的必要 林玄便依照守则行动 他跳下收银台 跟了过去 此刻 中年男人正对着一行货架思索 林玄循着对方的目光 好奇地看过去 随后脸上露出一种怪异的神色 因为男人看的货架 摆放的商品竟然是假睫毛 粉底之类的女性化妆用品 莫非这只诡异私下里 竟是女装大佬 看不出来 玩得挺大 林玄的靠近 显然引起了中年男人不满 中年人嘀吼一声 离我远一点 这是店里的规矩 林玄不为所动 听到规矩 中年不说话了 只当林玄不存在 继续对着货架沉思 眼看对方考虑得这么久 林玄想了想 莫非这是规则中提到 有特殊需求的客人 本店对有特殊需要的客人 提供咨询服务 这里有咨询室 听到咨询室 中年人明显抖了一下 我不需要咨询 我已经选好了 说着 中年人迅速从货架上 拿起了一盒假睫毛握在手中 大步走向收银台 林玄看了一眼货架 除了少一盒假睫毛外 没发现什么异常 收银台前 中年人将假睫毛放上去 到 结账吧 说起来 收银台上并没有现实世界 常见的扫码枪与收银机 林玄猜测 这个过程或许并不需要他的参与 果然 随着中年人的话音 收银台上浮现出一行写字 成会二百黑币 中年人忽然面露痛苦 张嘴刻出一滩黑血 落在假睫毛与桌面上 随后 中年人明显变得虚弱为民 像是大病了一场 与此同时 那滩黑血则是渗入桌面消失不见 而假睫毛竟变成了一颗眼球 这眼球好像活物 瞳孔滴溜溜转动 像是在打量四周 中年人拿起眼球 生生吞下 在林玄的注视下 这中年人的左眼处迅速溃烂凹陷 随后又急速重新长出了一只眼 这只新生的左眼 有着浓密鲜长的睫毛 瞳孔在上下左右迅速转动 与右眼完全不同步 中年人伸手摸了摸自己新生的眼睛 露出了一种略带争鸣与疯狂的笑容 这副诡异的姿态 看得林玄很想出手将其进化 但想到还未拿到规则八的好评 他决定暂时再忍忍 林玄清了清嗓子 交易完成 给个好评吧 好评? 中年人看向林玄 目光说不出的冰冷 我为什么要 一道电光突兀地浮现在空气中 子拉拉 噼里啪啦 林玄蹲下身 看着在地上抽搐的中年人 贴心地理了理他的衣领 给不给好评? 中年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林玄 磕磕巴巴道 客人 你不能电光再现 我劝阁下谨言慎行 林玄仔细地控制着雷法的力量 生怕中年人一不小心 就被雷法净化成空气 现在还不到杀鬼的时候 细弱发丝的蓝色电光 在中年人提表油液 所过之处皮肉裂开 丝丝缕缕的诡异之力崩溃 这给中年人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痛苦 给 我给 好评 不要 再折磨 林玄敏锐地从含糊不清的话语中 抓到了我给好评四个字 同时 收音台上再次浮现出血字 已收到当前客人对本店的评价 欢迎您下次再来 所以 强迫客人给出好评是有用的 林玄想了想 觉得理所当然 这可是怪谈世界 不会真有人以为顾客是上帝 服务至上吧 怪谈直播间 原本波澜不惊的弹幕 随着林玄的这番操作 顿时炸开了无数浪用 本以为小道长这次真的准备安心当店长 事实证明 我错得离谱 给不给好评 雷电法王版 也是 上个怪谈大杀四方的小道长 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让诡异摆布 实在没想到 小道长竟然还有这种性格 这种性格 才在怪谈世界 才不会吃亏 事实上 在规则公布之后 许多人都暗道糟糕 觉得林玄在这种规则下 取诡异的钱总不能逮到一只就杀一只吧 现在 林玄的这番操作 让龙国的观众们顿时放下了心 好评到手后 就到了谢莫杀驴时候 在林玄眼里 这只中年男诡异唯一的作用 也只剩下给自己增加一些功德值了 就在他准备给对方一个痛快的时候 忽然发现地上多出了一张证件 应该是中年人抽出太厉害 从兜里掉出来的 林玄拿起证件 姓名张长栋 所属单位 江源思立高级中学 职位 高三六班班主任 江源思立高级中学 林玄想起之前隐约听到的下课铃声 这附近难道有一个高中 这张证件的出现 让林玄脑中迸发出大量的猜测 要知道在当前 所有人都以为每一次的怪谈开启 都是独立的区域 最典型的 就像是幸福公寓 极端封闭 参赛者无法离开公寓 也看不到任何公寓之外的场景 哪怕是有窗户 外面也是一片漆黑虚无 更早之前的数次开启的怪谈事件 都是如此 但此刻 这只静电的诡异 身上带着明显属于另外区域的证件 江源思立高级中学 是否是另一个怪谈区域 既然张长栋能从学校 前往这间便利店 那么反过来 林玄是否也能从便利店 前往这所学校 虽然他现在还没办法离开便利店 但规则时可是明确表明 当出现奢账人员时 店长是可以在非营业时间内 外出追债的 看来 这只张长栋驴 还没有到泄末的时候 林玄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张长栋闭着眼 浑身抽搐 看起来模样凄惨 似乎随时都会死去 再装死 我就满足你的心愿 林玄瞪了张长栋一眼 故意在空气中打响一道电火花 诡异的恢复能力极强 并不会因为伤势而致命 早就有参赛者尝试过 将枪械 刀具带进怪谈世界 试图杀伤诡异 事实证明 这些人类武器毫无作用 哪怕把诡异的头砍掉 也会随着时间快速恢复 若非如此 张国栋睁开眼 蜷缩成一团 惊恐地望着林玄 在他眼里 稚嫩童贞的林玄 简直比便利店本身还要可怕 说说吧 关于这间便利店 你都知道些什么 林玄发问 听到这话 张长栋表情有些奇怪 他觉得 林玄既然属于这家店 理应比他更清楚 可林玄既然问了 他也不敢不回答 这个街区 曾经有一个传闻 晚上十点之后 吞下一枚涂黑的硬币 闭着眼向前走十步 就能看到一家便利店 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便能从这家便利店 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以前有不少人 做过这个实验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 没想到这个传闻 既然是真的 林玄从这段话中 立刻整理出了两个 关于便利店的信息 第一点 想要前往便利店的 前置条件 是吞下涂黑的硬币 并闭眼前走十步 第二点 便利店很可能有 某种筛选客人的机制 不是想来就能来 所以 张长栋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会被选中 显然 从张长栋的措辞来看 他本人也不知道 在真正进入便利店之前 他把这件事当作传闻 林玄又询问了几个问题后 确定张长栋身上 没有更多关于便利店的信息 随后便把目标 转移到江源私立高中上 然而 让林玄意外的是 张长栋对这所高中的 整体情况 竟然一无所知 比如学生数量 教师数量 教师分部 校长是谁等等 这些信息 张长栋一概不知 唯一了解的 只有高三六班 有三十六名学生 而张长栋作为班主任 唯一的工作 便是监督这些学生们 进行考试 防止有人作弊 然而 怪异的地方来了 根据张长栋的描述 每长考试时间为一百分钟 休息时间二十分钟 合计两小时 每天有十二次考试 完全没有正常上课时间 也不存在放学 回寝室睡觉等等之类的流程 仿佛高三六班 全体师生存在的唯一意义 就是进行这种 没有尽头的考试 这种完全不合常理的 怪异现象 张长栋却觉得理所当然 而造成这种原因的唯一解释 林玄认为是认知扭曲 或许是提到了考试 张长栋在某一刻 忽然陷入了一种 奇怪且亢奋的情绪中 有人在考试中作弊 林玄敏锐地察觉到了 对方的情绪变化 有些三连女的感觉 但又不太一样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 有个声音一直在我心里 告诉我 有人考试作弊 我要抓到那个作弊的人 可是我一直抓不到 一定是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来这里换了一只眼睛 张长栋摸着心声的 不协调的左眼笑容满足 万一没人作弊呢 万一那个声音是错的呢 万一换了眼睛 还是抓不到呢 林玄说出了三个万一 用来刺激张长栋 不可能 一定有人作弊 张长栋愤怒的大吼 原本的右眼一片红血丝 表情也逐渐变得疯狂 林玄道 那我帮你抓这个作弊的人如何 张长栋的脸上的疯狂 变成惊喜 你愿意帮我 怪谈直播间 随着张长栋的描述 已经引发了无数的议论 没有人能想到怪谈之外 竟然还有新的怪谈 这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这次的怪谈难度 是不是有些超标了 别吓我 小道长不会准备插手这个学校吧 有必要这么节外生枝吗 我承认小道长很强 但总有个限度吧 有必要招惹两个怪谈区域吗 卧槽 小道长你可别乱来啊 对于荣国绝大多数人来说 林玄既然在便利店游刃有余 那么求稳才应该是第一选择 何必去招惹规则中 提都没有提到的 将原私利高中 林玄当然有自己更深层的考虑 现在 她看似掌握主动权 能够拿捏静电的客人 实际上 静电客人的数量 不是她能决定的 必然存在一种最坏的可能性 因为静电客人过少 而导致每日赚取黑币数量排名 落到最后两名 进而导致怪谈世界 对她进行抹杀 林玄不确定自己能否抵挡住 这种源自于怪谈世界本身的力量 她不想去赌这种可能性 所以必须想办法扩充客源 张长栋这种弱鸡都能静电消费 江源私利高中 不可能没有其他的酒 可货 所以 林玄想要通过控制张长栋 入侵江源私利高中 至于控制的办法很简单 道门养鬼道士 便有一种能够控制鬼怪的道数 被控鬼怪是作鬼奴 其生死 全在施法者的一念之间 唯一的前提是 需要鬼怪心甘情愿成为施法对象 在触及作弊者这件事后 张长栋显然是 没有足够的理智 去思考多余事情的 一番交谈后 一人一鬼便达成交易 张长栋心甘情愿成为被控的鬼奴 而林玄必须要帮助他 抓到作弊者 条件谈妥 林玄施展道数 嘴中念念有词 也孤魂 尊无令 顺者急 逆者凶 一条燃着森森鬼火的虚幻锁锁链成形 锁链的一端刺进张长栋的身体 另一端握在林玄手中 从现在这一刻 张长栋的生死 全在林玄的一念之间 并且无视两者距离 至于如何在暂时无法离开便利店的情况下 帮助张长栋 林玄早就有了办法 这就不得不提到 他在上一次怪谈世界后 获得的一个称号 44频道 在休息的那些日子里 林玄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琢磨与尝试 幸福公寓的房东 与44频道的用处 在龙国派往清风关的研究员们的帮助下 一个关于44频道的特殊作用被发现了 首先 44频道最基本的作用 就是林玄出玉怪谈309时的遭遇 能够复制镜像 同步形态 将频道中的伤害 施加于屏幕外的本体 现在44频道不在局限电视中 任何光滑镜面 在林玄本人书写44后 都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在之后 便是另外发现的一种用法 在大小 形状 重量 完全相同的两块镜面上 正写44 与反写44 两个镜面将会产生链接 简单来说 当林玄手持正44的镜面时 她的身影会同步出现在反44镜面中 同时获得镜面视角 与此同时 林玄在镜面内施展的道法 同样会作用于镜面之外 可以说 反44镜面 可以视作林玄本人清零 比起44频道的对敌效果 林玄更看重这种正反同步的特性 当然 要说限制也不是没有 镜子本身无法移动 所以林玄才需要控制张长洞 作为可移动的工具人 镜子作为玻璃制品 本身就有各种限制 比如易碎 不耐高低温等等 第一种限制 暂时没什么解决办法 至于第二种 反而好说 在确认44频道这一特性后 龙国立刻动用国内最先进的 特种玻璃制作工艺 制作了一批 涵盖各种尺寸规模 硬度堪比钢板的特种镜子 供林玄使用 这批镜子 全被林玄放进了幸福公寓 如今幸福公寓对林玄来说 也就相当于一个随取随用的大仓库 里面堆满了各种龙国提供的物资 堪称只有想不到 没有用不到的东西 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 全世界只剩林玄一人 凭借这个大仓库 他也能轻松活几十年 张长栋毫无阻碍地 推开便利店大门走了出去 果然 购买过商品之后 就能离开 与来时相比 张长栋换了一只眼睛 胸前多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镜子 为了不影响张长栋的行动 这种巴掌大小的化妆镜尺寸 是最合适的 林玄注视张长栋的身影 消失在黑暗中 随后看向镜子 在这消失的短短瞬间 张长栋竟然已经回到了 班级所在的教学楼走廊 林玄通过镜子注视 走廊灯火通明 却空无一人 隐隐有读书生从一些教室中传出 但却听不清楚具体内容 老师 你刚刚去哪了 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你 忽然有两个男生冒了出来 站在张长栋面前 林玄以障眼发影去了镜子的踪影 这两个男生是一对双胞胎 说起话来一人一句 配合默契 他们以某种审视的 恶毒的目光 上下打亮张长栋 老师 你的眼睛变得好特别 老师 你不要有秘密蛮咒猫 张长栋看着这对双胞胎 脸上露出和蔼的表情 马上要考试了 赶快回教室吧 老师 我们一起回教室 对 一起回教室 林玄看着双胞胎 通过两人之间的倒数链接 直接在心中与张长栋对话 这是六班的学生 没错 左边这个是哥哥 叫乔洞 右边那个是弟弟 叫乔良 他们是很好的学生 很关心我 关心 林玄回想起两个双胞胎的眼神 分明藏着某种恶意 尤其是说话的时候 那种上下打亮的神态 诡异对好学生的评价标准 未免有些太低了吧 他们两个可能作弊吗 应该不会是他们 张长栋摇头 乔洞和乔良 每次考试都是满分 他们没必要作弊 就在这时 上课铃声忽然响起 张长栋带着双胞胎 向前走了几步 进入了挂着高三六班牌子的教室 教室中坐满了学生 只有最前排的两个位置空着 中间隔着一条走道 随着双胞胎落座 讲台上凭空出现了一摞厚厚的试卷 张长栋将试卷分开 发给前排的学生 依次往后传递 我再次声明考试纪律 考试时间为100分钟 考试中不得交头接耳 不得说话 最重要的是 不准作弊 一定一定不准作弊 张长栋语气阴沉 现在 开始答卷 教室中立刻发出沙沙的写字声 张长栋站在讲台上 怪异的左眼 颤动着扫过每一个学生的脸 这只买来的眼睛 带给了他强大的视力 他甚至能看清 每个学生脸上的汗毛 笔尖在纸上划过的痕迹 就这样 一直默默地注视了十分钟 然后张长栋开始巡视考场 他走下讲台 朝着教室镜头走去 就在张长栋 走过第一排的瞬间 乔动与乔梁忽然对视一眼 猛地站了起来 他们跟在张长栋身后 你听不到乔梁同样带着 某种怪异的笑容捂着眼睛 你看不见 你看不见 双胞胎手拉手 嘴里快速重复这些话语 灯火通明的教室 好像笼罩在一层 看不到的阴影帷幕中 随着双胞胎的念经一样的话语 整个教室好像忽然解放了一般 有人趴在座子上呼呼大睡 有人从书桌里 拿出另外的书籍 看得津津有味 有人拿出了刀子 将自己的手臂切割得血肉模糊 有人在教室中 将自己的身体 扭成各种怪异的姿势 灵璇在镜中将这一幕 尽收眼底 然而张长栋恍若未决 依旧尽职尽责的巡视考场 你左边的学生 此刻正在做什么 张长栋有些茫然 道 他正在低着头写试卷 然而在灵璇的视线中 左边这个学生 把自己的两颗眼珠都扣了下来 拿在手中盘核套一样 滴溜溜转 张长栋看不到真实的景象 这与三连女当时的情况不一样 这种视线中的虚假 来自于外力 而不是因为自身的认知扭曲 灵璇没有急着点破 因为乔动乔梁这对双胞胎 现在的行为 顶多算是扰乱考场秩序 这群魔乱舞的教室 没有人再写试卷 真正的作弊者还没有出现 废物 换了一只眼睛 还是看不到 他为什么没换耳朵 是不是看不起我 乔动乔梁在心底交谈 成为诡异之后 两个双胞胎 不仅获得了欺骗视觉 听觉的能力 双胞胎的特殊性 让他们心灵相通 我们的好老师 开始有自己的秘密了 竟敢瞒着我们兄弟 他该死 等会儿考试结束 我们再问他的秘密 如果他不说 就把他送进食堂的大锅里煮 你好坏呀 哥哥 你也不差 弟弟 双胞胎兄弟 满是恶意地盯着张长栋的背影 随着考试时间过半 教室门忽然被踹开 一个男生迈着吊锒的步子走进来 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档案袋 王斩 你送答案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这么慢 怎么不去死 有学生开口便是恶意满满 我有什么办法 那个老婊子胃口越来越大 如果不是正好抓到一个 从图书馆悄悄溜出来的蛆虫 那个老婊子连我都想吃 还有 你敢骂我 我杀了你 王斩把档案袋扔在讲台上 一把扑向刚刚开口的学生 两个人撕打起来 各种手段都用上 打得血肉横飞 其他的学生看都不看 全都冲向档案袋 档案袋被撕烂 里面正式考试答案 教室里开始恢复平静 拿到答案的学生开始答题 王斩和那个学生打了一会儿也停手了 但模样极为惨烈 那个学生脑袋 被王斩用椅子捶的凹陷下去 王斩的一只眼睛也被戳烂 往外鼓鼓冒着血 但对诡异来说 这种程度的伤势完全不用在意 王斩坐在桥洞的位置上 把桥梁的卷子拿过来 开始抄答案 那个老婊子 这次吃饱了 下次考试 我可以很快把答案拿过来 但是下下次就不一定 这个玩具玩够了 就杀了吧 重置考试流程 让那个老婊子 饿上几天就好了 王斩一边写卷子 嘴上也没闲着 杀了不就好几天没得完了 王斩 你这个废物 就不能想想办法 我喜欢考试 这种考试才有意思 面对其他人的指责 王斩又要发怒 就在这时 桥洞对过来一张纸条 王斩看了看 脸色一沉 玩具有了自己的秘密 他脱离过桥洞桥梁的监视 还换了一只眼睛 这代表了随时会失控的可能性 还是说 有谁想挑战一下 学校关于考试的底层规则 六班所有学生都知道 考试是学校的底层规则 不论是作弊还是不及格 一旦触犯 唯一的下场就是开除 对他们来说 开除意味着抹杀 解决办法就是杀了张长洞 没有监考老师 便会有一周时间重置考试流程 那个看管答案的诡异 也会胃口变小 再次容易贿赂 唯一的代价 就是这群六班的学生 会在重置时间内 变得浑浑噩噩 如同行事走肉 一定是图书馆那群蛆虫做了什么 早晚冲进去 把里面的人都杀光 有人愤怒的大吼 有人责骂桥栋梁 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竟然能把人看丢 唯独没有人 坚持继续让张长洞捡口 此时此刻 在他们眼里 张长洞就像是待宰的羔羊 只需要等待考试结束 在短暂的休息时间内 将其杀死 一切都会在一周后重回正轨 一双双充满杀意 恶毒的眼神 在张长洞身上流转 就在这浓郁的 几乎划不开的杀意中 张长洞面无表情地走向讲台 桥栋梁仍旧在喋喋不休地 进行视觉与听觉的欺骗 隐约间 听力最好的桥梁 似乎听到了一些声音 众生皆忙 乳戒我眼 众生皆龙 乳戒我耳 桥梁疑惑起来 这是哪里来的声音 张长洞在讲台上站定 一动不动地俯视教室 有人的目光中露出疑惑 按照以往的经验 张长洞应该一刻不停地巡视教室 从不会在讲台上站立不动 桥梁耳中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 更加清晰 窥破虚妄 生来八方 张长洞忽然侧过头 注视着双胞胎 他的额头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枚小小的虚幻竖眼 他的耳朵上 也生出了虚幻的小耳朵 张长洞怪异的左眼停止了颤动 瞳孔缩成了针尖般大小 欲留下大片眼白 我看到了 他对桥梁说 我听到了 他对桥梁说 一股进入骨髓的寒意 从桥梁心头升起 整个教室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张长洞转过头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教室中其余人 最后落在第一排的王斩脸上 他面无表情的脸上 逐渐露出疯狂且阴冷的笑容 在考试中作弊的小虫子 下一秒 整个教室轰然乍响 咒骂声 哭喊声重重叠叠 桥洞桥梁像是逃命般跳下讲台 该死 该死 他怎么可能会看到 该死 该死 他怎么可能会听到 王斩浑身冒出大片的黑气 面容扭曲 身形逐渐膨胀 成了一只怪物 教室中的每个人都在扭曲 诡异化 一眼望去 像步入了魔鬼的洞窟 数不尽的妖魔鬼怪 张长洞微然不惧 颇有一副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气势 你们考试中作弊 根据考试规则 作为监察考场的张长洞 此刻代表的 就是学校的底层规则 他有权利将这些作弊的学生 全部以开除的名义抹杀 瞧动瞧梁 你们两个真是纯纯的废物 变成怪物的王斩 愤怒怨毒的嘶吼 他忽然用双手破开胸膛 露出了一只血迹斑斑的流金钢笔 王斩将钢笔拿出 飞快在空中写字 以校长的名义 此次考试成绩作废 提前结束 书写完毕 王斩整个人围米起来 整个人都缩小了三分 为了使用这只钢笔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不管是档案袋 还是学生桌面上的试卷 全都变成了碎片 在下一场考试开始前 杀了他 重制考试流程 否则 我们都要被规则抹杀 慌乱的诡异们 瞬间有了统一的仇恨目标 37只诡异 全部以怨毒的目光 看向张长栋 杀意滔天 见状 张长栋毫不犹豫地退后一步 主人 救命 张长栋的胸前 镜面闪着光 林玄的身影正在其中 面对铺天盖地般袭来的诡异 林玄早已叙事待发 作弊还想杀考官 都该电一电了 天地玄宗 一时雷灵 内有霹雳 雷神隐明 雷法 现 起初只是一道细弱的油光 从张长栋胸前的镜中飞出 随后 无数的电光 自这道油光蔓延开来 交织成一道硕大的电网 将整个教室笼罩在内 电光大赤 明亮的几乎不能直视 所到之处 一阵霹雳啪啦 诡异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人仰马翻 光亮消散 只余下满地胡乱抽出的 各种诡异怪物 张长栋下意识地 蹲着抖了两下 随后有些羞耻地 硬生生止住这种感觉 这种触电的体会 也太深刻 好在这次被电的不是自己 想到这 张长栋心中立刻舒服了不少 林玄看着满教室的诡异 眼睛都要放光了 这么一大笔功德值 简直想都不敢想 他没有痛下杀手 因为他要将这群诡异学生 所能带来的收益最大化 简而言之 黑币 好评 功德值他全都要 成年人才做选择 小孩子当然最贪心 林资本家 玄如世道 将人送来这件事 自然是需要张长栋来完成 临走前 林玄从幸福公寓中 取出不少硬币 塞给了张长栋 教室内的诡异 都暂时失去了战斗力 只要张长栋 强行把涂黑的硬币 塞进他们口中 架起来走十步 就能完成 进入便利店的前置条件 至于为什么幸福公寓中 会存放硬币这件事 林玄也不懂 但这不重要 接下来 林玄需要尽快完成 自己的收割行动 根据张长栋所说 一旦下次考试开始 学生离开教室 会被直接判定为 无故缺考 直接开除 没有桥栋桥梁的欺骗能力 张长栋就算想无事 也做不到 他无法反抗学校的底层规则 而距离下次考试开始 还有四十分钟 虽然不知道 这些诡异 有多少能算作客人 但林玄必然要按照 人数最多的可能性来考虑 这下时间就很紧迫了 虽然林玄很想逼问一下 关于这些诡异口中的图书馆 以及更多的学校信息 但现在也只能先放在一旁了 第一只被送来的诡异 是那个叫王展的学生 竟然直接出现在便利店内 而不是从外面走进来 王展表情茫然 站在那里 还时不时抽搐 随后 他的眼神迅速变得清醒 可是下一秒 王展只觉得 手里忽然多出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他定睛一看 手里竟然多出了一包粉色的姨妈精 上面硕大的字体 超长 夜用 不测漏 时间紧迫 林玄当然不会让王展仔细挑选 于是他就随手 从货架上拿了一个东西 塞进了王展手中 此刻看清之后 林玄也是小脸一红 竟然是姨妈精 难怪拿的时候 感觉软软的 这是意外 我可不是变态啊 林玄假装无事发生 拽着王展 就朝收银台走去 边走边到 拿完东西 就赶紧结账 王展被拽着裂切了两步 终于从惊恶中回神 待看清林玄是个小孩子后 脸色以肉眼可见愤怒起来 浑身再次冒出黑气 以诡异的极强的恢复能力 没有雷法压制 已经恢复了不少力气 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你是在侮辱我 你这个小王 噼里啪啦 熟悉的电流声 回响在便利店中 卧在地上的白家黑 舔了舔因为空气中电流 而有些竖起的毛发 然后望向了便利店深处的货架 他好像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忙着放电的林玄 卖着优雅的猫布 朝着发出声音 货架走去 这边 王展被电的七荤八素 神志不清 在林玄不停重复结账的声音中 终于哭喊出 我结账 三个字 成会150黑币 王展不由自主地 可出一滩黑血 随后瘫软在地上 甚至连诡异形态都维持不住 恢复了学生的模样 虚弱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是被八十个大汉 狠狠操练了一番 林玄不管不顾 紧接着道 给不给好评 给 我给 好评 王展怕急了 一点也看不出 刚刚在教室中 那副恶毒的 杀法果断的模样 而张长栋第一个 就把王展送来 必然也是 害怕对方脱离控制 林玄松开手 转身看向收银台 获得了一丝喘息机会的王展 不知从哪生出一股力气 连滚带爬地 冲向便利店打门 此时此刻 王展宁愿回到学校 接受规则的抹杀 也不愿意在这里 承受这种连鬼都忍受不了的痛苦 收银台与大门 不过短短数米的距离 几乎是眨眼间 王展就已经触摸到了便利店的大门 王展心中 刚刚升起一丝逃出生天的喜悦 下一秒 赤裂的电光 就在他的周围浮现 电光消散之后 哪里还有王展的影子 宿主进化了一只低级诡异 功德加200 当前功德值3600 林玄不屑地撇了撇嘴 到手的功德 怎么可能跑掉 逃得再快 能快得过电光 不过 王展给了200功德值 超越了幸福公寓 除了三连女之外的其他诡异 不过50功德值的差距 林玄倒也感觉不出强弱把了 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 刚刚强行塞进王展手中的姨妈金 正静静地躺在地上 林玄这才想起 刚刚结账的时候 王展还没来得及把东西放在收银台上 就被一通乱电 喊出了结账 张长洞买的假睫毛都变成了眼球 姨妈金不可能真的是一包姨妈金 总不能这世界的女性诡异 还有生理期吧 这说不过去 所以 唯一的可能就是 不用选商品 也能够强行结账 真是黑店啊 一只诡异薅三次羊毛的林玄 在心里狠狠地批判了一番 与此同时 张长洞又送货上门了 不知道张长洞 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 这次送货上门的 竟然两个学生 林玄一看 哟 这不是乔洞乔梁两兄弟吗 一会儿不见 怎么这么拉了 迷迷糊糊的双胞胎两兄弟 还没来得及反应怎么回事 便被林玄一手一个 生拉印拽到了收银台前 这片刻的功夫 两兄弟也缓过神来 便利店的信息 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脑中 便利店的传闻是真的 张老师一定也是 在这里换了眼睛 我们或许能在这里 买到活下去的办法 这个小孩看起来很不好惹 试试能不能骗过他 好主意 双胞胎两兄弟心灵相通 在心底瞬间完成了交流 乔洞捂上眼睛 乔梁捂住耳朵 两人一抬手 林玄就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嵌电不适 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 乔洞桥梁两兄弟 迅速完成了结账 好评 到最后 尽职尽责地成为了 林玄功德值上的一笔收入 宿主净化了一只恶鬼 功德加75 宿主净化了一只恶鬼 功德加75 当前功德值 3750 恶鬼 林玄看到面板上的文字变化 乔洞桥梁 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诡异 而是一种名为恶鬼的邪随 而且75功德值 怎么看感觉也只是一半 难道他们并非是完整的诡异 可是王展却又是正常的诡异 林玄掐指补算一番 果然 补算的结果是 桥栋桥梁并未完全被净化 王展却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除此之外 双胞胎两兄弟的死亡 还留下了一对眼珠 一双耳朵 这两样东西 如同蜡像 栩栩如生 尤其那双眼睛 格外有神 林玄想起了他们 欺骗视觉与听觉的能力 这恐怕 关系着江源思利高中的另一个秘密 眼下林玄还不得而知 暂时没有头绪的东西 就不值得花费太多 脑力思考 在林玄看来 不管江源思利高中 藏着怎样的东西 都像是孙悟空 逃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 早晚他会将这所学校 翻个底朝天 一切的秘密 在他的眼中 都将无处遁形 眼下继续收获 才是头等大事 接下来便是如法炮制 接连处理了树枝 来自六班的诡异之后 林玄甚至再次优化了流程 这些诡异 从来都不肯老老实实 听从他的吩咐 必须在雷法下 才愿意结账 于是 他干脆只要看到 有诡异进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上电行 这样一来 速度就快多了 平均每只诡异 从静电到变成功德值 只需要花费 一分多钟时间 怪谈直播间 我特么杀一只鸡 都比小道长杀鬼慢 我预料到小道长很强 但小道长永远能 超出我的预料 之前不是还有人狗叫 让小道长老实点吗 怎么不继续了 我只能说 再诈干诈尽这方面 资本家看了都要流泪 以前我以为 诡异都是恐怖的 现在我竟然有了 一种怜悯的情绪 也就小道长敢 同时招惹两个怪谈了 直播间的观众们 何曾见过这一幕 都被震住了 林玄杀鬼如载鸡杀狗 这充满效率的杀戮行为 竟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足足五分钟 没有新的诡异出现后 林玄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杀光了 六班的所有诡异 仔细数了一下 37的数量 竟一致不少 只是除了王展之外 其余的全是恶鬼 而非诡异 虽然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可是当林玄开始查看 黑币与功德值之后 又觉得自己 不能太贪心了 黑币方面 美之恶鬼 贡献了100-130不等的价值 何继赚取了4070黑币 加上张长栋的200 目前黑币数量4270 功德值方面 美之恶鬼 贡献了50-75不等 何继增加功德值 2220 当前功德值5620 看到功德值的数字 林玄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一种消费的冲动 这种冲动 很快就化作了行动 雷法正用得顺手的林玄 毫不犹豫地升级了雷法 面板上文字闪烁 功德值500 道门雷法 一级 道门雷法 二级 你的雷法威力得到了提升 可有效杀伤终极诡异 领悟雷法相关倒数 雷光之讯 不知为何 这次道门系统的提示更加详细 与此同时 冥冥中林玄好似来到了九天之上 乌云重重 雷光如龙 穿梭不停 在这漫天的雷光中 林玄只觉得自己脑中 多出了一些倒数知识 便利殿中 林玄身上有电光闪烁 随着身形跃动 他好似一道电光 在便利殿内灵活穿梭 速度快到 几乎肉眼都难以捕捉 回到原地 林玄散去满身雷光 对新雷法很是满意 至于三级道门雷法 升级所需六千功德值 雷法无法继续提升 林玄想了想 决定升级补算术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 能够威胁到他的诡异 暂时还未出现 反而是怪谈世界 隐藏的各种规则 秘密才是让他头痛的根本 功德值两千 道门补算术 一级 道门补算术 二级 你的补算之力得到了提升 现在 你的双眼可以直观地 看到一些提示 道门补算术升级的刹那 林玄的眼前 出现了数不尽的线条 万事万物 都被这线条链接 又延伸向未知的虚空 但这奇异的景象很快消散 他的视觉恢复正常 只是林玄发觉 当他的目光聚焦于 某个物品上的时候 便会有一行文字显露出来 他看向收银台 某个神秘诡异的复制品 他喜欢交易 不接受差评 被丢弃在角落的工作制服 被规则赋予了特殊能力的衣服 你必须保持微笑 才能让他不杀死你 关于货架 只有客人才能真正看到 自己所需的商品 明码标价 童走无期 如果你没有按时整理 他可能会送你一些小礼物 关于休息室 一处只能在特定时间内 打开的房间 有自己的规则 关于咨询室 一个针对某只诡异的骗局 幼儿是好评率 大量的信息 浮现在林玄的视线中 面对这一幕 林玄只有一个念头 两千功得值 是真不亏啊 二级不算数 恐怖如斯 眼前给出的提示 比如工作制服 林玄大概能猜到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提示直接给出了答案 而更多的 比如收银台 货架 咨询室 林玄就算是把脑细胞用光 也不可能猜到 整个便利店 没有任何有效信息 当他再看向升级列表 三级补算术所需的功德 则变成了恐怖的一万五千 此刻 都离止于下 两千一百二十功得值的林玄 只觉得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 恨不得在脑门上刻一个穷字 就在这时 面板忽然弹出 功德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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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里来的功德 怎么一次给这么少 货架深处发出白家黑喵喵叫的声音 小猫在做什么 林玄走向白家黑所在的位置 一靠近 便正巧看到白家黑 将一只硕大的黑老鼠杀死 功德加五 林玄凝神望向黑老鼠的尸体 有一行字浮现出来 因无人打理货架 阴影中滋生出弱小诡异 此时 林玄这才想起 还有一个要定时整理货架的规则 守则四 为保持店面整洁 在营业时间内 每个小时整理一次货架 此时 时间早已接近二十四点 如果按照守则 他至少应该整理两次货架 可林玄一次都没整理 根据提示 林玄可以肯定 违反这条守则的代价 就是面对这些 只有五功德值的大老鼠 他观察了片刻 约某十分钟左右 便会有一只大老鼠 忽然从货架的某处窜出 守在一旁的白家黑 立刻跑过去清理门户 这样一来 一个小时六只老鼠 有三十功德值 营业时间是八个小时 算下来 可是二百四十点功德值 有白家黑守着 林玄甚至都不用操心 本着细水长流的原则 就算货架乱得眉眼看 他也绝不会整理一次 摸了摸白家黑的猫头 以示鼓励后 林玄回到前面 时间已经指向二十四点 按规则 高三六班应该进行下一次考试了 不过六班的诡异 早已被林玄榨干榨净 林玄拿出镜子 想看看张长栋那边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镜子里 他看到张长栋还在教室中 不同的是 没有了学生 看到林玄的身影 出现在镜子里 张长栋指了指身上的名牌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主人 我升职了 啊 林玄一愣 看过去 姓名 张长栋 所属单位 将原司力高中 职位 教导主任 林玄记得之前张长栋名牌上 职位一栏写的是 高三六班班主任 随着他的注意力集中 有一行提示浮现 一种职位权限的象征 职位越高 越能了解更多的秘密 林玄正思索着 张长栋又说道 具体的变化 我也说不上来 只是脑子里 好像多出来了一些东西 对了 这个笔记本 是突然出现在我兜里的 张长栋从兜里 掏出来一个本子 林玄看向张长栋 手中的笔记本 眼前浮现出提示 笔记本并不重要 但升职全靠 努力完成上面的事情 接连两个提示 林玄再想不明白 就太蠢了 张长栋的职位 是班主任的时候 他的工作 就是抓住考试中的作弊者 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 张长栋提升了职位 成为教导主任 这个本子记载的 就是教导主任需要完成的工作 完成之后 张长栋的职位 恐怕能继续提升 莫非 这家伙最后能坐上校长的位置 林玄觉得很有可能 他正想着 张长栋又拿出了一支流金钢笔 呈现在镜子前 林玄一眼便认出 这就是王展 用来瞬间扭转局面的钢笔 一行提示浮现 校长的钢笔 能够一定程度上 改变这所学校的某些规则 但只有校长 才能发挥出他的真正作用 这支钢笔的出现 更加确认了 林玄帮助张长栋成为校长的决定 如果张长栋能成为校长 获得最高权限 那作为张长栋的控制者 他才是学校实际上的校长 掌握一所 位于怪谈世界的学校 这种说法 听起来就很怠感 事不宜迟 在林玄的命令下 张长栋翻开了笔记本 教导出代办事件 一 有人反映暗示看管员 有收受贿赂的行为 请尽快核实 二 有人反映高三五班 有学生私自放电影 影响课堂秩序 三 操场上的体育课 需要一颗人头 用来打篮球 请尽快送答 四 宿舍楼宿馆反映 有学生半夜不睡觉 进行偷偷聚会 五 有学生反映 学校食堂的饭菜味道奇怪 经常会出现不明肉块 尽快喝茶 六 图书馆的大门损坏 需要进行加固处理 前两个代办事件 林玄还能理解 后面四条怎么看 也更像是后勤上的工作 不过怪谈世界 不合理即是合理 没什么好纠结的 张长栋升至为教导主任后 脑中多出了一些 关于学校的信息 就比如笔记本上 提到的这些地点 高三六班在五楼 档案室在三楼 高三五班在二楼 操场 宿舍 食堂 图书馆 都在教学楼之外 本着究竟原则 林玄决定先前往档案室 如果猜得不错 档案室的看管员 就是王展口中 那个贪吃的老婊子 沿着教学楼的楼梯 一路往下 很快 张长栋便在三楼的尽头 看到了一间挂着档案室牌子的房间 他敲了敲门 很快 档案室里传出一个嘶哑的 懒洋洋的女人声音 请进 张长栋推开门 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档案架 随后 他的目光就落在办公桌后面 坐着的短发骷髅身上 说 骷髅或许有些过分 这短发女看管员 销售到不可思议 仅有一层薄薄的肉皮 贴在骨头上 乍一看过去 简直跟骷髅无异 同样带着名牌 姓名 职位档案室看管员 林玄眼前浮现出提示 一只暂时吃饱的诡异 最好不要让他感受到饥饿 只要有吃的东西 他就会很好说话 有事吗 梁秋面无表情地问 你收受贿赂 将考试答案外泄 违反了学校规定 张长栋道 你有证据吗 梁秋几乎没有血肉的脸上 露出怪异笑容 证据 抱歉 张长栋同样露出笑容 那你就别乱 梁秋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张长栋再次打断 抱歉 我可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张长栋这种弱鸡 肯定是说不出这种蛮横 且不讲理的话 林玄叫的 在前往档案室的路上 张长栋就请教林玄 该怎么核实这件事 要是王展还活着 还能当做人证 指认档案室看管员收受贿赂 现在王展都死得没影了 去哪核实 林玄其实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怪谈世界 你跟一个诡异讲证据 怎么 拿出证据 要不要顺便报个警 简直莫名其妙 你找死 梁秋顿时被激怒 脸上清晰的骨骼线条 像是要戳破皮肤 当他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的时候 林玄才发现 这家伙竟然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肚子 肚子上的皮肉被撑得只有薄薄一层 感觉随时都会炸开 挺着大肚子的梁秋 已经没办法正常行走 他四肢着地 如同一只大蜘蛛 飞快朝张长栋爬来 诡异之力如同阴影 他锁过之处 桌子地面都被腐蚀 张长栋当场就感觉自己的诡异之力 变得不稳 不过想到林玄的实力 他又变得自信起来 一副无所畏惧的神色 梁秋眨眼间便爬行而至 林玄也在镜中完成了施法 一张雷光交织的大网 凭空浮现 梁秋躲闪不及 一头便扎进这大网之中 子子 雷网收缩 将梁秋捆了个结实 不论他如何挣扎 这雷网就像是长进了血肉中一样 纹丝不动 啊 梁秋陡然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那硕大无比的肚子 砰的一声炸开 血污纷飞 碎肉漫天 张长栋在爆炸的刹那 机智地背过身 虽然被冲击波掀翻在地 但却护出了镜子 没有受损 等林玄再看过去的时候 便见到档案室 简直变成了屠宰场 满墙满地的血肉污渍 看得让人恶心作呕 而在这血污的中心 梁秋自爆了 肚子竟然没死 只是腹部多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雷法形成的大网 让其不得动弹 送来我这脸 林玄吩咐了一声 接下来便是熟悉的操作流程 经过作弊事件的磨合 张长栋跟林玄配合起来 效率极高 短短数分钟 梁秋便贡献了所有的价值 在一片电光中化作虚无 黑币加150 好评加1 功德值加200 高35班 张长栋推开门走进去 明明刚当在走廊上 还能听到教室里的说话声与笑声 但走进来 却空无一人 黑板前挂着一条幕布 天花板上徇着一台投影仪 随着张长栋走进教室 投影仪忽然亮了起来 他警惕地看向四周 然而一切都没有变化 只是胸前的镜子 不知何时忽然变得模糊起来 电影开始 林玄听到了不知何处传来的声音 下一秒 周围变换了模样 一条宽阔的河流 出现在林玄面前 河流中出现了两个人影 分别位于左侧与右侧 两个人在河流中挣扎 呼救 祈求岸边的林玄下水救人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现在你面前有两个即将溺水的人 左边是你的爱人 你们刚刚订婚 她有了身孕 右边是你的母亲 她含辛如苦 把你拉扯大 对你付出一切 你选择救爱人 你的母亲会淹死 你选择救母亲 你的爱人 以及你未出世的儿子会淹死 你该如何选择 林玄并不急着搭话 打量四周 这应该是某种幻术 让林玄觉得有趣的是 竟然察觉出镜子中的自己 才是真正的主导者 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给林玄提了个醒 物理上的攻击 顶多让镜子破碎 无法伤害到她的本体 这种精神上的幻术 却能发挥作用 以后在使用44频道 这一特性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问题 很快有提示浮现 12只恶鬼共同策划的电影 他们希望身为主演的你 在一次次心怀愧疚的选择中 沉沦其中 导演们已经写好了剧本 但谁说主演 一定要按剧本走 有了这层提示 林玄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不按剧本走 自由发挥 与剧本偏差的越远越好 这12只恶鬼 希望自己做出抉择 不论是救母亲 救爱人 还是都不救 都不能说偏离剧本 真正的偏差是 从根本上否定 这里没有人求救 河里是两只母哥斯拉在说相声 林玄笃定道 话音落下 河中挣扎的两道人影 忽然膨胀扭曲 两只巨大的哥斯拉 站在河中 河水只不过刚刚没过他们的脚掌 其中左边的哥斯拉 张嘴便是一股天津味 相声讲究一个说 学 逗 唱 诶 没错 右边的哥斯拉开始捧跟 还没等林玄仔细听一段 眼前的景象刹那间变化 街道上 一个面色凶狠 身材魁梧的持刀汉匪 正一步步走来 林玄站在道路中间 左边是几个抱在一起 嚎啕大哭的孩童 右边是几个头发花白 颤颤巍巍的老人 你只能选择保护一方 不知为何 这声音好像听着有些愤怒 咦 有打折鸡蛋 林玄忽然到 魁梧汉匪的正后方 忽然出现了一个 摆着鸡蛋的摊子 旁边的扩音器发出声音 鸡蛋打折 数量有限 预购从速 原本几个抱在一起 好像连路都走不动的老人 一个个露出了如狼似虎的眼神 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冲着鸡蛋摊飞奔而去 围首的大妈头发花白 面对汉匪挡路 露出怒容 别挡着我买鸡蛋 双手狠狠一推 汉匪登时 如同被泥头车窗了一下 不知飞到了哪里 眼间大妈摸到了鸡蛋 露出喜悦的表情 景象又再一次变化 高二五般的教室内 张长栋没有来得打了个冷战 明明是空无一人的教室 他却感觉到了一种 犹如实质般的怒意 投影一上亮起的警告灯 星红如鲜 还没等他思考 这种感觉的游览 便看到模糊的镜面 再次恢复清晰 林玄出现在里面 十二道人影 出现在无人的座位上 杀了他 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十二道人影怒吼 杀意无边 但不知为何 张长栋总感觉着激烈的情绪中 藏着一点委屈 怪谈直播间 此刻 弹幕已经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了 所有的观众 都被林玄的骚操作惊住了 什么格斯拉奖项上 什么老大爷老大妈抢鸡蛋 我服了 我对小道长彻底拜服了 这是人类脑袋 能够想出来的画面吗 小道长外星人失锤了 这些诡异越愤怒 我越觉得好笑 不行了 别说 格斯拉奖项上有那味了 想继续看 那个大妈把汉匪创飞 我怎么越想越觉得合理啊 林玄向所有人都展示了 什么叫天马行空 什么叫自由发挥 叫失联 张长栋的感觉并没有出错 委屈 恶鬼们 简直委屈死了 十二只恶鬼联合 编织出的大型幻术 精心策划的剧本 每一个场景 都能让人陷入内心的煎熬与冲突 只要被拖入幻术中 就会按照他们的计划 一步步在选择中沉沦 可偏偏林玄不走寻常路 作为剧中主演 不按剧本走 也就算了 甚至生生篡改剧本 改的内容 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十二只恶鬼杀气腾腾 恨不得生吃了林玄 林玄在镜子中吃不到 所以他们把仇恨的目标 转移到了张长栋身上 张长栋看着十二双 充斥着生吞活泼般怨毒的眼睛 总觉得这一幕 似乎在不久前才发生过 林玄小脸微微一笑 如果这十二只恶鬼 联合在一起 以幻术抵抗 他还真有些头疼 但现在比拳头 那可就是他们自找的了 电光闪烁之间 张长栋听到一句话 送我这里来 嗯 这一幕好像也发生过 张熟练功 长栋 轻车熟禄的 开始当搬运功 在便利店忙活了一阵后 林玄露出了丰收的笑容 黑币加1800 好评加12 功德值加900 教导处代办事件 得笔记本上 前两条已经被张长栋滑掉 余下的四条 就需要离开教学楼了 按照张长栋的描述 教学楼出门右拐 就是学校唯一的小操场 是最近的一处地点 前往操场的路上 林玄想到了 刚刚在压榨十二只恶鬼时 看到的一个提示 灾难降临之际 学生们一分为二 这是他们恶的部分 通过这个提示 林玄能反推出一个结论 既然有恶的部分 那必然有善的一部分 恶鬼是不完整的诡异 目前为止 林玄还没有在学校里 碰到代表山的诡异 至于是否有善良的诡异 有白家黑这个例子在前 林玄倒也不怀疑 如果真是可控诡异 他心里有个大胆的计划 龙国或许能打响 反攻怪谈世界的第一枪 思索间已经靠近了操场 有吵架声顺着风传来 把你的脑袋砍下来 当篮球 用用怎么了 刚刚是不是你在骂我 我杀你 希希 你的肠子好难拽断 此刻操场上无比混乱 一伙人形生物 正在上演全武行 互相大打出手 满地的血污 碎肉 甚至还有断手断脚 一个男生大步奔跑 撕裂的腹部 脏气清晰可见 有人掰断了自己的肋骨 当作武器大力挥动 见到这一幕 林玄对于体育课 有了全新的认知 当张长栋踏进操场 这些人像是有所感应 同时停手 看了过来 林玄一眼扫过去 足有九人 或者说九个恶鬼 一名男生见张长栋靠近 血呼啦叉的脸上露出笑容 主任 你是来给我们送篮球的吗 说着 他舔了舔嘴巴 眼睛不怀好意地 盯着张长栋的脖子 似乎实在考虑 从哪里砍断 不影响使用 学校真好 又有新的脑袋 可以当篮球完了 你懂个屁的篮球 只会穿被戴裤上 体育课的废物 小黑子 找死 其余人又打闹起来 那个最先开口说话的男生 拿着一截断掉的肋骨 断口处的骨刺 无比尖锐 主任 我会好好爱惜 你的脑袋 不然玩坏了 可就没得玩了 九只恶鬼 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在这昏暗的操场上 简直如同某种地狱绘图 然后 操场上忽然闪亮了数秒 穿插着霹里啪啦的电流声 张长栋面无表情地蹲下身子 几乎不需要思考地行动着 将这九只恶鬼 送往该去的地方 随后他拿出本子 慢悠悠地 把代办事件的第三条话去 接下来是等待的时刻 等待主任 将这九个学生处理掉 只是 随着代办事件处理过半 张长栋发觉自己脑中 多出了一些画面 他看向操场上的篮球架 还记得某个风和日历的午后 一个少年抱着篮球 站在篮球架下 一脸憧憬 老师 我想去参加篮球比赛拿奖金 这样 我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又一个画面浮现 老师 这是我新写的剧本 你帮我看看 我大学准备报考导演戏 我一定要拍好电影 少年手捧剧本 仿佛捧着爵士珍宝 小心翼翼地递过来 一阵风吹来 张长栋感觉脸上有一阵凉意 他摸摸脸颊 发现自己竟然流泪了 诡异也会哭吗 张长栋疑惑起来 他的目光扫过校园 不知怎么的 心里生起一阵极端的厌恶 这里不该是这样的 穿过操场 便来到学校的食堂处 此刻食堂大门紧锁 旁边的牌子上写着 用餐时间 6点至7点30分 11点30分至13点30分 18点至19点30分 就在临选考虑 要不要暴力轰开食堂大门的时候 张长栋道 我记起来 食堂还有一个后门 可以从那里进入厨房 于是 张长栋绕过食堂正门 来到了后门处 这里摆放着数个巨大的垃圾桶 当张长栋靠近时 忽然有一个穿着厨师服的胖子 冒了出来 哟 这不是张主任吗 来视察食堂工作 胖子脸上露出产妹的笑容 张长栋皱了皱眉 道 有学生反应 学校的食堂存在卫生问题 餐食出现不正常肉块 听到这话 胖厨师瞪大了眼睛 张主任 这话就太冤枉了 我可是为了咱们学校人的肚子 尽心尽烈 说着 胖子主动推开食堂后门 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您进去看一眼就知道了 后门打开便是食堂厨房 里面 几个穿着厨师服的人 正在案板前忙碌的剁肉 砰砰砰 菜刀砍在案板上的声音 在黑夜中无比清晰 胖厨子指着前面的一堆筐子 所有供应的瓜果蔬菜 都是每天早上送来的新鲜物 张长栋看过去 却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的 新鲜瓜果蔬菜 筐子满是一滩滩黑乎乎 看不出原本样子的泥状物 一股不知 从何而来的恶臭 逐渐弥漫过来 至于肉类食材 我可是更上心啊主任 一道菜好不好吃 可全看肉心不新鲜 品质好不好 胖厨子不知为何 忽然咽了一口唾沫 悄悄挪动脚步 处于张长栋身后 正在堕落的几名厨师 不知何时停了下来 食堂一片死寂 只愈下胖厨师的声音 在黑夜中回响 为了保证肉类品质 我们这些做厨子的 每天要从身上切下来 好多好多肉才行啊 学生们肯定是吃腻了我们的肉 主任 不如把你做成菜 给学生们尝尝吧 胖厨师站在张长栋身后 手中举起了一把菜刀 他盯着张长栋的脖子 口水不自觉地从嘴角流淌 厨房内的其他厨师 露出相同的表情 有人举起了菜刀 有人拿起剪刀 锅铲等等 敞开的厨师符上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 被切割的痕迹 这一下张长栋算是明白 这食堂中供应的饭菜 究竟是什么东西做的 他临时想了想了 记忆中 好像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在食堂吃过饭了 同样在记忆里 似乎有学生在抱怨 六号窗口的那个大妈 打饭的手总是抖啊抖 明明看着满满的勺子 到碗里只剩下一点 三号窗口的大叔 总是笑眯眯地问 吃不吃得饱 要不要再来点 送来 林玄的声音 将张长栋从回忆中唤醒 食堂的八个厨师 已经瘫倒在地 即便是已经熟悉主人的实力 张长栋还是由衷地 感觉到一阵战力 好像这个学校 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怪物 在主人面前 都不值一提 张长栋忽然蹦出一个念头 如果学校注定 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 在主人的伪力之下消失 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但伴随着这个念头而来的 是强烈的空虚感 他感觉自己 好像遗忘了一些东西 遗忘了什么呢 张长栋脑中 忽然又闪过图书馆三个字 便利店中 林玄发现 食堂这八个厨师 并不是恶鬼 而是诡异 联想到之前关于恶鬼的提示 林玄推测 在某种灾难之后 这所学校的教师 工作人员都变成了诡异 而学生们一分为二 出现了善恶两部分 这种灾难 让林玄想起了现实事件 如果蓝星的人们 一直通关失败 怪谈不断入侵现实 最后 量变引起质变 或许也会出现这样的灾难 好在林玄会尽力阻止 这种事情发生 倒不是说 一定要当救世主 只是比起阴暗混沌 扭曲的怪谈事件 还是当下蓝天白云 有喜怒哀乐的人类的蓝星 更值得林玄喜爱 重回尽忠 还没等林玄下令 张长栋主动道 主人 我想先去图书馆 理由 林玄有些讶异 从教学楼一路走来 张长栋都是只得出信息 行动全凭林玄做主 从远近上来看 宿舍楼比图书馆距离食堂更近 先去图书馆 等于绕了远路 我的心里有声音告诉我 图书馆有很重要的东西 林玄点了点头 先解决哪里的问题 对他来没什么差别 对图书馆 他也很好奇 还记得 之前考试的时候 听到王展说 他抓到了一个 从图书馆流出来的蛆虫 当时他还不知道 学校的具体情况 现在想来 王展口中的蛆虫 或许就是学校学生们 善的一部分 做了决定 张长栋立刻出发 前往图书馆的路上 林玄看到了宿舍楼 破败的楼体 碎裂的窗户 隐约还能看到一些 隐隐绰绰的事物闪过 张长栋的身影 越过宿舍楼时 一楼的窗口 突然露出了一双新红眼眸 注视着张长栋的背影 图书馆到了 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最引人瞩目的是 大门的位置 被一堵血肉之墙堵住 越是走到这里 张长栋就越是有种熟悉的感觉 心底仿佛有声音不断呐喊 让他记得 一定要记得 记得什么 张长栋揉着太阳穴 走向了血肉之墙 意外的是 随着他的靠近 血肉如动 墙上开了一个 足以张长栋进入的门户 尤其是 当他将手放在这墙上时 竟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带着一种茫然 张长栋走进图书馆 图书馆内极其整洁 连灰尘都没有 两侧书架上的书籍归整 仿佛经常有人在整理 莫名的 张长栋感觉到了一阵注视 明明空无一人的房间 却好似有目光 从四面八方而来 主人 张长栋疑惑 继续走 按你的本能行事 林璇在镜中 目光寻过图书馆的角角落落 那些自以为隐藏很好的身影 在他的目光之下 无处遁形 有人影从天花板上探出脑袋 有人影从书架的缝隙中 投来目光 墙壁 海报 书籍 这些人全都注视着张长栋 目光中似乎饱含某种期待 张长栋沿着楼梯上到二楼 隐约间 他似乎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 然而当他转身 却是空荡荡 但林璇却注意到 那些身影都跟着张长栋来到了二楼 楼梯上挤满了人影 二楼的中间有张办公桌 桌子上放着一本日记 署名张长栋 张长栋看见了日记 心底的呼唤声也达到最高 可是他完全不记得 自己有写过日记这种东西 林璇凝神片刻 一段封存的记忆 打开看看吧 林璇道 张长栋打开日记本 7月1日 阴天 学校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言论 说学生分善恶两面 只要把恶的那面驱除掉 就能变成家长老师喜欢的好学生 这个言论实在是有点可笑 这玩意怎么驱除 有传闻说这是校长的原话 我觉得是谣言 7月7日 阴天 今天是周末假期 但学校决定调整课业 暂时不放假 所有师生不得离校 有学生告诉我 三楼档案室 经常在晚上传来怪声音 下午的时候 我去档案室看了看 没发现什么 梁老师说 档案室可能最近闹耗子了 话说 梁老师最近是不是越来越瘦了 可是每次在食堂碰到 梁老师的饭量都让我震惊 也不知道是怎么保持的 7月19日 阴天 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阳光了 天总是灰蒙蒙的 却不下雨 太久没有放假 很多学生都不高兴 听说二班的老师跟学生打架了 食堂的饭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越来越咸就不说了 害我狂拉肚子 听说有学生在饭菜中吃到了死老鼠 我决定不饿到没办法 不去食堂吃饭 今天学校开会 强调了纪律问题 要我说 这么久不放假 谁不想发疯 梁老师还是那么能吃 他没有味觉吗 7月25日 阴天 我觉得自己需要看一看心理医生 我好像出现幻觉了 学生们好像有两张脸 自面一死 我看到一个学生背后 忽然多出了一双手臂 要掐我脖子 我吓得大叫 很多人奇怪地看我 那双手臂不见了 我想请假 但学校不让 8月5日 阴天 我确定我已经疯了 虽然看着正常 我看到有学生试图 分裂成两个 可是失败了 然后消失了 食堂的菜越来越难吃了 我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 可我感受不到饥饿 8月13日 阴天 我没疯 这个世界出现了问题 校长已经很久没出现了 或许是死了 许多老师都莫名消失了 活下来的变成了怪物 比如我 许多学生也消失了 但活下来的都一分为二 我能感觉到 自己的情感变得迟钝 血液变得冰亡 但我不想当怪物 我想当人 那些怪物跟恶学生 不会攻击我 或许我该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 我是个老师 我该保护那些 受到欺负的学生 日记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张长栋早在 接触日记的时候 记忆便恢复了 后面是林玄在阅读 他越发地肯定 这或许就是怪谈 入侵现实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场悲剧 也是极为珍贵的记录资料 至于之后的事情 林玄不难猜出 这图书馆就是张长栋 为那些善面学生 准备的避难所 根据补充 张长栋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被诡异之力的影响 越来越深 心里经常会有一种 暴虐破坏的想法 为了避免最后酿成悲剧 他决定把自己的记忆 以日记本的形式 封存在图书馆中 临走前 封闭了图书馆大门 他想要在校园中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显然 离开的张长栋 随着时间 被学校的底层规则 与诡异之力影响 认知完全扭曲 如果不是碰到林玄 这将是一场 彻头彻尾的悲剧 张长栋转过身 轻叹一声 我回来了 话音落下 原本空荡荡的图书馆二楼 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足有七八十个学生 出现在房间里 对于张长栋的回归 这些人都很兴奋 七嘴八舌说得不停 这里如果不是怪谈事件 这一幕诗声相逢 真是温馨又幸福 就在他们谈话之际 林玄也在镜中仔细观察 在学生人群中 发现了不少熟人 比如桥栋桥梁等 高三六班的大部分人 说起来 恶面的双胞胎两兄弟 还留下了眼球与耳朵 或许可以送给 善面的双胞胎 说不定有什么特殊作用 比如高二五班的 电影大师中的七人 刚刚这些学生 能够隐秘起来 张长栋没有发现 就是他们的功劳 可惜在林玄这里无用 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这些学生 毫无疑问是属于诡异的分类 就如同林玄之前的推测 这些学生 虽然是诡异的一部分 但负面情绪已经被清除 就如同白家黑一样 代表了某种可控的诡异之力 也就是说 如果林玄愿意 他可以与这些学生们 全部签订契约 但这个念头 也就想想而已 林玄与白家黑契约 是因为第一次遇到可控诡异 再加上白家黑心思单纯 听话 又是以白猫外形为主 不论是培养当作战利 还是做宠物 都很符合林玄心意 至于这些学生 如果要培养起来 花费的时间 精力 资源 何其庞大 林玄又不是专门搞慈善 当保姆的 最重要的是 人类哪有猫猫可爱 但是要林玄放弃这些人 却也太过浪费 好在他之前 便思索过这个问题 关于龙国打响 反攻怪谈世界的第一枪 这个念头 其实在契约白家黑之后 他就有了 道门养鬼术法中 就有能够让鬼怪 与普通人共生的方法 只是鬼怪本能的负面力量 就算无心害人 普通人也很难承受 现在不是问题了 白家黑的例子就放在那里 受控的诡异之力 远比鬼物安全 只需要龙国挑选出一批精锐 在林玄的主持下 与学生们签订契约 龙国就能瞬间拥有一批 能够抗衡诡异的精锐小队 成为全球第一个 掌握诡异之力的国家 不仅如此 这批小队 不仅能够抵抗龙国境内 残留的怪谈入侵 更甚至 别国也会拿出高昂的代价 祈求龙国帮忙 现在蓝星哪个国家 都有通关失败 造成的怪谈入侵 而拥有诡异小队的龙国 将成为唯一的霸主 国际地位无限拔高 这对龙国 简直是一份天大的礼物 高层们晚上做梦都会笑醒 至于林玄所能获得的 不必多说 不论是地位 权力 高层方面的支持 将不留余力 更甚至 林玄有一种冥冥中的预感 怪谈世界在未来 一定会有变化 现在或许只是 某种新手村 或是保护期 当这一期限过后 或许 人类将迎来更加狂乱 诡异 可不得怪谈世界 林玄再怎么强大 也只是一个人 不可能面面俱倒 当他身处最前方时 后面也需要有 能够防御反击的力量 所以 一定要未雨绸缪 一定要早做准备 不过 这个计划 现在只是林玄单方面的想法 人鬼共生契约 需要双方都心甘情愿 不能抵触 这等于 双方互相把命 交到对方手上 事关性命 如果这群学生 不能从心底里认同 幸福临选 这件事也就没得谈了 正在考虑如何做的时候 张长栋这边 师生相逢的喜悦情绪 终于简单 取而代之的是 一阵悲伤 当初张长栋 封存记忆离开的时候 这里的学生 足有92名 而如今 只余下79人 狭小的图书馆 就像监狱 学生们不想坐以待毙 有时候会组织人手 去外部探查情况 同时 也寻找张长栋的消息 可是学校早已被恶鬼 和诡异们占领 一旦离开图书馆太远 就会遭到围猎 自然出现了检员 就在三天前 有五个学生去了宿舍楼 至今没有回来 我不是说过 要远离宿舍楼吗 张长栋脸色大变 宿舍楼什么情况 张长栋恢复记忆之前 提起宿舍楼 可没有这个反应 宿舍楼可能是 一切变异的起点 这也是后来 学生们告诉我的 早在我察觉出异常之前 宿舍楼就有学生失踪 发疯 只是消息被学校封锁了 张长栋眉头紧皱 封存记忆之前 张长栋就有过 数次探索宿舍楼的经历 宿舍楼既然是变异的起点 说不定就能够 解决眼前的问题 然而 此后所有关于宿舍楼的记忆 只剩下一双新红眼眸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张长栋前后数次探索宿舍楼 最后都是失去意识 在校园中醒来 身受重伤 知道宿舍楼不可立敌之后 张长栋也让学生远离宿舍楼 可是在怪谈世界 不招惹并不意味着安全 有人看到图书馆的附近 偶尔会出现一个 双目星红的人影 每次这双眼睛出现 便会有学生从图书馆消失 这种无声的猎杀 消失 在图书馆内 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成为了所有学生的梦魇 最终 三天前 有五个学生 承受不住这压力 一起冲进了宿舍楼里 张老师 现在怎么办 有人忍不住询问 张长栋回来了 他们的主心骨也就回来了 但是 想到之前宿舍楼的经历 张长栋就有一种 深深的无力感 面对宿舍楼这种未知的 不讲理的诡异 他毫无办法 也保护不了学生 也就在这一刻 林玄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刚刚师生谈话的时候 他听到了五个 冲往宿舍楼学生的名字 通过补算术 他得知这五名学生 并未死亡 但处于巨大的危机中 如果能够救出这五名学生 顺带解决宿舍楼的问题 甚至能带他们离开这个 扭曲诡异的怪谈世界 这群学生 还不是对他死心塌地 反过来 如果林玄做了这么多 这些人还是无动于衷 毫不领情 那么 林玄就会将他们 视作真正的诡异 尽数毁灭 不知感恩的诡异 就算带到现实世界 也终会变成灾难 告诉张长栋自己的计划后 林玄在镜中显露身形 直接道 你们的五个同学还没死 但也处于危险关头 我愿意带着你们 前往宿舍楼进行救援 害怕的 现在可以退出 林玄的出现 立刻收获了诸多质疑 警惕目光 但他们足够信任张长栋 所以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只是听林玄说 要带他们前往宿舍楼救人 许多学生脸上 本能地浮现出畏惧的神色 直面恐惧的勇气 不是谁都能够拥有 况且 他们也不相信林玄 谁知道他 是不是要带人送死 他们最终 还是看向张长栋 面对79双眼睛 张长栋情绪复杂 他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救世主 他没有能力拯救这些学生 远离灾难 甚至他自己 都是灾难本身的一种 如果真的有救世主 那只能是林玄 一路走来 种种神奇手段 杀鬼如砍瓜切菜 这样的人 愿意出手拯救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不论未来怎样 都不会比现在更坏了 甚至刚刚 林玄说的 最让他动容的一句话 你难道不想他们 重新生活在阳光下吗 张长栋很久没见过阳光了 但他希望这些学生们 再看看阳光 风雨 彩虹 于是他坚定地对学生说 相信他 就如同相信我一样 我没有能力拯救你们 但他可以 不要惧怕 更不用怀疑 听到这话 学生们互相看了几眼 随后便有人第一个举手 我不退出 紧随其后 学生们纷纷举起手 林玄数了数 79只高举的胳膊 不多不少 愿意全心信任 给过他们帮助的张长栋 愿意直面最恐怖的梦魇 就回自己的同学 不论如何 林玄不能要求更多了 既然这些学生们 达到了自己的要求 那么 林玄觉得自己 也应该完成自己 对自己的要求 救出五名学生 狠狠且毫不留情地 碾碎他们的梦魇 很好 立刻出发 目标 宿舍楼 宿舍楼在灾难发生后 第一次迎来了如此多的学生 张长栋站在最前方 林玄在镜中注视 一行提示浮现 这里是灾难的起点 隐藏着江源思丽高中最大的秘密 一直被封锁的106房间属于校长 校长在寝室楼有一个秘密房间 林玄若有所思 看来 这所学校的灾难必然与校长有关了 进去吧 林玄到 张长栋一马当先 走进敞开门的宿舍楼 后面的学生紧紧跟随 每个人都绷紧了情绪 随着最后一人进入寝室楼 宿舍大门忽然砰的一声关闭 整个楼道内一片漆黑 还未等众人来得及反应 一双星红的眼眸自黑暗中出现 就是这双眼睛 它每次出现都会有人失踪 有学生惊惊起来 大晚上不睡觉 在这里喧闹 真是一群坏学生 你们应该受到惩罚 伴随着一阵嘶哑的声音 某种红色的光芒洒满了楼道 光芒中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阵恍惚 包括镜子中的林玄 这是某种精神攻击 镜子防不住 但这种程度的精神攻击 对林玄来说不值一提 毕竟道家经文大多具备静心驱邪的效果 早就将各种道家经文倒背如流的林玄 可以说精神抗性几乎免疫 所以只是恍惚了短短的一瞬 林玄立刻回过神来 但是张长动与身后的学生就难免中招了 在宏光中 他们开始有自我攻击的倾向 所以说张长动之前数次探索宿舍楼 身受重伤 其实是自己伤害自己 喜欢玩精神攻击是吧 大 鬼神经 诸邪静 林玄鼓起一口气 大喝出声 像是口寒雷霆 隆隆作响 佛门有施吼功 道家有镇魂音 声音一出 楼道中形成滚滚回音 如风雷涌动 山崩地裂 张长动与学生们 在这浩大声音中迅速回神 再无影响 而那双心红鬼眼的主人 则是惨叫一声 这声音像是在他脑子里 炸响了十万吨烈性炸药 连绵不绝 几乎是瞬间 便将他的理智摧毁 林玄用电光照亮了楼道 一道身影蜷缩在地上 不断用脑袋撞向地面 这是宿管 有眼尖的学生 认出了这个身影 正是宿舍楼之前的宿管 而林玄眼前 则浮现出提示 生前他是校长的亲戚 灾难发生后 他变成了校长的走狗 一条走狗 不值得林玄关注 按照惯例 让张长动送往便利店 在逼问出那五名学生 被送往了106后 宿管便被林玄榨干榨净 宿管死后 张长动胸前的名牌 再次发生变化 姓名张长动 所属单位 将原私立高中 职位 副校长 这升职速度 放到现实世界 不知道要让多少编制教师 羡慕眼红 同时 名牌的样子 变成了一张门禁卡的形状 当林玄凝望 即是身份证明 也是106式的通行权限 走吧 我们很快就要见证 这里最大的秘密 那五名同学 也在106寝室 林玄道 听到这话 学生们精神一振 比起刚刚踏入宿舍楼的忐忑 此刻他们的无比振奋 他们最大的梦魇 最深沉的恐惧 竟然被林玄的一句话喊死 哪怕是经历了校园中 诸多怪异恐怖的事情 还是超越了他们的想象 也太牛了 很多学生在心底偷偷嘀咕 无论如何 林玄刚刚的表现 彻底让学生们幸福 沿着楼道走到尽头 便出现了一间上锁的房门 上面挂着106的号码牌 从外面看 这房门与其他的寝室房门都一样 没什么特殊 但在林玄眼里 已经有提示出现 秘密的入口 梦境的大门 你已经获得通行权限 可以直接进入 林玄若有所思之后 随手甩出一道电光 披向房门 整个106房门所在的墙面 如连一般扩散 假的 整面墙都是假的 张长栋仍旧一马当先 静止走入墙壁中 其他的学生紧随其后 短暂的光影变化之后 所有人出现在了 江源思立高级中学的校门处 阳光温暖 微风拂面 喧闹声自众人耳畔响起 眼前的江源思立高中 竟然是灾难发生前的模样 焕然一新的教学楼 在阳光下 似乎闪闪发光 络一步觉得学生们 说说笑笑走在校园里 对比起几秒前的校园 这里宛如天堂 欢迎来到新江源思立高中 我是这里的校长 赵明泽 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走来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张长栋浑身颤抖 怒声问 学校的灾难 是你搞的鬼 身后的学生 也都一个个指着赵明泽怒骂 各种三字经起飞 那个肮脏 充满渣子的地方 也能称为学校 赵明泽笑了起来 白色的牙齿 泛着如狼牙般的冷光 这里才是我心目中的学校 每个学生都有礼貌 爱学习 团结有爱 最重要的是听话 这时 有两个学生路过 校长好 两个明明长相不同的学生 却说着同样的语调 露出了相同的笑容 就像是两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精准地遵循着 某种无形的制度 张长栋等人 看得不寒而栗 然而赵明泽却异常享受这种标准 没想到 你们竟然能走到这里 看来 门口那条老狗 被你们解决了 真是废物 既然来了 那就准备留在这里吧 我会让你们忘掉过去 在这里开始全新的人生 不知何时 赵明泽的手中 多出了一块不断摇晃的怀表 林玄从近来开始 就没有说话 因为眼前的提示 如同弹幕般疯狂刷新 赵明泽是一位天才催眠师 他一直在悄悄实验 用催眠的办法 将学生的人格分裂 留下好的人格 抹杀坏的人格 深夜的寝室中 在宿管的帮助下 总有学生消失 又在清晨前回归 在某种未知力量的帮助下 他成功了 学生的人格一分为二 出现了恶面与善面 然而未知的帮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架码 灾难在不知不觉间降临 分裂的人格 终于走进了现实 意识到混乱无法阻止的赵明泽 又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 他催眠了自己 带着大量数据 获得的好学生人格模型 在梦境中 再次构筑了这所学校最初的样子 并让这里充满了好学生 这才是赵明泽心目中 完美的学校 看着眼前的提示 林玄终于知道了 江源思立高级中学的秘密 这让林玄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三连女的梦境 虽然同为梦境 但三连女的认知被扭曲 所以只需看见真实 就能唤醒 他在梦境之间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拥抱虚假 并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 所以他的梦境 远比三连女坚固无数倍 梦境无法被摧毁 只能被唤醒 眼前的赵明泽 只是梦境中生成的赵明泽形象 杀了他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梦境能随时生成一万个赵明泽 就在林玄思考的时候 他的目光落在所谓的好学生身上时 又一条提示跳了出来 以好学生人格模型生成的学生 人无完人 完美之下 必然藏着庞大的污垢 这一瞬间 林玄眼中的好学生 好似忽然变了模样 标准的笑容之下 埋藏着深深的恶意 表面宛如天堂一般的 新疆原思力高中 在无可观测的深处 早已变成了深不可测的恶之深渊 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就能这酝酿已久的恶意引爆 当赵明泽掏出怀表的这一刻 林玄注意到 所有好学生的目光 都有意无意地投射过来 催眠用的道具 同样也是枷锁 赵明泽总是用他来重置那些 出现不符合模型数据的好学生 导火索出现了 就是这个怀表 林玄眼睛一亮 仔细一想 便觉得合情合理 赵长明恐怕 根本就没有察觉任何的异常 沉浸在梦境的表象 志得一满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将这块怀表拿了出来 于是 林玄理所当然地轻轻一点 一道不算太强的雷光迸逝而出 落在怀表上 咔嚓一声 怀表硬身而裂 落了一地的零件 你竟然毁掉了我心爱的怀表 赵明泽顿时无比的愤怒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催眠术时 购买所得 已经陪伴了他很多年 不过很快 他就冷静下来 这里是梦境 怀表随时能够再生成一个 然而下一秒 赵明泽就意识到了不对 原本喧闹的校园 不知何时安静了下来 明亮的阳光 似乎被一道看不见的帷幕遮挡 变得暗淡 林玄笑了起来 不论赵明泽 能生成多少个怀表 只需要枷锁打开短短的一瞬间 便足以深渊降临了 无数的身影向这里汇聚 这些赵明泽口中的好学生 带着相同的笑意 冰冷愿毒地盯着他 校长 我是好学生吗 校长 我是好学生吗 无数的呢喃 仿佛深渊在低语 恶意在沸腾 不 不可能 赵明泽壮若疯 任由这些好学生将他淹没 撕碎 张长栋带着学生避开人群 这些原江原高中的学生 看向林玄的目光 简直像是看到了神明 他们不知道 林玄在镜中看到了多少提示 考虑了多少办法 他们只看到 当赵明则拿出怀表之后 林玄只是一道电光 就将这个地方瞬间换了天地 有嘴碎的 当场就忍不住念叨起来 这是什么吧 张老师究竟找了个什么样的帮手 要是能离开学校 我想跟着他 谁不想啊 张长栋倒是很坦然 他觉得 不论林玄表现出什么样的能力 都是理所当然 信任度百分之百 就在这时 众人的耳畔 忽然传来滴答的声音 像是某种倒计时 随着第三次滴答的声音响起 眼前光影变幻 变成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是他们 有学生忽然指着办公室角落 那五名失踪在宿舍楼的学生 此刻正躺在那里 原本还算宽敞的办公室 因为忽然多出来的人 变得拥挤 那五名学生 也因为喧闹声逐渐醒来 既然人没事 林玄暂时没管 最重要的是 办公桌后面 赵明泽在喃喃自语 不可能 我的人格模型 不可能有错 需要重新计算 对于屋子里的张长栋等人 赵明泽完全没有反应 好像是疯了 诡异也会疯吗 要知道 诡异本来就是疯狂扭曲的代名词 林玄原本还以为要再动手 现在看来 可以直接让张长栋送货了 很快 赵明泽便出现在便利店中 还没等林玄动手强行结账 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赵明泽忽然脱离了 疯疯癫癫的状态 脸上露出金锯的神色 我怎么会回到这里 不 说着他疯一样的朝便利店大门跑去 就在这时 收银台的下方 忽然窜出了一条条黑色的触手 刹那间便卷住了赵明泽 往回拖拽 这一幕把林玄搞猛了 怎么看着这便利店 跟赵明泽有仇似的 之前不管是主动进店的张长栋 还是被动进店的学校诡异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 似乎是为了解答林玄心理的疑惑 收银台的桌面 竟浮现出一段影音图像 画面里 一个年轻版的赵明泽 赵明泽站在收银台前 对着身穿工作服的店员 晃动着怀表 店员恍惚了片刻 随后道 欢迎下次再来 随后 赵明泽露出得意的笑容 从收银台上拿起一本书 大步离开了便利店 不久后 店员恢复清醒 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随后表情变得绝望 一道黑影闪过 店员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收银台上浮现出文字 出现恶意奢账客户 已做记录 赵明泽 欠款2000黑币 贷回收 影片消失 林玄这才知道 赵明泽跟便利店 竟然还有这种关系 竟然用催眠术 白调了便利店的商品 在赵明泽绝望的嘶吼中 触手飞快将他整个人 拖进了收银台中 隐约间 林玄还能听到 收银台内部传来的惨叫 收款2000黑币 赵明泽记录已抹除 看着收银台上的自己 林玄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收银台把赵明泽收走了 他的功德值怎么办 看着浑然一体的收银台 林玄满脸不开心 心头琢磨着 要不要干脆把收银台给拆了 你还我功德值 还没等林玄心疼完 飞走的功德值 他的耳畔忽然响起了浩大的声音 恭喜龙国参赛者林玄 累计赚取10920黑币 达成日进万币的 隐藏通关要求 提前通关 恭喜龙国参赛者林玄 因达成隐藏要求 获得称号销售冠军 龙国即将获得国运提升 龙国怪谈世界 通关了 林玄面无表情 他不仅感受不到通关的喜悦 甚至想大喊一声 先别关门 赵明泽的功德没拿到 现在连货架的持续收入也没了 怎么算怎么亏 除此之外 林玄心头还有很多疑惑 比如休息室 他是一次都没进去 再比如咨询室是一个骗局 骗的是谁 这些问题的答案 林玄其实也很想知道 早知道就不那么努力了 林玄叹了口气 但现在还不到松懈时候 蒋元思立高级中学的尾巴还没收掉 此刻 张长栋等人 还在赵明泽的办公室里等待消息 赵明泽死后 张长栋的名牌 自动晋升为了校长 关于学校的诸多规则 已经了解清楚 同时 他也把林玄的计划 告知了学生们 不出意外 所有人表现得都很兴奋 林玄的种种表现 学生们早就幸福 如果真有坏心思 何必这么麻烦 况且 这鬼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当林玄重回静中 发现张长栋正在给学生们 颁发毕业证 这是学校的底层规则 只有毕业的学生 才能离开学校 这也是张长栋成为校长后 才自动理解的规则 以校长的纲笔 配合校长的身份 毕业证 才能正式生效 84张毕业证 快速签发完毕 最后 张长栋拿出一张离职表 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与职位 申请离职 随着张长栋 将名字签下 胸前的身份名牌 瞬间变得暗淡 自己模糊不清 这一刻 以张长栋为代表的 江源思立高中诡异们 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林玄也终于露出了笑容 虽然这些诡异学生们 现在还很弱 但只要与龙国精锐 签订共生契约 就代表着 人类在怪谈世界 这种未知的领域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万事开头难 龙国不会止步于此 怪谈世界即将关闭 林玄打开了一条 通往幸福公寓的道路 随后 世界破碎 随着林玄通关 龙国再次沸腾了 怪弹直播间 虽然屏幕已经黑了 但弹幕依旧络绎不绝 我知道小道长能通关 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传下去 小道长太快了 现在还有人说 小道长不该招惹 其他怪谈吗 小道长绝必被针对了 没错 其他国家的参赛者 都有客人主动上门 小道长这边 只有最开始的那个 后面都是小道长 在学校找来的诡异 随着弹幕的议论 大家这才发现 如果不是林玄主动出击 恐怕就会落入 没有客人的情况 至少在林玄通关之前 不论是雄英国 还是樱花国 都有三四位诡异客人 唯有林玄 门前一片寂静 如果不是借用 44频道特性 将手伸进 将原私立高中 林玄在第一天 必然会面临规则的抹杀 好在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清风关 大槐树下 林玄的身影出现 周围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欢迎回家 林玄坦然地承受了掌声 对着龙国几位高级管理层道 我有一个计划 一周后 清风关五百米外 出现了一座新训练场 如今 来自江原私立高中的 诡异学生们 暂时居住在那里 与他们一同生活的 还有从龙国各个部队 精挑细选出的士兵 关于林玄的计划 在一周前承报至高层后 几乎引起了狂风海啸 这毫无疑问 是一份意外 且让龙国无法拒绝的计划 士兵与诡异共生之后 便能够使用诡异之力 别看那些诡异学生们弱小 但那只是在与林玄做对比 任何一只诡异学生 都有单灭一只小队的实力 毕竟对人类来说 诡异实在是太过特殊 同时 诡异们还有特殊能力 比如能掩人耳目的 桥栋桥梁两兄弟 林玄将那队遗留的 眼珠与耳朵还给他们后 两兄弟的能力加强了 能够同时遮掩 十只以上诡异的耳目 自此之后 这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开始尝试探索 龙国残留的怪谈入侵 林玄根据盗门养鬼之法 整理出了一份 培养诡异的资料 可以预见 这支队伍 终将长成为令 其于诸国闻风丧胆的力量 龙国也将凭借这种特殊力量 屹立诸国之巅 值得一提的是 龙国在挑选 与诡异共生的精锐士兵时发现 几乎有七成以上 都是在清风关附近 驻守过的精锐 得益于道家灵气的滋养 这群士兵们表现出了 对诡异之力强大的适应性 这次通关之后 道门复兴任务的进度 又再次上涨 清风关的灵气浓度得到提升 这里的草木 多远比其他地方的茂盛高大 距离仙家洞府 似乎又进了一步 网络上 灵巡的热度依旧不减 龙国国运提升如约前来 大地进化 作物风涨 沙漠边绿洲 龙国人也获得了各种身体上的提升 有人在网上悍然晒出小雨伞购买凭证 以及使用照片 成功被纪念一个月 毕竟这次通关后 其余诸国的参赛者 还在怪谈世界坐牢 无所事事的龙国网友们 开始想方设法地 混进其他国家的直播间 拿起键盘指点江山 樱花国直播间 这不是樱花国的我孙子祥评吗 孙子啊 也有教你 卖个东西 干嘛这么第三下司啊 举什么功啊 给他俩逼逗 不买就滚 想象我龙国小道长怎么做的 咖喱国直播间 搞个活动 买东西送咖喱 一准销售额大增 干净又卫生啊 家人嘛 你这不行 雄鹰国直播间 哟 这不是雄鹰大兵 怎么战场上重拳出击 卖个东西唯唯诺诺呀 想象我龙国小道长怎么做的 混迹于各国直播间的龙国网友 往往在一通嘲讽之后 都会留下一句 类似于想象我龙国小道长怎么做 一条网络热梗瞬间诞生 霸占热搜第一 持久不下 这些往日便与龙国关系不好的国家网友 一个个怒不可接 但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只能无能狂怒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 如龙国网友这样 抱着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 然而 悠闲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当便利电这一怪谈告一段落 这天 浩大的声音再次响彻天地 你将继续参与规则怪谈 十分钟后 怪谈开启 本次怪谈名称 幽灵海的奇幻漂流 请选手做好准备 依旧是清风关的大槐树下 灵璇淡定 等待着传送 没什么好准备的 幸福公寓中早已堆满各种物资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销售冠军的称号 称号 销售冠军 隐藏通关获得 你高明的销售技巧 引起了商人的注意 他对你赞誉有加 使用提示 你说这是石头 我说 这是你最想要的宝贝 来交一把 商人是谁 灵璇不清楚 估摸着 可能是便利店真正的主人 根据使用提示 灵璇在做了很多次验证之后 发现了用法 他可以指定任意物品 成为某个交易对象 心里最想要的东西 以此来交换自己所需 通过询问 参与称号研究的人员 灵璇得知 当指定物品之后 对方就会对这件物品 产生强烈的需求情绪 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进行交易 交易完成后 这种情绪将持续15至30分钟不等 才会意识到自己干的蠢事 为了研究出这个称号的作用 很多研究员被迫经历了射死 就比如 按照实验要求 灵璇指定了一块橡皮擦 作为某个射恐研究人员 最想要的东西 而交易代价 是在100人面前完整唱出 朝你大块捏一把 据说参加完这次实验后 这名研究人员要请假一个月 嗯 最后只批了三天 又有一次 灵璇指定了一瓶饮料 作为某个以七管言出名的研究人员 最要想的东西 交易代价是 打电话跟老婆对骂20分钟 据说 第二天这位研究员上班时 裹得严严实实 死活不愿意摘下脸上的口罩 这当然不是灵璇的要求 而是研究人员制定的实验项目 至于这其中 是否有丝绸跟恶趣味 这灵璇就不知道了 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 为了龙国的生存而努力 大概 也许 应该没有个人情绪存在吧 最后 只能说这个效果 无愧于销售冠军的称号 唯一要注意的问题是 交易对象可能在强烈的情绪下 产生灵圆构的想法 所以 该称号最好在确保 灵璇处于强势方的时候使用 树下 几位高层管理再次鞠躬 这次 依旧拜托小道长了 自当尽力 灵璇回礼 随后 便是熟悉的恍惚感 你已进入怪谈事件 本次为生存类怪谈 通关要求 驾驶行船 通过幽灵海 限制 空间类称号无法使用 此次怪谈无时间限制 直至第一位通关者出现 以下内容 摘自某本遗事的航海日记 满载宝藏的巨大行船 因携带了不祥之物 沉默在此 无数的冒险家船员 蜂拥而来 寻找传说中的宝藏 大海吞噬数不尽的生命 因而被污染 幽灵 海怪 灾难 出发吧 我的船长 扬起风帆 宝藏就在那里 等到耳畔的声音消失 灵璇便听到了呼啸的风声 闻到了大海的咸心味道 此刻 他正坐在一艘小小的木筏上 你告诉我 这是行船 灵璇拍了拍身下的木筏 有些无语 除此之外 他再次感受到了针对 为什么会有空间类称号 暂时无法使用的限制 各国参赛者 只有他自己拥有空间类称号 灵璇举目四望 阴暗的海域 一片茫茫 目光所致 看不到任何的活物或船只 远处似乎有风暴在酝酿 雷霆在云中闪烁 随着这声感叹出口 怪谈直播间 无数龙国观众都翘首以待 然而随着那句限制空间类称号的出现 弹幕纷纷怒骂起来 关于灵璇的这些称号 龙国人其实都是知道的 称号是这种事情 没有隐藏的必要 灵璇本事越大 龙国人就越高兴 信心越足 本来听到生存类怪谈 大家谈官相庆 觉得灵璇已经赢在了气跑线 可现在不得不担心了 一片茫茫危险海域 灵璇吃什么 冷不冷 会不会睡不着觉 是的 龙国观众只担心 他们的小道长吃不吃得好 睡不睡得香 至于危险 开玩笑呢 小道长杀鬼的场面 谁没见过 而其余诸国的参赛者 要担忧的事情 可就没边了 幽灵海上 比起龙国观众们的信心 灵璇反倒没那么自信 面对一片大海 纵然他有三头六臂 遇到海难 恐怕也难以生存 人力在自然伟力面前 不值一提 就这么一只小泼木法 稍大一点的浪打过来 就足以散架了 好在 此时虽然有海风拂过 但整片海域还算平静 灵璇看到身边 摆放着一部手机 与一本册子 他先拿起册子阅读起来 幽灵海航行守则 守则一 这片大海中 存在数不清的宝箱 里面或许有 升级行船的宝物 维持生存的物资 神奇物品 但也可能是来自 深海的恶意 还没来得及往下看 灵璇感觉到木筏一阵 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 一只青铜色的宝箱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 木筏旁边 来自捕蒜术的提示 陡然在眼前浮现 被水流血卷上来的 海洋宝箱 这只箱子中 沉睡着一只溺死的幽灵 一旦打开 它会想方设法地 把你拖进海中 碰到的第一个宝箱 就是幽灵 灵璇下意识地 便感觉有些晦气 它现在更需要 水与食物之类的东西 但下一秒 灵璇的脑中 忽然蹦出了一个想法 它来到木筏旁边 伸手打开了青铜宝箱 只见箱子打开的刹那 忽然扭曲变形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上 长满水草与贝壳的人形东西 这东西一出现 发出一声怨恨的嘶吼 随我 葬身 海底 说着便伸手朝着灵璇抓来 灵璇不慌不忙 轻轻拔下一根头发 对着溺死幽灵道 这是你想要的东西吗 原本抓向灵璇的溺死幽灵 停下了动作 转而盯着那根头发 给 我 语气里有一种急切与渴望 销售冠军的称号 对诡异也是有用的 现在 这根头发在溺死幽灵眼里 成为了他最想要的东西 甚至 他等不及灵璇回答 竟然要伸手抢夺 找死 灵璇小脸一沉 甩手便是一小道电光 精准地落在溺死幽灵身上 这是大海 水会导电 灵璇也只能谨慎控制雷法的威力与落点 免得伤及目发 溺死幽灵惨嚎一声 身上的水草与贝壳都脱落了不少 不过这一点 鬼东西倒是老实了 知道抢不过 便眼巴巴地盯着灵璇 倒像是一条 等待头位的畜生 想要的话 拿你的自由来作为交换吧 灵璇一边将头发 递给溺死幽灵 一边施展道法 也孤魂 尊无令 顺者急 溺者凶 没错 他就是要控制这条溺死幽灵 茫茫大海 有这样一位本地人作为帮助 能做到很多事情 就比如寻找宝箱 虽然他可以用碧水咒 亲自下海寻找 但控制溺死幽灵 显然是更方便 更安全的做法 谁知道 海中有什么鬼东西 溺死幽灵的智商并不算高 他不懂什么是自由 燃着森森鬼火的虚幻锁链成形 溺死幽灵本能地感觉到 畏惧与惊恐 但很快 对于渴望之物的情绪覆盖上来 他没有抵抗 任由锁链刺进身体 成了 灵璇感觉到 自己对溺死幽灵的生死掌控 拿到头发的溺死幽灵 同样很满意 发出的嘶吼感觉 都带上了一种满足幸福的意味 不过等情绪消失 他也必然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 但这种事已经不重要了 灵璇开始与溺死幽灵进行沟通 下达命令 果然 在溺死幽灵的描述下 海中果然有不少类似的宝箱 在他的记忆中 不只是青铜宝箱 还有一种白银宝箱 不过 白银宝箱的数量很少 且大多数位于百米深处 百米似乎是一个分界点 比百米更深的地方 溺死幽灵表现出了强烈的恐惧 好不容易有个本地人 灵璇暂时不想让对方送死 等以后控制了 能够潜入更深海洋的幽灵 再做打算 至于现在 灵璇下令让他去将 所有能看到的宝箱都打捞回来 扑通一声 溺死幽灵潜入水中 开始干活 灵璇则继续看幽灵海航行守则 守则二 庞大坚固的行船 是你航行幽灵海最大的依仗 尽可能升级它 守则三 远离你看到的任何陆地与岛屿 守则四 不要下海 守则五 不要沉迷于海洋上的歌声 一旦听到 请尽快离开歌声所在的区域 守则六 当红月升起时 请不要注视 那不是真正的月亮 守则七 海水不可以饮用 海域不可食用 守则八 仅替你遇到的其他行船 这片海域 没有朋友 守则九 以任何液体书写该符号 可获得仅此一次的庇护 代价是十年寿命 守则十 请注意甄别藏宝图的真假 到此守则结束 溺死幽灵还没有回来 凌旋感受了一下他的状态 没有异常 于是他拿起旁边的手机 这还是怪谈世界第一次 主动给出了电子产品 这手机的样子 就是普通的大平智能机 打开之后 直接跳出了一个页面 行船 一级 升级所需 行船升级券 0 20 设施 5 耐久度 五分之四 手机中 竟然是木阀的情况界面 通过手机 能够直接操纵行船 这让压根 不会开船的凌旋点了个赞 不过一级行船本身 没有任何动力设施 只能随波逐流 至于耐久度 凌旋不得不重视起来 按照他的猜想 就算没有碰到风暴 这小木阀在海上 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 就像守则梁所说 必须尽快升级行船才行 正思考着 凌旋耳畔 传来滑得出水声 溺死幽灵 带着宝箱回来了 凌旋看过去 只见溺死幽灵 左手拽一个青铜宝箱 右手拽一个青铜宝箱 嘴里还叼着一个青铜宝箱 这家伙是怎么在海里游泳 还没有沉下去的 莫非这就是本地人的天赋一饼 凌旋都忍不住惊叹了一下 不过他的注意力 很快便集中在三个青铜宝箱上 随着提示浮现 青铜宝箱一号 这只箱子中 沉睡着一只溺死的幽灵 一旦打开 它会想方设法地 把你拖进海中 青铜宝箱二号 这只箱子中 放着三张美食券 青铜宝箱三号 这只箱子中 放着一张行船升级券 毫无疑问 三个箱子又很有用 一号箱子 能让林玄的寻宝队加一 三号箱子 是升级行船所需 至于美食券 林玄先打开了二号箱子 同样的扭曲变形之后 三张微微发光的票券 出现在木筏上 票券上 印着各种各样的食物 当它拿起美食券 脑中立刻出现了用法 简单来说 这美食券 可以兑换任意种类的菜肴 饮品等可食用物品 只需心中默念 所想食物即可 一张美食券 提供一份餐食 林玄顿时高兴起来 这不是美食许愿机吗 有这种东西在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还不用担心腐坏问题 真贴心 眼下刚进入怪谈世界不救 林玄感觉状态不错 于是先收了起来 紧接着 打开三号青铜宝箱 同样又是一张发光的票券 上面印着一艘船的样子 在接触行船升级券后 脑中同样出现了使用方法 这次就简单多了 只需要将行船升级券 贴在手机上 升级所需 行船升级券 二十分之一 现在还差十九张行船升级券 便能摆脱木筏 这种没有安全感的东西 青铜宝箱一号打开 一只长相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 几乎没差的逆死幽灵出现 林玄也不含糊 再次拔下一根头发 这是你渴求之物吗 还没来得及念出台词的 逆死幽灵眼睛都直了 之后便毅然决然地 踏上了前辈的道路 林玄够 然而这次不等林玄出手 旁边的逆死幽灵前辈 林玄的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下 林玄就不必麻烦地控制雷法 随着虚幻锁链成形 林玄的海洋寻宝队 有了两名幽灵成员 去吧 随着一声令下 两只逆死幽灵 一左一右跳入水中 接下来林玄便只能等待了 为了打发无聊时间 他又拿起这部 能够控制行船的手机 此时 他发现 页面上竟然有一个返回键 点击之后 手机退回到主屏幕 林玄惊讶地发现 这屏幕上除了一个船只图标 竟然还有个怪谈直播间的图标 点开之后 林玄便看到自己的身影 出现在屏幕之中 与此同时 弹幕疯狂刷新 卧槽 小道长终于发现自己 能进直播间了 也不怪小道长 以前可没这种例子 原来 在怪谈世界开始不久 就有参赛者发现附送的手机 竟然能连接怪谈直播间 已经有十几位参赛者 通过直播间 联系上了所属国家 雄英国 泡菜国 樱花国等 已经紧急联系海洋专家 生存专家 在弹幕中 为自己国家的参赛者 出谋划策 龙国这边 自然早就 做好了准备 大会议室内 各个龙国顶尖大学 研究机构的海洋类学者 早已聚集在此处 看到林玄进入直播间 有位海洋学教授立刻道 提醒小道长 尽可能保持自己的衣服 与身体干燥 长时间的潮湿状态 再加上风吹 很容易引起湿温 过敏等情况 木伐这种四面漏风漏水的行传 参赛者首先面临的 就是身体问题 很快 资料员将这段话整理出来 发送弹幕 龙国观众们也很懂 害怕弹幕过多 林玄看不到 一同复制粘贴 进行刷屏 林玄看到弹幕 立刻站起来 展示了一下自己干燥的衣服 不用担心 我有避水道法 这话让弹幕顿时一惊 大家这才恍然想到 当初在幸福公寓 林玄念出了避水咒 也就是说 林玄可能会面临种种困难 但这种困难 唯独不会来自于海水 这下 会议室内的海洋学专家们 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避水咒这玩意 也太不科学了吧 但怪谈世界 谁跟你讲科学啊 这下 轮到生存学专家们摩拳擦掌 准备出谋划策 如何获取淡水与食物 这总不能是道法 可以解决的问题吧 难不成念一句道经咒文 老天爷给你一份 宫宝鸡丁盖饭 于是 专家们开始纷纷给出建议 对于再次刷新的弹幕 随时点餐的东西 何必去费利巴拉的荒野生存 他们难道没看到吗 随着弹幕刷新 有些消息灵通的龙国观众 讲述着其他诸国参赛者的情况 林玄发现 没有人提到美食券这种东西 事实上 从进入怪谈世界到此刻 碰到青铜宝箱的参赛者 虽然有一些 但无一例外 全部开出了逆死幽灵 有人猜测 这很可能是怪谈世界 给参赛者的第一轮考验 好在逆死幽灵 并不像诡异那般 拥有奇怪能力 而且离开海洋之后 行动迟缓 这就给了其余参赛者 通过考验的机会 能够与逆死幽灵 进行搏杀 只有林玄 竟脑洞大开地 控制了逆死幽灵 并派遣进入海洋 主动寻找青铜宝箱 这才开出了 所有人前所未见的东西 比如美食券 与行船升级券 观众们无法接触票券 自然不知道 这玩意儿有何用处 就在这时 一条弹幕出现 一想到小道长 在海上受苦受难 我这刚买的 玉泥泼泼奶茶 喝着就没了滋味 可能这位观众并无恶意 只是一句调侃 但却引起了众目 小道长在前方负重前行 大海茫茫 一口水没有 一口饭没有 你安安全全在家里坐着 享受着成果 却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缺不缺得呀你 眼看这个观众 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林玄掏出了 那三张美食券 他知道 有很多龙国观众 是在真心实意地担忧 但这没有必要 不如好好吃顿饭 让他们安心吧 于是 众目睽睽之下 林玄放在幕筏上的 三张美食券 变了模样 幕筏上 林玄面前 出现了一份鱼香肉丝 一份羊粥炒饭 一杯奶茶 还有一副空碗筷 这些饭菜的量都不大 好像是按照 林玄的胃口形成 小小的精致餐盘中 鱼香肉丝色泽油润 羊粥炒饭粒粮分明 两者冒着渺渺热气 饭菜香气扑鼻 本来不算太饿的林玄 也觉得有了胃口 我先开动了 林玄对着弹幕说了一声 便拿起筷子 大块朵鱼起来 这些菜肴不仅卖相好看 入嘴之后 林玄发出一声惊叹 要知道现在的清风观 可是有国内顶尖大厨掌勺 一日三餐 不仅营养搭配 味道绝对顶级 但这些美食券提供的菜肴 味道竟然丝毫不输 隐隐更胜一筹 然而 观众们可就不淡定了 尤其是怪谈直播间 贴心地对菜肴 来了一个静静特写 无数观众的口水 瞬间被激发 你这是作孽啊 小道长 可恶啊 我白担心小道长了 这是怪谈直播 不是吃播 小道长这是去怪谈 世界旅游去了吧 我手里的外卖不香了 我就知道 不管怪谈世界如何针对 小道长就是小道长 给我也尝一口 高层会议室内 原本摩拳擦掌 准备挥斥方球的生存专家们 面面相去 随后也都索然无味起来 有这种神奇的票劝在 还用担心生存问题 我看小道长吃的 比在家里吃的都好 最后 会议室内的海洋专家 与生存专家们 互相看了一眼 露出惺惺相惜的表情 大哥别笑二哥 大长老满面笑容 嗯嗯 小孩子就要多吃点 吃好点 才能长身体 别说 这怪谈世界的菜 看着还挺让人有食欲 对了 吩咐一下大食堂 今天中午 做个鱼香肉丝 和羊粥炒饭吧 龙国的怪谈直播间 硬生生被林璇搞成了吃播 据说当日各家外卖店平台 鱼香肉丝与羊粥炒饭 这两道菜的点单率报表 林璇享受美食之际 其他诸国的参赛者 可就没这么悠闲了 樱花国的参赛者 是一名妹子 名为钢野真黎 一手跆拳道在国内获奖无数 被誉为年轻一代 女子跆拳道第一人 多少次 钢野真黎看着怪谈直播 恨不能亲自前去 那些参赛者 都太过懦弱 他听说 龙国一个小屁孩 都能大杀四方 觉得诡异们也不过如此 那些以往的参赛者 真是懦夫 全家都应该剖腹谢罪 如今 钢野真黎如愿以偿地成为参赛者 刚刚他从青铜宝箱中 开出了一只溺死幽灵 凭借多年的跆拳道经验 一通搏杀 勉强获得胜利 可胜利也是惨胜 伤势不清 尤其是这一通战斗下来 他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又渴又饿的感觉 不断侵蚀着他的意志 钢野真黎 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很后悔 为了减肥 今天没有好好吃饭 但随即 又不免有些得意 这怪谈世界的怪物 还不是成功被他杀死 龙国那个小屁孩 看到这种怪物 恐怕早就 吓得大哭找妈妈 那个国家 向来都喜欢夸大其词 就比如排屋 哪有那么多危害 这么久了 不也没出事 休息了片刻 钢野真黎拿出手机 想看看国内的专家怎么说 然而钢一点开手机 却发现弹幕中有人说 巴嘎 龙国那个小子 竟然有中华餐吃 他吃得好香 我都看饿了 我觉得 我们的参赛者 收到了怪谈世界的针对 凭什么钢野真黎女士 开出的是怪物 这不公平 钢野真黎 看到这个弹幕 根本不信 觉得又是龙国 放出来的谎言 可随机 他发现 屏幕右上角显示的国家 似乎能点开 点开之后 出现了诸国列表 原来参赛者手机上的 怪谈直播间 可以直接观看他国参赛者 抱着一种探究真相 揭穿龙国谎言的心态 钢野真黎 选到了龙国怪谈直播间 屏幕中 冒着热气的菜肴 精致美味的炒饭 林玄满满地 做了一口温热的奶茶 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钢野真黎 看着屏幕 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这饭菜 看着好像好好吃 一个念头闪过 如果现在能吃上这样一顿饭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但下一秒 钢野真黎 便生起一种 不知是愤怒 还是羞愧的情绪 不可能 他凭什么 又饿又渴又累的 钢野真黎 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真相 只觉得血液一阵上涌 随后嘎的一声 静晕了过去 不知道自己凭借 赤波声生气 与某人的林玄 终于享用完了自己的美食 木筏旁边 有水声响起 有一只溺死幽灵 已经返回 而他的手中 拿着一个闪着荧光的宝箱 白银宝箱 林玄眼睛一亮 他真是没想到 这只溺死幽灵 竟然给他带回来了白银宝箱 这只溺死幽灵 是第一只 不愧是被称为前辈的存在啊 就是靠谱 林玄正准备夸赞两句 却见溺死幽灵 发出一阵痛苦的嘶吼 爬上了木筏 只见这家伙的背上 竟然吸着一只 人头大小的黑色海星 这海星的模样极为恐怖 正中心处 竟有一只人眼 其体表 覆盖着密集的尖刺 溺死幽灵的背部 呈现出大片的腐蚀状 眼前有提示浮现 死去船员的眼睛 化作了这人眼海星 注视着这片海域 怨恨与不甘 变成了尖锐的毒刺 警告着每一位 窥视深海的航行者 这么片刻耽误 溺死幽灵嘶吼的声音 开始变小 林玄生怕这家伙 一不小心就挂掉 伸出手掌 以雷法覆盖 细致的操纵下 像是戴上了一只 电光编织的手套 随后狠狠一抓 人眼海星 直接被林玄抓爆 电光之下 只余下一些碎屑 飘散向远处 宿主进化了一只 低级鬼兽 功德价200 当前功德值5405 竟然有200功德值 也就是说 这玩意放在 江源私利高中 足以绝杀九成九的诡异 可惜 这种完全异态的诡异 无法被销售冠军称号影响 因为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交易这种行为 不然控制一些 这种人眼海星 转找白银宝箱 就无敌了 希望之后 能碰到能下海的 更强大的人形诡异 不过 100米深的海中 竟然就存在 这种级别的诡异 再往深处 恐怕都是 三连女那种级别了 这让林玄越发觉得 小木法实在太没有安全感 趁着这位前辈 逆死幽灵自我恢复的时候 林玄看向白银宝箱 这个宝箱里 有一张船体材质升级券 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票券 打开宝箱 一张泛着金属色泽的票券出现 当林玄拿起 脑中立刻有信息浮现 可将行船材质升级为硬木 需求二级行船 硬木船体 可抵御 一至150米海中幽灵的攻击 要什么来什么 林玄觉得自己 可能有那么一点欧气 不过二级行船的要求 却无法立刻使用 升级行船迫在眉睫 逆死幽灵还在恢复 林玄叹了口气 觉得工具人还是太少 如果有更多的逆死幽灵就好了 十几分钟后 第二只逆死幽灵回来了 带回来了两只青铜宝箱 看到提示 林玄喜笑颜开 因为两只青铜宝箱 都是他心心念念的逆死幽灵 依次打开宝箱 林玄用自己高明的销售技巧 成功控制两只逆死幽灵 海洋寻宝队成员加二 总幽灵数 四 处理完这些 那只受伤的逆死幽灵 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下海 林玄不许他们再寻找白银宝箱 以青铜宝箱为主 茫茫大海 小木乏上又再次安静下来 林玄拿出手机 再次点开直播间 准备看看弹幕打发时间 然而 弹幕上的内容 却让他有些看不懂 不可能是蓝星人 这次怪弹世界 也太可怕了 正疑惑着 有龙国观众 看到林玄进入直播间 小道长 快去看石油国的直播间 这次怪弹 不只是有蓝星参与 到底是外星人 还是平行世界 经过弹幕提醒 林玄这才发现 竟然能切换直播间频道 点开石油国的直播间 映入眼帘的 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形物种 这人形物种极为高大 足有两米多 皮肤呈现出淡青色 有鱼鳞一样的纹路 拥有类似于人的五官 但细看却又不太相同 这是什么鬼东西 这次连林玄都惊讶了 不仅如此 他看到这家伙 身下奇怪的星船 宛如半个放大的弹壳 足有二十米长 还有些似乎是房间的入口 这难道是二级星船 林玄有所猜测 随后屏幕一动 只见弹壳船上 一个身穿白袍 胡子浓密的石油国男人 昏倒在上面 旁边的海域 还能隐约看到 散落的木板随波飘远 显然 这个怪异人种 击碎了石油国参赛者的木筏 还将其俘虏 怪异人拿起手机 似乎是搞懂了这东西的作用 他冲着屏幕裂开嘴 露出了犹如鲨鱼般的牙齿 他激里咕噜地 说出了一长串的话 明明是陌生的语言 不管是林玄 还是其他观众 都莫名其妙听懂吗 来自异世界的诺夫参赛者 不要让我巴奇拉遇到你们 这是独属于我们的圣地 也只有我 才能成为圣选者 再让我碰到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说着 巴奇拉走到石油国参赛者面前 将其举起 随后狠狠一用力 血肉飞散之中 巴奇拉露出猙獰的笑容 随后 石油国的怪弹直播间关闭 石油国一片哀嚎 直播间关闭 就代表着参赛者通关失败 等待石油国的 便是怪弹入侵 谁也没想到 这次的怪弹世界 竟然有来自蓝星之外的生命 收到消息的参赛者们 纷纷警惕起来 与此同时 石油国一边面临着灾难 一边怒火滔天 这次的袭击太突然了 他们的参赛者 甚至没来得及 使用守则酒的庇护 如果参赛者死于怪弹本身 怨不得别人 只能说参赛者蠢 运气不好 被蓄意杀死 事态可就变了 向来拥有超能力的石油国 当即就发出了 百亿英元的国际悬赏令 通知各国使馆 石油国皇室是做永久贵宾 享受堪比国王的特权 这一消息 迅速在各国互联网上发酵 无数人背着这个赏金 刺激的眼红心跳 但这注定 只有参赛者才有资格 或者准确地说 是林玄 观众们或许对别国参赛者 抱有某种敌意 或认知错误 但诸国的管理层 却清楚地知道 谁才是参赛者中 最无敌的那一个 大家都是表面上云淡风轻 不屑一顾 暗地里 恨不得把林玄的户口本 连夜迁到自己家 所以 石油国在发布悬赏的同时 就联系了龙国大长老 希望林玄出手 击杀巴奇拉 除了本身的悬赏 还许诺了种种 让人无法拒绝的条件 面对石油国的请求 大长老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告诉他们 龙国绝不可能 为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 使本国参赛者 涉入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件事上 高层管理们都很拎得清 钱再重要 能有林玄重要吗 没有人知道 这个巴奇拉的来路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绝不能在外界 给林玄增加麻烦 石油国根本不知道 林玄为龙国带来了什么 想到清风关旁边的训练场 大长老就心头震动 不过石油国并不打算放弃 开始雇佣水军 在龙国怪谈直播间 刷新百亿悬赏的消息 这就没办法了 怪谈直播间 不属于各国 能够进行管理的东西 所以 林玄还是得知了石油国的悬赏 但对于金钱方面 林玄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到了他这样的地位 龙国基本上能满足一切他的需求 钱财 真的就只是一串单纯的数字而已 再说 茫茫幽灵海 哪有那么容易遇到 真遇到了 再出手也不迟 以巴奇拉对蓝星参赛者的态度 这是无可避免的 对林玄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行船升级 他现在好奇的是 巴奇拉是如何这么快速地 将行船升级的 而且 他对怪谈世界的称呼 很奇怪 圣地 这是与蓝星完全相反的态度 面对种种疑问 他现在倒是真的有点 想要找巴奇拉问清楚了 时间流逝 四只溺死幽灵 不知疲倦地 在海中搜索青铜宝箱 这工作态度 资本家看了 不要流泪 当林玄打开第36个青铜宝箱时 最后一张发光的行船升级券 便出现了 手机页面上 行船 一级 升级所需 行船升级券 二十分之十九 设施 五 耐久度 五分之三 将票券融入手机后 下方便出现了一个可升级的按键 在林玄点击之后 身下的木筏 在一阵光芒中开始变形扭曲 变成了一艘带有甲板的 足有二十米的大船 最美妙的是 船中心处 还有可以休息的房间 再看页面 行船 二级 升级所需 行船升级券 零五零 设施 五 耐久度 六零六零 在甲板上走了两圈 林玄很满意 自己小小的海上领地 也不知道 这行船最终能升到几级 林玄脑中莫名地闪过一座 海上堡垒的样子 以后你就叫清风号吧 他为自己的行船起了名字 随后 林玄拿出了那张白银宝箱里的行船 材质升级券 进行使用 又是一阵发光后 船体的木质结构 由原来的浅木色 变成了深棕色 林玄用手指 敲了敲甲板 发出了沉闷的声音 结实得很 页面上的也有变化 设施 硬木船体 完成了眼下最急迫的事情 林玄就开清点 星号2 初级行船修理券 星号3 烂靴子星号4 水草星号5 谢谢惠故星号6 没错 青铜宝箱里 竟然会开出水草烂靴子 甚至谢谢惠故 这种毫无用处的东西 而且 自从他的海洋寻宝队规模 变成6之后 青铜宝箱中 似乎就不再有逆死幽灵出现 仿佛有一只平衡的手 在无形中操控着某些概率 莫非幽名海的背后boss 是一只大企鹅 林玄脑子里 有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欧气不够 数量来凑 独有海洋寻宝队的林玄 现在颇有些 课金大佬的快乐 至于行船修理券 字面一散 使用之后 能恢复十点耐久度 刚刚回神 甲板上传来一阵响动 林玄转身一看 只见一只溺死幽灵 抱着闪着荧光的箱子 哒哒跑了过来 挺萌的 林玄说的是白银宝箱 一条提示 随着凝视浮现 这个宝箱里 有一张藏宝图 藏宝图 林玄想起了 幽灵海航行守则 守则时 请注意甄别藏宝图的真假 开了那么多青铜宝箱 林玄都没开出藏宝图 现在看来 很可能是白银宝箱 及其以上 才能开出的好物 如果藏宝图是真的 应该能拿到 比传体升级券 更珍贵的东西吧 林玄接过宝箱 立刻打开 一张质感极佳的羊皮卷 出现在手中 上面画着 林玄压根看不懂的 图画于路线 这张藏宝图是真的 但它并不是你独有 不是我独有 林玄略微疑惑 此时 藏宝图的用法 浮现于脑中 林玄依照用法 将藏宝图融入手机中 随着航线自动设置完毕 清风号破开水面 开始航行 林玄 立于船头甲板 迎着海风 道袍烈烈作响 手机页面 弹出了一则提醒 当前藏宝航线人数 三 幽灵还某出海域 巴奇拉手持一块金属板 将羊皮卷融入其中 脚下的蛋壳船 乘风破浪 快速前行 金属板上 浮现出一个个扭曲的符号 巴奇拉看了片刻 露出宁笑 有三个人在航线上 有趣 宝藏一定属于我 文特家族 必将在我这里重现辉煌 冲吧 巴奇拉 把任何寄予宝藏的家伙 撕成碎片 另一片海域 妖子国的钱济虎 正盯着龙国直播间 要说钱济虎这个人 本来是龙国人 十年前因为犯了事 便托朋友偷渡到妖子国 在这里安了家落了户 后来更是在某员区 混得风生水起 业绩不菲 成了小头目 这次突然变成怪谈参赛者 钱济虎无比绝望 但好在 他之前就通过龙国内的一些朋友 了解龙国参赛者林玄 是不折不扣的大佬 连续通关 于是 能看到龙国怪谈直播间的手机 成了钱济虎的救命稻草 紧跟大佬不乏 说不定有活下去的机会 别说 正是因为看了林玄的操作 钱济虎知道 青铜宝箱可能会出现逆死幽灵 所以 在拿到第一只青铜宝箱时 他凭借守则九的壁虎 成功活了下来 少活十年 也比死了好 说 林玄救了他一命也不为过 在之后 通过直播间 钱济虎看到林玄升级了行传 羡慕的后曹牙 都要咬碎了 随后又看到了 林玄从白银宝箱中开出的羊皮卷 钱济虎微微一愣 从怀中也拿出了一张羊皮卷 他运气很好 遇到了一只浮出水面的白银宝箱 开出了藏宝图 虽然看不懂 但通过观察上面的图画与文字 钱济虎确定 和林玄手中的一模一样 原本还顾虑藏宝图真假的钱济虎 立刻哈哈大笑 只觉得自己的运气来了 他觉得 林玄既然敢毫不犹豫地使用 那一定有办法确定真假 钱济虎的运气 的确是来了 花花的破水声 从背后传来 他扭头一看 脸色刷一下白了 只见一只弹壳船 不急不缓地行驶过来 目睹石油国参赛者 惨剧的钱济虎 知道自己可能碰到了 蓝星外的生命 与此同时 妖子国直播间的弹幕 也是一片哀嚎 钱济虎哆嗦了一会儿 一咬牙 决定赌一把 他跪在木筏上 高高举起手中的羊皮卷 大声喊道 不要杀我 我要好东西献帝大人 弹壳船逼近了木筏 最终没有直接撞上去 一个人影 来到弹壳船甲板边缘 居高临下地看过来 许多文讯赶来 妖子国直播间的人 这才发现 这个弹壳船 不是巴奇拉的船 而是另一位 与巴奇拉相同物种的生命 高大 淡绿色皮肤 有鱼鳞纹路 这家伙话吐出一句话 钱济虎莫名听懂了 是让他上弹壳船 来到船上 钱济虎匍匐着 将羊皮卷献上 我是菲奇诺 异世界的参赛者 杀你了 菲奇诺摸着羊皮卷 表现得很高兴 钱济虎觉得自己赌对了 于是毫不犹豫地 打开手机 调到龙国直播间 大人 这个小孩 同样有一张藏宝图 钱济虎希望用这个消息 继续提高菲奇诺的好感 好好 你的消息很有用 菲奇诺果然更高兴了 但下一秒 一只手掌 洞穿了钱济虎的身体 喂 什么 钱济虎难以置信 菲奇诺缓缓缓收回手掌 首先 贝修恩家族永远憎恨叛徒 其次 你们这种来自异世界的肮脏东西 也配活着 圣地 不容你们这些蛆虫玷污 听着菲奇诺的话 钱济虎内心无比的悔恨 早知如此 他宁愿将藏宝图扔进大海 可一切都晚了 钱济虎死不瞑目 这一幕 被混迹在妖子国直播间的龙国观众 陆屏传回国内 钱济虎贪生怕死献羊皮卷 能理解 但后面 他为了讨好菲奇诺 主动出卖 林璇可没得喜 无数龙国观众怒骂 大长老脸色铁青 立刻吩咐下去 准备在妖子国 进行一次全副武装的演练 士兵最后 钱济虎被菲奇诺杀死 无数龙国人开酒 互相庆祝 并大喊一句 好死 背叛者 横杀之 在事情闹得纷纷扬扬的时候 清风号已经来到了藏宝图所在的海域 一路而来 林璇没有看到任何同行船只 他是三个航行者中 首先来到这里的人 刚进入这里 林璇感觉到 记录幽灵海航行守则 得厕子 微微发热 拿出来一看 只见上面显示出了第二页内容 圆盾后船员守则 还没来得及细看 林璇便看到 前方的海域水面翻涌 一艘足有三层高的残破型船 就这么从海中浮出水面 船侧 隐约能看到巨大的圆形盾牌图案 林璇一下就理解了 看来所谓的藏宝图 指的就是一处怪坛区域 也就是说 幽灵海这个大怪坛区域 其实有划分出了很多小型怪坛区 虽然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 林璇觉得自己的想法 八九不离十 关于圆盾号的提示 也浮现出来 因为海难沉没在这里的行船 如今被大海污染 成为了航行于海中的幽灵 林璇注意到了 航行于海中这五个字 这艘幽灵船 难道能够穿梭在海底 溺死幽灵们 虽然任劳任怨 但对于白银宝箱的深度 还是力不从心 如果能够获得这艘幽灵船 或者得到航行海中的能力 白银宝箱的获取 会容易很多吧 很馋啊 一边想着 林璇继续阅读守则 守则一 不得拒绝其他船员的帮助请求 守则二 请勿阅读任何不属于你的日记 守则三 进入二楼餐厅必须点餐 且不得带入外来食物 守则四 安娜小姐有严重的梦游症 如果你碰到她 请尽量保持安静 守则五 你可以和船一聊天 但不要和她谈论任何病情 守则六 本船有七个房间可供选择 请确保你选择的房间没有住户 守则七 巡逻的大副会随时确认你的房间号 守则八 船长拥有圆盾号所有门户的钥匙 守则九 船长很好说话 如果你需要帮助 务必满足他的一个爱好 阅读完毕 林璇将幽灵海航行守则贴身放好 还好之前没有看完 就随手丢掉 谁能想到 这本册子竟然还会显示 其他怪弹区域的规则 随着清风号逐渐靠近 圆盾号像是经历了时间逆转一般 竟恢复如初 船体上的破损消失不见 就在林璇思考 怎么上船的时候 手机页面谈出信息 是否进入藏宝区域 请注意 进入藏宝区域后 行船页面将锁定 行船将隐藏 直至有人完成探索 藏宝图提示 宝藏与船长有关 这信息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林璇没能找到宝藏 可能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没什么好犹豫的 龙国人的性格 来都来了 林璇选择是 下一秒 眼前光影变化 林璇发觉自己 正站在一条狭窄的走道上 微微摇晃的感觉 很明显 这里是圆顿号的内部 还没等林璇仔细观察 有声音在背后响起 你小子是新来的船员 帮我一个忙 去把家板清理了 林璇转过身 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盯着自己 这男人说的话 并不是林璇认知里的语言 但他却自然而然地理解其中的意思 一道提示浮现 一直把自己当作船员的幽灵 如果你愿意帮他 就不会受到攻击 不去 林璇干脆利落地拒绝 你敢拒绝我 高个子船员脸上的表情 瞬间变得阴狠争鸣 一双手掌变得漆黑 二话不说 朝林璇抓来 如果是之前 林璇一道雷法 就胡上去了 但现在 他有更好的办法 他随手从走廊上摆放的花盆中 扯下一片叶子 露出了属于资本家 高个子的停下攻势 盯着叶子的眼睛直了 片刻后 林璇获得了来自 圆顿号的第一个忠诚下属 不过 当高个子船员被控制后 忽然有新的提示浮现 你可以控制他 但无法带离此区 这让林璇有些意外 不过本来就是工具幽灵 如果没办法带着幽灵船一起离开 要这些船员也没用 不如净赚一笔功德值 船长是怎么去 林璇直奔主题 既然藏宝图都给出了提示 没必要在这里摸摸鸡鸡 先去看看船长再说 这里是三层 船长是在一层 高个子船员边说边比划了一下 要前往船长室 需要穿过三层走廊 上到二楼 再穿过二楼的用餐区 前往一楼的船长室 林璇立刻出发 往前走了片刻 他注意到了两侧的房间 从301-307 符合规则6的内容 哪间房子空着 林璇随口问道 303和305是空房间 高个船员立刻道 了解这个信息 自然是为了排除正确答案 激发大幅的幽灵形态 穿过走廊 林璇便看到了 通向二楼的楼梯 但同时 一个身穿白色睡袍的女子 正在楼梯上来回踱步 安娜小姐有梦游症 只要我们小心一些 应该不会吵醒她 高个子船员急忙提醒 隐隐露出一种惧怕的神色 这条通往船长室的路线 几乎途径圆顿号内部所有区域 林璇已经猜到 这条路 恐怕不会那么容易走过去 既然没办法省时省力 林璇三步并坐两步窜上楼梯 冲着已经有些醒来迹象的安娜小姐 一巴掌扇了过去 略带雷法的巴掌 呼到了安娜小姐精致漂亮的脸蛋上 在高个子船员眼里 只见安娜小姐 那一头柔顺的金色长发 瞬间耸立 身体伴随着某种程度上的抽搐 啊 安娜小姐猛地睁开一双 充满血丝的眼睛 几乎瞬间完成幽灵画 你敢吵醒我 楼梯里没有花盆 于是他顺手拽下来了一根 怒气爆发 杀意腾腾的安娜小姐都愣住了 这家伙怎么还敢好自己的头发 但很快 他的杀意就被强烈地渴求情绪覆盖 林璇已经发动了销售冠军的能力 威逼力右下 安娜小姐很快就成为了第二个忠诚下属 一脸忧怨地跟在林璇身后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了一把小梳子 整理着头发 然而有一撮头发 不论如何都梳不下去 怪谈直播间 咦 小道长已经到了开始注意发亮的年纪吗 安娜小姐 你用我的头发收买我 安娜小姐 谁懂啊 家人们 正睡得好好的 被电醒了 小道长快些行动吧 还不知道飞行动什么时候会到 弹幕被林璇的骚操作笑喷了 对安娜小姐的遭遇 纷纷表示同情 林璇已经来到了二楼 转过拐角 便看到了宽敞的餐厅 其中一张餐桌 面对面坐着两道人影 那是厨师长和大副 他们两个关系很好 不巡逻的时候 大副就喜欢待在餐厅 安娜小姐接过了解说员的工作 大副是个很古板的人 不喜欢船员乱跑 如果记错了自己的房间号 他会很生气 林璇点了点头表示了解 随后大步走进餐厅 直接来到两人交谈的餐位 自来熟地坐了下来 两人正要开口 却见林璇先一步拿出了一张美食券 兑换了一杯奶茶 狠狠地作了一口 原本笑眯眯的厨师长 脸色瞬间转冷 杀意浮现 林璇不理他 转头又冲大副道 我住301 高个子船员一愣 若若道 301是我的房间 哦 那我记错了吧 林璇表示无所谓 因为已经成功激发了 大副的幽灵形态 面对两只即将爆发的幽灵 他不慌不忙 顺手从旁边瑟瑟发抖的 安娜小姐头上 弄来两根头发 发动了称号 真正的消灌 从来不在乎 自己同时面对几个客人 当林璇穿过餐厅 他的身后 又多出了一位忠诚的大副 与一位忠诚的厨师长 现在 圆顿号上 只剩下船衣与船长了 出了餐厅没走多远 林璇就看到 一间半开门的房间 解说员兼供货商 安娜小姐立刻道 这是船衣的房间 既然船衣没出来 林璇本来打算 直奔一楼船长室 但又一想 既然路过 来都来 于是便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船衣的房间 比起医疗室 更像是化学实验室 还有三张病床 各种瓶瓶罐罐 摆放在两侧房间的架子上 诊疗桌后面 船衣抬起头 疑惑地 看着走进来的林璇 林璇记得 守则武 你可以和船衣聊天 但不要和她谈论任何病情 于是 她张嘴变道 你有病 莫名被骂的船衣 果然勃然大怒 成功幽灵化 你才有病 让我好好给你治治 林璇一伸手 安娜小姐 眼泪汪汪地 递过来一根新鲜发丝 于是 被收买的船衣 也顺理成章地加入队伍 至此 圆顿号上 只余下船长一个光感司令 假如说圆顿号是投票制选船长 那林璇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人 带着一群二五载船员 林璇直奔一楼的船长室 推开船长室大门 林璇便看到一张宽大书桌后面坐着的船长 船长看起来有些年纪 面对突然涌进屋子的林璇等人 他面无表情 甚至没有任何惊讶的神色 只是道 你们有事吗 林璇观察着船长的表情 问 我来这里寻找宝藏 圆顿号没有宝藏 船长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有提示姗姗来迟 真正的船长早已死去 他无法接受沉默的事实 临死前向大海祈祷 大海回应了 将圆顿号的所有人都污染成了遗忘真相的幽灵 于是 他们恐惧大海 却又必须时时刻刻面对大海 船员们在沉船无可挽回时 在日记中写下了遗嘱 现在船员早已忘记这个事实 所以 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日记 船员们的日记 在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 当你集齐所有船员的日记 便会得到船长的日记 看着大量刷新的提示 灵旋心头有些疑惑 二级补算术所带来的提示能力 非常好用 这点灵旋承认 但给出的提示有时候很详细 有时候很省略 这其中的规律 灵旋至今也没有想清楚 暂时想不通的事情 他也不想多费脑子 从提示来看 现在要做的事情便很清晰了 搜集船员们的日记 不过在此之前 灵旋想要像控制其他船员那样 先控制住船长 然而 当他发动称号能力之后 却发现失败了 船长对灵旋手中 指定为可求之物的发丝 根本没有任何情绪 灵旋第一个念头 就是称号失效了 但他随手把安娜小姐拉过来 做了一下实验 称号依旧有效 问题出在哪里 灵旋的目光 在船长与船员之间 来回打量了片刻 互相对比之后 忽然有了明误 经历过这么几次规则怪谈 灵旋发现 很多诡异在参赛者 违逆规则之前 就是会表现的 像是设定好程序的代码 没有任何个体情绪 以及需求 当参赛者违反规则之后 他们才会突然 像是封印解除 表现出强烈的负面情绪 比如 试杀 愤怒 怨毒 船长好像就处于 这种执行程序的状态 程序当然不会有额外情绪 如果能让船长触发幽灵化 或许称号能发挥作用 可现在 不论灵旋说什么 船长都是面无表情 还是溺死幽灵 这种单纯的家伙 好骗 林玄心中感慨 觉得自己以后在规则怪谈中 恐怕要多多 违反规则才行 至于现在 也只能按照提示上的内容 去搜索船员们的日记了 袁顿号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换的人来 就算知道方法 也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 但林玄却笑了 他这边可谓是人手充足 袁顿号五名船员都在队伍里 除此之外 他还发现了一个 可能存在的漏洞 船员们看不见 自己生前的日记 不一定看不到别人的 而林玄迫不及待地 想要验证这个想法 离船长市最近的地方 就是二楼船一的房间 如果你要写日记 又不希望别人看到 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林玄询问船一 他知道 船一不记得日记的事情 所以先做出了假设 船一思索了一下 第三张病床的床板背面 我做了一个 能存放东西的凹槽 还有我办公桌 第三个上锁抽屉 钥匙在门口悬挂的 大衣兜里 药品家最下层 有一个小手提箱 船一说了三个可能的地点 安娜前去 约莫五六分钟 安娜去而复返 果然带回来了一个封面 画着圆盾的记事本 来自于船一提供的第二个地点 其他三名船员都看到了 可唯独船一眼里 安娜手上是空的 这个本子 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可我想不起来 安娜道 拿到日记本 林玄立刻翻阅起来 虽然是看不懂的字体 但怪谈世界 自带理解翻译 翻着翻着 林玄的眼神有些怪异起来 这船一的日记本 与其说是日记 倒不如说是船员排泄物观察记录 这家伙的爱好 竟然是在观察船员饮食后 并私下观察他们的粪便状态 什么老八爱好 本着尊重他鬼隐私的原则 林玄没多嘴 而是迅速跳过这些奇奇怪怪的恶心内容 果然 在最后一页翻到了一篇笔记潦草 充斥着大量绝望内容的描写 传言很好奇 可他什么都看不到 和上日记本 林玄强迫自己 忘掉刚刚的内容 安娜取回的日记 完全证明了 林玄的想法是对的 接下来便是分配任务了 厨师长与大副 互相寻找对方的日记 高个船员与安娜 互相寻找对方的日记 然而 在互相讲述了 各自可能存放的地点后 新的问题出现了 除了厨师长的日记 可能藏在餐厅外 大副 安娜与高个船员的日记 很可能放在各自的房间中 然而 他们却完全不记得 房间钥匙在哪里 林玄想起了守则八 船长拥有圆盾号所有门户的钥匙 船长 能把301 302 304 306房间的钥匙给我吗 船员们的钥匙找不到了 林玄直接问道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船长依旧面无表情 果然没那么容易 林玄记得规则九的内容 如果需要船长帮助 务必满足他的一个爱好 可是目前 他没有接触任何有关船长爱好的信息 或线索 船员们也纷纷说不知道 真是不称职的船长 与船员的关系 也太冷淡了 林玄一边吐槽 一边绕到了书桌背后 他觉得答案或许就在船长室中 在船长的脚下 两个空瓶子吸引了林玄的注意 亚阿沙起泡酒 会是这个吗 喝酒也可以算是一种爱好 林玄抬起头 看向船长 你爱喝亚阿沙起泡酒吗 当然 亚阿沙起泡酒是我的最爱 可惜 我带上船的已经喝完了 船长不仅肯定了这个答案 连话都多了 有了答案就好办了 林玄微微一笑 拿出一张美食券递给船长 船长 拿上它 你就能再次喝到你的最爱 船长疑惑地接过美食券 下一秒 美食券就变成了一瓶 未开封的亚阿沙起泡酒 里面盛装着淡蓝色酒液 不可思议 船长的死于脸 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瓶塞 一饮而尽 林玄又暗戳戳地尝试了一下称号能力 发现依旧无用 喝完起泡酒 船长无视了其他船员 看着林玄竟主动搭话 我的船员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需要帮助 还真是严格遵守规则 林玄再次索要了四个房间的钥匙 给你 不要再弄丢了 船长从抽屉里 拿出四把黄铜色的钥匙 林玄看着抽屉 早知道 刚刚就应该强行搜一下 他反思了一下 自己过于礼貌的问题 钥匙到手 所有幽灵 都按照之前的分配行动起来 船长恢复了死于脸 对于船员们的谈论与行动 毫无表示 林玄与船一 则留在船长室等待消息 气氛安静了好一会儿 船一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脸上带着犹豫 最后 他还是没有抵抗住自己的好奇心 我能问问 我的日记写了什么吗 我完全不记得 船一不提还好 林玄好不容易让自己忘掉的东西 顿时又浮现在脑海 他小脸一黑 既然船一这么想射死 林玄决定成全他 于是 他随手翻开一页 念了出来 今天天气晴朗 观察对象 安娜小姐 饮食记录 早餐 红果三个 清水一杯 午餐 蔬菜沙拉一份 红果一个 肉类50克 晚餐 没吃 如测次数 二 固体物 偏软 不成型 气味微酸 有蔬果发酵的味道 或许我应该再下次提醒安娜小姐 最好多摄入一些肉类 这样才能有力气 说不定还能缓解梦游的症状 往后连这七八页 全都是关于安娜的记录 船一好像有某种 观察一个人 就连续观察一周的习惯 林玄本意是想让船一射死 然而这家伙听完 脸上竟丝毫没有羞愧的样子 反而恍然大悟 好像有种找回了最初梦想的感慨与激动 原来我遗忘的 竟然是这么有研究意义的事情吗 林玄 就在这时 船长式的门忽然被大力推开 安娜杀意腾腾地盯着船一 林玄一看 哦吼 船一完蛋了 怪谈直播间 船一这个日记 我愿称之为最强老八 老八后继有鬼啊 神特么后继有鬼 原来 只要你不射死 射死的就是别人 安娜小姐 累了 毁灭吧 船一的日记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很嗨 没想到原顿好上镜 还有这种人才 船一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竟然如此 后续是 安娜小姐暂时放过了船一 因为其他寻找日记的船员 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船长室 毕竟一旦打起来 船一的日记就多不住了 安娜觉得自己 只会面临更大范围的射死 然而 可怜的安娜完全不知道 此刻 他正被数以亿计的 龙国观众们注视着 这件事 恐怕会成为 龙国互联网上 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现在 所有的船员日记 都已经极其 林玄稍作翻阅 发现其他的船员们的日记 还是很震惊 只有船一这个奇葩 拉低了原顿号的道德水准 当五本船员日记 放在一起后 随着一阵光影的扭曲变化 变成了一本 更加厚重的日记本 死于脸船长 再看到日记的刹那 就产生了变化 随后像是陷入了 某种时间凝滞中 一动不动 就在林玄怀疑 船长是不是因为受到刺激 因此暴毙的时候 船长发出了一声 长长的叹息 原来 原顿号早已成为历史了呀 随着这句话 原顿号上的一切事物 都开始呈现出腐朽的状态 五名船员 在短暂的迷茫过后 也同样回忆起 早已以往的真相 在原顿号沉默那天 他们同样无处可逃 随着这艘大船 沉入海中 你们本该安息 却因为我的不甘与愤怒 被大海污染 船长身上的血肉 开始消失 逐渐变成了 船者船长服的骷髅 船员们脸色复杂 真相对他们过于沉重 不是每个活生生的人 都能接受自己成为 海中幽灵的事实 但很快 船长就说出了一个 让人震撼的消息 我虽然被大海污染 却也同样获得了一些 不该了解的知识 在深海的污染中 我曾看到过一个画面 一艘幽灵船 在离开幽灵海后 恢复了他们生前的状态 这话 让包括灵璇在内 都受到了震撼 死而复生 可是传说中才有的故事 而在道家里 只有真正的闲人 才拥有让死者还扬的能力 不论真假 至少这些 还沉浸在沉重真相中的船员们 有了新的目标与希望 而另一个好消息是 回忆起真相的船长 发觉某种笼罩在这里的 怪异力量正在消散 袁顿号在这种力量消失之后 将获得自由航行的能力 听到这话 灵璇觉得自己的眼睛 亮了八个度 早在登上袁顿号之前 他就缠这艘 能够在海中航行的幽灵船了 得想办法 把袁顿号坑到手 成 正义的灵璇小道长 将挽救悲剧 救人于生死之间 没错 就是这样 不要太过乐观 幽灵海是一片禁忌的海域 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危险 在他面前 小小的袁顿号 不过是一片毫不起眼的浪花 船长给船员们的心头 泼了一盆冷水 随后看向灵璇 陌生的小船长 在我恢复记忆后 就知道了 你来到船上所做的所有事情 你轻松控制了所有船员的生死 那股能够禁骨袁顿号的力量 对你毫无办法 我也确认 你拥有能够毁灭袁顿号的能力 如果说 有谁能够带领袁顿号所有船员 安全离开这片禁忌的海域 我想只有你 船长的语气无比正重 因此 袁顿号船长克雷格 向您效忠 只希望您能在离开幽灵海时 带上我们 灵璇脑中 关于袁顿号收服计划的文档 还没建立 结果 目标竟然已经达成 这大概就是 所谓的双向奔赴吧 这船长让人意外地识去 不愧是 能够掌管这么大船只的船长 至于之前吐槽过这位船长不称职 灵璇表示自己不知道 别胡说 既然克格雷都这么说了 灵璇也不矫情 清风号船长灵璇 接受你的效忠 说吧 虚空中出现了一道锁链 刺进了克雷格的身体 从这一刻开始 代表灵璇将全权掌控袁顿号 及其所有成员 老实说 就算现在袁顿号 没有所谓的宝藏 灵璇就已经感觉到 收获超出了预期 要知道其他国家的参赛者 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而他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两艘行船的船长 说到宝藏 克雷格忽然道 在我恢复记忆后 的确感觉到 一个不属于袁顿号的箱子出现 或许那就是您要找的宝藏 说着 克雷格从书桌下 拿出了一个闪着金光的箱子 这是刚刚忽然出现的东西 金色宝箱 灵璇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金色传说 没想到银色宝箱中的藏宝图 到最后 竟然能出现一个金色宝箱 这一下转大了 提示呢 起来干活了 这只珍贵的宝箱中 有一座小小的雕像 雕像 虽然看到了提示 灵璇还是一头雾水 既然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他便将宝箱打开 一尊手半大小的黑色雕像 出现在灵璇手中 雕像的外形 是一个举着武器的男性 面部表情极为逼真 似乎在对抗着什么 与此同时 这雕像的信息 也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灵璇脑中 将此雕像放置于行船上 可免疫任何程度的海啸 风暴 漩涡等伤害 神器 出货了 灵璇深知 这雕像的作用在海上有多大 可以说 从此刻开始 清风号将永远与海难 这个词无关 不愧是珍贵的金色宝箱 竟然能开出这种 简直跟作弊卦一样的东西 他决定收回幽灵海背后boss 是大企鹅的想法 大企鹅才不会这么良心呢 呸 就在灵璇为出货 而感觉到高兴的时候 两艘弹壳船 从两个方向 驶入了圆盾号所在的海域 两艘弹壳船的主人 正式拿到羊皮圈藏宝图的巴奇拉 以及飞奇墨 圆盾号耸立在海上 从完全相反方向 驶向圆盾号的两人 完全消散 两人也没有发觉异常 更想不到此刻 有人比他们先一步 通关了圆盾号 甚至连船 带人一块拐走了 直到两人同时 进入藏宝区域 出现在圆盾号三楼的走廊里 这才互相发现对方 一瞬间 两人摆出了战斗的姿势 离开 否则被我杀死 巴奇拉盯着飞奇诺 威胁道 然而飞奇诺可不怕 两人所在的世界 家族统治着大地 双方所在的家族 虽然不是顶尖 却也相差不远 你这个脑子里 只有肌肉的蠢货 飞奇诺嘲讽一声 在巴奇拉发怒之前 又道 你想独占这个藏宝地 要献祭多少人 才能得到规则 你准备 把领地上的人都杀光吗 巴奇拉冷笑一声 一些人口而已 他们本就该为家族牺牲 就在两人进入圆盾号时 灵璇已经成功通过克雷格 掌控了圆盾号 此刻 他觉得自己 处于一个很特殊的状态 好像自己就是圆盾号本身 船上的任何细节 都瞒不过灵璇的感知 也因此 巴奇拉与飞奇诺一出现 灵璇就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此处 没想到 手机上提示的 当前航线人数三 竟然是这两位 飞奇诺虽然灵璇没见过 但早已通过直播间弹幕了解 只是没想到 巴奇拉竟然也拿到了 圆盾号的藏宝图 既然遇到了 灵璇肯定不会放过 本想直接出手的灵璇 在听到两人的谈话后 忽然改变了主意 通过他们的谈话 灵璇竟然意外得知了 一些关于这些 异世界之人的秘密 蓝星人在进入 规则怪谈后 总会在最近的地方 拿到规则 而巴奇拉这些人 并没有这种待遇 他们想要得到 怪谈里的规则 唯一的办法 就是献祭大量的 异世界人生命 通过手中的金属板 他们能够联系到族人 在经过一番献祭之后 金属板上 才会显示 怪谈内的规则 并会给予他们一些 抵抗与伤害诡异的力量 根据两人的估算 想要获得 袁敦号的所有规则 至少要献祭 三十万以上的 异世界生命 两人决定联手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更何况 是完全不同世界的生命 灵璇现在出手 死去的 也不过是两个异界之人 想到此 灵璇决定陪他们 好好玩玩 袁敦号此刻 就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这个怪谈之中 他现在才是真正的主人 灵璇很想看看 到最后 两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又得知真相后的表情 显然 两边的家族 对于这种事情 早已熟练 不久之后 灵璇看到 两人手持的金属板上 各自浮现了 一些关于 袁敦号规则的内容 这些家内容 与灵璇所了解的 分毫不差 除此之外 竟然还有不少额外提示 比如 三楼真正的空房间 船长室和日记 不愧是献祭了 这么多生命 才拿到的信息 简直就像是 拿着剧本进行通关一样 但现在 灵璇为他们 安排了新的剧本 巴奇拉与菲奇诺两人 互换了金属板上的信息 再加上额外的提示 两人立刻做了 与灵璇最开始一样的决定 准备直接前往船长室 接下来就是各凭本事了 巴奇拉挑衅地 看了菲奇诺一眼 希望那些幽灵 在杀死你的时候 你也这么有勇气 菲奇诺道 两人之间火药味十足 却又不得不小心行事 凭借献祭的力量 虽然足以抵抗部分幽灵伤害 但如果数量太多 他们也会陷入绝境中 三楼的走廊静悄悄 如果碰到巡逻的大副确认房间 我会说 我的房间是303 那我就是305 两人立刻分配了房间 以免碰到大副实处发规则 然而 两人却不知道 在听到这话后 作为原顿号最高权力人的林玄 重新分配了三楼的房间 将住在301的高个船员 分配进了303 住在302的厨师长 分配进了305 想必等下大副 向他们确认房间时 两人的表情会很精彩吧 但两人穿过三楼走廊 即将到达楼梯时 早已藏在这里的高个船员 忽然走了出来 你们是新来的船员吗 帮我一个忙 两人对视一眼 想起了规则中 不能拒绝船员的帮助请求 怎么 你们不愿意 高个船员脸色一变 脸上浮现出杀意 我们当然愿意帮忙 请问需要做什么 两人一口同声 很好 我需要你们 帮我喊醒他 说着 高个船员指向身后的楼梯 楼梯上 安娜闭着眼 漫无目的地游走 巴齐拉与菲奇诺 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变化 他们得知的规则中 不能喊醒梦游的安娜 但现在这个船员 又要求他们 喊醒安娜 你们两个有仇吗 巴齐拉和菲奇诺 在心中狂吼 他们没想到 碰到的第一个考验 竟然是在违反两条规则中 二选一 两人表情不断变化 一副CPU快要烧掉的样子 然而高个船员 还在不停催促 去啊 你们为什么不去 是不是不想帮我 高个船员脸上的 杀意越来越重 四周的空气 似乎都变冷了 感受着阵阵涌来的杀意 巴齐拉与菲奇诺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拿出了金属板 准备动用陷阱的力量 先想办法解决 这个高个船员 然而就在这时 高个船员 忽然收敛了杀意 不想帮忙算了 说吧 头也不回地走掉 刚刚鼓起勇气的 巴齐拉与菲奇诺 顿时一脸茫然 这规则不对啊 虽然想不明白 但好歹不用违反规则 两人不再多想 而是小心谨慎地 迈步走上楼梯 逐渐靠近了 正在梦游的安娜 两人为了不发出声音 憋着气 几乎是以挪动的方式 一点一点地前进 楼梯上无比安静 只余下一阵呼吸声 等等 哪来的呼吸声 巴齐拉与菲奇诺 互相看了看对方 几乎憋红的脸 随即感觉到 身后传来的呼吸声 两人缓缓地转过头 两人看过来 高个船员陡然提高了嗓门 看什么看 你俩倒是走啊 梦游的安娜 瞬间被惊醒 眼睛里遍布红血丝 面色争鸣 你们吵醒我了 巴齐拉和菲奇诺 两人要疯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船员 明明已经走了 还会掉头回来 掉头回来就算了 竟然还惊醒了梦游的幽灵 然而 或不单行 高个船员的说话的语气里 再次带上了杀意 为什么不走 这也算 巴齐拉和菲奇诺 欲哭无泪 没想到兜兜转转 竟然还是要面临 两条规则的惩罚 如果是面临一只幽灵 两人或许还能拼一下 但此刻前有安娜 后有船员 两人不约而同地 取出金属板 随着一股奇异力量涌现 两人如裹挟着狂风 冲向了二楼 他们的想法很一致 先离开这个前后夹击的修罗场 再说 安娜小姐的金色长发 被擦身而过得两人吹乱 她急忙拿出一把小梳子 整理起来 但是有一撮头发 无论如何都竖不下去 安娜小姐怒道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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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弄乱了我的头发 高个船员弱弱地 看了一眼抓狂的安娜 很想提醒对方 这一撮头发 似乎 可能 大概是之前的原因 好在 安娜很快就不再纠结头发的问题 而是看着巴齐拉两人 狂风一般地穿过楼梯 奔向餐厅 眼中忍不住露出了一点 同情的神色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新船长 对这两个长相奇怪的人 抱有某种恶意细血的心态 但船长的意志 就是袁顿号所有船员的意志 这两个家伙大概想不到 船长的剧本里 三楼走廊与楼梯 只不过是剧本中的开胃菜 要知道 此时此刻 餐厅里可是有 金属板赋予了巴齐拉两人 短暂的爆发力 他们一口气跑上楼梯 站在了二楼餐厅门口 看到后面没有追兵 巴齐拉两人松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 算是暂时逃脱升天 这个地方的古怪程度 远远超过了两人的想象 被两只幽灵夹在中间 必须要做出选择的修罗场面 想起来就让两人忍不住战力 截止到目前为止 两人都不曾怀疑任何事情 献祭而来的规则 绝对不会出错 这是他们世界各个家族 长年以来的经验 从未有过例外 巴齐拉与菲奇诺 心里泛起了同样的猜测 这藏宝地 如此古怪且危险的原因 或许恰恰证明了 这里有着极为珍贵的宝藏 想到此 刚刚携手逃命的两人 忽然触电一般分开 彼此的眼神里 再次涌现出敌意 按照约定 他们联合付出代价 拿到规则 但最后的宝藏分配 却必然要面临一场 你死我活的战斗 现在还不是内斗的时候 两人将杀意暗藏心中 同时看向前方 透露着明亮灯光的餐厅大门 温暖的灯光 照耀在走进餐厅的巴齐拉 与菲奇诺两人脸上 隐隐约约 有食物的香气浮动 两人一走进餐厅 便看到了三道人影 正是厨师长 大副宇传一 一瞬间 两人如灵大敌 两只幽灵都难以对付 这餐厅里竟然出现了三只 圆顿号的幽灵们 太过古怪 根本不按场理出牌 一想到面临三只幽灵 同时攻击的可能 巴齐拉两人 就感觉到一阵绝望 然而 他们预想中的场面 并未发生 厨师长笑眯眯地走来 啊 是新来的船员吗 快进来坐坐吧 我是圆顿号的厨师长 海上的日子可不好过 你们看起来过于紧张了 需要一些喝的吗 面对格外友善的厨师长 两个心惊胆战的家伙 互相对视一眼 隐隐松了口气 目前来看 这个餐厅似乎并不算危险 至少没有人逼着他们 违反规则 对于厨师长的询问 两人心中立刻想起了规则 进入二楼餐厅 必须点餐 且不得带入外来食物 可以给我一杯清水吗 菲奇诺道 我也一样 巴奇拉也急忙道 当然没问题 厨师长依旧笑咪咪 在巴奇拉与菲奇诺的 谨慎的目光下 从餐厅的吧台后面 端出来了两杯清水 既然是从餐厅吧台 端出来的水 自然属于餐厅的食物 两人压根就没有多想 就在这时 大夫的开口 这个时间 你们不在房间里待着 跑到这里做什么 还是说 你们忘记了自己的房间号 立刻回答我 面对大夫的逼问 巴奇拉两人立刻意识到 这位就是规则中 确认房间号的大夫 早已知晓空房间信息的 两人自然不怕 没等两人回答 厨师长忽然道 别太严肃了 好歹给船员们喝口水的时间 保持谨慎的巴奇拉两人 虽然接过杯子 但并未饮用 规则中 可没有必须实用的要求 可此刻 在厨师长笑眯眯的眼神下 两人担心会引发意外 不得不端起杯子 各自拿嘴唇沾了一下 表示自己喝过了 为了防止厨师长 继续要求饮用 巴奇拉连忙回答大夫的问题 我的房间是303 菲奇诺紧跟着道 我的房间是305 话音落下的瞬间 餐厅内的温度急速下降 大夫瞬间完成了幽灵化 语气冰冷 且饱含沙印 回答错误 你们这两个未经允许 就私自上船的垃圾 巴奇拉与菲奇诺 瞬间汗毛炸开 怎么可能会错误 然而祸不单行 旁边看戏的船衣 不紧不慢道 你们房间后都能搞错 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说吧 船衣的脸色忽然一变 同样浮现出沙印 你们有病 死了病就好了 巴奇拉简直要疯了 诺吼道 我根本没有跟你说话 接下来轮到厨师长登场 你们竟敢在餐厅 使用外来的东西 我要把你们切碎 放到锅里煮 那你是端来给我们的清水 菲奇诺尖叫一声 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明明看着厨师长 从吧台里面端出的杯子 真相自然是 林玄早就给了厨师长 两张美食券做道具 可没有人会好心解答 巴奇拉与菲奇诺的疑惑 与此同时 餐厅大门被猛地推开 安娜与高个船员 满脸杀意地冲了进来 面对五只杀气腾腾的幽灵 巴奇拉与菲奇诺崩溃了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本来就不太擅长 动脑的巴奇拉 只觉得脑袋都要炸开了 自从进入圆盾后 他所经历的一切 简直比最恐怖的噩梦 还要恐怖 他们不是 没有去过其他的藏宝地 然而 不论是家族记载 还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从未有过一处藏宝地的情况 如此之诡异且混乱 旁边的菲奇诺 同样如此 表情混杂着恐惧与愤怒的表情 无比扭曲 比幽灵还幽灵 这里根本不是藏宝地 这里是恶魔的巢穴 深海污染之处 船长室内 亲自策划了剧本的灵玄 显得有些欢乐 这俩人在直播间 那么气势汹汹 蔑视一切 没想到这么不惊动 这才乃到哪 就已经一副失心疯的样子 然而老船长格雷格 却没那么乐观 船长 大海的力量即将消散 船员们恐怕不能留下它们 此刻 餐厅里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巴其拉与菲奇诺两人 虽然心态崩了 但凭借金属板上 不断涌现的怪异力量 并未立刻被幽灵船员们杀死 反而有来有回 倒不是说船员们太菜 规则怪谈中 诡异之所以难对付 是因为 在对付诡异的时候 很难避免不去违反规则 诡异之力 加上规则反噬之力 是极为恐怖的力量 凌旋通关员顿号之后 这股属于此地的规则之力 就快速消散 此刻已经所剩无多 没有规则之力的加成 船员们对能够驱使 奇异力量的巴其拉两人 无法形成碾压的局面 如果巴其拉两人再冷静一些 或许会发现 这其中的端倪 但显然 凌旋的剧本 彻底烧坏了两人的CPU 别说正常思考了 两人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世界 是时候做一下收尾 准备离开这里了 凌旋点了点头 迈步走出船长室 餐厅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 巴其拉与菲奇诺 终于察觉出了不对劲 本来 两个人都已经做好了 死亡的心理准备 但这些幽灵 并没有他们印象中那样强大 不可对抗 善于动脑的菲奇诺 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这处藏宝地看似古怪 逼迫他们不断地违反规则 会不会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考验 如果能够坚持下去 或许离宝藏也就不远了 巴其拉虽然考虑得没有那么深 却也觉得 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攻势 未必不能强行拿到宝藏 就在两人心头泛起嘀咕的时候 幽灵船员们忽然停止了攻击 安静下来 面对这一幕 菲奇诺面露喜色 以为自己的猜测果然正确 只要能在幽灵们的攻击下坚持住 就能通过考验 巴其拉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也就是在此刻 靠近一楼的餐厅大门被推开 灵璇带着克雷格船长走进了餐厅 面对狼狈不堪的两人 灵璇带着一种玩味的语气道 我为两位准备的剧本 还喜欢吗 听到这话 巴其拉死死地盯住灵璇 咬牙切齿 是你在后面搞鬼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个鬼地方如此古怪 规则为何如此不合理 原来那些逼迫他们的幽灵 全都是被人操控着 想到此 巴其拉的怒火 简直要掀翻整个圆盾号 菲奇诺则是感觉 灵璇看起来有些熟悉 很快 他便想起来 自己杀死的那个异世界叛徒 当时那个卑微的异世界蛆虫 不仅给他看了画面 还说灵璇拿到了藏宝图 开始没在圆盾号上看到灵璇 菲奇诺以为 这个幼小孱弱的异界小孩 已经死在了海上 眼下来看 这小孩不仅没有死 甚至很有可能拿到了宝藏 否则对方不可能控制这些幽灵 你拿到了宝藏 心态逐渐恢复的菲奇诺 开始思考 宝藏 你是说这个 菲奇诺眼睛都直了 深海雕像 这里的宝藏 竟然是深海雕像 巴奇拉狂吼一声 几乎将贪婪二字写在了脸上 菲奇诺也没好到哪去 深海雕像 源自于幽灵海的奇迹 每一座深海雕像 都有不思议的力量 这种东西 巴奇拉就算拿到 也可能留在手中 但这东西 可以拿去顶尖家族交换利益 蒙特家族 很可能会因此而辉煌 这一刻 两人产生了强烈的灵源构想法 然而还未付诸行动 五名幽灵船员 强烈而冰冷的杀意 让他们多少冷静下来 不能强求 那就智取 菲奇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尊敬的一届客人 深海雕像 是来自于幽灵海的奇迹与珍宝 如果被其他家族得知 您很可能会遭遇疯狂的攻击与劫掠 而您的同界族人 也很大 可能遭遇绑架与袭击 要求您交出雕像 虽然语言客气 但菲奇诺口中的威胁之意 不言而喻 但随即 他露出微笑 如果您愿意将雕像交给我 被修恩家族 愿意承担所有的麻烦 并且庇护您与族人的传之 您还能获得被修恩家族的友谊 成为贵客 巴奇拉听到这话 立刻不甘示弱道 被修恩家族能给予你的 我蒙特家族也能 菲奇诺顿时怒目而是 你个蠢货 就不能等雕像到手后再争夺吗 甚至两个家族联合 也不是不可以 现在这样争夺 只会让这个异界人 狮子大开口 你想死吗 废物 巴奇拉回击道 刚刚还联手对敌的两人 此刻又剑拔弩张起来 力量消散了船长 原顿号可以离开了 克格雷忽然道 林璇点了点头 看了一场狗咬狗的戏剧打发时间 是很不错的体验 现在到此为止了 林璇拍了拍手 将巴奇拉两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我很不理解 谁告诉你们 有资格站在这里 与我讨价还价 甚至还威胁我 你们两个又算是什么东西呢 林璇看着两人 脸上露出了反派属性十足的冷笑 你说什么 你这个异界的蛆虫 巴奇拉被林璇这番话 刺激得双目通红 心里的怒火 简直如同火山一般喷发 这应该是她的台词 就算林璇拿到了原顿号的宝藏 也不过是运气好 在她眼里 这种弱小的异世界虫子 根本不配在幽灵海航行 她巴奇拉 蒙特家族的骄傲 既然愿意施舍虫子 一点微不足道的好处 这些虫子就应该跪舔 恭敬卑微地接受蒙特家族的统治 这是天大的荣耀 这是那些只能被献祭的奴隶 十辈子也拿不到的恩赐 你要做什么 冷静一点你这个蠢货 你要把所有事情搞砸吗 菲奇诺一看 就知道巴奇拉已经彻底愤怒 到了不管不顾 也要出手的地步 蠢货 菲奇诺 你才是那个最大的蠢货 巴奇拉陷入了一种 极端愤怒 又极端冷静的状态 你难道察觉不到 这里的规则力量已经消失了吗 现在 这里只是一艘普通的幽灵船 一只虫子 几只不再受规则庇护的幽灵 这种程度的力量 你菲奇诺也要惧怕吗 被修恩家族 禁出诺夫 乱起动脑 巴奇拉拍马也赶不上菲奇诺 但反过来 比起战斗 菲奇诺比巴奇拉差远了 规则力量消失的瞬间 巴奇拉便感受到了变化 规则的力量 源自幽灵海 在这片大海航行的任何生灵 都不可能去对抗这股力量 但幽灵这种东西 在幽灵海 简直不要太多 巴奇拉不知道杀死过多少只了 靠着一些不知所谓的幸运 让你这只虫子 竟然有了一些可笑至极的想法 我将以蒙克家族启示 不仅要杀死你 还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我还要杀死所有来自于和你同样世界的臭虫 巴奇拉的身形愈发的魁梧 金属板上不断有力量涌现 那些被献祭的奴隶 死去的生命 被转化为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强化着巴奇拉 他盯着灵璇 露出一种残忍试杀的表情 此刻 灵璇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神色 金属板对巴奇拉的强化 到达某个程度之后 异形提示忽然浮现 献祭万千生灵而诞生的邪碎 理应被净化 恍惚间 灵璇似乎看到冲天的怨气 盘旋在圆顿号上空 数不清的亡魂在嚎哭 惨叫 献祭生灵已获得力量 在道家被视为最大恶极 为天地不容 巴奇拉虽然没有亲自参与献祭 但他却实打实 获得了献祭之后的力量 邪碎啊 灵璇高兴的眼泪 差点从嘴角流出来 没想到 这会儿竟然在这等着他呢 你还有多少惊喜 是正不知道的 这不是送上门的功德吗 一世间人死多少 灵璇毫不关心 但现在 他只想大喊一句 大爱 看我替天行道 想要除魔 强化之后的巴奇拉 宛若魔神 身高足有三米 几乎碰到了餐厅的天花板 那一块块肌肉 仿佛如同岩石 线条分明 甚至隐隐约约 有一种金属的感觉 虫子 把深海雕像给我 瞬间 巴奇拉冲了上来 如此庞大魁梧 他的速度 竟然也快到不可思议 几乎是眨眼间 巴奇拉就已经跨越了 几乎整个餐厅 一拳锤来 灵璇只觉得 一股狂风迎面涌动 带着某种足以开山猎石的力量 但好在 快之上 还有更快 二级雷法所带来的电光之讯 更是急速 只是一道电光闪烁 灵璇便离开原地 来到餐厅另一边 一声巨响 圆盾号餐厅地板 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甚至可以直接看到 三楼的某个房间 好在圆盾号是幽灵船 具备自我修复的特性 灵璇还不至于心疼 面对超级变身的巴奇拉 他本想用雷法 以雷法治阳治刚的特性 对斜碎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但转念一想 能够杀死巴奇拉程度的雷法 恐怕是要将整个圆盾号 都置于雷电之中 到时候除了灵璇 恐怕要上演一出 无鬼生还的场面 说到底 他还指望圆盾号 在海中打捞宝箱呢 怎能因为巴奇拉 就把圆盾号毁掉呢 看来 是时候动用许久 没有出场过的寝神术了 自从寝神术升级之后 还一直没有登场机会 毕竟雷法用着太顺手了 管你三七二十一 先电一电 是人是鬼都得抽抽 念头所致 灵璇立刻感受到了冥冥之中的联系 请神咒这种东西 当然是不需要的 后来他也回过外来了 地府似乎对他的态度 似乎有些不一样 那种流于表面 代表某种仪式感的道经长文 并不是必虚品 可惜的是 地府十大英帅 他并无法准确选择某位前来 一道漆黑高大的门户 在灵璇背后 顷刻间成行 阴气弥漫 刺骨冰浪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灵璇好似听到门户背后 传来一个声音 屈你大眼 当然是俺先去 滚啊 伴随着一声 似乎微弱到听不清的门响 门户陡然打开 一道比巴奇拉 更加高大魁梧的身影 从中走出 这身影 披着一身威武盔甲 宛如将军 样子极为奇特 人的身体 牛的脑袋 一双牛角漆黑如墨 正是地府十大英帅中 牛头马面的牛头 哈哈 还是俺技高一筹 马面那小子 就是欠锤 好好说不听 非要给他一拳 牛头一出现 便是一阵豪爽大笑 嘴里说着 让人听不懂的话 不等林玄有所反应 牛头瞪着一双 巨大的牛眼看过来 上师所请 敢问何事 正是要紧 林玄甩开脑子里 忽然产生的一些 不靠谱想法 随后指了指巴奇拉 噢 邪岁当前 要麻烦牛帅了 话说 巴奇拉那么大的头 你瞪着这么大的 牛眼看不到吗 林玄有些纳闷 总觉得牛头 似乎有些刻意 果然 下一秒 牛头看向巴奇拉 猛然大喝 嗯 好一个古怪邪碎 上师莫慌 老牛我必当竭尽全力 护卫上师安全 绝不让这邪碎 伤到上师的一根头发 说吧 牛头像是不经意地 瞥了林玄一眼 像是在等反应 只不过 配合这硕大头颅 这不经意 对林玄来说 有些过于显眼了 林玄 过了牛帅 演得有些过了 该配合你的演出 我究竟该不该视而不见 林玄只得高喊一声 牛帅威武 听到这话 牛头身上缭绕的音气 都猛涨了三分 上师所命 俺岂敢不从 牛头终于将注意力 放到巴奇拉身上 敢惊扰上师 让俺看看你这杂碎 究竟有几分力气 说着 他迈开脚步 朝巴奇拉走去 缭绕的音气 如乌云般翻滚 巴奇拉瞠目结舌 这臭虫究竟拥有怎样的力量 怎么可能从虚空中 换出如此威武的护卫 那些源自于金属版的力量 像是碰到了天敌 在牛头出现的刹那 竟有一种溃散的感觉 不 不可能 这绝不是臭虫能掌握的力量 假的 一定是某种幻觉 这臭虫掌握了 某种制造幻觉的能力 巴奇拉不相信 也不愿意想眼前的事实 或者说 此刻 他只能坚信 眼前的一切是虚假 不然 面对牛头 他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 巴奇拉的自我欺骗成功了 他猙獰着 狂吼着冲向牛头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 死 你这个该死的臭虫 牛头看着冲来的巴奇拉 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随后一巴掌甩了过去 嘴里如机关枪一样 口吐芬芳 谁特么允许你在哦 在上师面前大呼小叫 臭虫 说特么谁是臭虫呢 不丑仇 你自己是个什么弊样子 这么多莫名其妙的冤魂 你特么掉粪坑里了 抽你压的 冲过来的巴奇拉 被牛头一巴掌抽得天旋地转 金属板赐予她的力量 竟如此弱小 可怜 无辜 此刻 无论巴奇拉怎么自我欺骗 都没有用了 这一巴掌 将她彻底打回现实 眼前这个怪物 根本不是她能抵抗的存在 巴奇拉从未感觉到 自己如此孱弱 不堪一击 愤怒也好 杀意也罢 这一刻 都在巴奇拉心中烟消云散 毁灭吧 巴奇拉心中绝望 废物 牛头鄙夷地 看了巴奇拉一眼 能感受到 对方已经毫无斗志 真没意思 牛头正要彻底解决巴奇拉 却不知怎么 心头念头一转 这么轻松 会不会让上师感觉自己 在摸鱼 不行 牛头眼神一变 恶狠狠地盯着巴奇拉 控制着力道 又是一巴掌抽了过去 嘴里大鹤 你特别还敢反击 好 算你有点胆气 巴奇拉被这一巴掌抽猛了 他很想大声质问牛头 你哪只牛眼里 看出我有胆气了 然而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牛头巴掌连着巴掌 不停地 抽在巴奇拉的脸上 嘴里还不断喊着 好 这一击算你有点本事 脸皮真厚 不服气是吗 那就再来 不愧是古怪的邪碎 好顽强的斗志 巴奇拉终于不堪受辱 怒吼道 你杀了我呀 你杀了我 全程旁观的林玄 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中对地府鹰帅的滤镜 已经完全破碎 你这鹰帅正经吗 一直分心关注林玄的牛头 听到这声叹气 心里一惊 难道演过了 让上师觉得我实力不济 恰好此时 他又听到巴奇拉的怒吼 牛头决定不装了 轮圆了手臂 改掌维权 砸在了巴奇拉的头上 只见巴奇拉的头颅硬生而裂 过于血腥凄惨的场面 林玄都忍不住闭了闭眼 他才八岁 看不得这些 牛头甘笑两声 哎哎 这家伙还行 就是头不太硬 林玄看着牛头 眼神很是诚恳 你既然这么说 我就勉强这么信了吧 试图挽回形象的牛头 目光又扫向其他船员 圆顿号的船员们 在这目光里瑟瑟发抖 你不要看过来啊 他们是我的鬼 林玄急忙道 这样啊 牛头叹了口气 看向船员们的目光 竟然隐隐有些羡慕 俺也想做上师的鬼 不过 细心的牛头发现 林玄并没有将菲奇诺 划分到自己人里 于是他的目光 嗖的一下看了过去 此刻 菲奇诺面色恍然 只觉得自己处在 某种不真实的梦境中 然而满地的巴奇拉 告诉他这就是现实 终究 菲奇诺还是没有 巴奇拉那种强大的 自我欺骗能力 他看向林玄 你不会放过我 林玄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菲奇诺 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反而平静下来 我承认 我小看了你 我无法理解 这种强大的力量 是如何真实存在 不管是蒙特家族 还是被修恩家族 都惹上了不该招惹的人 说着 菲奇诺跪了下来 就如同当日前济虎那样 匍匐着来到林玄面前 将头紧紧地贴在地板上 我可以死 我死得心甘情愿 不对你有任何的怨恨 这是我应得的 只是 恳求大人您 放过被修恩家族 如果您愿意 我可以联系家族 说服他们 臣服于您 幽灵海茫茫无际 这里只不过温柔的外海区域 那些传承无数岁月的大族 都在内海行动 您未曾见过那些 几乎要遮盖海面的舰队 您很强大 但您只有一个人 而被修恩家族 愿意接受您的驱使 曾经有多高高在上 菲奇诺此刻就有多卑微 抬起头 你真的能左右家族的决定 林玄平静地看着她 菲奇诺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对上了林玄 如何先答应下来的菲奇诺 在林玄平静的眼神里 说不出任何话 是的 她左右不了 没有亲眼见过今天的场面 家族中的那些人 不可能会相信 这世界上 竟然有如此恐怖可怕的力量 堪比深海的污染 不 甚至更可怕 菲奇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林玄背后那扇古怪 又莫名威严的门户 仿佛在瞬间看到了 无数生命的死亡与诞生 幽灵海在这生与死之间 仿佛一朵不起眼的小小浪花 巴奇拉与我 究竟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啊 菲奇诺心里绝望又苦涩 她重新将头低下去 只是心里闪过一丝决断 当然不是要反抗林玄 那没有任何意义 她只是想以生命为代价 将消息传回族内 永远 永远不要在幽灵海 招惹这些异界人 幽灵海即将迎来 席卷世界的巨浪 这个幼小的身影 注定会站在巨浪之上 碾碎一切 被修恩家族只能远离 越远越好 想到此 菲奇诺忽然起身 生生扣下自己的眼球 按在了金属板上 嗯 你肯定搞什么东西 牛头立刻察觉 一巴掌抽了过去 眼球在瞬间便爆开 仅有一些血液与碎肉 落在金属板上 而后被快速吸收 失去了眼球的菲奇诺 也迅速失去生机 只是最后 她仍在小声哀求林玄 放过 被修恩家族 求求您 属于菲奇诺的金属板 在闪烁过一串字符后碎裂 这玩意儿 似乎把消息传递出去了 牛头从虚空中 看出一些痕迹 无所谓 林玄想了想 觉得不用在意 从巴齐拉两人的态度 就知道 这些人对蓝星人的态度 双方最后的结果 不可能是皆大欢喜 一旦在幽灵海碰到 就算他不去招惹 对方也会主动 把脸伸过来叫嚣 表示一下存在感 多让牛帅 打几个比都就好了 而且 最让林玄觉得惊喜的是 巴齐拉的死亡 果然带来了功德值 宿主进化了一支 终极邪碎 功德加1500 当前功德值 6905 算蒙特家族与贝修恩家族 与林玄在海上碰到 他绝对会主动出击 等到对方成为邪碎 再收一笔功德 真是带善人的家族啊 现在他只希望 菲奇诺传递出去的消息 不要太夸张 就在林玄查验功德的时候 牛头的目光紧紧追随 在他眼中 巴齐拉死亡的地方 不断有金色光芒飘散 汇聚到林玄身上 果然是功德 上师不愧是上师 这杀个破邪碎 都能有功德赚 牛头馋的眼泪 都要从嘴角流出来 对于地府中鬼差来说 功德可是无上宝物 他们明明实力强大 却受到因私管制 为的不就是这些功德 有了功德 就可以升级加薪 蜕变鬼区 成为地府鬼上鬼的存在 那些地府鬼王阎望 哪个不是海量功德傍身 在牛头眼巴巴的目光中 竟然真的有一缕功德金光 从林玄身上一出 落到了牛头身上 林上师 俺就是你的狗 牛头心头狂跳 别看这一缕功德 似乎毫不起眼 但牛头知道 这轻飘飘的分量 堪比在殷私工作十年 没错 就是这么稀少 现在 不过是出了烫拆 随手抽几个大逼兜子 就能赢得辛勤工作 十年的报酬 换谁 谁不爱呢 还好俺技高一筹 拳头帮硬 现在 又把上师伺候得这么妥贴 下次 牛头乐的眼睛都要没了 二级请神术的威力与效果 远远出乎林玄的预料 或者说是 牛头这家伙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管性格如何 至少一个小小的巴奇拉 远不是牛头的极限 就是演技差了点 林玄开始好奇 其他几位英帅 私下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可惜 请神术不能指定 而且 不是能不能指定的问题 他总觉得 牛头率先出场 其背后 似乎发生了一些 见不得台面的斗殴 随缘好了 不论哪一个英帅 应付眼前的状况 都应该绰绰有余 请神术的效果即将结束 二级请神术消耗之巨大 让林玄从精神到身体 都有一种疲惫的感觉 比雷法浩兰多了 即便是牛头自带阴气 可维持门户也不容易 牛头这种等级的存在 可不是小小的阴差能抵的 上师可是累了 贴心的牛头 立刻发觉了林玄的异常 于是很识趣 既然上师无恙 俺便先回地府 说吧 牛头便一步三回头地 走向林玄背后的门户 最后 明明一只脚都迈进去了 又转头眼巴巴道 下次再有这些脏东西 上师切磨脏了自己的手 只需要换俺前来 一定解决得妥当 听到这话 林玄还没回答 却看到背后那扇门户 忽然阴气翻涌 隐约之间 似乎有人在骂街 牛头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尴尬的神色 好了好了 上师 俺先走一步 说吧 飞快进入大门 门户关闭之际 牛头似乎在跟某位对话 上师喊牛帅威武 上师就是喜欢俺 谁说都没用 看到没 这么粗的功德 你根本见过吗你 牛头的声音渐渐隐去 林玄若有所思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所谓的命运之子 身上有什么王霸之气 让人倒头就败 地府鬼差们对自己的特殊态度 从牛头刚刚略显嚣张的只言片语中 有了大概推测 或许 自己用请神术净化鬼异邪碎 这些鬼差也同样有一笔功德 这就合理了吗 老实说 刚刚牛头那夸张的表演 他当时真的以为自己是不是地府某个大佬 遗落人间的私生子 要知道 不论是人间的神话记载 还是道经中的一些描述 牛头马面这种等级的鬼差 可是极为特殊 并独一无二的 往往十万阴差中 才能诞生一位如此强大的阴帅 都是卷出来的 牛头一走 圆顿号上瑟瑟发抖的船员们 顿时活了过来 没办法 幽灵同样是死物 视为不祥 地府对类似的东西 简直就如同上位者的全面压制 船员们在心惊胆战的同时 心中又难免激动惊喜 船长越强大 或许他们就能重返人间 看到林玄面路疲惫 船员们顿时围了过来 嘘寒问暖 就连平素里 向来严肃古板的大副 都生生挤出了一个 僵硬难看的笑容 安娜看着巴其拉捶出来的大洞 都变得格外顺眼 老船长克雷格 崇拜地望着林玄 大声道 船长的威名 必将传送整个幽灵海 总而言之 此刻圆顿号的餐厅 一片合家欢乐 幸福美满的气氛 同样热烈庆贺的 还有怪谈直播间 龙国观众们 早已习惯 林玄战无不胜的形象 所以更多的讨论 落在了林玄之前的行动上 更甚至有人 已经将林玄 登上圆顿号上的行动 利用高超的剪辑技术 做成了一部 堪比电影的视频 行动之迅速 很难不怀疑 绝对是林玄的青马粉辣 龙国官方 更是迅速在各个平台转发 将热度瞬间报上全网第一 什么石油国的百艺悬赏 更是无人关心了 其中的一些高能片段 就是林玄施展请神术 自从林玄成为龙国 当之无愧的顶流 龙国观众们 开始自发地了解 学习道家文化 而地府 就是道家中 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存在 不论是神话传记 亦或是晦涩难懂的 道家经文 都有关于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等 英帅的大量描述 当林玄凝聚起连通地府的 七黑大门 威武如同将军的牛头 血卷重重阴云 从中走出 这一刻 宛若神话时代降临现实 无数龙国观众看得血脉喷张 泪流满面 这就是独属于龙国的文化底蕴 如果不是林玄 他们根本不知道 原来龙国在道家神话之中 竟然拥有如此 广袤恢宏的神话世界 这不比什么垃圾博人赚然多了 然而 骚操作最多的 还是网友 有人将牛头登场 之后种种 剪成了视频 名为 史上最大牌舔狗的诞生 更是有网友瑞评 牛帅当属舔狗之楷模 技术之高超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学习之 何愁女神不被斩于马下 一胎三个 据说无数心碎舔狗 已经偷偷将牛头 换成手机瓶堡 希望借此翻身做主 此事 牛头大概永远也无法得知 或许得知了 也会满不在乎 甚至得意洋洋道 舔狗怎么了 为功德做舔狗科尘吗 有高兴之人 自然有伤心之人 妖子国一边面对怪谈入侵的恐怖 一边面临着龙国的施压与行动 有人断言 或许妖子国将彻底消失在历史中 幽灵海 网上再大的风浪 也影响不了这片海域 倒是灵璇没想到 死去的巴其拉与菲奇诺 竟然在圆敦号外 留下了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 就是两人之前驾驶的弹壳行船 灵璇驾驶着清风号靠近之后 手机上忽然弹出一则提示 发现两艘无主的二级行船 是否吸收 原来无主的行船 还能被吸收 这可完全是意外之喜 灵璇毫不犹豫的选择是 选择结束 平静的海面忽然起了风波 两艘弹壳行船 毫无预兆地忽然绷解 化作细碎的粉末 飘向清风号 被吸收融合 随后 清风号呈现出了 像是再次升级一般的扭曲变形 船体的长度不断增加 宽度也不断扩大 形成了更为宽阔的甲板 随着吸收融合的结束 手机上提示更新了行船信息 行船 二级 升级所需 行船升级券050设施 硬木船体 破浪海珠 海神雕像 灾难 耐久度 120120 吸收上限 二级行船 2分之2 驻 行船升级后将刷新并提升上限次数 效果1 可抵御1至150米海中幽灵的攻击 来源 硬木船体 效果2 在风浪中的行船速度提高 来源 破浪海珠 效果3 可免疫任何程度的海啸 风暴 漩涡等伤害 来源 海神雕像 灾难 异常船的信息更新 让灵旋眼花缭乱 巴奇拉与菲奇诺遗留的蛋壳船 分别提升了清风号30的耐久度 而巴奇拉的行船上 竟然还有一颗蔚蓝色的宝珠 具备特殊效果 至于效果3 则是黄金宝箱开出来的海神雕像 清风号已经比之前几乎完全变了模样 船身长度达到了惊人的50米 船体上出现了某种蔚蓝色的纹路 在接触到海面的时候 微微发光 至于海神雕像 倒没有显露出什么神奇的地方 或许只有碰到真正的大浪或海风 才能体现其能力 而灵旋更在意的是 吸收上限的新信息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 也就是 清风号能够继续吸收四艘二级行船 但无论是耐久度的提升 还是船体的扩张 它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清风号能够达到吸收上限 再进行行船升级 到时候 恐怕又会是一个惊喜 船长 发生了什么事 您的船只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灵旋的脑中 响起老船长克雷格的声音 此刻 圆顿号存在于清风号 在水中的倒影中 这是属于幽灵船独有的能力 根据克雷格所说 幽灵海上 那些不受规则束缚的幽灵船 就是依靠这种办法 在船只倒影中忽然出现 袭击遇到的行船 而灵旋反过来利用这种能力 完成了圆顿号与清风号的衣服 因为距离足够近 所以圆顿号的所有船员 都在灵旋的掌控之中 并能靠着这种办法 克雷格再次发出惊叹 他的记忆里 可没有船只能互相吸收的设定 毕竟在圆顿号 曾经航行在这里的时候 很多古怪的事情 还潜藏在海面之下 如今的幽灵海 早已成为不祥之地 我在想 如何获得更多的行船 让清风号更加强壮 克雷格 你有什么印象吗 林璇反问一句 克雷格虽然生前 只是一艘普通行船的普通船长 但在被深海污染的那些年 他也曾被迫地 获知了一些 属于幽灵海的秘密与信息 就比如 之前作为圆顿号沉浮 所达成的交易条件 克雷格想了想 我曾在深海中 窥见过许多画面 一些从未见过的奇怪行船 组成了舰队 航行与海面 其中一些行船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您所说的二级行船 您之前杀死的家伙 说过内海 才是这些舰队的主要活动区 船长 恐怕您需要去一趟内海了 但在航行之前 您需要一条 前往内海的航线图 今日的幽灵海早已不同 正确的航线 才会到达正确的地点 没有航线 行船只会不断回到原地 不愧是与深海 污染共存的老船长 内幕消息真多 林璇悄悄点了个赞 深感自己掌控 圆顿号的决策 是多么正确 至少航线相关的规则 可没有写到 幽灵海航行守则里 如果不是克雷格所说 林璇根本不知道 去哪获得这些消息 唯一的问题是 这茫茫大海 去哪里找前往内海的航线图呢 这与大海捞针 有什么区别 要是现在有好心人 送我有一个航线图就好了 林璇叹口气 随口嘀咕了一句 然而下一秒 清风号的上空 似乎有些微微的波动 林璇突然有一种 似乎正在被谁窥视着的感觉 某处海域 三艘弹壳船 以某种奇妙的方式 链接在一起 行驶在大海上 他们前方的海域 有一道巨大的岩石拱门 拱门之外的海域 风平浪静 海水深蓝 而拱门之内的海域 波涛重重 海水的颜色接近墨色 这就是外海与外海的分界处 幽灵海存在很多 类似的岩石拱门 但只有正确的航线 才会到达分界处 中心的弹壳船上 忽然传出一声怒吼 菲奇诺 我亲爱的弟弟 我发誓会为你复仇 被修恩家族的仇恨 必须以敌人的鲜血洗净 中心那艘弹壳船上 一个与菲奇诺长相 有气氛相似的人 对着金属板痛哭怒吼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弟弟 突然在刚刚给他 传来了死亡讯息 菲克无法接受这件事 在他眼里 菲奇诺极为出色 只要在外海历练几年 就能前往内海 加入家族的联合舰队 更让菲克暴怒的是 菲奇诺给出的死亡讯息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极为不完整 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 与含糊不清的话语 在几个极为短暂的清晰画面中 菲克看到了灵璇 以及深海雕像 还有不知道为何物的巨大阴影 深海雕像的存在 让菲克迅速冷静下来 甚至心头有些火热 不论如何 菲奇诺已经死了 但至少把最关键的深海雕像 信息传递给了自己 没错 菲克本能地以为 菲奇诺的死亡讯息 就是为了这深海雕像 至于画面中的灵璇 菲克并未在意 家族中 关于幽灵海的一些记载中 出现过不少次一届之人 第一次有一届人出现的时候 各个家族还如临大敌 但很快发现 这些突然出现的一届人 无比孱弱 连外海那种相对安全的地方 都很大概率活不下来 久而久之就无人在意 甚至碰到了 还会虐杀取乐 更何况 与菲奇诺同行的 还有蒙特家族的巴奇拉 一个虫子般的一届人 怎么可能翻起浪花 菲克的脑中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世界脉络 巴奇拉与菲奇诺 很可能是因为发现了深海雕像 爆发了死亡冲突 结果同归于尽 正是因此捡了便宜 菲克不觉得 菲奇诺的决定 有任何的错误 换为思考 在深海雕像 这样的奇迹之物面前 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 据为己有 菲奇诺一想到深海雕像 此刻正被灵雪拿在手中 就觉得自己的血液在沸腾 该死的虫子 被修恩家族的东西 也是你能碰出的 我一定要把你切碎 喂给海底的幽灵 菲克冷哼一声 开始思考 他知道自己 必须尽快想办法 拿到深海雕像 因为蒙特家族 很可能也收到了消息 面对唾手可得的珍宝 如果让蒙特家族 抢先一步得到 菲克觉得自己 就算跳海自尽 也无法被原谅 或许要动用那件东西了 菲克想到了 行船上 要押送前往内海的东西 幽灵亡眼 那同样是从某个藏宝地 获取的物品 为此 被修恩家族 毁掉了六艘二级行船 死了九个族人 才获得的一次性诡异物品 效果是 无视距离 对某个目标进行标记 被标记的目标 将会受到幽灵亡眼的追踪 并在靠近被标记目标后 爆发强大的诅咒力量 原本 这件幽灵亡眼 是要针对内海 某个敌对家族的大人物 但眼下 什么大人物 都比不上深海雕像 私自动用押送物 虽然是家族大罪 但只要能拿到深海雕像 家族不仅不会怪罪 反而会有丰厚的奖赏 说不定多年以后 他也能凭此登上家族的宝座 飞客心头火热 立刻来到存放幽灵亡眼的仓室内 玻璃制成的容器内 一颗几乎快要腐烂的眼球 在溶液中沉浮 没有丝毫犹豫 飞客打开盖子 将手伸进溶液中 抓住了漂浮的眼球 幽灵亡眼对目标进行标记 并不需要很复杂的信息 只需要在握紧眼球的同时 在心中描绘被标记者的样子 得益于菲奇诺的死亡讯息 飞客早已把灵玄的样子 记得无比清楚 湿漉漉的眼球 在飞客手心不停转动 随后锁定了一个方向 飞客死死地叮嘱幽灵亡眼 嘴角的笑容逐渐争鸣 找到你了 小虫子 虚空中明明空无一物 灵玄却真实地感受到了 某种极具恶意的视线 虽然看不到 但他却察觉到了视线的来源 当他看向那个方向时 一行提示跳出 布里奇斯怨恨着这片大海 这里埋葬了他的挚爱 于是 他诅咒这片本就不祥的海域 然后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溺死在其中 深海欣然接受了布里奇斯的恶意 将他的一只眼睛化作了恶毒诅咒 你已经被幽灵网眼标记 他将跨越茫茫海域 前来对你进行诅咒 看到这里 灵玄已经有所猜测 圆顿号上的事情刚结束 就立刻发生这种事 联想到飞奇诺临死前的举动 如果不出意外 这应该就是来自被修恩家族的报复 毕竟巴奇拉斯的干脆利落 根本没机会传递消息 只是可惜 非其诺临死前那么卑微的祈求 仍挡不住被修恩家族的主动前来作死 灵玄的纯阳道体 天生免疫这些负面情绪爆棚的力量 连规则的污染都奈何不了他 更何况区区诅咒 正当灵玄准备收回目光时 提示在停顿了片刻后再次刷新 他来了 布里奇斯的挚爱 即便是死去 也一直追寻着爱人的目光 可惜那只被怨恨与诅咒占据的眼睛 早已看不到他的身影 他不是幽灵 只是不肯散去的一缕执念 如果你愿意让他登上你的行船 他将带领你 前往幽灵王眼的所在地 他只希望自己的爱人 能再好好地看自己一眼 清风号的周围 不知何时起了一层淡淡的海雾 雾气中隐约可以看到 一位女性的身影 虽然几乎看不到具体的容貌 但灵玄真实地感受到了 一股恳求的情绪 真是一对苦命鸳鸯 龙国人讲究成人之美 灵玄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况且 他虽然不在乎诅咒 海域击杀敌人 只能被动等待幽灵王眼的到来 但现在情况两极反转 动用幽灵王眼的人 一定想不到 自己竟然能反向追踪过去 比起被动 灵玄果然还是 更喜欢主动一些 于是 他对雾气道 上船吧 带我去寻找你的布里奇思 话音落下 随后 海雾朝着清风号围拢过来 雾中女性对灵玄弯了弯腰 随后坐到了甲板边缘 与此同时 手机忽然亮起 更新了一条新的航线 是否前往 航线目的地 内海拱门 内海拱门 灵玄盯着手机 一脸惊喜 内海拱门怎么看 也跟内海有关系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好人有好报 灵玄毫不犹豫地点击前往 清风号鼓起风帆 破开水面 行驶起来 在幽灵海航行 距离是没有意义的 按照克格雷的说法 想要前往幽灵海某处 必须有航线图 这些航线图 就像是科幻小说中 遍布宇宙的虫洞 可以神奇地 把距离遥远的海域 以最短的距离连接起来 当然 航行者本身是感受不到任何变化的 周围永远是茫茫海域 飞客有些茫然 通过幽灵网眼 他发现自己标记的目标 竟然在迅速靠近 难道幽灵网眼的效果 不是追踪 而是引诱 但转念一想 这样也好 猎物不用追杀 反而自投罗网 飞客兴奋起来 他觉着 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恩赐 这尊深海雕像 注定属于贝修恩家族 等待的时间 注定好像无比漫长 但其实并没有多久 飞客看到海面上 突兀地出现了一艘 被海物包裹的巨大行船 这是哪个家族的行船 飞客下意识地警惕起来 深海雕像在到手之前 绝不能让其他家族得知 但握在手中的幽灵网眼 逐渐发热 眼前的行船 与标记的目标 完全重叠在一起 怎么可能 飞客终于意识到了 眼前巨大行船的主人 竟是自己标记的目标所在 什么时候 那些异界的小虫子 竟也能掌控 如此巨大的行船 飞客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推测 可能出现了某种差错 此刻 林玄站在甲板上 一眼便看到了 巨大的岩石拱门 原来内外海 竟然如此精卫分明 随后 她的目光 才落在前方三艘蛋壳船 练接而成的行船 随着双方的不断靠近 那股充满恶意的窥视 越来越真实 物中女性 似乎也感受到了爱人的眼球 不断地在雾中来回走动 飞客同样站在甲板上 目光死死地盯住 清风号上的林玄 她心中终于有了 几乎接近真相的猜测 飞其诺并不是与巴奇拉 同归于尽 而是死于这个异界人之手 清风号最终在离蛋壳船 很近的地方停下 两艘船的船长 互相打量着对方 是你杀死了飞其诺 拿走了深海雕像 飞客的声音无比冰冷 如果自己亲爱的弟弟 真的死于异界虫子之手 被修恩家族 将成为幽灵海上的笑柄 无数族人都将为此蒙羞 即便是心中杀意 在不断膨胀 飞客还是忍了下来 异界的虫子 把深海雕像浇出来 否则你将死得无比痛苦 被修恩家族 不是你能招惹的存在 说着 她举起了手中的幽灵王眼 因为目标的靠近 深宏的诅咒力量 几乎要溢出来 翻涌的恶意 几乎形成实质 如果是普通人 被这样看一眼 恐怕会立刻惨死 果然是被修恩家族 灵璇盯着飞客 这家伙会不会 也能化身邪碎 飞其诺那家伙 在目睹巴奇拉 被牛头顽虐之后 竟然毫无斗志 根本没有动用 金属板力量反抗的意思 好不容易又遇到 一个所谓的家族之人 怎么也要逼一把看看 至于飞客手中 举起的幽灵王眼 自然有人对付 那围拢在 清风号周围的海雾 飘向了飞客 布里奇斯 看看我 我在这 海雾中传来虚幻的声音 飞客手中的幽灵王眼 在这声音出现后 忽然震战起来 那浓郁的诅咒之力 竟然在不断收缩 你做了什么 飞客感受到了 幽灵王眼的变化 脸色剧烈变化 我只是 做了一件好事 灵璇看着幽灵王眼 不断吸收着海雾 原本腐烂的眼球 似乎有种血肉生长的倾向 该死 我诅咒你 飞客知道自己 不能再等下去 这一介虫子 竟然能莫名其妙地 削弱幽灵死眼的威力 要知道 当初家族 为了拿到这东西 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 然而已经迟了 幽灵王眼 重新变得完整 甚至主动望向了 身旁的雾气 啊 你终于看到我了 布里奇斯 雾气中传来哭泣的声音 两相对望之下 雾气与眼球 都在缓慢消散 谢谢你 陌生的船长 愿你在雾中永不迷失 灵璇感觉到 手机似乎又收到了 什么提示 但现在 出奇的愤怒了 如果没有拿到海神雕像 又损失了需要押送的物品 一旦回到家族 将会面临 几乎等同于死亡的惩罚 你惹怒我了 飞客在灵璇 惺惺念念的目光中 终于取出了金属板 熟悉的献祭力量在涌动 身为航行于内外海的 贝修恩家族船长 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献祭名额 如同那日 在圆盾号上的情景重现 冲天的怨气 缭绕在这片神色的海域 获得金属板献祭力量的飞客 终于获得提示的肯定 献祭万千生灵而诞生的邪碎 理应被净化 身形变得魁梧雄壮的飞客 从甲板上猛然跃起 如同一只离弦的箭矢 冲向了清风号的甲板 与此同时 灵璇也开始了又一次的请神术 只是不知道这里 来的会是那个阴帅 灵璇背后 象征地府的漆黑大门瞬间成形 阴气弥漫之中 气温瞬间降低 清风号周围的海面 竟然产生了无数的冰惊 飞越而来的飞客 落到甲板上 发出了巨大沉闷的声响 如果不是清风号 早已升级硬木船体 恐怕会立刻被飞客 踏出一个大洞 即便如此 看着清风号甲板上 出现的两个略微凹陷的脚印 灵璇立刻面色不善 甲板上的飞客 一抬头便看到了 灵璇背后的门户 他马上想到了 飞奇诺死亡讯息中 那不知道为何物的巨大阴影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就如同之前 巴奇拉的感受那样 门户出现的瞬间 飞客就觉得 源自金属板的力量 变得极不稳定 仿佛随时都会消失 这一刻 飞客真切地意识到 自己踢到了铁板 这个一届人 根本不是家族记载中的那些 只能在外海苟延残喘的虫子 但与此同时 飞客心底还抱着一丝侥幸 或许这所谓的门户 只是样子祸 至少内海中 有不少看起来恐怖 但其实并不危险的事物 就在这个念头 不断在飞客心中盘旋的时候 门户打开 滚滚的阴气中 还未见人 声音先一步传出 天心地日语 因此我独行 随着这声隐勇念白 门户中竟然有古争之音响起 一道修长高大的身影 从门户中走出 这身影不仅一身墨色长袍 那一头黑发 在阴气中随风摆动 说不出的潇洒 当临旋的目光落到脸上时 看到了一张马脸 这次请神术锁请英帅 便是牛头马面中的马面 随着马面踏出 门户暂时关闭 只是隐约之间 林玄似乎听到一声怒骂 你他妈真是个骚包 不用想 林玄也知道 是牛头那家伙的声音 他的眼角 不可避免地抽出了两下 话说这些地府的英帅 都怎么回事 难道没有正经的出场方式吗 牛头演技浮夸 也就算了 马面这家伙 竟然还给自己搞了个BGM 难道你们在殷私 没有工作要做吗 林玄绝不相信 这是马面临时弄出的场面 草点太多 以至于林玄不知道从哪里吐槽好 马面对于自己的出场倒是很满意 牛头那个憨货 懂个屁的舔狗 那种脑子里塞满肌肉的家伙 舔得太过直白 太过刻意 只有自己 营造出一种高手出山的人设 然后再转过头 对上师表现出一副 静直静忠的模样 一定能让上师心里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至于牛头刚刚那声怒骂 呸 羡慕极度恨罢了 想到此 马面潇洒地甩了甩黑肠子的病毛 转头对林玄露出一嘴洁白的大牙 道 在下应上师所请 前来荡尽世间一切妖魔邪碎 林玄硬生生忍住自己 差点把清风号再抠出三十一厅的脚趾 好在 有牛头的前车之剑 林玄以惊人的心理素质 适应了马面的所作所为 邪碎当前 这次劳反马帅了 不敢鞠躬 上师稍作歇歇 我去去就来 说着 马面这才转身 舍得对飞客投出一缕关注 此刻 飞客只觉得自己的每一个毛孔 都在战里哀嚎 马面出现的一刹那 那种冥冥中的压制达到了最大 他很不理解 为什么外海会存在这样的怪物 几乎是瞬间 飞客就失去了斗志 他现在甚至有些憎恨自己亲爱的弟弟 为什么不把死亡讯息传递完整 否则 他怎么会遇到现在这种绝境 这家伙全然忘了 自己才是先挑起事端的那一方 面对丧失斗志的飞客 马面暗叫一声糟糕 莫非是出场声势太大 让这个邪碎 已经心有死之 如果是在地府碰到这种事情 他一定很高兴自己少了麻烦 但现在 必须要在上师面前展现能力 怎能如此墨于滑水 想到此 马面立刻收敛了自身外放的气势与阴气 冲飞客露出了一个 自以为人鬼无害的表情 嗯 如此古怪的邪碎 地府中似乎从未见过 不能等闲视之 你很强 我给你一个与我交手的机会 在马面收敛之后 飞客身上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 在身体内涌动不息 听到马面那句 你很强之后 他心中竟然真的开始动摇 或许眼前这个怪物 并非不可抵挡 自己又不是飞其诺那种 刚被家族放到外海历练的年轻人 哪怕打不过 应该能跑掉 想到这里 飞客终于重新燃起了斗志 被休恩家族 绝无懦夫 他怒吼一声冲向马面 这才对嘛 马面微微点头 面对一个毫无勇气反抗的目标 不论怎么表现 都有些太过随意 如何能让上师另眼相看 只有现在 才是最佳的表演时刻 面对气势汹汹的飞客 马面微然不动 就那么眼睁睁地 看着飞客冲了过来 就在飞客的攻势 即将落下之际 马面瞬间消失在原地 失去了攻击目标的飞客 表情茫然 在他的四周 陡然出现了无数微小的灵力气旋 空气中隐隐传来念白 秋风萧瑟 百花落尽 记住了 这招名为秋一农 话音落下 飞客如同被千刀万剐 身上的血肉 被气旋 消成无数的薄片 海风一吹 竟真的随风飘荡 乍一看如同漫天飞花 马面再次出现 石在凌玄身边 以敌人的血肉之花 筑成胜利 上师 这景色 可好看 听到这话 凌玄也不得不佩服 这马面 真是个彻头彻尾的骚包 连敌人的死状 都能成为烘托气氛的工具 牛头的评价 还真是一点错都没有 说起来 牛头马面这两个家伙 虽然在文字上 一般同时出现 但两位的性格 可真是天差地别 一个掺水影帝 是B王 凌玄很难想象 这两位平时 如果一起工作 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状态 在相处 不过 因率越强大 他的安全感也就越高 随着飞客被马面击杀 功德也到账了 宿主进化了一只终极邪碎 功德加1800 当前功德值8705 比巴奇拉多了300的功德值 与此同时 正期待着凌玄肯定的马面 看着眼前的功德金光 瞪圆了眼睛 虽然早已从牛头那边 了解到这个情况 但功德出现的这一刻 马面还是没有维持住自己的人设 羡慕的泪水 从嘴角流了出来 没办法 功德太香了呀 难怪老牛回去之后 一直念叨 换谁都不能淡定 如果能独占上师的 请神术门户 怕要不了多久 他马面也能成为地府中 响当当的存在 可惜这件事 也只能是做梦 如今地府与杨坚的沟通 几乎断绝 能顺利施展请神术的道士 本就寥寥无几 而能够达到 英帅响应程度的联系 目前只有灵玄一人 十位英帅同在英司执行 那虚空中忽然出现的 请神术门户 伴随着功德金光 几乎让整个英司都大地震 这种有功德加成的请神术 在英司的历史中 也仅有少数记载 知晓此事的存在 都明白 这是天大的机缘 一旦能够回应 必然有功德收获 可惜当日的门户 并未向任何英帅 做出请求 他们等啊 等 终于等到了现在的时机 据马面所知 甚至有十殿阎王中的几位 也在关注这件事 可眼下 以他们的身份 无法做出任何回应 也只能期待 这位上师 能够早日将请神术修行到 足以容纳他们的程度 他们这些英帅 也接到了口头上的命令 务必服务好 这位在请神术上 万年难遇的上师 所以 舔狗什么的 马面当得心甘情愿 况且 功德这玩意儿 可是实打实的 赚功德嘛 不可忏 随着一缕功德 从林玄身上一出 慢悠悠地落到了马面身上 马面当即发出了 与牛头同样的感慨 林上师 在下就是您的狗 斜碎清除 功德到账 接下来就是离别的时刻 漆黑的地府门户 再次敞开 马面既想维持 自己的潇洒高手人设 又舍得不得这么快离开 在林玄奇怪的眼神中 抽搐了两下后 马面饱含热泪 上师 您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在下会在阴司 时刻等待您的呼唤 随后 又是一句念白 死去阴司不知年 何日才能见上师 古争之音再次响起 变得凄凉转 林玄随着地府大门再次关闭 林玄松了口气 有一点心累 也有一点疲惫 此刻 怪谈直播间的观众们 要笑疯了 马帅 真是我被逼王中的楷模 阴司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在管理啊 小道长承受了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压力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其他的阴帅了 希望小道长帮我问问 马帅是怎么保养头发的 什么头发 那是马帅的病毛 网友们的反应 从来都是迅速的 史上最大牌田狗 马面篇 在众多网友们的期待中发布 记牛头这个大田狗之后 关于马面的视频 再次火遍网络 逼王与田狗 这两个完全不搭调的词语 放在马面身上 竟然意外地融洽 在见过了这两位的表现之后 很多在网上自称田狗的家伙 开始觉得自己 完全配不上这个称呼 网上在讨论马面的时候 幽灵海上 飞客死后 眼前这艘造型奇特的弹壳船 自然成为了无主船只 而且物中与消散之前 林玄的手机似乎收到了提示 点开手机 果然出现了两则信息 信息一冒号 阿格尼斯祝福了你的船只 信息二 发现一艘无主的二级型船 三次强化 是否吸收 阿格尼斯 应该就是物中女的名字 至于赐福 则是一个与海物有关的能力 点开信息二 林玄选择是 随着海面泛起波浪 飞客的船只 如同之前那两艘弹客船一样 化作了细碎的粉末 融入清风号 清风号的船体 再次急速扩张 随着吸收结束 林玄查看船只的新信息 行船 二级 升级所需 行船升级券 零 五零 设施 硬木船体 破浪海珠 深海雕像 灾难 阿格尼斯的祝福 耐久度 二一零 二一零 吸收上线 二级行船 六分之五 助 行船升级后将刷新并提升上线次数 效果一 可抵御一至一百五十米海中幽灵的攻击 来源 硬木船体 效果二 在风浪中的行船速度提高 来源 破浪海珠 效果三 可免疫任何程度的海啸 风暴 漩涡等伤害 来源 深海雕像 灾难 效果四 开启后 行船可笼罩在海雾中 隐蔽行船 难以察觉 来源 阿格尼斯的祝福 因为飞客的弹壳船是三次强化 所以 清风后等于一次性吸收了三艘二级行船 如今 只要再有一艘 就能达到当前的吸收上线 耐久度从120提升到了210 总体来说 清风号的强化进度 灵璇很满意 唯独只有行船升级券这个东西 在升级到二级行船之后 灵璇发现 海中的青铜宝箱 似乎忽然变得稀少了 溺死幽灵 在海中游逛许久 也只能找到三两个 即便是这三两个青铜宝箱 也只会开出美食券与修理券 或是无用的杂物 行船升级券 一张都没有 但是当灵璇用手机 切换到其他国家的直播间时 发现其他国家的参赛者 却能够从青铜宝箱中 开出行船升级券 这种情况 灵璇有两个猜测 第一 他再次被怪谈 世界针对了 第二 幽灵海特有的 某种保持平衡的手段 灵璇更倾向第二种 自从知道内外海之分后 他就猜测 二级行船的主要活动区域 应该是内海 这些突然消失的宝箱 恐怕就是为了把二级行船 逼向内海 否则 以外海现在的安全程度 只要能够升级二级行船 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了 正是因为 没有宝箱进行补充 拥有二级行船的船长 才必须想办法 前往更危险的区域 否则就是坐吃山空的地步 前方就是内海的入口 灵璇决定好好休息一下 养足精神 再前往内海 众多家族云集的内海 想必会很有趣吧 痛 太痛了 在剧烈的痛苦的中 飞客只觉得 自己变得轻飘飘 随后 他感觉到了熟悉的海风 与冰冷的海水 一些古怪的呢喃与含糊不清的低语 一些模糊的记忆与片段浮现 我是 飞客 被修恩 家族 深海 不知过了多久 好似经历了漫长岁月 又仿佛只是短短的一瞬 飞客感觉自己好像重新拥有了身体 他猛地睁开眼 发觉自己正漂浮在海中 四周是茫茫海水 可奇怪的是 他感觉自己 没有任何窒息感 相反 他有一种想要游动的本能 飞客下意识地挥动双手 却看到自己的手臂上 长满了水草与贝壳 这是 这是 飞客的脑中 越来越多的记忆浮现 他瞬间就明白了自己处境 自己好像成为了一只逆死幽灵 他记得自己曾经听到过 一些关于幽灵海的传闻 当饱含绝望与不甘的生命 死于幽灵海 就有可能在死后被深海俘虏 成为幽灵 可传闻毕竟是传闻 至少飞客自己从未见过 变成幽灵 再跳出来的家伙 可现在 这传闻好像是真的 重生的喜悦 占据了飞客的大脑 作为善于思考的 贝修恩家族成员 他立刻开始考虑 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 首先 回到家族舰队 是不可能的选项 这副样子 一旦露面 就会被杀死 在幽灵海上航行的船只 绝不可能善待一只幽灵 至于复仇 想到那个恐怖的一届怪物 飞客就立刻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活着不好吗 在思虑了许久之后 飞客开始茫然 他发现自己生前的 所有经验与记忆 好像都无法用在一只幽灵身上 家族中没人告诉过他 一只幽灵该如何在幽灵海生存 难道自己以后 就只能以这样的状态 漫无目的 在海中飘荡吗 可恶啊 好不甘谢 飞客无比愤怒与悲伤 只觉得自己刚刚开始的铃声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目标 了无生去 正在他自愿自艺之际 前方的海水中 几道游动的身影 吸引了飞客的目光 他立刻察觉到 那是自己的同类 但奇怪的是 他记得溺死幽灵 从来都是形单影之 根本没听过 有这种聚集在一起 行动的特性 在观察了片刻后 飞客发现不止是这样 这些溺死幽灵们 竟然还具有团队性 游动中似乎还在不断查看 是否有人调队 这简直是幽灵海奇闻 难道说 飞客脑中陡然出现了一个 大胆的猜测 或许在家族们 都未曾注意的深海之中 早已有一股属于幽灵的势力 在悄悄发展 他越想越觉得没错 家族们在幽灵海上面 横行霸道 还不准人家 我们幽灵们在水下悄悄发展 真要说起来 家族才是外来者 幽灵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原本被深海熄灭的野心的飞客 忽然觉得 心中有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他要加入幽灵海中的 这股幽灵势力 凭借自己对家族们的了解 再加上自己的智慧 注定会在这股贯穿幽灵海的 庞大势力中 获得一席之地 到那一天 他会带着成千上万的幽灵同族们 称霸这个海域 什么家族 什么一节怪物 都将在幽灵的千军万马之下 被狠狠撕碎 贝修恩家族将以幽灵的形态 永恒地存在于幽灵海 一想到此 飞客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立刻朝着前方几位同类的 快速游动过去 飞客靠近之后 六只逆死幽灵 立刻停下游动 同时看向飞客 成为逆死幽灵后 飞客本能地了解 如何与同类交流 在他表达了 想要加入队伍的想法后 为首的逆死幽灵 打量了飞客片刻 我 无法 决定 带回去 说着 队尾的一只逆死幽灵 主动离开队伍 示意飞客跟上 飞客听到这话 觉得自己的猜测 几乎是肯定的事实 这些同类 有更上一层的管理者 这种组织架构 必然有势力存在 比起这些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逆死幽灵 自己的优势太大了 一定会受到重用 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 跟上了那只逆死幽灵 朝某个方向游动 感受着海水不断划过身体 飞客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 与复仇的野心 一觉醒来 林璇觉得自己的状态 完全恢复过来 说起来 这大概是林璇第一次 在怪谈世界过夜 好在二级行船的舱室 不仅设备齐全 房间也很舒适 幽灵海 依旧是那副阴暗的状态 六只逆死幽灵 在水中勤快地搜寻宝箱 林璇打开直播间看了一下 现在是龙国早上六点 直播间里也不知道是没睡觉 还是早起的观众们 立刻开始打招呼 小道长 早上好啊 困死了 还要上早班 小道长睡觉的样子真可爱 你特么不会看小道长睡觉 看了一夜吧 说什么呢 我又不是变态 我只看了七个 小时四十三分钟而已 小道长睡了八个 小时零六分钟呢 还说自己不是变态 110吗 我举报 林璇无语地看着弹幕 确认自己睡觉时 没什么坏习惯 而且还穿着衣服 面对观众们的作妖 他早就习惯了 自己越回应 他们越兴奋 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事 于是 林璇拿出三张美食券 开始准备享用早餐 桌子上立刻出现了一小笼包子 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 还有两个喷香的茶叶蛋 我 到底是谁在受苦啊 小道长这也太滋润了 给我吃一口 被迫观看吃播的观众们 纷纷哀嚎起来 而林璇 则是边吃边切换了直播间 准备看看其他参赛者的情况 熊英国这边 参赛者安德烈 正在与一只逆死幽灵 进行殊死搏斗 小木筏在海面来回动荡 似乎随时都会散架 弹幕里 似乎有类似于格斗专家的人 在不停地发着弹幕 似乎在指点安德烈如何发力 可惜安德烈暂时无法看到 樱花国这边 钢野真狸 正好捞到了一只青铜宝箱 钢野真狸纠结了片刻 抱着某种必死的决心 打开宝箱 一团漆黑的水草掉了出来 散发着难闻腥臭的味道 钢野真狸被呛得干呕两声 急忙打开手机求助 然而弹幕里有专家道 钢野女士 你已经很久没有补充食物了 这些水草你必须吃下去 规则中没有不可食用海草的要求 把海草上的海水晾干 吃掉吧 钢野真狸难以置信地看着弹幕 又看了看恶臭难闻的水草 脸色无比难看 吃这玩意跟直接吃屎有什么区别 我还有一张美食券 钢野真狸大喊 然而专家不为所动 钢野女士 美食劝你必须用来补充淡水 绝不能兑换食物 水草有丰富的维生素 可以补充你的身体需要 钢野真狸脸色苍白 但他知道自己最好按照专家的话来 虽然下定了决心 但钢野暂时不想看到这些专家 在这里强硬要求 于是下意识地切换了直播间 屏幕里 林玄拿起了一个包子 咬了一口 龙玉的肉汁瞬间一出 浸润了洁白的面皮 隔着屏幕 钢野真狸都仿佛能感受到 这只包子有多美味 他下意识地咽了一大口唾沫 随之而来的巨大吓咽声 瞬间将他惊醒 太羞耻了 钢野真狸意识到 自己的丑态被樱花果无数人注视着 顿时血液再次上涌 两眼一翻 竟然又晕了过去 林玄看着手机 拿包子的手微微一致 这女人看自己吃个包子 也能看晕 不会赖上我吧 太会气了 林玄关掉了直播间 警方有人把锅扣在她头上 刚刚享用完早餐 林玄忽然感受到了 溺死幽灵传来的回应 有一只奇怪的溺死幽灵 要求主动加入 这么主动吗 林玄有些搞不懂 难道是野生的溺死幽灵 比宝箱中开出的溺死幽灵 更有觉悟 总之 的确是很奇怪 反正也不赶时间 林玄决定等等看看怎么回事 飞客跟着前方的溺死幽灵 钻出了水面 看到一艘巨大的行船 停留在此处 行船 难道说 已经有船长投靠了深海的幽灵势力 这让飞客立刻生出了一种紧迫感 但好在船长无法下海 身为幽灵的自己 天然具备身份优势 只是不知为何 飞客总觉得 这艘行船 因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又想不出在哪里见过 其实也不怪飞客想不起来 昨日清风号在吸收了船只之后 再次进行了扩展 变了些样子 再加上临近船身 视角所限 他无法窥见清风号的全貌 蛋壳船 也只是幽灵海家族们主流船只的一种 并非代表所有类型 因此 飞客也就没有多想 跟着前方的溺死幽灵 沿着船侧爬上了甲板 然而爬上来的这一刻 飞客那种莫名的熟悉感落地了 熟悉的甲板布置 海面上屹立的岩石拱门 这一切无不表明 这艘船 正是那个一级怪物的行船 他甚至能精准地 找到自己昨天死去的位置 尤其是当林荃的身影 从船舱走出 那个样子 飞客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这一刻 他如坠冰枯 飞客心都要碎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明明 想要远离这个怪物 如今却自己送上门 那些溺死幽灵 竟然是这个怪物控制的手下 想到自己之前可笑的猜测 他恨不得逆转时间 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无数杂乱的念头 在飞客心中缭绕 他现在很想转身跳进海中 游得越远越好 但回忆起昨天那个顺杀他的怪物 飞客知道自己绝对跑不掉 不 或许还有机会 我现在只是一只无辜弱小的溺死幽灵 飞客集中生智 立刻发现了自己活下去的依仗 重生为溺死幽灵的自己 与之前的飞客完全是两个物种 除了记忆 外表上一丝一毫的联系都没有 只要不暴露自己 一切都好说 飞客看着越走越近的灵玄 学着前方那只溺死幽灵 发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嚎叫 不敢再表现出任何拥有智慧的痕迹 可他不知道的是 灵玄看到飞客 这只溺死幽灵的第一眼 眼前的提示便暴露了一切 包含绝望与不敢死去的飞客 他残存的意志被深海呼应 成为了一只溺死幽灵 纵然还保留着一切的记忆 可他回不到自己生前的时光了 看着提示 灵玄这次是真的惊讶了 这个看起来跟飞客不能说完全一样 只能说毫无关系的溺死幽灵 竟然是飞客本人 这家伙好不容易重生了 竟然又跑回我面前 世间万物的因果联系 真是奇妙 灵玄看着眼前装傻充愣的飞客 决定暂时顺从这家伙的意愿 送上门的家伙 先搞到手再说 于是 灵玄走了过去 在飞客越来越僵硬恐惧的眼神里 露出了微笑 这是你一直渴求的东西吗 飞客根本没有看清 灵玄手中拿着的究竟是什么 一种巨大的 无法抑制的渴望之情 瞬间击垮他的理智 为了这个东西 他甚至愿意再次面对一切怪物 很快 飞客得偿所愿 毫不在意 一道锁链刺进了自己的身体 当那股狂热的渴望逐渐消失 飞客看着自己手中吃剩的半个包子 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发出了源自灵魂的质疑 我是傻逼吗 我为什么会对这种东西 产生那么狂热的渴望 但飞客很快意识到 这或许是一介怪物 控制幽灵的手段 于是他只能继续装作高兴的样子 希望瞒下去 然而灵玄立刻打碎了他的幻想 这位被修恩家族的成员 你很喜欢我吃剩的食物 飞客的所有动作 当场将在原地 饱含绝望与不甘的死去 被深海转化为溺死幽灵 这份经验 你也是独一份 飞客先生 一瞬间 飞客只觉得灵魂都被冻结 他看向灵玄平静的眼神 只觉得自己在这道目光下 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 这家伙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瞬间侵袭了飞客的心灵 他嘶哑着喉咙 绝望道 你杀了我吧 面对飞客的回答 灵玄露出了属于资本家的冷酷表情 杀了你 让你解脱 你以为自己 有选择的权利 从现在开始 你将永远为我工作 我给出的报酬是 允许你卑微地活着 听懂了吗 飞客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卑微地活着 也比死了好 他还深刻地记得 自己意识陷入混沌之际 某个瞬间 他的眼前只有无边的黑暗 仿佛没有尽头的牢笼 那个感觉 他永远不想再经历 这次 可不一定有重生的机会 再说 他已经不是被修恩家族的成员 也无法再如同生前那般活着 家族不会接受一个幽灵成员 自己都变成了怪物 效忠于一个怪物般的存在 也没什么不可接受 想到此 飞客忽然感觉到一身轻松 念头通达 于是他低下头 恭敬道 主人 飞客将永远是您最卑微的仆人 怪谈直播间 卧槽 这家伙 就是那个马帅 杀死的大个头 小道长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重生之我是溺死幽灵 神特么重生之 第一章 自投罗网 第二章 卖身为奴 比给你们 你们来险 搞快点 不要让我催更 这海域也太诡异了 死都死不安生 林玄点破飞客的身份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大感惊讶 更匪夷所思的是 这家伙重生了 竟然又跑到林玄面前 真是倒霉他妈 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然而 当林玄说出那番话之后 忽然有一些声音冒了出来 小道长这样做 未免有些太冷酷了吧 冷酷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 想象石油国和妖子国参赛者的遭遇 你跟我讲小道长冷酷 怪谈世界 任何的人词 都是对自己和国家的不负责 我宁愿小道长更冷酷 更残忍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要放过任何可能通关的机会 冷酷的小道长更爱了呢 谢谢 建议严查 林玄看着飞客 感觉这个家伙意外的失去 本来以为 还要耗费一些手脚 毕竟马上就要 进入内海 有飞客这个本地人在 想必会省下很多时间 毕竟这些幽灵海的家族们 在这里似乎已经经营了许久 知道许多无法正常了解到的信息 嗯 好好替我工作 说不定等我穿越离开幽灵海 会放过你 林玄随口画了一个大饼 然而 飞客听到这话 身体猛的一颤 难以置信地盯着林玄 颤声道 您 您的意思是 您准备穿越幽灵海 这家伙 怎么如此大的反应 有什么问题吗 林玄不解 这不可能 没有船长能通过禁忌航线 飞客下意识地大喊一声 随即发觉到自己的失态 他立刻低下头 伟大的主人 我并非质疑您 林玄还没小心演到这个地步 他对于飞客口中的禁忌航线来了兴趣 看来 的确有一条航线 能通过幽灵海 不过 飞客的表现也很值得在意 这条所谓的禁忌航线 有这么可怕吗 飞客斟酌了一下语句 缓缓道来 您或许并不清楚 一旦有船长 踏上穿越幽灵海的禁忌航线 将会导致整个幽灵海的苏醒 这个苏醒并不是指某个人或幽灵 而是幽灵海那些可怕的未知存在 海难 规则之地等 他们将离开原本所在的海域 朝着禁忌航线靠拢 阻止任何试图穿越幽灵海的船长 这些移动的灾难 将成为整个幽灵海 所有行传的噩梦 原本安全的海域将变得危险 已经确定的短途航线 将通向未知地点 只有踏上禁忌航线的船长死去 一切才会回归往日 伟大的主人 您应该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灵璇点了点头 已经意识到了 飞客想要表达的内容 穿越幽灵海的禁忌航线 不仅本身充满了危险 作为踏上禁忌航线的船长 他将成为幽灵海 所有行传的公敌 所以 如何获得禁忌航线的航线图呢 灵璇问 飞客死死地盯住灵璇 只觉得身上的每一根水草 都在海风中占领 即便是如此 您还是决定要踏上禁忌航线吗 为什么不呢 这不是很有趣吗 灵璇理所当然地说道 脸上 没有任何的犹豫或担忧 得到灵璇肯定地回答 飞客只觉得 体内有一种掺杂的震惊 恐惧 兴奋的情绪 在汹涌 早在很多很多年前 家族们已经达成约定 不得任何船长 踏上禁忌航线 并要求销毁 所有的禁忌航线的航线图 从那一刻开始 禁忌航线 变成了幽灵海船长们之间 真正的禁忌 然而 飞客没有说的是 哪个年轻的船长 没有幻想过 亲自踏上禁忌航线 越是禁忌的东西 越是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索 可惜 对于他们这些 属于家族的船长来说 那注定只是幻想 连说都不能说 表露出任何一点想法 就会受到家族最严厉的警告 但现在 他好像有机会 亲自踏上这条禁忌航线 生前无法实现的幻想 反而在死后 可能成为现实 修恩家族的身份 他更无需顾虑那么多 此时此刻 他只觉得 身体内有一股火焰在燃烧 航线图被销毁了 林璇眉头一皱 当然不 我的主人 飞客没意识到 自己改变了称呼 据我所知 家族们虽然口口声声说要销毁 但都私自留下来 作为最后的手段 同归于尽的手段 这不就是合威射吗 林璇懂了 一旦某个拥有 禁忌航线图的家族 受到其他家族压迫 就会以此作为威胁 你把我逼急了 大不了大家一起葬身大海 这种事情 一般都是家族机密 而飞客既然了解这个信息 那就代表 在林璇探究的目光中 飞客点了点头 道 没错 贝修恩家族 就有一张禁忌航线图 如果您真的决定 踏上禁忌航线 那么我会带您前往 贝修恩家族 在幽灵海的驻地 我知道的 禁忌航线图 就放在驻地里 林璇盯着飞客看了几秒 这家伙 二五载当得很心甘情愿的样子 虽然飞客口口声声说 没有船只穿越过幽灵海 但圆敦号的老船长克雷格 明明从深海的记忆中 看到过一艘幽灵船离开了 当然 林璇不觉的 飞客在说谎 这中间存在太多可能性 比如 幽灵船并非正常行船 克雷格也不知道 那艘幽灵船存在的岁月 当时家族们在不在这里 这么看来 从幽灵海有家族出现的历史看 应该是无船通过 或许是后来 幽灵海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 那么 我该如何前往贝修恩家族的驻地 林璇记得 幽灵海的航行 需要航线图作为终点 飞客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看 也不像有航线图的样子 主人放心 获得驻地航线图 是每个贝修恩家族 进入幽灵海的成员 都被要求经历一次的考验 当您从这个拱门进入内海之后 必然会遇到一只通鱼鸟 它会向您索要身上的一件东西 满足它的要求后 就会得到一张航线图 当然 它可能会给您假的航线图 但我能够辨别出来 这是很多被修恩家族成员 都确认过的事情 只是 林璇狐疑地盯着飞客 只是什么 总觉得这家伙 说出通鱼鸟的语气 有些奇怪 只是主人 您可能需要忍耐一下 这只鸟的脾气 以及骂出来的脏话 啊 林璇有那么一瞬间觉得 飞客是不是不想活了 故意自寻死路 这种获取航线图的办法 怎么听起来 跟个神经病一样 得亏逆死幽灵没有汗线 否则飞客现在一定流了 满头满背的冷汗 然而 通过空轨术的联系 林璇得知 这并非谎话 随着飞客的叙述 林璇脸上露出难以理解的表情 当初被修恩家族的先辈 的确是通过这种方式 获得了航海图 重点是通鱼鸟 这家伙似乎有种天生理解 各种语言的能力 危险程度不高 但很可能会索药 类似于一只胳膊 一个脑袋 这类完全无法给予的东西 但此刻只要拒绝 并要求更换索药物品时 通鱼鸟就会破口大骂一阵子 然后更换索药的物品 如果拒绝 会重复上述行为 直至达成最后 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拒绝的次数越多 通鱼鸟就越可能给出 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航线图 当初被修恩家族的先辈 只是运气好 没有被坑 反而获得了一处 可以当作驻地的地方 后来有其他的成员上过当之后 才渐渐摸清了 这只通鱼鸟的形式规律 被修恩家族成员 第一次前往驻地 真的要经历这个 林玄不幸 后来新成员会提前 在献祭之书上记录航线图 飞客道 献祭之书 就是这些人手中的金属版 就像是蓝星人 在幽灵海有手机 这些家族成员 在幽灵海便是献祭之书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功能 林玄猜测 这或许也是怪谈 在不同世界 所表现出的差异性 就像蓝星将怪谈世界 视为灾难 而家族的成员们 视为圣地 不同世界的人 互相很难理解 也没必要去理解 至于这样陷阱 家族们所在的世界人口 还没灭绝 林玄对此也只能表示 这很难凭 助他们一胎八个 说回正题 对于家族规定 新成员们 必须经历一次 驻地航线图的获取 以感受先辈的付出 飞客觉得 这很可能是 心里阴暗的先辈们 希望后来者 也与陆君瞻地 获得被通鱼鸟羞辱的机会 在呼唤其他 逆死幽灵回来之后 清风号便朝着 岩石拱门进发 进入了内海 内海的天气更加地昏暗 能见度不高 海风呜呜地呼啸 像是某种嚎哭的声音 海面波涛汹涌 形成一朵朵大浪 朝着清风号扑来 然而 清风号似乎有 某种看不到的屏障 呼啸的海风 在靠近清风号后 变成了微风 翻涌的浪花 拍打在清风号上 则被某种看不到的 力量消融 不用想 林玄也知道 这一定是深海雕像 起了作用 按照飞客所说 只要从这处内海拱门进入 并且在原地停留 通鱼鸟很快便会来到 这家伙 好像就在这附近的某处 一直观察 果然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的样子 清风号的上空 传来了一声像是乌鸦 又像是鸭子的鸟叫声 林玄抬起头 勉强看到 一只黑色的大鸟 在天上盘旋 光看体型 这家伙恐怕跟鸵鸟差不多 很快 这黑色大鸟 便朝着清风号俯冲下来 轻盈地落到了甲板上 这通鱼鸟乍一看 简直就是一只放大版的乌鸦 全身黑漆漆的 没有一丝杂色 双方互相观察了片刻 林玄心头一动 这只通鱼鸟 竟然能够索要东西 或许销售冠军的称号 可以发挥作用 可还没等林玄有所行动 这只大鸟 忽然扇了扇翅膀 鸟会一张一合 我看你眼睛挺漂亮 扣下来给我当弹珠玩 听到这话 林玄先是愣了一下 不愧是名为通鱼鸟 这口标准的龙国话 怕是比很多人都标准 但玄吉 他听清楚 这只鸟嘴里吐出的话 脸上便没了表情 旁边的飞客 听到通鱼鸟所要的东西 往前走了两步 要替林玄拒绝 却只见通鱼鸟 看了飞客一眼 忽然骂道 我敲你奶奶 哪来的丑东西 吓老子一跳 滚远一点 林玄原本打算 用称号能力 控制这只通鱼鸟 但现在 他改变主意了 在控制之前 这家伙必须先受到 一些小小的教训 恶毒的诡异 他见得多了 嘴见的幽灵鸟 倒是第一次见 林玄觉得自己有必要 教会这只通鱼鸟 什么叫做文明用语 于是 他朝通鱼鸟走去 然而通鱼鸟 似乎并不害怕 在他领悟的语言里 林玄只是一只 毫无危害的人类幼崽 眼见林玄走来 他仰起头 嚣张道 你这个小王八 话还没说完 只见甲板上 闪过一道雷光 伴随着通鱼鸟 一声淒厉的惨叫 林玄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从现在起 说一个脏字 我就垫你一次 敲你奶 滋啦 哦哦哦 有种你把爷 滋啦滋啦 你他妈 滋啦滋啦滋啦 哦哦哦哦 飞客站在旁边 看到林玄面无表情 电力十足的样子 当场下掉了一地水草 他回想起 自己生前气势汹汹 跳上甲板的模样 感觉主人 哪怕没有召唤出那个怪物 自己恐怕也根本不是对手 不过见这只通鱼鸟 被电得鸡蛙乱叫的样子 飞客难免有种畅快感 谁让他当时 老老实实地遵守家族规定 没有准备好航线图 被这只鸟 骂得狗血淋头 否则他乃会把流程 记得这么清楚 经过一番电疗教育 通鱼鸟已经是出气多 进气少 连惨叫声都变得微不可闻 即便是这样 这家伙竟然还是努力地仰起头 鸟会一张一合 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但林玄本能的感觉 不是什么好话 这鸟对脏话 似乎有着极强的执着 果然 不管是嘴硬的鸟 还是嘴硬的人 都一如既往地让人讨厌 林玄也来了脾气 他觉得自己 必须把这只通鱼鸟 给纠正过来 正要拔根头发 却忽然看到 旁边甲板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堆水草 他疑惑地看了看飞客 难道转身的溺死幽灵 比宝香怪更容易掉头发 飞客有些尴尬 连忙要清理掉 却见林玄捏起了一根水草 在通鱼鸟面前晃了晃 接下来 飞客立刻意识到了 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句话 简直如同古神的低语 这是你一直渴求的东西吗 原本奄奄一息的通鱼鸟 蹭得一下 跳起 我敲他奶奶 这是什么好东西 给我 这货刚刚一副要死的样子 竟然是装的 难道自己的雷法威力 有所下降 林玄难得一见地 咬着后槽牙 恨恨道 以后的日子 咱们再慢慢说 随后一道铁链 无情地刺入了通鱼鸟的身体 飞客对这一幕 过于感同身受 但随后立刻意识到 这只嘴臭的通鱼鸟 很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同事 主人 你一定要好好教育这只鸟啊 飞客在心中呐喊 片刻之后 陷入兴奋的通鱼鸟 忽然正逐 盯着面前的水草 眼中流露出了 与之前飞客几乎相同的情绪 随后 他抬起头 盯着林玄 他张开嘴 刚想说什么 但似乎是想起了刚刚的遭遇 一个震翅 飞到了清风号上空 像是觉得这样 林玄就惦不到他 我敲你奶奶 你就拿着破烂玩意儿糊弄我 看来这家伙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林玄打了个响指 只见通鱼鸟身上 凭空燃起绿色的火焰 伴随着杀猪般的惨叫 通鱼鸟一头从空中栽下来 砸落在甲板上 盗树所施下的控制 可以让林玄随时随地 对通鱼鸟进行惩罚 他不信 这只通鱼鸟真的不怕死 果然 控鬼术所带来的惩罚 远比雷法更加痛苦 且无法忍受 在被烧着了片刻之后 通鱼鸟终于求饶 要死了 要死了 不说脏话 不说脏话 听到这话 林玄挥挥手 火焰熄灭 通鱼鸟也停止了杀猪般的惨叫 颤颤巍巍地从甲板上站起来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觉得自己的鸟声 大概不会再好了 林玄不紧不慢地走过去 真不骂人了吗 啊呀 不骂了 饶了我 通鱼鸟肝嚎了两声 露出可怜兮兮的眼神 林玄点了点头 毫无征兆的一巴掌扇了过去 通鱼鸟猛了一下 下意识地张嘴 我敲 但这家伙 显然是真长记性了 刚说出两个字 就在林玄危险的目光下 生生地把后面的脏话咽了下去 说 你好 啊呀 你好 说 恭喜发财 啊呀 恭喜发财 说 何家欢乐 啊呀 何家欢乐 八百镖兵奔北坡 八百镖 坡 锅 黑化肥发灰 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灰发 黑化肥 发河 常年念诵绕口道经的林玄 对于这些绕口令 说得又快又稳 但通鱼鸟虽然领悟了龙国语 但显然并未真正能够熟练运用 在连续的卡壳之下 这家伙好像陷入了自闭 一双眼毫无神采 他骄傲的语言能力 在龙国绕口令之下 完败 旁观整个过程的飞客 不知道又掉了多少水草 只是无比庆幸自己的明智 否则不知道要经历怎么样的磨难 当然 林玄也不是真的要故意要拿折磨通鱼鸟 他只是在试探 这家伙的智力程度 到底处在什么水准 这一番测试下来 林玄心里有了估计 这家伙的智力水准 其实并不算高 大约也就是正常八九岁的孩童 只不过这个孩童过于熊孩子 喜欢索要一些不太正常的东西 且满嘴脏话 嗯 打一顿就好了 现在老老实实的多好 不管如何 反正林玄自己是挺解气 怪谈直播间里 观众们又笑疯了 何曾见过怪谈世界 有这么奇葩的存在 奇葩就算了 反而还落到了小道长手里 被狠狠地调教了一番 我特么喝水 喷了一裤子 如果不是意识到 小道长在怪谈世界 我以为自己 在看搞笑视频 神特么绕口令 这玩意 还能降助怪谈世界里的幽灵 小道长的脑回落 我是真佩服 把讲文明术腥风的大旗 插遍怪谈世界的每个角落 你这字我越看越红 直播间的气氛无比的欢乐 平常看起来一本正经的林玄 总是能搞一些 让他们喷饭的骚操作 原本还有人在了解到 竞技航线后 担心小道长能否应付得来 但现在 看到林玄还有心情搞这些 大家都暂时放下心来 既然小道长都不担忧 那他们 也就可以暂时把心放到肚子里 这边 林玄耐心地 等着通雨鸟恢复过来 也终于拿到了航线图 他打开手机 上面显示了一条信息 更新了一条新的航线 是否前往 目的地 陈船岛 林玄看着航线目的地的名字 一群在海上航行的船长 用这么一个名为 陈船岛的地方做驻地 真的打仗俯 难道不觉得很不吉利吗 飞客确认了航线图 显然对这个名字 没有任何意义 被修恩家族 难道不觉得这个名字有问题吗 飞客的眼神里 透露出一种茫然的情绪 难道主人觉得 这陈船岛有什么问题吗 林玄在脑中闪过许多晦气 不吉利等说法 但随后又觉得 这或许只是 龙国特有的文化内容 许多外国人 还喜欢再住在墓地旁边呢 人家也没觉得晦气 显然家族们 也没有类似的认知 不同世界的观念 可能比物种之间的差距还大 清风号破开水面 沿着航线图开始行驶 即便是有了航线图 也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抵达目的地 在真正到达之前 林玄也需要更多 关于陈船岛 或者说是 被修恩家族驻地的信息 禁忌航线图这种东西 既然作为家族底牌 不可能他走过去 一伸手就拿到 可以预见 这次必然会爆发剧烈冲突 林玄倒是不怕 反正这些家族的人 能够用献级之板 把自己变成邪碎 到时候 不仅能拿到禁忌航线图 还能有功德值收获 两个好处 就代表赢两次 这大概就是 所谓的双赢吧 不过在这之后 被修恩家族 大概是要在幽灵海出名了 想到这 林玄看向飞客 这家伙难道说 转生溺死幽灵之后 就完全不在意 生前的身份了吗 就这么坦荡荡地 把自己带进 被修恩家族的驻地 但很快 林玄就从飞客这里 了解到自己想多了 虽然陈船岛 是被修恩家族的驻地不假 但家族内的 绝大部分行船 并不会长久停留 只会留下两三人助手 并固定时间轮换 因为幽灵海上的岛屿 很特殊 很大一部分岛屿 都是规则之地 无比凶险 而少部分岛屿 虽然没有规则 但往往存在某种污染 长久的停留 会让人逐渐神志不清 最后陷入疯狂 这让林玄想到了 幽灵海航行守则 守则三 远离你看到的 任何陆地与岛屿 因此 驻地更多是 作为一个中转站 或一些必须要见面的事情 有个统一的地点 想通过驻地 摧毁一个家族 注定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海域 注定大部分行船 终日需要在海上航行 虽然有些失望 但只要能拿到 禁忌航线图 早晚会与这些家族们的成员相遇 不过终究是有些不爽 功德大丰收的愿望落空了 林玄面色不善地看着通鱼鸟 决定将负面情绪发泄出去 来 跟我学 红鲤鱼 与绿鲤鱼 与鱼鱼 通鱼鸟猛逼地盯着林玄 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 红鲤鱼 与鱼 嘎 当通鱼鸟再次被绕口令折磨地 失去灵魂后 航线终于接近了终点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位于航线终点的海域 并没有出现任何岛屿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充斥着 大量船只残骸的海域 怎么会这样 飞客不敢置信地 跑到甲板镜头 死死地盯住前方 这与他记忆中的沉船岛驻地 完全不一样 四周也没有发现任何 被修恩家族行船的存在 与此同时 林玄的手机上 忽然谈出了新的信息 即将进入区域 沉船一梦 进入该区域后 行船页面将锁定 行船将隐藏 直至通关该区域 熟悉的提示 让林玄立刻响起了原顿号 当时手机上 同样显示出了这样的提醒 果然 下一秒 原顿号老船长 克雷格的声音响起 船长 我感受到了规则的力量 这里的深海污染 似乎极为紊乱 您多加小心 作为曾经的怪谈 与被深海呼应的幽灵 克雷格在这种事上 有极大的发言权 毫无疑问 本该是被修恩家族 驻地的沉船岛 现在变成了一处怪谈区域 提示也浮现出来 被刻意引发的深海污染 改变了这处海域 这个提示等于 印证了克雷格的说法 不过 刻意引发这四个字 引起了灵璇的注意 难道是有其他家族 对被修恩家族的助地出手了 毕竟家族们互相之间 是存在竞争与敌对关系的 在前往沉船岛的路上 灵璇就得知幽灵亡眼 便是被修恩家族 准备对付另一个家族所准备的 虽然被他无伤解决 但反过来想 或许某个家族 在暗中对被修恩家族出手了 幽灵海有什么东西 是能够引发深海污染的吗 这里的深海污染 似乎是被刻意引爆了 造成海域变化 灵璇询问飞客 果然 有了污染引爆的前提后 飞客立刻想到了答案 人鱼类 足够数量的人鱼类 能够引发深海污染 虽然得到了一个新名词 但灵璇并没有探究的意思 只是觉得 这个时机是不是太巧了 如果污染早就发生 飞客不可能不知道消息 但是 飞客从死亡到现在 也仅仅是过了一夜时间 他刚做出 前往被修恩驻地 拿禁忌航线图的决定 沉船岛就被污染了 灵璇没办法不多想 究竟真是巧合 还是某种源自幽灵海明明中的影响 这个问题 现在注定没有答案 灵璇最关心的 还是禁忌航线图的问题 飞客此刻也冷静下来 根据家族记载 以及他曾听到过的消息 污染能够改变海域 却不会带走以外的任何事物 原本驻守在沉船岛的 被修恩家族成员 现在恐怕全部被迫 进入规则区域 而禁忌航线图 一般由驻守成员贴身看管 不论这些成员是死是活 禁忌航线图应该不会丢失 飞客立刻想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灵璇 只是想到自己 竟然将主人带进了规则区域 飞客就忍不住冷汗直流 水草狂掉 所以 只要通关了这个怪谈区域 就能拿到禁忌航线图了 灵璇点了点头 反而庆幸 不用再更麻烦 一个怪谈区域而已 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只是想到这种 莫名其妙的突发事件 果然嘛 就说沉船岛这个名字不吉利 本来 只用死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事情 看吧 现在连岛都没有了 带着某种感叹 灵璇感觉到 眼前熟悉的光影变换 应该是要 进入到怪谈区域了 果然 下一秒 四周的景色已经截然不同 灵璇发觉自己 离开了清风号 站在一艘陌生船只的甲板上 他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竟然是一片 好像完全正常的海域 为蓝色的海面起伏 久违的阳光照耀下来 除此之外 飞客与通鱼鸟 不知为何 也出现在了这里 啊 好刺眼 主人 您没事吧 通鱼鸟似乎从未见过 如此强烈的阳光 急忙捂住了眼睛 倒是飞客一副 忠心耿耿的关切语气 正要说话 灵璇忽然感觉 怀中记载 幽灵海航行守则 这册子 微微一热 话说当时 进入圆顿号也是这样 这册子 应该是更新了 沉船一梦的相关守则 灵璇拿出册子一看 果然在 圆顿号船员守则 后面出现了新的内容 一梦 一 这艘秘密运送财富的行船 藏着一名伪装成船员的海盗 机智的迈克阿瑟船长 察觉到了暴露的危险 于是 他将所有的船员 召集到了一起 进行船员会议 希望能够悄悄找出 这位隐藏的海盗 并将其杀死 现在 船员会议正在进行中 失败条件一 船长或无辜船员 遭受某种武力威胁 失败条件二 船长或无辜船员 遭到某种异常控制 失败条件三 行船被损毁 船长或无辜船员被杀死 失败条件四 会议结束 没有找到海盗成员 失败条件五 海盗偷偷将你杀死 失败条件六 将无辜船员视为海盗 失败惩罚 你将永远迷失在这片海域 这次出现的规则内容 与灵璇预想中的完全不同 不过失败条件 也可以看作另类的规则 而通关要求 已经写在了上面 除此之外 既然有遗梦一 那可能有遗梦二 甚至三之类的后续存在 飞客也大着胆子 跟着灵璇 一起阅读了上面的内容 当他看到 失败条件一和二的时候 立刻想起了 自己跟通鱼鸟的遭遇 怎么看这个失败条件 都有一种满满的 被针对的感觉 灵璇同样有这种想法 除了失败条件一和二 失败条件三 恐怕也是针对 老实说 他看到成功条件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 就是干脆都别活 当船上无人生还 海盗自然也就死了 不过灵璇很淡定 被怪谈世界 针对这种事 已经习惯了 幽灵海怪谈刚开局 它的空间类称号 就被限制无法使用 反而这三条 针对条件的出现 让灵璇肯定了一些事情 不管沉船岛的污染爆发 是否其他家族的手笔 幽灵海 或者是怪谈本身 一定是在其中 起到了一些作用 他认为这样就能限制住自己 那未免也太小看自己了 就在灵璇思考的时候 飞客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作为生前 在幽灵海经验丰富的船长 规则之力同样经历丰富 现在 伟大的主人被规则针对 那么 就到了他出谋划策的时刻 我的主人 这个规则之地的难点 我想 就在如何获得船长的信任上 灵璇不置可否 示意飞客继续说 忠诚的下属 竟然愿意主动出力 他也不太好打击飞客的积极性 毕竟 谁不喜欢干活卖力 又不要钱的下属吗 得到灵璇的示意 飞客更有劲了 甚至连思路都清晰了很多 比起船员 我们是外来者 所以 肯定会被警惕 甚至被驱赶 但是不要紧 我们的优势 是知道这艘船的秘密 同时也知道船长的需求 还有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主人您 是一个小孩子 以秘密和需求作为突破点 再加上您天然的优势 最大程度上降低船长的警惕心 想办法得到搜查船舱的许可 这名海盗一定有联系 背后海盗船的办法 这是搜查重点 飞客滔滔不绝地 把自己的想法跟计划告知灵璇 不愧是生前经验丰富的 幽灵海船长 灵璇也必须承认 如果飞客是这次怪谈的 主要行动者 这份计划的可行性很高 虽然有一定风险 但怪谈哪有不冒险的地方 没有谁能在规则怪谈中 保证某种计划 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灵璇也不能 只不过 他有解决后续麻烦的能力 甚至 提前一步 先把麻烦的源头给解决掉 对于飞客这份计划 他没有认同 也没有否定 先去进去看一眼再说 灵璇朝着通向船舱的楼梯走去 飞客在兴奋过后 立刻认识到 自己有些兴奋过头 他觉得 伟大的主人 应该是 认同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 他应该先把计划中的难点说出来 后续简单的步骤 应该由主人做补充 这样既能显示自己的才能 又不至于 飞客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 灵璇通过控制 感受到了飞客忽低忽高 一会儿兴奋 一会儿愧疚的情绪 他有些疑惑 这家伙到底在挠不起什么东西 正想着 灵璇眼前豁然开朗 来到了一处较为宽敞的舱室大厅里 在一张河边城的长桌旁 围坐着七个人 位于长桌守卫的 是一个有着浓密胡子的男人 或许是体型的原因 船员们并未第一时间发现 进入舱室的灵璇 灵璇也没有出声 而是一次将目光 拂过几位船员加船长 一行行提示不断跳动 他是这艘船的船长迈克阿瑟 性别男 爱好女 喜欢说一些富有哲理的话 他是这艘船不重要的船员一 负责卫生 最讨厌有人 在上厕所的时候 到处乱撒 他是这艘船不重要的船员二 负责做饭 最喜欢将肉排藏在锅底 最后留给自己 他是这艘船不重要的船员三 他是这艘船的船员卡罗 但真正的名字 却是达里尔 同时也是海盗船黑舌号上 负责混入其他船只 传递情报的船员 他偷偷地喜欢着黑舌号上 名为埃德纳的厨娘 因为他觉得 埃德纳打饭的样子很美 随着这行提示的出现 灵璇的目光定格在一位看起来 似乎沉默寡言的寸头青年脸上 谁家小孩跑船上来了 某个不重要船员 忽然看到了舱室门口的灵璇 顿时一愣 这话一出 长桌上的所有目光都看了过来 麦克阿瑟船长狐疑地盯着灵璇 他不记得哪位船员是有家事的 难道是昨晚装船的时候 有小孩偷偷溜上来了 不得不说 灵璇天然的人类幼崽身份 麦克阿瑟船长第一时间并没有警惕 但随着飞客与通鱼鸟跟着露出身形 整个舱室忽然响起一阵桌椅倒地 鬼哭狼嚎的嘈杂声音 毕竟飞客的形象太吓人了 一身参差不齐的水草 外加贝壳 怎么看 也跟正常人类没什么联系 飞客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疏忽 应该让主人单独行动的 可眼下 似乎局面已经不可挽回 通鱼鸟烦躁地扑腾着翅膀 张嘴就到 我敲 恭喜发财 中间停顿的片刻 显然是在本能与畏惧之间 做出了极为强烈的挣扎 这只鸟会说话 喜欢偷偷藏起肉排的厨子 尖叫一声 幽灵 一定是大海的幽灵 尖叫声中 有人举起了板凳 有人拿起了武器 毫不在意 在众人警惕京剧的目光中 一路走到卡罗 或者说叫达里尔这名船员的面前 你不要过来啊 寸头青年拿着一把匕首 颤颤巍巍地指着林玄 任谁都看出 这个小孩绝对不是正常小孩 谁家正常小孩这个样子 你在做什么 达里尔 林玄盯着寸头青年 张口便点出了他的真名 我不是达里尔 我是卡罗 寸头青年下意识地否认 但表情却极为疑惑 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林玄会叫出自己的名字 林玄冷笑一声道 好了 不用再伪装了 你可真让人失望 船上都已经收到了消息 你在这里 却没有任何作用 黑蛇号已经到了 大家都知道这艘船运送了一批财宝 你这种废物 埃德纳这辈子都不会看上你 无数的疑问充斥在达里尔的心头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黑蛇号上多了一个小孩船员 还有幽灵跟说话的鸟 但显然 面前这个小孩是自己人 可是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埃德纳 达里尔大惊失色 他从来只是偷偷地望着埃德纳的背影出神 也从来没有在黑蛇号别的船员面前 说过自己喜欢埃德纳 连传递情报这种小事都做不好 还以为自己当舔狗能瞒得过别人的眼 你不会以为大家都是瞎子吧 说到这里 林玄陡然加大了刺激力度 埃德纳早就在私下里说过 你这种一事无成的人 他就算从海里跳下去 嫁给一只长满水草的幽灵 也不会看上你 长满水草的幽灵 旁边的飞客莫名感觉到 一口锅凭空落在了自己的头顶 可既然是这口锅是主人甩过来的 飞客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 并好好保养 没错 埃德纳说我长得很特别 身上有种特殊的味道 达里尔如遭重击 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瞬间碎裂 他看了看飞客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可能 埃德纳不是那样的女人 她一定喜欢我 她给我打饭 手下来都不抖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陡然间被迫失去女神的达里尔 跌坐在地上 一副灵魂出窍 人生无趣的状态 机智的麦克阿瑟船长 也忠于眼前这种莫名其妙的对话中 迅速提取出了有效信息 卡罗 不 我该叫你达里尔 你竟然是来自黑蛇号的海盗 我平日里对你不错 你竟然这样背叛我 麦克阿瑟船长气的胡子都在抖 埃德纳 我的埃德纳 达里尔看都不看麦克阿瑟船长 嘴里喃喃自语 但毫无疑问 达里尔是船员里那名伪装的海盗 身份已经完全落实 既然达里尔无法对话 麦克阿瑟船长死死地盯住林玄 我不管你是黑蛇号海盗 还是其他什么人 我就算把船沉入大海 也绝不会让你们拿到这批财宝 过足了眼圆影的林玄 微微一笑 终于说出了实话 放心好了 黑蛇号没有来 我只是来帮你抓住 隐藏在这里的海盗 你可以把我当作一个 偶然路过的热心民众 你可以让你的船员去甲板上看看 附近没有其他船只 麦克阿瑟船长 显然不会这么轻易相信 便派了两位船员 去甲板上确认情况 不一会儿 两名船员匆匆回来 船长 附近真的没有任何海盗船 今天附近海域的天气很好 能见度很远 附近也没有能够藏匿船只的岛屿 黑蛇号如果在附近 一定会被发现 没有就是没有 不论如何 没有海盗船在附近虎视眈眈 麦克阿瑟船长 多少放下了一些戒备 正要说话 却看到达里尔忽然一跃而起 冲到了附旋面前 面露期待 这么说 你刚刚说的话是骗我了 艾德纳 根本没有说过他不喜欢我 也没有说过他喜欢幽灵对吧 附旋看了看这个好像 忽然活过来的海盗成员 面色古怪地点了点头 得到确认 达里尔松了口气 感觉对生活重新充满了希望 真诚地对附旋道 谢谢你 附旋 这人什么毛病 不过 他还是接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谢 不客气 原本对达里尔充满杀意的 迈克阿瑟船长 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没有立刻动手 只是下令其他的船员 将达里尔绑起来 达里尔没有任何反抗 即便是被绑 脸上也充满了温柔的笑容 林旋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一阵恶寒 什么恋爱呢 没救了 虽然伪装成船员的海盗 被成功抓住 迈克阿瑟船长 依旧没有放松对林旋的警惕 不客气地下达了逐客令 既然达里尔已经落网 各位是不是也该离开了 话音落下 林旋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光影变换 时间往前一点 怪谈直播间 当林旋拿出册子之后 看到上面的失败条件 观众们瞬间怒骂一片 开局针对小道长就不说了 现在又来 连这三条失败要求 就差把针对斜脸上了 哎 往好处想 也就小道长能被这样针对了 怪谈世界 也得想办法限制小道长 有本事一视同仁啊 搞特殊针对算什么 观众们气得要死 北窥怪谈世界没举报电话 不然非得把电话打包不行 好在 随后飞客提出的想法跟分析 立刻让无数观众叫好 虽然咱们小道长被针对了 但好歹身边 跟这个经验丰富的溺死幽灵 按照飞客的计划 再加上小道长个人能力的兜底 可以说成功率已经很高了 屏幕里 林旋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就在观众们以为这次 小道长必须要按照正常流程 进行通关的时候 接下来的发生的一切 让无数人大跌眼镜 林旋压根就没采用飞客的计划 什么获取船长信任 拿到搜查许可 搜索联络痕迹 小道长竟然直接就找到了 隐藏的海盗达里尔 开始了标演技的过程 观众们可是在直播间 看得清清楚楚 什么黑蛇后 什么艾德纳 林旋在上船之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接触 不过看了这么久的直播 大家也都猜出来 林旋肯定有某些办法 能够获得隐藏信息 但这种不按正常套路出牌的画面 还是太过于震撼人心 呸 不管怪谈世界怎么针对 小道长无所畏惧 想让我家小道长走正常流程 门都没有 这表演 难道不值得一座小金人 这不比抠图姐 值得千万骗仇 尤其是事最后 达里尔竟然对林旋说 谢谢这一幕 无数观众在屏幕前喷饭 这家伙被小道长刺激傻了吧 笑死了 你们看到小道长的表情了吗 感觉在看什么起行中 我要是艾德纳 我就嫁了 所以说嘛 同公司不要搞感情 看 傻了吧 随着四周景象变化结束 林旋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座狭长的舱室 舱室两边的墙上 挂着一张张吊床 这应该是某只行船的船员休息室 飞客与通鱼鸟同样出现在身侧 怀中的侧子再次微微发热 林旋将其拿了出来 果然 上面再次出现了新的文字 一梦 二 成为黑蛇号船长的麦克阿瑟 再次盯上了商人阿尔文的行船 因这艘船上 有一只价值连城的项链 海洋之谜 但对于麦克阿瑟船长来说 此次掠夺不只是为了财富 更多的是复仇 然而 价值连城的海洋之谜 只是甜美的诱饵 阿尔文故意放出了消息 就是为了要让黑蛇号踏入陷阱 一举将其歼灭在海上 成功要求 拿到海洋之谜 并带领黑蛇号安全离开 失败要求一 黑蛇号船长或船员 遭受某种异常控制 失败要求二 黑蛇号被损毁 失败要求三 黑蛇号遭到捡员 失败条件四 海洋之谜遭到损坏或丢失 失败条件五 你被海盗或阿尔文号船员杀死 失败惩罚 你将永远迷失在这片海域 看着册子上熟悉的名字 林璇只觉得一头问号 本以为麦克阿瑟船长 是一个小配角 没想到在一梦二中 竟然又看到了这个名字 不仅如此 这家伙竟然还成为了 黑蛇号海盗船的船长 这究竟是什么状态啊 好一个两极反转 身份互换 话说 既然这是黑蛇号 是不是有可能再次碰到那个 名叫达里尔的恋爱脑家伙 他倒要看看 埃德纳这个厨娘 究竟有多让这家伙沉迷 关于失败条件 毫不意外地再次被针对 不过比起一梦一 这次倒是少了船员 被武力威胁的限制 林璇若有所思 看来怪谈世界的针对 也必须结合实际环境 不能无条件的限制 毕竟是在海盗船 不可能以德服人 或是以礼服人 这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林璇没有藏着掖着 飞客也再次看见了 一梦二的内容 不过这次 飞客老老实实 一言不发 刚刚发生在船舱里的事情 让他意识到 自己完全不能用常理 去揣测主人的意图 不过林璇不打算放过飞客 员工的积极性 还是要调动的 他也不可能 事事都面面俱到 他需要另一种 稍显正常的视角 作为补充 说说吧 你觉得 这次该如何行动 听到这话 飞客一阵感动 虽然自己刚刚的计划和想法 完全没起到作用 但主人仍旧重视自己的意见 说什么 允许自己卑微地活着 这么看来 也不是很卑微吗 飞客深深地陷入自我 扑A中 将册子上的内容 再看了一遍后 飞客立刻有了想法 他吸取了一梦一的教训与经验 知道林璇喜欢简单粗暴 省时省力地解决办法 再加上 没有武力威胁的针对条件 他悠悠道 以主人的实力 完全可以用武力 征服整个黑蛇号的所有人 阿尔文号 也不可能有比主人 更强大的存在 所以这次的成功很简单 第一步 征服黑蛇号 第二步 带领黑蛇号 完成阿尔文号的截掠行动 为防止船只受损于简员 后边截掠阿尔文号 恐怕需要主人单独行动 事实上 无论飞客怎么思索 感觉这次的成功要求 对主人来说 几乎不存在任何难度 两艘行船 不可能有人对林璇造成威胁 事实上 单从册子上看 林璇的想法与飞客相差不多 唯独有些在意的问题是 海洋之谜的损毁或者丢失 会造成失败的后果 其他的条件 林璇都可以认为控制结果 只有这件手势 不在他的掌控之内 不论如何 飞客的第一步行动 没有说错 征服黑蛇号 是一切后续行动的先决条件 除此之外 他也很好奇 麦克阿瑟船长 究竟是怎么变成了 黑蛇号的船长 先按你说的来 林璇给了飞客一个鼓励的认可 随后便走出舱室 海草的生长都得到了某种幸福的滋养 就在这时 踏入走廊的林璇 迎面便见到了黑蛇号上的第一位海盗船员 一行提示浮现 她是黑蛇号上的厨娘埃德纳 碰到女神了 呸 是碰到达里尔的女神了 林璇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这位只闻其名的厨娘 微胖 鼻子上有些雀斑 如果按照女明星的角度 埃德纳实在算不上一个美人 不过林璇也知道 爱情这东西不讲道理 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这些念头 在林璇脑中一闪而逝 虽然埃德纳是一个女人 但女人绝不会影响 林璇施展雷法的速度 顶多电压打9.95折 正走来的埃德纳 看到走廊里忽然多出了一个小孩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正要开口询问 却只见眼前忽然电光一闪 立刻抽搐起来 林璇刚准备询问 关于黑蛇号的情况 却忽然听到一声淒厉的惨叫 埃德纳 你怎么了 只见前方一个身影窜出 狂奔而来 林璇定睛一看 两个硕大的字体浮现眼前 舔狗 这身影正是埃德纳的忠实舔狗达里尔 不过这家伙 比刚刚在那艘船上 看起来成熟了一些 不仅留长了头发 脸上还多了一道伤疤 更有海盗的气质了 如果不是提示出现 林璇差点没认出来 埃德纳刚被袭击 这家伙就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林璇之前压根就没看到人 这家伙竟然还在背后 默默注视埃德纳 怎么感觉跟个背后灵一样 把你的脏手拿开 你对埃德纳做了什么 达里尔看着抽出的埃德纳 愤怒几乎烧到天灵盖 他一把抽出自己腰间的弯刀 指着林璇一副 要将其碎尸万段的样子 林璇看着达里尔 觉得这家伙 应该比埃德纳 更了解非蛇号的信息 于是他从善如流地 满足了达里尔的要求 把电击埃德纳的手掌挪开 转而照着达里尔 一巴掌扇了过去 自了 达里尔享受到了 跟自己女神同等的待遇 四舌五入 也算是结婚了 林璇随了一份带电费 当分子钱 享受了持续数分钟的 精准电疗后 达里尔被电的七婚八素 终于表现出了求饶的神色 也可能是看林璇放过了埃德纳 觉得没必要再继续受折磨 在林璇的提问下 他终于大致了解了 黑蛇号的情况 总体来说 黑蛇号目前有海盗船员36名 包含船长在内 关于麦克阿瑟船长 你了解多少 他应该不是黑蛇号原来的船长吧 林璇问道 你怎么知道 达里尔震惊 除了黑蛇号的船员 外界几乎不知道 黑蛇号早就换了船长 不过想到 可能是某些船员漏了口风 船长他 提起麦克阿瑟船长 达里尔先是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神色 随后又变成敬佩 船长他的确是三年前才来到黑蛇号 当时他似乎过得很凄惨 凭借丰富的航海经验 麦克阿瑟船长 很快获得了大家的认同 不过两年前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黑蛇号的老船长 与麦克阿瑟船长 不知道聊了什么 第二天 老船长就死在了甲板上 后来 麦克阿瑟船长 在决斗中 击败了几个想要当新船长的家伙 坐稳了船长的位置 本来大家不是特别信服他 但是自从麦克阿瑟船长带领大家 成功截略了好几次阿尔文的船只 赚了不少钱 大家都认同了 说到这里 达里尔又嘀咕道 大家都怀疑麦克阿瑟船长 与大商人阿尔文有仇 他不允许我们截略其他商船 只盯着阿尔文的船 哪怕阿尔文私下里 想要拿出一大笔钱弹劾 也被船长拒绝掉了 林玄若有所思 甚至产生了某些猜测 规则怪谈内发生的事情 一般都存在或明显或隐秘的联系 联想到一梦一的相关信息 林玄猜测 当初麦克阿瑟船长秘密运送的财富 很可能就属于大商人阿尔文 或许在某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中 没有林玄干预 黑蛇号可能成功拿到了那艘船的财富 丢失货物的麦克阿瑟船长 虽然活了下来 但一无所有导致了落魄 要印证这个猜测很简单 面前就是一个知情人 林玄看着达里尔 假装随意地问道 麦克阿瑟船长难道还不知道 当初就是你给黑蛇号传递了信息 导致他后来流落街头吗 这话一出 达里尔像见鬼一样瞪大了眼睛 这件事 一直是他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当时 他在黑蛇号还是一名不起眼的船员 刚加入没多久 就接到了来自老船长秘密任务 混进了当时麦克阿瑟的船上 为黑蛇号传递消息 劫略之后 当时入行不久的 他还有些良心 自觉愧对麦克阿瑟船长 于是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想让自己远离那段记忆 后来麦克阿瑟成为黑蛇号船长 完全是出乎了达里尔的预料 生怕自己被发现 然后被迁怒的达里尔 从来都是尽可能地避开对方 再加上形象的改变 以至于现在麦克阿瑟船长 还不知道自己的船员里 有当初那艘船上的船员 你 你为什么知道这件事 达里尔感觉自己浑身冰冷 当初那艘船上的船员 除了麦克阿瑟船长 其他船员都死了 唯一知情的老船长 也被杀死了 除了麦克阿瑟船长 绝不应该再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林玄自然没有解答的义务 只是冲着达里尔 露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 事实上 这些信息对于行动的帮助并不大 纯粹只是出于林玄的好奇心 不过达里尔了解的也并不全面 比如黑蛇号的老船长 为什么不干脆杀了麦克阿瑟 反而要邀请对方成为海盗 还有 麦克阿瑟为什么后来 对曾经的雇主阿尔文如此仇恨 这些问题 恐怕只有麦克阿瑟本人才知道了 就在这时 达里尔看着身旁昏厥的埃德纳 不知道从哪生出一股悲壮的勇气 往前挪动了一下 将埃德纳护在身后 你如果要杀死我们 可不可以把我跟埃德纳的尸体 绑在一起 这样埃德纳在海里 也不会孤单了 林玄从思考中回神 面对达里尔的请求 他莫名有种 自己像是三流小说里 非要拆散别人的恶毒反派 不过很快 他就脱离了这个形象 只见悠悠转醒的埃德纳 感动地看着达里尔的背影 脸上露出一阵纠结的神色 开口道 达里尔 你是一个好人 第一 好人卡怪谈直播间 对于达里尔这个来回横跳的传员 观众们已经算是熟悉了 尤其是当达里尔说出 这样埃德纳在海里 也不会孤单了 不少女性龙国观众眼里 已经开始冒星星了 磕到了 磕到了 结婚 必须当场结婚 我建议小道长 当场给两位当证婚人 这不是怪谈直播间吗 怎么还有舔文啊 明明是舔文才对吧 更过分的是 明明事情还在发展 网上忽然冒出了一大堆 关于达里尔与埃德纳的故事标题 回传当天 埃德纳答应做我的妻子 重生达里尔 把埃德纳宠上天 我的甜宠厨娘埃德纳 航海甜宠 我暗恋埃德纳 在海上曝光了 我与埃德纳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就在女作者们 准备纷纷卷起袖子 开始日更十万字的时候 埃德纳的好人卡到了 无数女观众 顿时感觉到了心碎 与此同时 不少男观众们纷纷表示 就该如此 甜狗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得不到自己的女神 这家伙必须也得不到 一些不甘示弱的男作者 也纷纷展开了叙述 被雏娘女神拒绝后 我成了海盗王 好人卡你发的 我成船长你哭啥 被剧后 我反手杀光黑蛇号船员 重生达里尔 开局痛击埃德纳 开局表白埃德纳被剧 天将美女船长 现实事件 无数个达里尔与埃德纳的故事 正在网络上发生 黑蛇号上 埃德纳暂时被林玄关进了 休息舱室 她则是领着一个心碎的达里尔 一路进发 不过甜狗从来都很擅长 自我安慰 达里尔觉得 自己总有一天 会打动埃德纳 一路前行 在达里尔的带领下 林玄很快来到了黑蛇号上 船员们主要活动的一间舱室 刚刚靠近 便听到了各种喧闹怒骂的声音 林玄往里看了一眼 有聚在一起大声说笑的 有聚在一起喝酒抽烟的 还有在地上滚来滚去 大打出手 旁边人大声叫好看热闹的 对此 林玄一点也不意外 不要指望一群海盗在海上 能有什么纪律性 不过 那是在她来之前 这群海盗 怎么肆无忌惮都没关系 但现在 至少在她达成要求之前 她希望这群人能够老实一些 至少不要出现莫名其妙的简员 所有船员都在这里吗 林玄问 达里尔朝里面看了几眼 似乎再算人数 即将展开劫掠行动 大家一般都会聚在这里 等待命令 就连几个平常喜欢在甲板上晒太阳的家伙都在 不过 麦克阿瑟船长现在应该在船长室 黑蛇号全体36人 除下船长 达里尔与被关注的埃德纳 余下的33名船员都在此处 倒是不用来回跑了 林玄点了点头 踏进了舱室中 一进门 立刻就有警惕的海盗发掘 虽然奇怪 为什么有一个小孩 但达里尔跟在身边 他们并未第一时间察觉异常 反而还有人搭着嗓门嘲笑 达里尔 你什么时候有了一个孩子 也不知道跟哪个野娘们生的 竟然还带到了船上 怎么 准备从小培养 嘴上每个把门的海盗们 自然口无遮拦 肆无忌惮 有人冲着林玄吹口哨 说出了一些下流话 达里尔当场冒出了一身冷汗 他可记得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孩 是怎么瞬间控制住自己 又折磨自己的 林玄面无表情 盯上了一名笑得最大声 下流话最多的海盗 化作一道电光 顺息而至 随后一巴掌便呼到了脸上 蓝色的电光迸发 上一秒还笑得 中气十足的海盗大汗 下一秒便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地趴在桌上 脸上还带着清晰的手掌印 眨眼间的变故 让海盗们顿时呆住 藏使安静了两秒后 这些人如灵大敌 纷纷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兵器 林玄则是踩在桌子上 面对重海盗 从这一刻开始 我就是黑蛇号的船长 猛逼的海盗们 大脑显然还没有缓过来 听到这话 立刻就有人大声道 你算 画刚出口 一道电光凭空浮现 精准地落在这名海盗的头上 舱室内又多出了一个 倒地抽搐的海盗 这下 海盗们明显被吓住了 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力量 竟然能凭空召唤闪电 还有人有意吗 林玄不紧不慢地说道 见惯了风暴的海盗们 虽然被吓到 但依旧桀不逊 有人喊道 我们人多 他只有一个人 每次只能打一个 一起冲上去 这话立刻让海盗们异动 舱室门口 自觉堵住大门的飞客 听到这话 简直要笑出声 人多 每次只能打一个 果然 听到这声呼喊 林玄立刻做出了回应 只不过 回应海盗们的 是弥漫整个舱室的闪烁雷光 飞客与达利尔默契的同时 退出舱室 以免波及到自己的身上 当电光脸熄 整个舱室内 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站着的身影 为什么好好说不听呢 你说是吧 麦克阿瑟船长 林玄似是叹息一声 随后看向身后 那是舱室的另一道大门 门口处 一个胡子浓密的男人走了进来 正是黑蛇号目前的船长 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 看着倒了一地的海盗们 大脑几乎缺氧 他只是在船长室中 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响动 想来看个究竟 没想到刚到门口 便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 海神啊 黑蛇号究竟招惹了什么样的人物 麦克阿瑟死死地盯住林玄 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中蹦射出仇恨的情绪 你就是阿尔文 请来对付黑蛇号的特殊帮手 我绝不会这么容易屈服 大不了 我们一起葬身海底 这话 让林玄生出了一种既视感 怎么感觉好像 刚刚也被这样警告过 好像连人都是同一个 不愧是你 绝不屈服的麦克阿瑟船长 乱七八糟的念头 在林玄脑中一闪而逝 他立刻抓住了麦克阿瑟船长 话中值得在意的地方 你说阿尔文找来特殊帮手对付你 你知道海洋之谜是针对你的诱饵 林玄立刻说道 麦克阿瑟文言 脸上露出疑惑 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就意味着 林玄不太可能是阿尔文号的帮手 毕竟黑蛇号上的海盗们 都被瞬间制服 林玄如果有敌意 大可以直接开杀 虽然麦克阿瑟船长 还不太清楚林玄的目的 但显然也不该 直接划分到敌人的部分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麦克阿瑟忍不住询问 他实在想不出 黑蛇号有什么值得这种人注意的 当然是来帮你的 海洋之谜是阿尔文为了对付你 放出的诱饵 但我会帮你拿到海洋之谜 并带领安全黑蛇号离开 林玄给出了解答 显然 麦克阿瑟并不是太相信这个答案 而且 林玄描述的也太过符合自己的需求 完全不掺杂个人利益 世界上难道真有这种好事 他早就过了 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然而 不管麦克阿瑟信不信 都不影响林玄的行动 在我拿到海洋之谜前 我希望黑蛇号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不要有任何意外 我不想看到的发生 林玄道 等等 麦克阿瑟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再次确认道 你是说 你要自己去拿海洋之谜 你不打算让黑蛇号 参与这次行动 林玄点了点头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就凭黑蛇号上 这些臭鱼烂虾 如果要参与截略商船的行动 出现检员的概率太大了 就算林玄能照看过来 也太过麻烦 不仅如此 截略行动太过声势浩大 万一保管海洋之谜的家伙 觉得珍宝必然会被夺走 干脆心意横 把海洋之谜扔进海中 或者故意损坏掉 林玄说理都没地方说 所以 不管从哪方面考虑 他自己亲自登上阿尔文号 先将海洋之谜拿到手 是最万无一失的计划 总结来说就是 猪队友们在后方躺好 加油喝彩 林玄负责推平对面基地 麦克阿瑟船长 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看样子 心里还有无数的疑问 没等他问出口 林玄道 我只是在通知你这件事 不是跟你商量 带着黑蛇号 按照我的要求 在这里等待即可 你要的海洋之谜 我会拿回来 其余任何多余的事情 都不要做 懂吗 办上 麦克阿瑟点了点头 似乎是想通了这件事 我知道了 你既然想找阿尔文号的麻烦 黑蛇号不会成为你的阻碍 海洋之谜你可以拿走 没有出力 就没有资格获得财富分配 这是海上的规矩 麦克阿瑟认为 林玄可能同样与阿尔文有仇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你说阿尔文号找了特殊的帮手 是怎么回事 林玄把话题扶正 我之前收到消息 阿尔文号上 好像忽然多了三个奇怪的人 这些人不仅个头高大 长相奇怪 而且力大无穷 麦克阿瑟说道 通过这些特征 林玄心中立刻有了猜测 阿尔文号上所谓的特殊帮手 恐怕是被修恩家族的成员 之前飞客就说过 驻守沉船岛的家族成员 很可能也陷入了规则之地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现在两边又处在了敌对的位置 如果真是这样 竞技航线图就能到手了 接下来 林玄让麦克阿瑟船长 仔细描述了一下 海洋之谜的样子 这件珍贵的项链 有个很明显的特征 上面镶嵌六颗海蓝色宝石 与无数碎钻 组成了一个水滴的模样 据说是阿尔文最为珍贵的藏品 可以看出来 阿尔文号为了引出黑蛇号 真是下了血本 如此明晃晃的诱饵 林玄不相信 麦克阿瑟船长看不出来 想到册子上的提示 这次掠夺 不仅仅是为了财富 更多的是复仇 这可能就是麦克阿瑟船长 宁愿冒着危险 也要劫掠的原因 所以 这家伙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 身份之间的转变 差别如此之大 面对林玄的疑问 麦克阿瑟船长 露出了与达利尔一样 见鬼的表情 这些本该早已沉入海底的秘密 却仿佛被林玄亲眼见证一样 了解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个阴谋 当时的阿尔文 只不过是个负责联络商船运输的小人物 随着麦克阿瑟船长的讲述 林玄这才了解了事情的全貌 当时的阿尔文 类似于中介 负责商人与运输船之间搭桥连线 促成运输交易 麦克阿瑟那艘秘密运送财富的委托 同样是阿尔文促成 只不过 阿尔文不知道从何处得知了详细的财富信息 想要独吞 于是便联系上了黑蛇号 造成这笔财富被海盗劫掠掠的假象 阿尔文也因此拿到了自己第一笔启动资金 逐渐成为了大商人 幸运活下来的麦克阿瑟船长 被路过的行船所救 虽然活了下来 但是他失去了一切 家产被变卖 妻子也跟别的男人跑了 只能流落街头 后来黑蛇号的老船长 偶然遇见了流浪汉一样的麦克阿瑟 并认了出来 他觉得 可以用麦克阿瑟威胁阿尔文 以丑闻勒索钱财 于是将他暂时收留在黑蛇号 没曾想 麦克阿瑟在黑蛇号 很快赢得了大家的认同 在某次 老船长喝醉之后 意外吐露出了实情 麦克阿瑟活之真相 悲从中来 杀意迸发 便解决了老船长 之后的事情 就是林玄从达利尔那里听过的 也难怪麦克阿瑟 只盯着阿尔文的商船截掠 讲述完自己的故事 麦克阿瑟双眼通红 道 海洋之谜你可以拿走 黑蛇号没有出力 就没资格获得分配 对他来说 能痛击阿尔文 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财宝都是次要 但很快 他又有了新的疑问 林玄既然决定 自己单独行动 又命令黑蛇号原地待命 这茫茫大海 怎么前往阿尔文号 很快 林玄给出了答案 黑蛇号的甲板上 林玄拍了拍通鱼鸟的翅膀 是时候来一场海上飞行了 海上 巨大的阿尔文号航行在海面上 某个宽敞的房间内 三个长相怪异 身材高大的贝修恩家族成员 正在这里用餐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面对满桌的菜肴 三位家族成员却脸色沉重 突然降临的规则之地 让家族损失了这处重要的驻地 一些重要的物资 还在沉船岛上存放 可如今 沉船岛却不知道 存在于哪处海域 旧的航线图 已经不会再指向沉船岛 只会指向这处规则之地 好在他们已经在不久前 向家族发出了消息 应该不会再有家族成员贸然前来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尽快脱离这里 然后与家族的舰队会合 再想办法寻找新的岛屿 作为家族驻地 再确认一次规则 我有预感 黑蛇号很快就会出现 我可不想因为你们两个谁的失误 导致我们永远迷失在这里 为首的家族成员 名叫菲斯特 是一名拥有代号的家族成员 代号名为火焰 能够在家族中拥有代号 表明该成员至少是一名 拥有三级行船的船长 并且拥有质变的县级之力 菲斯特的县级之力 便能够化作类似于火焰的能力 这种火焰并非寻常之火 遇水不灭 甚至能在海中燃烧 极为强力 另外两名则是家族的普通成员 但也都是经验丰富的二级船长 听到菲斯特的命令 哪怕早已将规则记住 两位普通成员也依旧拿出县级之版 再次确认 类似于文字的符号不断浮现 成功条件 守护海洋之谜 击退来自黑蛇号的截掠 失败要求一 阿尔文号船长或船员 遭受某种异常控制 失败要求二 阿尔文号被损毁 失败条件三 阿尔文号遭到解缘 失败条件四 海洋之谜遭到损毁 失败条件五 你被黑蛇号海盗 或阿尔文号船员杀死 失败惩罚 你将永远迷失在这片海域 献记之版上同样记载了 关于阿尔文与迈克阿瑟船长的一些恩怨 不过菲斯特并不关心这些 面对这些规则 他只感觉到憋屈 这些弱小的船员 明明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捏死 他却不得不进行保护 甚至当他索要海洋之谜 想要贴身保护的时候 那个胖的流油的阿尔文船长 竟然宁死不给 说什么 想要拿走项链 就从他的尸体上踏过去 真是愚蠢至极 真以为他一个代号成员 三级船长 稀罕那个破烂吗 幽灵海上 他什么宝石没有见过 好在 通过阿尔文 菲斯特了解到 黑蛇号上的船员 也都是类似的人物 甚至不用他出手 只需要眼前这两个家族成员 就足以让黑蛇号 永远地消失在这片海域 走 再找那名愚蠢的船长 确认一下海洋之谜的情况 说着 菲斯特一马当先 离开了屋子 海上 载着林玄的通鱼鸟不断飞行 他通过麦克阿瑟船长 确认了阿尔文号的航行路线 菲克留在了黑蛇号上 替他暂时管控海盗们 现在 林玄已经看到了海上的阿尔文号 正指挥着通鱼鸟不断靠近 阿尔文号的甲板上 一名船员正在清理甲板 忽然看到 脚下投下了一大片阴影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便看到 一只漆黑的大鸟 迎面俯冲下来 这漆黑的大鸟 嘴里还呼喊着 让船员听不懂的话 紧急迫降 紧急迫降 下一秒 一行提示突然复现 如果你控制了 这名船员 贝修恩家族的成员 会立刻受到失败惩罚 迷失在这片海域 嗯 林玄立刻停止了道法 有之前在原顿号上的经验 这些家族成员 在规则之地 同样要遵守规则 同一处规则怪谈之地 规则不会差别太大 考虑到这些贝修恩家族成员 是站在阿尔文号一方 凭借这个提示 林玄几乎已经猜出了 他们所面临的规则与惩罚 三个贝修恩家族 可是一大笔功德值的 林玄自然不能这么放过 万一所谓的迷失 让这些家族成员全部消失 那禁忌航线图与功德值 可就全打水漂了 于是 林玄只能顺势给了这名船员 一次足额电疗 在逼问出海洋之谜 和关于阿尔文号的信息之后 林玄便让这名船员 在海风与阳光中 尽情地享受身体的颤动 根据船员所说 海洋之谜 一直由阿尔文贴身保管 此刻这家伙 应该是在船长室内 或许是因为 黑蛇号要来截略的原因 船员们都在 各自的房间内待命 林玄前往船长室的途中 竟然一路无人 格外通畅 这倒是免去了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很快 一扇敞开的大门 映入林玄眼帘 远远看去 屋子中 有三个极为高大的人影 连杀两个被 修恩家族成员的林玄 一眼便猜出了他们的身份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胖得流油的男人 不出意外 这胖子 这家伙的手上正拿着一条珠光宝气的项链 根据麦克阿瑟船长对他的描述 就是那条海洋之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林玄没想到 竟然能这么容易 就看到自己的目标 大概是自己最近转运了吧 林玄盯着海洋之谜 陡然化作一道电光 冲了出去 你们也太小心了 这条项链在我这里 谁都别想拿走 二文将海洋之谜放在掌心 脸上露出迷醉的表情 看 多漂亮啊 绝不能让那群肮脏的海盗玷污 话音未落 一道电光乍现 二文手中的海洋之谜 瞬间不见了踪影 为首的菲斯特立刻有了反应 哪里来的小贼 把海洋之谜还回来 献祭之板瞬间浮现 菲斯特身上燃起巨大的火焰 这火焰并不灼热 甚至有一种古怪的阴冷感觉 菲斯特猛地抓向林玄化身的电光 然而 电光之讯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消失在船长室 空气中留下一句淡淡的话 持我尾气吧你 虽然不明白 什么是尾气 菲斯特本能地感觉到 这是一句羞辱 二文也终于从眼前的变谷回过神 这是什么东西 追 你们赶紧给我追 必须要把海洋之谜给我拿回来 菲斯特恼怒地瞪了二文一眼 心中的杀意无限膨胀 如果不是这家伙 死不把海洋之谜交给他们 何至于发生现在的事情 可现在说 这些于事无补 藏头入围的家伙 别让我抓到你 菲斯特大怒 心里却无比急迫 海洋之谜 关系着他们的安危 必须尽快夺回来 一路狂奔 二文扶着船长式的大门 期待地看着菲斯特三人远去的背影 有着三个怪物一样的家伙在 海洋之谜一定会重新回来 想到此 二文沉思起来 海洋之谜究竟蕴藏着什么秘密 竟然先后引来这些奇怪的 不像人类的存在 能从一个小小的船商中介 走到今天的地位 二文自然不傻 他早就看出菲斯特三人 对海洋之谜的态度很奇怪 明明有着沙光所有人的力量 却似乎忌惮着什么不敢出手 他本想利用海洋之谜 让这三个家伙帮自己 做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正思索间 二文的余光忽然注意到了 一团漆黑的东西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只巨大的黑色怪鸟 二文吓了一跳 什么鬼东西 自顾自整理羽毛的通鱼鸟 猛的一顿 抬起头诡异地盯着二文 你妈 刚说出两个字 通鱼鸟忽然止住 谨慎小心地看了一眼四周 很好 大魔王不在 他立刻没了顾忌 开始对二文进行疯狂输出 你妈炸了 死胖子 爷在你妈灵堂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 爷率领三路超级兵 去给你家灵堂做法 给你家母一个DF二连 清明节扫码你家墓碑 获得利捡红包 扫三送五 正规发票 没有林玄在身旁束缚的通鱼鸟 像是解开封印的慧与恶魔 开始连续施法 二文何曾听过这种千变万化的辱骂 连最粗俗的海盗 都不及通鱼鸟这张嘴的万分之一 尤其是龙国语中的一些内容 似乎给了通鱼鸟一些真上加成 伤害极为恐怖 我要顿了 你这是死鸟 二文瞬间血涌大脑 拖着肥瘦的身躯 就要跟通鱼鸟拼命 通鱼鸟轻蔑地看了二文一眼 震翅在船舱中四处乱飞 同时 他这张嘴也没有停止输出 不断对二文造成成蹲的真实伤害 林玄一路火花带闪电 来到甲板上 献出身形 将海洋之谜往怀里一塞 身后 菲斯特等人紧赶慢赶地追了出来 看到林玄的动作 菲斯特心中杀意不断翻涌 现在还没有受到失败的惩罚 说明 海洋之谜可能是需要离开二文号的范围 才算失败 考虑到海洋之谜还在林玄手中 菲斯特不得不做出让步 把海洋之谜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离开 林玄没有答话 看着菲斯特身上的火焰有些眼馋 这些怨气竟然已经浓郁到发生了变化 这该是一笔多大的功德值啊 林玄又看向菲斯特身后的两名家族成员 他们并没有动用献祭之力 在他们看来 菲斯特大人既然决定亲自出手 必然会以雷霆之事解决 根本没有任何出力的机会 可林玄就不乐意了 不动用献祭之力 怎么报金币 同样是在原顿号上总结出来的教训 巴奇拉死了一地 吓得菲奇诺压根没敢开大 只敢偷偷传递消息 导致自己平白损失了一笔功德值 有了经验教训 这次林玄就学聪明 他决定小装一下 指着菲斯特身后的两名家族成员 故作天真道 哇 我也要看他们两个表演身上冒火 想到自己这副样子会被呈现在直播间 林玄只能在心里不断暗示自己 只有八岁 只要他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幸好 菲克通鱼鸟等一众忠诚员工不在身边 不然自己的仪式英明 想到这里 林玄意识到自己刚刚顾着跑 好像把通鱼鸟丢在了船长室 但通过精神控制 他发现这家伙此刻的情绪似乎格外愉悦 不知道在干什么 既然没出事 就先不管了 菲斯特听到林玄的话 浑身的火焰几乎发出了爆鸣声 这个小鬼 竟然觉得他身上的力量 是某种任人观赏的表演 两位家族成员也勃然大怒 虽然献祭的奴隶在他们心里如同猪狗 但献祭之力本身 却被视为伟大与神迹不容污蔑 虽然恨不得将眼前的小鬼生吞活泼 但菲斯特也只能咬牙切齿 冷冰冰道 开启力量 两名家族成员在林玄期待的目光中 也只能饱含屈辱地拿出献祭之板 默默地开启了献祭之力 庞大的怨气几乎将整个阿尔文号淹没 现在能把海洋之谜还回来了吗 菲斯特的语气平静下来 但两名家族成员却知道 此刻菲斯特大人究竟蕴含着怎样庞大的木火 这小鬼一旦交回海洋之谜 菲斯特大人一定会将其置于火焰内 生生炙烤十日 真不错啊 林玄笑了起来 但嘴里的话却是让菲斯特 再也忍不住自己磅礴的杀意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过要把东西还给你 目的达到 林玄也不愿意再说更多废话 这是阿尔文号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雷法 哪怕葬送整个行传也无所谓 林玄抬起手 闪烁的电光瞬间浮现 只是突然间 他不知为何 脑海中忽然浮现了一双期待的牛眼 耳畔好像也忽然听到了一阵凄凉转的鼓针之音 何日才能见上师 话说 这两个家伙是不是有毒啊 林玄默默地放下手掌 我改变主意了 菲斯特一愣 脸上浮现出一丝喜悦 你要把海洋之谜还回来 他以为林玄忽然想明白自己的处境 这样的话 他也许会在拿回项链后 让这个小鬼死个痛快 不 我的意思是 让你们换个死法 林玄散去雷法的同时 一扇漆黑的门户在背后成形 弥漫的阴气带着冰冷刺骨的寒意 两名普通家族成员立刻感受到了陷阱之力的紊乱 如灵大敌 菲斯特身上的火焰熊熊燃烧 几乎将身体完全覆盖 看不到原本的样子 不愧是怨气浓郁到发生变化的邪碎 此刻的表现超越了林玄见过的所有家族成员 菲斯特心里远没有表面上这么镇定 心里产生了同菲克生前几乎一样的想法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菲斯特自问在幽灵海也算是见多识广 精力远不是普通家族成员能媲美 他发誓自己从未有过哪一次 有这种像是碰到天敌般的感觉 看似熊熊燃烧的火焰 其实只是陷阱之力自发形成的对抗 换句话说 菲斯特根本没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力量 不论这是什么 他都没有退路 失败的惩罚是迷失在这片海域 那与死亡没有什么差别 现在 菲斯特他们只能拼命 滚滚阴气中 门户打开 林玄转身看着门户 在想这次来的阴帅会是谁 就在这时 熟悉的古争之音再次响起 看来这次来的是马帅 林玄可忘不掉这个自带BGM出场的家伙 只不过上次是念白先出 随后才有的乐曲声 这次怎么变了 正疑惑间 林玄看到阴气忽然剧烈地翻滚起来 隐隐约约间 有几声沉闷的击打声 隔着门户传过来 这熟悉的打击声 还有马帅隐隐约约的斯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个牛犊子给我等 好 说好打人不打脸 门户对面 好像有些很混乱的事情在发生 但很快 一切回归平静 只是原本还算清幽的古争之音 陡然变得慷慨激昂 有一种千军万马的气势 牛头魁梧的身影 大步从门户走出 只是步履之间 似乎有些微的仓促与不稳 盔甲上 也有一些可疑的裂痕 接着便是牛头的大嗓门 上尸 可想死俺了 一双硕大的牛眼 热切地注视着林玄 好像一条正在等待头位 林玄赶紧摇了摇头 把这个不太尊敬牛帅的想法甩掉 再怎么说 然而这一摇头不要紧 牛头一下子慌了 上尸为何摇头 可是板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上次与林玄见面的所有记忆 立刻被牛头从脑中翻找出来 一针一针地检查自己 是否有得罪林玄的地方 可无论怎么检查 牛头都没找到类似的痕迹 难道说 牛头想到了一个 让牛心碎的可能性 他叹口气 落寞道 上尸 您可是更喜欢马面的小子 爱俺懂 俺就是个憨货 不如马面的小子嘴甜 懂排场 打个架花里胡哨 俺也不会念什么打游诗 只有一膀子力气 瞒得很 上尸 您要是更喜欢马面 俺这就回去 让他过来 俺老牛求的也不多 只要上尸心里有俺 就满足了 不管发生什么 俺老牛都会随时等待您的吩咐 说吧 牛头魁梧的身躯 竟显得有些勾楼 颇有一种英雄落幕的感觉 尚未完全关闭的地府门户里 隐约有咆哮声 牛头 你这个心机 话还未说完 牛头的手指在背后微动 浮动的音气如同屏障 悄然而迅速地掩盖了 门户中传来的声音 林玄没有看到这些小动作 只是一头问号 他可是一句话都没说 牛头这家伙 到底挠不出了什么东西啊 听着还怪可怜的 牛帅多心了 我只是 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再说了 牛帅如此威猛 我只会更加安心 林玄立刻轻声安慰 果真如此吗 上尸 上尸竟如此看重俺 既然如此 俺也绝不会让上尸失望 牛头立刻露出喜悦感动之情 林玄表情诚恳认真 一副与牛头交心的姿态 心头却有些狐疑 总觉得这家伙 似乎有眼的成分 但他没有证据 牛头则是一边努力 表现自己的情绪 一边心中则是暗自得意 不愧是地府里有名的狐妹子 教的这套对付男人的 办法就是好用 牛头还记得 那狐妹子语重心长地教育自己 牛帅啊 你要明白 优秀的男人 周围都是花花蝴蝶 这些花蝴蝶 都会用力展示自己的美与好 不能只对他好 你要让男人觉得自己 被强烈的需要 要让男人连你 同时 你也要假装不经意地 戳破其他花蝴蝶的缺点 展示自己的优点 不过 切记适可而止 过犹不及八个字 当时 牛头觉得惊为天人 没想到这其中 有这么深刻的学问 虽然有些羞耻 但为了功 上师 他牛头自当竭尽全力 现在看来 这套方法果然很好用吗 虽然上师只是一个男孩 嗨 差不多 都是男的 只不过他没太想明白 为何那狐妹子 最后送自己离开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 好像既兴奋 又期待 眼神里有一种 说不明到不清的情绪 想到适可而止 牛头表情面色一素 终于想起 自己该办正事了 叫俺看看 到底是哪只不长眼的杂碎 敢惹到上师头上 说着 牛头瞪着眼 杀气腾腾地看向前方 在旁边当了 许久电灯炮的菲斯特 心中猛的一颤 身上的火焰 好似风中烛火 疯狂摇曳 菲斯特的直觉 潜意识本能所有的一切 都在疯狂预警 他知道 眼前这个古怪的东西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可紧接着 他露出决然的表情 没有退路了 哪怕浮以汉术 飞蛾扑火 也只能一战 菲斯特向前踏出一步 顶着牛头 如有实质般的杀意 悲壮道 被修恩家族菲斯特 代号火焰 向您发出挑战 愿以生命 铸成被修恩的荣光 菲斯特心存死至 家族荣耀 不允许他向敌人 低下头颅 哪怕明知不敌 也必须以生命证明 他们没有让家族蒙羞 菲斯特身后的 两名家族战士 被这番话鼓舞 同时向前踏出一步 以生命 铸成被修恩家族的荣光 两位家族成员怒吼 一时间 甲板上满是悲壮的气息 如果有人愿意喊一句 风潇潇吸一水寒 倒是符合此刻 菲斯特三人赴死的气势 牛头瞪着一双硕大牛眼 鄙夷地看着菲斯特 牛头好像被逗笑了 你在俺眼里 只是臭不可闻的垃圾 弱小道俺甚至都不敢用力 生怕一不小心 就才死一只蝼蚁 你现在说 你在挑战俺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被你们这么说 俺真觉得晦气 菲斯特面色猙獰 双眼通红 大吼道 是可杀不可入 被修恩家族 绝不容许玷污 伴随着冲天的阴冷火焰 菲斯特与两位家族成员 朝着牛头发起攻击 有勇气的垃圾 也还是垃圾 牛头微然不动 站在那里 冲着漫天席卷而来的火焰 一巴掌甩过去 啪 一声脆响 菲斯特只觉得自己的脸 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力量 牛头的手掌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穿过火焰 打在他脸上 真以为弄点冤魂 就天下无敌了 我呸 也不瞅瞅自己什么货色 牛头骂骂咧咧 又是一巴掌扇过去 这次牛头没再和上次一样 表演卖力出击的戏码 主要是上次马面解决得太干脆了 骚包归骚包 但人家一招就解决问题 这让牛头觉得自己 跟斜碎打得有来有回 哪怕是单方面有回 也显得有些丢牛 这次干脆直接摊牌了 第一巴掌 纯粹为了骂人 牛头是真觉得很晦气 第二巴掌下去 可就是朝着魂飞魄散的方向用力了 菲斯特想要躲避 可身上沉重地 仿佛压着一座山 牛帅 找一找这家伙身上有没有 一张奇怪的皮子 如果有 就麻烦牛帅帮忙拿来了 林玄急忙出声 生怕牛头连人带雾一起打得稀巴烂 根据飞客描述 竞技航线图印在某种奇怪生物的皮子上 上师放心 俺晓得了 牛帅着巴掌力道不减 却有一缕缕音器 朝着菲斯特的身上汇聚 如同一个个小触手 在飞快搜寻 上师俺找到了 巴掌落下之前 一缕音器卷着一张黑色的奇怪皮子 飞到林玄面前 被他一把抓住 有提示浮现出来 通关幽灵海的关键航线图 机遇与危险并存 有了提示做认证 林玄知道自己拿到了真货 等离开这处规则怪谈区域 他就能踏上禁忌航线 迈上通关之路 思索之间忽然有惨叫声传来 菲斯特等人 在牛头一巴掌之下 碎得不忍直视 话说都碎成这样了 再说什么 著成被修恩家族的荣光 应该挺费胶水吧 牛头这家伙 似乎有什么 把人碎尸万段的爱好 如果没记错 当初巴齐拉也是这样死了一地 不过 凶残一些才好 站在客观的角度上 菲斯特死前的确挺悲壮 但站在林玄的立场上 他一旦失败 后面可是要许多无辜的龙国人陪葬 林玄还记得那句名言 对待敌人 就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牛头像扫垃圾一样挥挥手 这些满地的碎肉血污 便尽数落入了海中 甲板上干净的 如同刚刚洗过 他眼巴巴地看着林玄 该做的他都做了 该清理的也都清理了 牛头满心期待 自己即将获得的功德奖励 果然片刻之后 牛头的眼中 映照出大片的金光 朝着林玄涌去 这些功德金光中 又愤出了一大两小 三缕功德落到了自己身上 好幸福 牛头乐的眼睛都要没了 虽然对比起林玄获得的功德 有些不够看 但那要看跟谁比了 想想平时在阴司里做的那些事 哪个不是男千倍百倍 动辄就受伤 而完成后奖励的功德 也少得可怜 以前大家都差不多 谁也不嫌弃 觉得有功德赚就是好事 自从跟了一次林玄 牛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 年死几只不起眼的臭虫 竟然就有豪华功德相送 一丁点的付出 换来的是至少十倍以上的回报 别说他牛头了 等以后 上师的寝神术 足以容纳十殿炎王 出现在阳间 那些平日里无比威严的上司们 真的还能保持自己的一态 牛头才不相信 所以 有机会就要抓住 他在阴司 也是有头有脸的存在 都能拉下脸面 去请教狐妹子了 其他阴帅知道了 会不迟吗 不 他们只会羡慕极度恨 牛头在这边展望牛声的时候 林玄也迎来了一次大收获 首先 菲斯特自己 就贡献了三千的功德值 位列林玄目前单次最高收入 而两名连名字都没有的 贝修恩家族成员 则各自贡献了一千八百功德值 与当初杀死飞客一样 这一次 总计收获了六千六百功德值 再加上原本的功德余额 林玄目前的功德值记录 一万五千三百零五 一万五的功德值 林玄觉得自己 从未打过如此富裕的仗 有钱了 人的消费欲也来了 他立刻打开面板 开始浏览倒数升级选项 至于要升级哪个倒数 林玄思考起来 要说他现在最重视哪些倒数 毫无疑问 补算术 雷法 请神术 这三种倒数使用最多 也最好用 二级补算术给出的提示 给林玄节省了很多需要搜集的线索 他很多时候 能够直面问题根源 就是靠提示 二级补算术 就已经这么恐怖了 三级补算术 林玄说不好奇是假的 可是面对一万五千的功德需求 一旦升级 可就一招回到解放前了 想了想 林玄觉得 还是先掠过补算术 毕竟后面踏上禁忌航线 应该还有许多能获取功德值的地方 不急于一时 接下来是雷法 升级到三级雷法 需要六千功德值 林玄不得不承认 雷法真是个好东西 即控制和杀伤力于一身 要么原地抽搐 要么原地爆炸 还自带照明 有那么一瞬间 林玄都想升级了 但想到现在是在海上 威力更强的雷法 在这里 恐怕并不能发挥真正的实力 最后则是请神术了 只要在规则怪谈中 请神术 简直是绝杀般的存在 几乎没有任何缺点 硬要说的话 就是目前见到的两位英帅 性格方面有些特别 一个B王 一个影帝 心机表 不论如何 两位英帅的实力 有目共睹 毫无争议 对于自己的话 更是几乎无条件顺从 但林玄看着升级所需的 五千功德值 忽然心头有一个疑问 三级雷法 就要六千功德值了 仅需五千功德值 就能升级的请神术 难道能进一步请到判官吗 英帅之上 便是判官 三级雷法 难道会比牛头马面 这种存在更加强大 怎么想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思索下来 林玄反而对三级请神术 更加好奇 五千功德值 说多不多 林玄认为值得一事 反正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如果真的能请来判官 那只能说是 他占了天大的便宜 他此刻的心态 买了彩票的人 在自己一定能中投奖 与肯定无法中奖之间 来回摇摆 赌了 林玄小手一抖 选择升级 功德值五千 请神术 二级 请神术 三级 你与地府的联系加深 现在你同时请来两位英帅 你能够在请神术的消耗下 坚持更长的时间 四级请神术所需功德值 五万 林玄 果然 赌狗是不会成功的 五千功德值 显然不够判官的出场费 不过四级请神术所需的 五万功德值 十倍差距 应该是判官没错了 总不能五万功德值 还是解锁一个宠物槽位吧 此刻 林玄有一种小保底歪掉 大保底遥遥无期的 微妙挫败感 卧槽 牛头刚从幸福的功德 收获中回神 却猛然看到林玄背后 虚空中产生波动 一扇漆黑的大门 从无到有 浮现出来 也就是说 林玄的背后 此刻出现了两座 象征地府的门户 牛头瞪圆了自己的牛眼 这特么的 可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他从没见过任何相关记载 有人能够同时 请神两位 不仅如此 那漆黑的门户 变得更加真实 门户上雕刻的骷髅恶鬼 连表情都栩栩如生 仿佛随时能从门上走出来 这是与地府联系 加深的表现 牛头震撼无比 脑中顺闪四个字 恐怖如斯 上师究竟做了什么 怎么会在请客间 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牛头绞尽脑汁 实在想不出 自己到底漏掉了哪个细节 难道我对上师投注的目光 还不够吗 牛头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很快 他就没工夫怀疑了 第二扇地府门户 在阴气的翻涌之中 打开了 先是有鼓争之音响起 打开的门户中 有声音先一步传出 名土绝地三万里 闲庭性不我无敌 身着黑袍的马面 潇洒地从门户中走出 随后自信一笑 朝前方看去 上师 我擦 你怎么还在 马面猝不及防地 对上了牛头瞪得滚圆的眼睛 这个瞬间 马面觉得自己撞鬼了 不对 自己就是地府英帅 天天见鬼 见人 这个描述更不对劲 马面感觉到 自己的思维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混乱 走错了 莫非上师 还有一个同样天赋一禀的 双胞胎兄弟 他下意识地转身看了一眼 随后一双眼睛和牛头一样 瞪得滚圆 原本黑肠直的一头病毛 啪得炸毛了 我一定是在做梦 刚刚那头死牛 一定是把我打晕了 我还没醒 马面喃喃自语 这一幕让他以为自己身在梦中 牛头被马面的呼喝声 换回思绪 听到这话 牛眼一转 记上心头 嗯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相信上师的实力了 俺就知道 上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等场面 不过而二 牛头大意凛然道 你 马面先是一怒 然后立刻警惕起来 变了 这头死牛变了 以前这家伙 脑子里只有一根筋 不管面对什么妖魔鬼怪 就一个字 忙 可现在 这家伙的 好像瞬间开了八百个心眼 不能被这家伙唬住 马面随即潇洒一笑 轻声吟咬 如梦如幻 似真似假 错觉梦中人 不知是真贤 上师真乃人间仙 我自愧不如 随后 在牛头警觉的目光中 露出一口大白牙 你这家伙 平日里向来愚笨 言语粗俗 是否惹得上师不满 这才换我前来将你带回 牛帅 机缘在前 切勿轻事啊 牛头的鼻孔中 喷出两条粗重的气柱 将拳头捏得嘎巴响 论说话 他的确不如马面这小子 马面不动声色地后退一步 如果是其他地方 他能把活牛溜成死牛 但是在上师面前 被牛头揍一顿 可就万事皆休 就在此时 林玄的声音响起 略带疑惑 两位阴帅可是有仇 哈哈 怎么可能 我跟马面 可是不知道多少岁月的好搭档了 牛头立刻反应过来 大笑着走向马面 来了一个深切而有力的拥抱 两条胳膊出现了可疑的膨胀 是的 牛帅我俩默逆之交 是值得托付生死的好兄弟 马面语气感慨真诚 背地里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快被挤出来了 林玄 你们俩说的话自己信吗 这难道就是 所谓的修罗场 只是别人家的修罗场 都是漂亮的大姐姐 可爱的小萝莉 清秀可人的林家青梅 怎么到她这里 变成了牛跟马 不要啊 这也太牛马了 说起来 为何不见别的英帅 林玄故意转移话题 这俩货实在太拉眼睛了 直播间多少观众们 可都眼睁睁地看着呢 牛头马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了地府英斯的脸面 现在好了 感觉英斯的脸 被这俩货丢光了 说起正事 俩人终于暂时放过彼此 决定休战 马年整理了一下自己 被牛头弄乱的病毛 沉吟了一下 说地府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只留下我和牛头 驻守英斯 其余英帅都被争掉了 原来如此 林玄恍然大悟 难怪每次实战请神术 那扇象征地府大门之后 老是这俩货 简直跟精准定位似的 至于地府发生了什么事 英帅们为何被争掉 林玄没问 阳间之人 不过问阴间之事 这是规矩 林玄既然修行了请神术的道法 就需要遵守这个规矩 这道法中的规矩 可不是规则怪谈 说违反就违反 据说对阴间了解得越深 就越可能会坠入其中 永世不得脱身 而且 就算问了 牛头马面也不会说多少 规矩束缚的 不仅是林玄 还有他们 这俩家伙 还指望跟着林玄 赚取更多的功德 压根不敢在这方面多说 那么大一个金主 可一定要长命百岁 平平安安 长长久久 这是牛头马面 对林玄最质朴的祝福 也差不多 又到两位英帅离开的时候了 麻烦已经解决 再留下指挥徒增林玄的负担 两位专属暖男 当然不会忽略这样的小细节 上师 死去阴丝 马面饱含热泪 这次 他只是单纯地出了个场 什么事情都没做 作为老搭档 他一看牛头那张笑得 灿若菊花的脸 就知道 这货肯定没少拿功德 羡慕极度啊 虽然林玄现在能同时 请出两位英帅 但任务分配权 可是还在林玄手上 干活多 功德多 干活少 功德少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 马面怎么会不明白 现在要争夺的 就不是出场机会了 而是出手机会 一定要让上师相信 自己才是最值得托付的英帅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牛头伸手捂住嘴 哈哈 上师 俺们 这就先走了 有事您就喊俺 别怕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您的事 就是俺的事 说吧 牛头用蛮力拽着马面 朝门户走去 绝不能让马面这小子多说话 打油是一套套的 万一迷住了上师可咋办 马面一边挣扎 一边疯狂冲林玄眨眼 片刻后 门户关闭 两位英帅也不见了踪影 怪谈直播间 观众们也被惊呆了 大家都尽可能地 高估小道长的实力 但没想到 小道长竟然又在背后 开了一扇门 请出了第二位英帅 这样一来 牛头马面护身 究竟还有谁能伤害得了小道长 不过很快 随着牛头与马面之间的互动 话题立刻歪到了天边 大家笑喷了 明明是一个应该展示实力的场景 结果变成了小道长的修罗场 什么茶艺牛牛啊 牛帅大人 你回地府的这段时间 到底在学什么 碎了 牛帅在我心里的威猛形象碎了 我用来做梦的素材 都不敢有这种场面 接下来 马帅大人又新增一句出场诗 后牛头捂着马面的嘴 生生将其拽走的画面 简直让观众们笑到不能自理 马帅 如果你被绑架了 你就眨眨眼 马帅 我特么眼珠子 都快眨掉了 马帅 上师 你倒是说句话 可恶 听不到马帅的退场打游诗 我今晚怎么睡得着 马面粉丝团与牛头粉丝团正式宣战 拔剑吧 牛头粉丝团不想搭理你 并用力捂住你的嘴 观众们在网上纷纷玩起了梗 热闹极了 网络上那两部史上最大牌舔狗系列 其制作者迅速更新 将这次的场面尽数添加其中 并制作了番外篇 小道长的修罗厂 视频一出 请客间引来爆炸般的热度 无数观众留言评论转发 嗨的不行 主要是大家真没想到 道经与神话记载中的牛头马面 竟然是这种性格 比起文字上严肃的记载 现在的牛头马面 更像是活生生的人 就好像是你的邻居 同学 同事 真正意义上的活在了龙国观众们的心里 这不比看经文有意思多了 海面上出现了黑蛇号的踪运 林璇在拿到海洋之谜的时候 就通过控制 联系了留在黑蛇号上的飞客 让黑蛇号过来 这边 通鱼鸟迈着嚣张的步伐 从船舱走出 来到甲板 林璇能感受到 这家伙源源不断地传来 某种愉悦的情绪 你做了什么 林璇狐疑地盯着通鱼鸟 总觉得这家伙没干好事 通鱼鸟六亲不认的步子猛然一致 略带讨好的 看了林璇一眼 鸟会一张一合 我 祝福了那位船长的家母 真的 林璇面色逐渐转冷 他几乎能肯定 这家伙 恐怕刚刚没少说脏话 不然至于这么心虚吗 嘎嘎 真的 我祝福了那个胖子的家母 红红火火 我还说 以后有机会 帮他扫墓 通鱼鸟顿时慌了 急忙为自己辩解 反正差不多一个意思 二文号船长室的角落里 失去了灵魂 不断喃喃自语 太脏了 太脏了 怎么会这么脏 恶魔的低语 一定是恶魔的低语 林璇在甲板上 狠狠地收拾了通鱼鸟一顿之后 这家伙 也宛如失去了灵魂 贪在甲板上装死 黑蛇号终于靠近过来 林璇踢了一脚装死的通鱼鸟 让他将自己带回黑蛇号 麦克阿瑟船长 站在甲板上 盯着二文号的目光 蠢蠢欲动 成功要求是 拿到海洋之谜 并带领黑蛇号安全离开 林璇可不会在这个时候 让他自由发挥 他随手将散发着迷人光彩的项链 扔给麦克阿瑟 然后命令黑蛇号离开此处 随着二文号 逐渐在视野里失去踪影 林璇的眼前 再次浮现出变幻的光影 怪谈直播间 随着光影的变幻 观众们也纷纷猜测起来 应该还是与麦克阿瑟船长有关 接下来就是辅助麦克阿瑟船长 成为海贼王 对对对 麦克阿瑟船长 务实橡胶果实是吧 什么名不慢剧情啊 想什么呢 有小道长在船上 麦克阿瑟船长能做什么 牛帅 俺要牛帅 我不管 马帅就是醉掉的 弹幕中一轮纷纷 通过一梦一 与一梦二发生的事情 观众们都能猜测出 这次的规则怪谈取语 必然是麦克阿瑟船长的故事 不可能开着船 后面去打小怪兽吧 然而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屏幕中 一阵光影的变换 下一秒 竟然直接黑屏 直播间的画面不见了 汹涌的弹幕 瞬间安静 这种怪谈直播间 突然黑屏的情况 所有人都不陌生 一般只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 第一 通关成功 参赛者或存活者 回归现实 直播间关闭 第二 参赛者死亡 通关失败 直播间关闭 怪谈入侵现实 现在 第一种情况 显然不可能 林璇刚刚拿到竞技航线图 甚至还没开始启程 所以 压根不可能通关 更别说 还没有那种 全球通知的浩大声音 可第二种情况 这个想法刚刚冒头 无数龙国人 就觉得如坠冰枯 怎么可能 小道长明明那么顺利 甚至可以 说是完美的地 通过了一梦二 没有触发任何的失败条件 不可能通关失败 理智商这么分析 可现实却是 怪谈直播间 依旧黑屏 卧槽 别吓我呀 这不是真的 我在做梦 小道长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快出来啊 牛哥 马哥 牛爹 马爹 牛爷 马爷 你们快救救小道长 高层会议室内 一片死寂 大长老脸色惨白 身体都在颤抖 他同样不愿意 相信眼前的事实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根本没有给人缓冲的余地 龙国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 难道就这么被覆灭了 可是 坐在他的位置上 不论天塌了 还是地县了 都必须保持理智 大长老沉默了半声 嘴唇颤抖开始下达命令 准备紧急疏散民众 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清风关的小队不要再继续训练了 随时准备待命 会议室内的众人 都面露悲戏之色 与此同时 龙国直播间出现的重大变故 几乎是瞬息之间 传遍了蓝星诸国 无数的目光汇聚而来 诸国高层已经民众 对林玄的态度 其实很复杂 一方面 诸国高层不知道多少次 在夜里眼红叹气 无数次质问上帝 为什么林玄不是自己国家的人才 而另一方面 他们又必须尽可能地 抑制林玄的影响力 以免民众对他们所管理的国度 失去信心 这些国家的网络上 无数关于林玄的黑料 以及不实言论 甚嚣尘上 全蓝星 除了龙国 每天有成千上万条 抹黑林玄的言论诞生 网络看似无限流通 但在地狱 种族 等方面的影响下 又显得极为闭塞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黑屏 诸国表面 发来了深切的问候与哀悼 但实际上 不少人在私下里开香槟 大家都在粪坑里挣扎 凭什么你龙国突然上岸 屡战屡胜 一片欢声笑语 合家欢乐 在诸国不少管理层眼里 龙国就像是穷三代的亲戚 忽然中了头奖 隔天就开着大奔 搂着小蜜 在你面前晃荡 你不想看不想听还不行 这该死的穷亲戚 还每个月拿个大喇叭 在你耳边循环播放 于是 只能一边暗骂狗托去死 一边希望自己也成为狗托 如果说 此刻还有一个情绪正常的人 非玄亲子莫属 这位许久未出场的盗门魁首 实际上每次怪谈开播 都未曾缺席 一直在高层会议室内 挂着一个盗门专家的牌子 玄亲子看着漆黑的屏幕 心里毫无波动 一副无欲无求地得到高人模样 倒不是他已经将盗法 修到了天人合一 万物不动的境界 而是 这家伙 特么早就被林玄震妈了 当初林玄第一次 在幸福公寓出场的时候 他还能勉强跟着林玄的行动 做出合理的解说 寻找相关的盗法 道经依据 同时在心里安慰自己 如果在修行上几年 几十年 或许也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就看盐万给不给面子 让他多活些时日 可后来 林玄一落来的表现 玄亲子彻底抹了 别说姐说了 他一个到门魁首 压根儿看不懂了 最开始 连请两次阴差 踏阵换雷 还能说是天赋异禀 懂控鬼术 算是涉猎广 但过分地来了 谁家倒是换雷 跟暗打火机似的 说来就来 别人控一个鬼 都要缓个两三年 林玄跟批发大白菜似的 做过分的 就是请神术 阴差就够舔了 但见过牛头马面 玄亲子才悟出了 舔字真谛 恍惚间 玄亲子已经看到 林玄高坐阴司之上 目光所至之处 万鬼臣服 其声称颂的场面 于是 玄亲子彻底躺平了 这种存在 会翘无声息地 死在规则怪谈中 信这个 不如信他玄亲子 是三清老祖转世 就在高层会议室内 气氛沉重到极点的时刻 玄亲子出乎 所有人预料的轻笑出声 并摸了摸自己光华的下巴 最近他反复观看了 史上最大牌田狗 马面片后 领悟出了一些精髓 会议室内 众人惊疑不定地 看着玄亲子 有人觉得 玄亲子是不是受 太大刺激疯掉了 却只听玄亲子悠然道 不过是凡人优先 自身烦恼罢了 且看下去吧 而此时此刻 成为舆论风暴中心的林玄 在光影的变换之后 发现自己来到了 一处奇异的海域 这里的海面 平静得像是一面镜子 林玄发现自己乘坐在一艘 缓慢飘荡的小渔船上 飞客和通鱼鸟 都不见了踪影 而在林玄对面 坐着一个奇怪的家伙 一个完全用水构成的人 还未等林玄开口 这个水人便做出了自我介绍 我是船长 也是幽灵海之主 幽灵海之主 听到这个名号 林玄第一时间的反应 就是这获值多少功德 幽灵海这么大一处怪坛之地 如果杀死他的主人 当场功德成胜不过分吧 林玄看着水人的目光 变得危险起来 随即有一行提示浮现 这行提示 似乎是对水人自我介绍的补充 它也是幽灵海本身 似乎是察觉出了林玄的意图 船长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如果你能把幽灵海燃尽 就能彻底杀死我 能做到这一步 我会很感激你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想死却死不掉 无论我将自己的意识 泯灭多少次 都会在海中重新醒来 燃尽幽灵海 然后遗憾地发现自己做不到 至少目前做不到 至于未来 林玄默默地看了眼 系统的升级列表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那种 几乎等同于一天换地的道法 需要的功德值 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 还是要多多赚取功德值才行 林玄认真思索的模样 让船长露出一丝惊恶 你不会真的在考虑 要怎么燃尽幽灵海吧 难道你真有办法 或者认为自己能办到 林玄遗憾地看着船长 坦承道 至少现在我还没有能力 做出这样的事情 有趣 你真是太有趣了 船长盯着林玄 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期待你能让我得到永久的安眠 不过现在 还是聊聊这里的事情吧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对了 为了防止一些秘密外泄 所以我 暂时屏蔽了 你与外界的联系 林玄意识到 船长指的是直播间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 果然直播间一片黑屏 甚至连弹幕都发送不了 放心 等之后我会恢复这些 船长道 林玄点了点头 倒也没太在意 虽然可能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 但他不是通关失败 怪谈不会入侵 而且他也很好奇 船长究竟有什么秘密 要告知自己 不过 想到自己现在 是提问者的身份 林玄进行第一次提问 规则怪谈究竟是什么 你和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船长沉思了一下 规则怪谈的秘密 我无法解答你 因为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条 关于规则怪谈的思考 它似乎是非常矛盾的 充满恶意 但又蕴含一线生机 对于这个解答 林玄并不满意 说了都没说一样 船长也明显感觉出 林玄的情绪 但也只能无奈地贪手 对于第二个问题 船长的话 则明显多了起来 最初 我与你一样 是一个被选中的参赛者 在某次通关后 我获得了一个能力 能将规则对我的污染 进行转移 最初我并不知道 这些污染转移到了何处 只是感觉 这项能力 简直不可思议地强大 在获得能力之后 很长的岁月里 我一路通关 没有任何怪谈或诡异 能杀死我 我几乎以为自己是神 甚至能够触及到 规则最本源的力量 直到某次怪谈 我突然进入了这片海域 在进来的瞬间 我就感觉到了 海下庞大到不可思议的污染 以及 无比紧密的链接 那一刻 我意识到 自己踏入了一个陷阱 而这个陷阱 是我自己亲手搭建 我能够转移规则对我的污染 可如果这些污染 已经被转移过了呢 它早已在暗中标注了价格 而我却一无所知地挥霍 直至将自己永远禁锢在这里 我早该想到的 我所有的一切都源自它 而我却妄想要对抗它 之后 就是你看到的现在的我 普通参赛者死后 会变成诡异 而我 则成为了怪谈 说到这里 船长仔细地打量灵悬 似乎是遇到了一些 无法理解的事情 从你进入这里 我就注意到了你 我注意到你 似乎被某种力量保护 完全不受规则污染的影响 起初 我以为你也一样 从规则怪谈中 获得了转移污染的能力 为了避免另一处 大型怪谈的产生 我其实一开始就想解决掉你 听到这话 林玄小脸一垮 难怪她一直感觉自己 被针对 合着就是眼前这个水货搞的鬼 虽然明知道 杀死眼前这个水人 没有意义 但林玄还是有种 释放十万伏特的冲动 算了 先记下来 林玄在心里 给船长打了一个标记 她才八岁 完全可以有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的理由 不过这家伙的说法 便宜了她 林玄又有些纠结 船长没读心术 猜不出林玄的想法 继续道 但我后来发现 你无视污染的能力 好像并非源自于她 那同样是一种 我无法理解的力量 好像你天生 就是她的对手 天敌 不可思议 所以在观察了 你一些时间后 我决定来亲自见见你 跟你聊一些秘密 顺便做个实验 这些自带污染的秘密 是否真的不能 对你有任何影响 实验 自带污染的秘密 所以说 船长刚刚说出的话 如果真的是普通参赛者 恐怕瞬间就会被污染 变成诡异 或者幽灵之类的存在 林玄这下真的忍不住了 这祸竟然拿自己当小白鼠 一怒之下 林玄直接升级了三级雷法 功德六千 道门雷法 二级 道门雷法 三级 你的雷法威力得到了提升 可有效杀伤高级诡异 领悟雷法相关倒数 十方雷降 冥冥中 林玄再次来到九天之上 漫天的乌云中 雷光如龙 从天而降 化作一片雷玉 林玄立刻学会了 这个名为十方雷降的倒数 下一秒 林玄起身 眼中仿佛有无数雷光浮现 雷降 一声鹤令 刹那间 方圆数百米的范围内 被无数从天而降的雷光遮改 雷声连绵不绝 如镜面般的海域 瞬间喧闹起来 而林玄眼前的船长 瞬间被雷光化作了一道蒸汽 消失不见 真是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能感受到一些污染 在你的雷光中 彻底消除了 或许有一天 你真的能彻底杀死我 不愧是被伤人关注的参赛者 船长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响起 而且语气无比愉悦 并充满期待 这家伙 真不是个斗M吗 林玄有些无语 他哪次用出雷法 对面不是呲哇乱叫 就是浑身抽搐 这家伙倒是高兴很 不过也没办法 除非他有能力 将雷法扩散至整个幽灵海区域 才能真正杀死船长 林玄猜测 那种等级的雷法 恐怕至少要六七级起步 对于船长这家伙 看似好说话 甚至感觉带着某种善意 但林玄绝不会把对方 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 这家伙 可是不折不扣的怪探 跟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最好不要用人类的思维 来考虑对方的行动 以及想法 如果我的试探 让你感觉到冒犯 我可以向你道歉 但这是必要的考验 船长的声音飘荡着 林玄此刻也重新冷静下来 虽然船长的做法 让他愤怒 但至少对方做对了一件事 如果船长刚刚所说 自带污染的秘密是真的 那他屏蔽直播间的行为 值得林玄的一次原谅 怪探既然能入侵现实 那么污染也能在现实中出现 他无法想象 龙国人一旦听到了刚刚的谈话 会发生什么地狱般的场景 当然 最坏的结果不一定会发生 但林玄不会去赌 那种可能性 他挥手驱散了雷光 重新坐下 而船长则是重新凝聚了一个水人 出现在林玄对面 林玄想起刚刚船长提起了商人这个名字 而他销售冠军的称号 正是来源于商人 船长 商人 这种类似于代号的名字 让林玄立刻有了猜测 难道商人也是类似于船长这样 是某个大型怪谈的主人 我听你刚刚提到了商人 他是谁 你们能互相联系 林玄一口气发出询问 商人是个与我有类似遭遇的参赛者 他曾经获得过 将污染转变为黑币的能力 作为同类的存在 我能感受到 你身上有他的一些气息 其实这样的参赛者 不只是我与商人 你一定还会遇到 其他成为怪谈的参赛者 我们这些人 被称为怪谈之主 事实上 这次与你见面 也和一位怪谈之主有关 说到这里 船长颇有深意地看了林玄一眼 虽然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有一种 迫切想要杀死我的念头 我猜 你肯定会有所收益 但显然 你目前还不具有让幽灵海 彻底消失的能力 可如果只是 想要杀死一名怪谈之主 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选择 怪谈之主 林玄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名词 而且也很好理解 不过对于船长所说的选择 林玄不为所动 哪怕杀死一名怪谈之主 可能获得海量功德 他也不打算被这家伙牵着鼻子走 不过他不介意提前了解一下 这位怪谈之主的信息 说 林玄惜字如今 他的名字叫做代码 船长说到这个名字 叹了口气 一个处在被污染吞噬边缘的怪谈之主 他曾经获得的能力是 将污染转变为数据代码 进行删除 怪谈之主 虽然无法进入彼此的怪谈 但通过一些手段 我们大概能感应到彼此的状态 进行有限的交流 而这个家伙 忽然封闭了所有的信息 在最后留给了我和商人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数据出错 尽快删除 我和商人一致认定 代码恐怕已经陷入了 被污染吞噬的边缘 否则不可能连基本的信息都无法透露 这说明 他的理智已经无法长久维持了 被污染吞噬 是所有怪谈之主 最恐惧的结局 哪怕是那些对真实世界 不再抱有善意与期望的怪谈之主 也无法接受这个下场 林玄没有说话 默默思考 不得不说 船长透露出的信息量 实在太大 一个几乎颠覆般的规则 怪谈世界 刹那间展现在他面前 虽然被大量的信息与思索 冲击了大脑 但林玄还是迅速抓住了主要问题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怪谈之主被污染吞噬 难道不应该是 规则的力量被削弱吗 少了一个大型怪谈 对真实世界 难道不是好事 虽然林玄由衷的希望 功德越多越好 但规则怪谈这东西 还是越少越好 人类文明 在这种力量面前 实在太过脆弱 且不堪一击 船长没有立刻回答林玄的疑问 反而忽然与林玄 聊起了其他内容 我观察过 从你世界而来的其他参赛者 看到了一些事物 你们似乎在使用一些 与数据代码有关的东西是吗 类似于你 你手上那个金属板 你们称之为手机的物品 林玄点了点头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也隐瞒不了 其他国家的参赛者 可没有与船长掰手腕的能力 那恐怕你 或者说 你所在的世界 没有选择了 你应该也能看出来 我们这些怪谈之主 拥有某些真实世界相关的独特性 当怪谈之主 被污染吞噬之后 就会开始蔓延 就比如我 如果被污染所吞噬 存在海域的真实世界 就会真的出现幽灵海的污染 原本安全的海域 这与参赛者是否通关规则 怪谈无关 因为 这本身就是规则 听到这里 林玄已经猜出了 船长接下来想说的话 如果怪谈之主 代码 被污染吞噬 那么蓝星上 所有与之有关的事物 将会产生规则污染 他虽然无法想象出 数据代码被污染 会诞生什么样的诡异 但是 这注定一场恐怖的 全蓝星范围内的灾难 毕竟如今的蓝星 依赖数据代码 所存在的事物太多了 根本无法避免 也无可避免 难道要蓝星人 重回原始时代吗 这根本不可能 林玄立刻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 不排除船长这家伙 是在威严耸听 林玄对于这些 被称为怪谈之主的存在 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这些都是你的猜测 代码不一定是处于 被吞噬的边缘 你似乎很希望 我能插手这件事 代码的死活 和你有什么关系 林玄迅速理清自己的思路 船长说这么多 又拿蓝星的安危 作为驾马 无非是希望 自己能插手这件事 但还有一个疑问 无论代码是死是活 都影响不了幽灵海 而船长这家伙 却对这件事很上心 所以才有了刚刚的疑问 代码是一个 稍显年轻的怪谈之主 在他还是一个参赛者的时候 我就见过他 并与他交谈 告知了可能存在的 隐患与后果 后来 在他离开的时候 交给了我一枚芯片 他说 假如以后真的 无可避免地成为怪谈之主 并且处于被污染吞噬的状态时 让我想办法 把这个芯片送到他的身边 或许一切还有挽回的可能 如果真的无法挽回 这枚芯片 将成为彻底杀死他的终极武器 他说 他不希望自己热爱的数据代码 成为规则的俘虏 我答应了他 就这么简单 船长解答了灵玄的疑问 这个问题是灵玄没想到 而且 这些怪谈之主 真的这么重视信誉吗 听起来 这好像就是随口答应了一下 做与不做 有什么区别 船长好似看出了灵玄的想法 这与信誉诚实无关 规则无时无刻不再影响我们 当年随口一说的承诺 在代码成为怪谈之主后 就变成了真实有效 且必须遵守的约定 否则 就会面临被污染吞噬的风险 我们看似强大 永恒 也不过是在规则下苟活的可怜虫罢了 灵玄虽然仍旧对船长抱着怀疑的态度 但这些信息 他的直觉可信度极高 谁能想到 蓝星所面临的灾难 不只是每月一次的规则怪谈 这些怪谈之主 同样也是隐藏的危险之源 不论如何 这的确是灵玄必须面对的问题 哪怕船长给出的信息错误 对灵玄而言 也不过是又一次进入了一场大型怪谈之中 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我该怎么进入代码的怪谈中 我并没有控制进入怪谈的能力 灵玄道 不用担心 这是一切的前提 代码留下的那枚芯片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本源划分 相当于一份航线图 当你拿着芯片回到现实世界 就会与代码的怪谈产生联系 下一次的怪谈开启 必然是代码的怪谈 那个名为虚拟之城的地方 原来如此 灵玄点了点头表示了解 代码的怪谈名为虚拟之城 倒是挺符合代码的特性 一个由数据代码组成的虚拟事件 关于这个虚拟之城 你有什么了解 灵玄想要提前做些准备 抱歉 我无法与你在这里 交谈这些有着怪谈之主的怪谈 这会让两者之间产生莫名的联系 很可能会引发不可预测的污染灾难 恐怕 你要亲自进入虚拟之城 才能了解更多 船长无奈道 行吧 这很合理 灵玄甚至能想象到 这些怪谈之主 在联系时 该多么小心翼翼 一个个都是老迷语人了 把芯片给我吧 灵玄做出了决定 准备去虚拟之城看看 至于拯救还是毁灭 她当然更偏向后者 如此危险 却又与蓝星紧密相连的怪谈特性 最好还是没有怪谈之主 这种定时炸弹存在比较好 如果以后有机会 船长他也不会放过 这家伙一旦死了 海域就会被污染 要知道蓝星上 海洋可是占据了71%的面积 一旦船长被污染吞噬 蓝星差不多也要完蛋 平静的水面忽然泛起涟漪 一块八掌大小的银色金属宝板 被水流卷到了小船上 不用船长提示 灵玄也能猜出 这恐怕就是代码 留在船长这里的 所谓芯片 一行提示 随着它的凝视浮现出来 存储着大量数据代码的复制载体 来源于一味强大的存在 对该存在 这枚芯片有着检测 重置 强行删除的功能 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危害性 有了提示认证 灵玄这才放心地 把芯片拿起来 入手冰凉 几乎轻若无误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把玩了片刻 灵玄将其收入怀中 一边思索 一边随口道 该聊的聊完了 我也该继续进进航线 这话刚出口 灵玄忽然回过神 话说他面前就站着幽灵海之主 这禁忌航线航线在禁忌 能比这家伙还禁忌 都是因为 刚刚突然获得了太多信息 难免恍神了一下 他才八岁 情有可原嘛 现在的情况是 幽灵海的幕后大boss都见过了 甚至达成了某种和平交易 现在再说什么通关幽灵海 好像完全没什么意义了 船长显然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严肃地看向灵玄 流程还是要走一下 你认真的 灵玄盯着船长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荒诞感 什么时候通关规则怪谈 变成了一个需要走流程的事情了 但随即 他脸色一变 想到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上次在深夜便利店 明明规则上 还有许多没有展现的东西 可是他莫名其妙地 达成了一个所谓的 日经万币的隐藏成就 然后就被告知通关 送了出来 明明还有很多功德只能够赚取 之前是不了解 以为是真的 但现在 他知道了 有个名为商人的怪谈之主 而深夜便利店给出的称号能力 也是源自于商人 背后必然是这个家伙在搞鬼 这种走流程的既视感 未免也太清晰了 这次不会又是这样吧 又想莫名其妙地把自己送出去 然后看着大把的功德 与自己失之交臂 不 林玄绝不答应 他严肃地看着船长 我觉得 还是严格按照规则做事比较好 这样对你好 也对我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我现在可以确认 你身上 那些无法理解的力量 源自于对抗规则污染物的清楚 船长像是确定了某种讯息 露出恍然大悟 又羡慕的表情 我用了漫长的岁月 以怪谈海域 幽灵 家族成员为锚点 这才与规则污染 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 用以维持我的理智 不至于被污染吞噬 如果你能彻底杀死我 我会很高兴 但如果你只能清除一部分 那还是以后再说吧 船长一副坚定送客的样子 想了想 他开始画饼 寻寻善用 你看 你之后还会去代码的虚拟支撑 处在污染吞噬边缘的代码 就没有那么多顾忌 不论你想做什么 都可以随心所欲 林玄表示 不想吃这张饼 他只想要功德 他刚刚可是一怒之下 耗费了六千功德值 你说林玄学会了三级雷法 什么雷法 他只知道自己少了六千功德值 这笔花销不找回来 林玄觉得 自己会睡不着觉 而且 他觉得船长在说谎 一个怪谈之主 维持平衡的结构 绝对不可能这么脆弱 面对意志坚定 绝不轻易离开的恶劣客人 船长决定做出退让 好吧 你可以继续进击航线 还没等林玄露出笑容 船长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但我要做你的船员 直至你通关离开幽灵海 林玄 这多少有些离谱了 当着主家的面 公然拿主家的东西是吧 不等林玄拒绝 船长忽然露出了一个 刻意的惊讶表情 规则好像已经注意到这里了 我无法再屏蔽 你与外界的联系 船长 清风号上见 对了 既然你是船长 那我就不能叫船长了 你可以称呼我为 哟 哟 感情你不是麦克阿瑟啊 林玄下意识地闪过一个疑问 随后 眼前的光影变幻 林玄发觉自己 已经回到了清风号上 我的主人 您平安无事 太好了 飞客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身上的水草一抖一抖 嘎嘎 通鱼鸟也很有眼力地叫了两声 以示庆贺 林玄没管这俩货 只记得船长那家伙 刚刚说要当自己的船员 还得自己起了个叫做优的名字 他一转头 便看到一个年轻人 站在不远处 面带微笑 这年轻人的样子 倒是跟蓝星人特征一样 长相柔和 不过船长肯定不是蓝星人 身为幽灵海之主 想长成什么样 还不是他自己说了算 优 林玄试探着喊了一声 船长 您叫我 优立刻走了过来 一副听之认之的表情 这家伙竟然来真的 而且听这家伙喊自己船长 怎么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糟了 城汽山了 搞得林玄思绪都有些不连贯 你是谁 什么时候上船呢 旁边的飞客一愣 发觉自己完全想不起来 这个人是何时出现在甲板上的 通鱼鸟也吓了一跳 刚刚张开鸟会 却见幽不经意地撇过来一眼 我妈炸了 通鱼鸟骂完 自己都愣住了 第一反应是 他竟然完整骂了出来 第二反应才是 好像是自己骂了自己 我瞧我奶奶 通鱼鸟忽然紧紧闭上了自己的鸟嘴 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好像不能控制自己的嘴了 明明是骂别人的话 一出来就变成了骂自己 飞客看着这个名叫幽的家伙 心中有一种紧迫感 主人又有了新的忠诚下属 还是个不长草 不长壳的 自己该如何表现 才能够在主人心里 保持领先地位 算了 先与新船员搞好关系吧 私下里再好好跟这个船员 诉说一下 主人是如何的伟大 如何准备 踏上晋级航线 完成前所未有的壮举 善于思考的前辈修恩家族成员 飞客 如是想 于是 他主动走过去 拍了拍优的肩膀 鼓励到 以后大家同传共事 要好好努力 幽愣住了 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 有人敢这样跟自己说话 还拍自己的肩膀 他一眼就看出了飞客的成分 一个本该死去 又被深海污染 转变成幽灵的倒霉家族成员 这其中的过程 没有他的干预 或者说 比起庞大的污染 飞客的转变 根本不值得他关注 你再跟我说话 幽怪异地看着飞客 当然 这里能为主人服务的 只有你我 飞客点了点头 觉得这个新传员 脑袋似乎有些不灵光 这下他就放心 看来能尽心尽力为主人服务的 只有自己 自己的地位 将无可动摇 飞客满心欢喜 林轩有些看不下去了 本欲点破幽的身份 但转念一想 这家伙不请自来 更讨厌 于是假装没看到 飞客这家伙 自求多福吧 能恶心到幽灵海之主 放在这里 也是独一份 就算变成溺死幽灵 被修恩家族 也会以你为荣 林轩在心里默默想着 幽本欲发怒 但转念一想 杀了飞客 只会单方面惹怒林轩 更难以将对方送走 思来想去 幽看着飞客 心头做出了决定 天凉了 让这家伙生前的家族 消失在幽灵海吧 这边 林轩拿出了手机 没有幽的屏蔽 直播间果然恢复了正常 此刻 汹涌的弹幕 简直如同瀑布般 源源不绝 无数龙国观众 在屏幕变黑的那一刻 一直守在直播间 不曾离开 不断祈祷奇迹的发生 现在 奇迹发生了 小道长真的无事 林轩重新出现在 屏幕中的那一刻 许多观众 都忍不住痛哭失声 只有经历过失去 才懂得自己 曾经拥有着怎样的珍贵 许多人才真正意识到 前行在规则 怪谈前线的林轩 究竟带给了龙国 怎样的希望与自信 许多调侃过林轩的人 都在弹幕中纷纷道歉 一些最开始骂过林轩的人 大段大段 在网上发着自己的忏悔文 面对这一幕 林轩说不感动是假的 抱歉 让大家担心了 现在 我们继续争承 随后 他极其不满地 瞪了幽一眼 正在思考 用哪种方式 送葬被修恩家族的幽 被林轩瞪得心里一咯噔 他都让一个幽灵拍肩膀 称兄道弟了 难道还不够吗 究竟怎么做 才能让这家伙 心甘情愿离开幽灵海啊 先不说幽 如何绞尽脑汁地 想办法送林轩离开 龙国的气氛 现在如同过年 无数人互相发送信息 告知林轩回归的消息 太好了 龙国不用精力怪谈入侵 小道长也平安无事 高层会议室内 随着林轩的身影 出现在屏幕上 大长老胶着不安的内心 瞬间平静下来 他喃喃自语道 太好了太好了 小道长平安无事 天佑龙国 那些紧急 被派出去的人员 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 回到了会议室内 大家看着屏幕上的林轩 感觉主心骨又回来了 大长老佩服地看着玄亲子 阁下不愧为道门魁首 这般修身养性的功夫 无人可及 玄亲子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事实上 他压根就不幸林轩会栽在这 如果一个将牛头马面 呼之极来 挥之极去的人物 都毫无缘由地死在规则怪谈中 那人类也别说通关规则怪谈了 大家趁早考虑下 一辈子投胎去什么地方吧 林轩回归的事情 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许多人好奇 林轩在屏幕变黑的时候 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还有清风号上 这个刚刚出现的年轻人 究竟是谁 对于弹幕中的疑问 林轩没有解答 根据船长的说法 这些秘密自带污染 尤其是涉及到怪谈之主的诞生 这件事给林轩提了一个醒 如果以后 要再次面临怪谈之主这类的存在 恐怕要避免对方说出的话 顺着网线对龙国造成打击 这东西有些防不胜防啊 非要找他聊心事 那龙国的吃瓜群众们 岂不是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这也太冤了吧 吃瓜有什么错呢 幽看林轩一直在关注手机 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 规则的污染 往往来自于恐惧与未知 真实世界的生命 无法理解我这样的存在 所以我说出的话 自带污染 但如果经过你的转述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这种污染并不会立刻发生 往往会有一段时间的发酵 如果你能在这段时间里 杀死污染源头 污染就会被清除 幽的声音 直接出现在林轩脑中 这么一解释 林轩算是明白了 简单来说就是 瓜主爆料不行 狗仔转述可以 如果瓜主非要自爆 那么解决掉瓜主 大家还是能愉快地吃瓜 理解了这个问题 林轩就觉得 没必要过分担心 堵不住你的嘴 就选择杀掉你的人 这对林轩来说 只是一个选择题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他拿出了那张禁忌航线图 禁忌航线图 主人 您果然拿到了 一梦二结束的时候 林轩并没有来得及 让飞客看到 此刻禁忌航线图一出 飞客只觉得自己的航海魂 迅速燃烧起来 幽不满地看了一眼激动的飞客 心里在被修恩家族头上 又记下一笔 他继续在林轩面前挣扎 林轩作为参赛者 通关幽灵海是规则 所以 幽也没有办法 凭空判定林轩通关 所以 最后还是要落在航线图上 船长 我其实还有一份 更加方便快捷的航海图 能离开幽灵海 你自己留着用吧 林轩毫不犹豫拒绝 开什么玩笑 幽提供的方法 必然一帆风顺 平静无波 甚至很可能 眼睛一睁一闭就通关了 那他损失的功德 谁来负责 随即 林轩把禁忌航线图 靠近了手机 更新了一条新的航线 会否前往 航线目的地 未知 提示 本航线极其危险 随时有死亡的可能性 林轩看着手机提示 危险 危险好啊 富贵险中求 林轩选择是 在他做出选择的刹那 清风号的前方 瞬间涌起一道滔天巨浪 伴随着忽然鼓起的狂风 铺天盖地地朝清风号奔涌而来 这道巨浪一眼望不到头 以林轩的目测 这道巨浪足以淹没一座城市 清风号在其面前 渺小的就好像一片树叶 巨浪掀起了如同海啸般的涟漪 这些涟漪在靠近清风号之后 被迅速消融 这是深海雕像的威力 所以 看似毁天灭地的巨浪 其实完全无法影响清风号 巨浪轻浮之下 渺脸上闪过一丝怀念的神色 自从那些家族成员 将这条航线列为禁忌之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 欣赏过类似的情景了 身为幽灵海之主 他当然可以制造类似的海难 造成恐怖的毁灭 但他欣赏的 是航行者们 勇于面对灾难的勇气 以及决心 这条大浪 是航线的危险的前奏 就算没有海神雕像 只要是六级行船 就能扛过去 幽感慨了一句 听到这话 灵璇忽然好奇到 幽灵海最高行船是多少级 幽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来了弹性 我把幽灵海的行船 分为了七个等级 前三级都是行船 名字没什么差别 四级名为海怪 五级名为海主 六级名为海王 七级名为海神 从三级开始之后的每一次升级 都会有极大的变化 这其实是我从代码那里得到的灵感 以此对幽灵海 做出了一些改变 否则 凭那些家族成员 根本无法在幽灵海生存 灵璇若有所思 幽这家伙 看似在说幽灵海 但似乎是想透露 一些关于虚拟之城的信息 只是碍于规则束缚 他只能借助幽灵海从稍微提醒 所以 虚拟之城 必然也是一个存在等级机制的地方 幽看着灵璇沉思的模样 知道自己隐晦的提醒 起到了效果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清风号 似乎才是二级行船 幽想起自己决定于灵璇见面之前 其实暗自做了手脚 以至于清风号出现的海域 宝箱会迅速被水流推走 否则以正常的情况 光是灵璇的海洋寻宝队的搜索效率 清风号怎么也得四级起步了 当初只是为了针对灵璇 所以增加难度 现在幽 只想尽快把这位小祖宗送走 所以 通关的难度越简单越好 高级行船本身就能快速通过 这条航线上的一些危险 想到这里 幽冲着灵璇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船长 你想不想要一艘海神行船 七级行船 灵璇听到这话 有些心动 二级的清风号 都如此庞大了 七级的行船 估计更难以想象 再说了 来一趟幽灵海 不看看七级行船 感觉跟白来了一样 但另一方面 灵璇总觉得 幽这家伙 不安好心 幽见灵璇纠结 继续加大力度 海神级行船 被称为海上行宫都不为过 目前幽灵海 最高的行船 也就是六级 我作为幽灵海的主人 怎么能让你这个客人 一直开小船呢 而且 清风号还是太小了 你难道不打算 带着你们世界的人 一起出去吗 要带上的话 总不能都挤在甲板上吧 带其他的参赛者 一起通关 灵璇一愣 这才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一件事 幽灵海 不是类似于幸福公寓 或者便利店那样的 个人怪谈区域 巴奇拉与菲奇诺 在海上遇到了 其他国家的参赛者 而之后 他们又遇到了自己 这就说明 所有参赛者 其实处在一个大地图内的 只是幽灵海太大了 除非有相同的航线图 参赛者几乎不可能 有碰面的机会 幽既然是幽灵海之主 而且有求自己 的确将参赛者 带到自己面前 规则中 可从来没有不允许 参赛者组队通关的限制 对这件事的态度 灵璇其实想法很简单 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 尽可能地减少怪谈入侵 是必须的 但前提是 他只会保证自己在安全的前提下 伸出援手 就像现在 对他来说 通关基本上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对于其他国家的参赛者 谁也不能保证 会不会死在通关前夕 灵璇觉得 完全可以凭借这件事 为龙国争取一些合理的利益 比起被怪谈入侵的可能 这些花费反而不算什么 毕竟 这些参赛者来到这里 也就只能当当背景板 之后全程靠灵璇自己出力 找代打给钱 很合理吧 不过对外的说法 还是要稍微包装一下 这些人可以为所欲为 但龙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还是多少要包装一下 比如设定一种特殊 而稀少的招募券 想到此 灵璇看着幽 据说幽灵海的宝箱里 可以开出指定船员招募券 幽眨了眨眼 幽灵海有这种招募票券设定吗 他怎么不知道 面对灵璇淡定的目光 幽知道 不管以前有没有 现在必须要有 船长 说得不错 的确是有这么一种招募券 幽被迫接受了这个设定 据说使用此券 能将指定的船员 立刻传送到行船上 灵璇继续补充设定 是这样没错 听说是黄金宝箱才能开出来 极为珍贵 没错 幽看着灵璇 很想说一句 要不然 这个幽灵海之主 你来当好了 灵璇与幽的这段对话 不蕴含秘密 自然也没有污染 所以 怪谈直播间的观众们 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一个讯息 黄金宝箱中能开出 一种名为指定船员招募券的票券 有没有船员都不影响通关 但明眼人却立刻了解到 这票券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 对蓝星诸国来说 这种票券 无疑是一种能大概率通关的名额 没错 不是存活成功 是通关 随着有人在弹幕中解释这件事后 弹幕炸开了锅 卧槽 如果小道长能拿到招募券 岂不是能带人通关 惊了 真是栓条狗都能赢是吧 做看外网跪舔小道长的样子 希望他们能好好观摩舔狗篇 学习牛帅马帅的田术 我倒是希望外网那些黑子们 继续保持自己的骨气 要我说 管他们死活 小道长自己通关就好了 这一消息 瞬间在龙国的互联网上 登顶热搜 龙国高层会议室内 大长老立刻听到这番话 瞬间就明白了 这种传员招募券 背后所能带来的利益 大长老和林玄交谈过很多次 在规则怪谈中 所有行动以通关与安全为主 利益之类全都是次要 如果林玄要自己做主 使用招募券 完全不必说明 直接用就好 现在 林玄选择把这个信息 完全公布出来 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 这个招募券的名额使用 将落在龙国高层身上 其中所蕴含的利益交换 大长老都忍不住血液沸腾 他立刻吩咐到 外交方面立刻做好准备 所有的谈判人员随时待命 既然小道长拼命 为我们挣来了这个机会 绝不能让他失望 负责外交与谈判的高层文言 脸上露出宛如恶狼的表情 凶狠且冰冷道 您放心 我一定会带着部下 把他们的底线 炸得一干二净 如果达不到要求 您把我换去扫厕所 我都没有意见 与此同时 诸国的网络上 也有人将这消息搬运回来 面对这一信息 诸国高层无不震动 立刻确认真假 得知消息来源于 林玄亲口所说之后 没有人不心动 不过目前还只是消息 林玄并没有真正 拿到传员招募券 毕竟黄金宝箱这东西 也就林玄得到过一个 其余参赛者 更是见都没有见到 林玄也不一定 能真的拿到传员招募券 在传员招募券出现之前 诸国高层 还是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不过谁都知道 一旦真的出现这种东西 那必然是一场 看不见硝烟的竞争 通关的诱惑 足以让所有国度疯狂 当诸国网络 被这条消息引爆的时候 幽灵海上 林玄的清风号 也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大升级 在规则的制约下 幽也不能凭空提升清风号的等级 一旦违反规则 对幽来说 就是被污染吞噬的下场 哪怕这个规则 是他自己制定的 也不行 不过好在 幽成为怪谈之主 已经很久岁月 对于如何在规则下搞小动作 有着丰富的经验 清风号前方 忽然又是一道大浪涌起 随着大浪迅速扑来 龙国的的怪谈直播间里 当观众们看清楚 这道大浪之后 无不目瞪口呆 因为这层层翻涌的浪花之中 数不清的宝箱在其中翻涌 随着这道大浪突然 清风号上空 铺天盖地的宝箱 如暴雨倾泻下来 从天而降的宝箱 几乎将清风号完全覆盖 青铜宝箱 白银宝箱 甚至林玄看到 其中夹杂着不少的黄金宝箱 颇有一种 双十一打开某些购物软件的感觉 林玄不得不怀疑 悠这家伙 是不是准备用宝箱把它砸死 好在这件事 没有真的发生 当这些宝箱 靠近清风号之后 便被自动打开 一张张票券 如雪花般落下 林玄的手机上 疯狂闪烁提示 飞客被漫天的宝箱惊呆了 贝修恩家族 记载着一些 踏上禁忌航线的船长遭遇 家族中长辈 回忆从前时 也提起过类似的事情 但从没有任何记载 踏上禁忌航线 竟然会天降宝箱雨 如果真的发生过 这种惊人的现象 不可能没人知道 或许这就是 主人的伟大之处吧 这一刻 飞客无比虔诚 林玄的手机如同黑洞 那些票券不断被吸入 看着手机上 飞快跳动的 行船升级券数字 林玄也不管那么多了 看到升级键亮起 就立刻点了上去 清风号立刻扭曲变形 朝着三级行船变化 甲板上再次迅速扩张 新的船长在舱体内成型 然而 三级升级还未完成 四级的行船升级券 也攒够了 林玄一脸目然 继续点击升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清风号的扭曲 一直在进行中 原本嗡嗡的声音 逐渐变成了轰鸣 宽阔的甲板无限延伸 站在清风号的中心 林玄一眼看去 差些看不到头 此刻 如果站在清风号外观看 就会看到一个 真正的庞然大物 佇立在海上 如同一座庞大高耸的岛屿 一排排高大宽敞的房间 零次致比 层栏叠杖 宛若宫殿群 不愧是七级海神行船 幽这家伙评价为 海上行宫 还真是一点没错 林玄也多少有些震撼 不愧是怪谈之主 竟然能在自己的区域里 设定出这样的东西 如果不是规则的束缚 人类该如何直面 这样的存在 这个念头 在林玄脑中一闪而逝 在漫天飘落的票券中 林玄看到了一种 从未见过的金色票券 这票券闪着金光 外表极为华丽 后面还带着炫彩般的托尾 林玄一伸手 将这票券拿在手中 与其他一入手 就能获知使用方式的票券不同 这票券拿在手里 除了特效 什么都没有 华而不时的虚假之物 提示给出了认证 幽的脸色 闪过一丝尴尬 声音在林玄脑中响起 抱歉 只来得及制作外观 但是效果不会有任何问题 也是 毕竟是临时让幽增加的设定 也只能来得及做一个建模 功能还未添加 林玄点头表示理解 反正将其他参赛者 送到清风号上 需要幽亲自来操作 票券本身其实没什么意义 不过这华丽的外表 以及华而不时的评价 再加上之后 诸国要付出的代价 林玄看着幽 总觉得这家伙 是不是什么千年的企鹅成金了 接下来 就是龙国高层发力的时间了 林玄看向直播间 这张票券 可以招募十个名额 来到清风号 有一项的国度 可以联系通过高层 过时不后 物以稀为贵 先放出十个名额再说 饥饿营销这套手段 有多经典 林资本家 玄 觉得不必多说 果然 传员招募券的消息 已经放出 诸国高层无不震惊 刚刚大家还想 林玄不一定能拿到 没曾想转眼间 就来了十个名额 雄英国高层会议室 立刻联系龙国 不惜一切代价 让我们的人上船 我们不能再经历一次怪谈入侵了 泡菜国 樱花国等等 都是如此反应 龙国高层会议室内 负责外交与谈判的高层 几乎在林玄 话音落下的瞬间 就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感谢小道长给予的机会 这位高层斗志昂扬 看向屏幕中 林玄的眼神充满感激 十个名额 这几乎是送上门的政绩 哪怕是投注 都能在谈判桌上 漫天要价 坐地还钱 各国的核心科技 经济合约等等 这些之前绝不可能得到的事物 都必然会出现在之后的 龙国名单上 如果这事他还干不好 干脆回家种红薯算球 就在这时 玄亲子在旁边淡定地开口 注意 可没说只有十个名额 如果我猜得不错 林玄一个都不会放过 玄亲子或许不懂 这其中诸国的利益交换 但他敢说自己懂林玄 默默旁观了这么久 玄亲子早已不是当初的自己 在无欲无求的心境下 他反而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这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呢 玄亲子悠悠地想着 会议室内安静了片刻 这票券看起来就极为珍惜 难道还有更多 可是想起刚刚漫天的宝箱雨 大家觉得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原本还斗志昂扬的高层 露出惊讽的表情 十个名额的谈判 他很容易解决 但如果牵扯到蓝星诸国 他那些人手就捉襟见肘了 大长老面带微笑 允许你调动所有相关人员 实在不行 龙国各个大学的教授 精英学生们也都派出去 这次是我们占据绝对的主动 让他们都出来掌掌见识 高层领命而去 上百间办公室 被临时当作谈判室与会议室 蓝星所有国度 都因为这十个名额 紧急行动起来 外交与谈判部门的电话 联络渠道请客间被打爆 时间紧迫 几乎所有的谈判 都是在线上进行 事实上 谈判出乎意料地顺利 诸国早已做好了 大出血的准备 面对谈判会议上 龙国人员的狮子大开口 他们只能在心里狂怒的同时 又不得不对出笑脸 答应一个个过分的合同 这么大规模的人员调动 谈判会议 自然瞒不过龙国广大网民 很多人都在翘首以待 猜测谁会是 第一个拿到名额的国度 甚至龙国懊道 雄英国拉斯维加斯 都开出了各种赔率的赌盘 向来财大气粗 吸血全蓝星的雄英国 被大部分人认为 极有可能获得第一个名额 就在林玄通知之后 仅仅过去了不到十分钟 第一个拿到名额的国度 立刻被龙国官媒公布了出来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第一个拿到名额的国度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樱花国 樱花国的谈判会议上 同意的工具人 作为龙国锦铃的国度 樱花国对龙国消息的 关注程度远超其他 当林玄透露出 船员招募劝消息的时候 樱花国高层 便很快达成了协议 只要不是割让国土 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 全部答应 因为他们的参赛者 刚野真黎 已经处于生命危险之中 林玄开启竞技航线之后 整个幽灵海都产生了变化 刚野真黎 莫名其妙地陷入了 一片诡异的海域 这片海域中 到处是巨大的漩涡 而刚野真黎的小木筏 就在这片海域的边缘 缓缓地朝着漩涡靠近 比起巨大的漩涡 刚野真黎小木筏 如同一只蚂蚁 几乎可以判定必死的局面 满心绝望的樱花国高层 已经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林玄身上 同意 同意 阁下请尽快联络贵国的参赛者 尽快救援我国参赛者 世村早始焦急的 恨不得替龙国谈判人员 对极为有利龙国的协定 不断签订成功 这是最后一条 某谈判人员 忽然坐直了身体 脸色正重 目光如火 龙国希望贵国 承认曾经在战争中 犯下的所有罪行 并保证在贵国境内 不得有任何隐瞒 篡改 不实记录 并在国际上发布正式 且公开的道歉 同时 贵国必须推导并承诺 以后不得再建设相关神社 那些已经死去的战犯 也必须明确记录 犯下的所有罪行 进行公开审判 剥夺一切荣誉 市村早使听到这话 脸色惨白 这条协议一旦签订 国内的舆论 被隐瞒多年的民众 虽然樱花国高层早已猜到 可能会有类似的协定 但这一刻 市村早使还是很想去死 龙国谈判人员不紧不慢 面带冰冷 按照高层的吩咐 继续开口 通知贵国 这是最后一条协定 一旦签订 我国参赛者林玄 将立刻展开招募 拯救贵国参赛者 但是 如果贵国不签订 此条协议 之前协议全部作废 并单方面宣布 之后的所有规则怪谈中 不再与贵国 有任何协议达成 威胁 毫不掩饰的威胁 然而 面对这样的威胁 樱花国没有任何应对的办法 哪怕他们在其他方面 做出更大的让步 龙国方面都不同意 这条协议 才是所有协议的核心内容 外面等着拿民俄的国度 多了去了 不管是核心技术 还是各种经济协定 差你一个樱花国吗 世村早始的嘴唇 颤了又颤 同意 很好 贵国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龙国谈判人员 几乎满含热泪 却又倔强地 不肯在樱花国面前 露出任何软弱的神色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 此刻在这位谈判人员心里 林玄与神无异 网络上 随着第一位 获得名额的国家公布 他们的 怎么是樱花 晦气死了 就是给谁名额不好 给这玩意儿 对得起我们的仙辈们吗 你们就是这么拿 小道长的名额换利益的 除了利益 看不到其他的事吧 小日子过得太好了是吧 龙国网民 纷纷表示不满 然而 龙国官方公布了 最后一条谈判协议的内容 网上的风向 请客间发生了转变 神 小道长 你是我的神 我 我这辈子都是小道长的狗 龙国努力了多少年 未达成的事情 小道长办成了 所有的罪恶 必将被审判 先辈们 虽然正义迟到了一些时候 但他还是来了 这次谈判协议 谈得太好了 第一个名额 简直完美 无数人在网络上 发送蜡烛的表情 带着感慨与愤怒 热泪与激昂 与此同时 第二名获得名额的国度 也随之公布 同样不是大家认为的雄英国 而是泡菜国 几乎是与樱花国相同 除了相关的核心科技 能源 经济协议之外 贵国必须正式承认 来源于龙国文化的部分 并在国际上声明 从此之后 不得以任何方式 对龙国文化进行深移 本来泡菜国的谈判人员 还有些犹豫 但是在得到 樱花国签订的协议后 忽然觉得 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受 这样对比之下 泡菜国火速同意协定内容 十个名额火速受空 除了樱花国与泡菜国 之后才是雄英国 白雄国 咖喱国等等 有能力有资源的大国 有最后一个名额 龙国给了八国 作为龙国的小老弟 八国紧追老大哥的步伐 自然不能遗忘 同时 龙国也是想释放出一个信息 跟着我龙国 未来才有希望 才能享受到小道长的庇护 而没有拿到名额的国度 一片哀嚎 只能不断联系龙国 希望再拿出一些名额 哪怕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这件事 只有林玄说了算 林玄没有开口之前 龙国也只能尽量安慰 并表示 一旦有新的名额 马上召开会议 幽灵海上 林玄看到弹幕中 有几个熟悉的高层名字 开始发送名额名单 对于樱花国排在第一位 他也略有意外 不过 他相信龙国高层 有自己的道理 对林玄来说 救与不救 其实就只是随手的事情 几乎没有任何的危险与成本 稳赚不赔的买卖 没什么好考虑的 开始行动吧 林玄示意了一下忧 随后装模作样地 使用了传员招募券 一道绚烂的光芒 出现在清风号 宽敞到眉边的甲板上 某处海域 钢野真理面露绝望 他的木筏 正缓缓地靠近 一道巨大的漩涡 樱花国的弹幕中 不断有人鼓励他 打起精神 不要认输 但此刻 钢野真理 已经没有能力 再去看手机了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绝不可能有任何办法 从这些漩涡中逃离 绝望的钢野真理 脑中开始回想起 自己的一生 不怎么的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他一直觉得 那个男人太过懦弱 对上司卑躬屈膝 对客户永远笑脸相迎 所以后来 他看不起任何男人 将自己练得强壮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懦弱的男人 有很多次 把自己护在身后 现在 他无比希望那个男人 再次挡在自己面前 带自己脱离危险 爸爸 钢野真理的意识 开始模糊 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木筏 忽然诡异地转向 朝着某个方向 被水流推动 急速前行 前方的海面 忽然有一道金光出现 半昏迷的钢野真理 随着小木筏 穿越过这道金光 出现在了轻号的甲板上 砰的一声响 钢野真理 只觉得一阵剧烈的颤动 模模糊糊之间 他看到了广阔的陆地 难道我已经来到了 死亡的国度 钢野真理努力打起精神 看向前方 金光弥漫之中 似乎有一道身影走来 啊 爸爸 你还接我了吗 钢野真理露出幸福的微笑 他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解脱 不用再直面那片噩梦般的海域 刚刚想要靠近过来的灵璇 顿时脚步一致 不满地盯着躺在地上的钢野真理 这樱花国的女人 发什么神经 自己才八岁 哪来这么大的一个女儿 小日子过得好 就能乱喊吗 但随即 林璇看出来 钢野真理似乎已经到了极限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浑身伤口 嘴唇发干发白 想了想 林璇抓了一把美食券 让飞客过去 拿给钢野真理 这东西他现在太多了 多到当费品卖 都嫌费劲 钢野真理虽然意识不太清醒 换出了一些食物 然后如同恶鬼般开始进食 吃完让他自己打扫 林璇吩咐飞客照看一下 然后继续等待其他的参赛者 随着幽的操纵 金光中开始不断有幕法出现 我的上帝 这是什么 雄鹰国参赛者安德烈 一出现在清风号上 就立刻呆住 阿西 这是泡菜国参赛者 随后 咖喱国等参赛者 纷纷来到了清风号的甲板上 每个人都是大受震撼的模样 看看自己的小幕法 再看看清风号 总觉得人与人之间 好像比物种之间的差距还大 然而林璇此刻 却没工夫搭理他们了 因为有溺死幽灵 哒哒跑了过来 怀中抱着一只金光闪闪的箱子 林璇打开一看 又是一张招募券 随着一张又一张的 船员招募券出现 冷清的清风号逐渐热闹起来 这还是第一次 诸国的参赛者 集中在同一个区域 虽然这些人 都从各自的直播间内 了解到被林璇庇护的代价 但没人敢说什么 在规则怪谈中 谁都看出来了 林璇特么的 根本就不缺船员招募券 看似珍贵的票券 简直像大白菜一样 不断地被溺死幽灵 从海中捞起 当然 该付出的代价 还是要付出 只不过 比起最开始购买名额的 樱花果等 他们付出的代价 相对较少 甚至在最后两批名额里 龙国高层与之签订的协议 意外的公平 讲究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 毕竟龙国还是要外交的 也需要一些国际上的盟友助阵 清风号上 有参赛者试图与林璇进行攀谈 飞客毫不留情地将其撵走 林璇也没有同这些参赛者聊天的想法 是时候收割一波功德 通关幽灵海了 海上行攻清风号 继续航行 在经过一片海域之后 天色忽然完全暗淡 仿佛瞬间进入黑夜 前方的海屋散去 出现了一座小岛 岛上 有一间房屋亮着灯光 咦 这不是商人那间便利店吗 幽忽然道 林璇站在清风号的甲板边缘看了过去 果然透过玻璃大门 隐约可以看到排列的货架 竟然真的是上一次规则怪谈开启后 进入的深夜便利店 之前林璇还不了解 现在他知道 便利店背后的主人 是一个名叫商人的怪谈之主 不过幽这家伙不是说 怪谈之主不能进入彼此的怪谈世界吗 没等林璇询问 幽先进行了解释 商人是一位古老特殊的怪谈之主 他能以交易的方式 短暂地介入到其他怪谈之主的区域 总之 这不是重点 商人很少用这样的方式主动联系我 我有预感 很可能是关于代码 谈话之间 林璇察觉到了周围的光影变换 下一秒 他与幽就出现在了便利店内 一个面色阴沉 身穿制服的青年走了过来 欢迎光临 林璇快速打量了一下店内的环境 和他当初离开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咨询室不在 说明商人并没有亲自过来 很可能只留下来的讯息 幽看了一眼前方 咨询室 林璇看向自己印象中 关于咨询室的位置 那里此刻只是一堵普通的墙壁 咨询室代表着商人清零 林璇若有所思 难道说 自己当初一直处于商人的监视中 但对方为什么不和自己接触 幽一边说着 走向货架 随手拿起了一瓶矿泉水 接下来 便是林璇熟悉又陌生的结账流程 幽把东西放在收银台 喷出了一大口漆黑的液体 矿泉水在黑色液体中 扭曲成了一团扭动的 不知为何物的东西 幽一把抓起 好不嫌弃地塞进嘴中 咔吱咔吱 林璇甚至能听到 幽咀爵的声音 她看得一阵恶心 这些怪谈之主 就不能用些正常的联系方式吗 非要把场面搞得如此不可描述 就在这时 年轻店长忽然看向林璇 露出一个极其标准 但又毫无温度的笑容 这位客人 你难道不买东西吗 本店有客人所需要的任何事物 只要你付得起价格 林璇望着店员 嘴角忽然露出一抹快乐的笑容 难道他上次在便利店 没有来得及获得的功德 竟然要在这里补偿回来吗 你疯了吗 幽难以置信 你的老板 难道没有交代过 你一些事情 青年店长面带微笑 但声音里 似乎略带疑惑 老板的确说 有一位重要的客人 要来店里 让我不要多管闲事 难道不是您吗 青年店长略带畏惧地看着幽 仿佛能看到 他身后无边无际的深色大海 他只说了一位重要客人 幽瞪起了眼睛 虽然很想认领 这个重要客人的称号 但跟商人认识这么久 那家伙可从来没说过 自己是什么重要的客人 所以 这个重要客人的称呼 只能是属于自己身旁的人 你猜 你要是惹怒了这位 你的老板会对你 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不 或许你根本没机会 再见到你老板 幽满寒恶意地 盯着青年店长 怎么会 青年店长的笑容挂在脸上 眼神不由自主地 落到林璇身上 难道老板所说的重要客人 是这个小孩子 怎么可能 明明这个年轻人 看起来更加可怕 等等 青年店长 陡然瞪大了眼睛 目光陡然火热 您就是 被老板亲自授予 销售冠军称号的 林前辈 电光已经缠绕在指尖的林璇 听到这话 顿时一正 林前辈 什么鬼 您的销售事迹 已经传遍了黑币公司 很多店长都将您视为 偶像和追逐的目标 包括我 该死 我竟然没能第一时间 把您认出来 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 见到林前辈 您能给我签个名吗 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林璇越发的愕然 明明该变成自己 一笔功德的诡异店长 忽然成了自己的谜地 而且还向自己索要签名 纵然是以林璇的心性 也觉得这个世界 是不是哪里出现了 一些小小的问题 沉默了半嗓 签哪里 林璇问 回到清风号上 林璇这才从荒谬的感觉中回归 他用力把自己成为 商人怪谈中的明星前辈 这一念头驱逐出脑海 商人给你留下了什么信息 林璇立刻追问 优脸色凝重 声音在林璇脑中响起 商人说 代码的情况可能恶化了 代码封闭信息之后 商人凭借自己的特殊性 还能隐约察觉到 一些虚拟之城的情况 但现在 连他都无法观测到任何信息 他还说 在完全失去虚拟之城的观测后 一些规则污染 可能已经泄露出来 真实世界 可能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 只不过真实世界的生命 恐怕很难察觉 一旦真实世界 代码的相关性被严重污染 很可能会与虚拟之城 产生某种隐秘联系 彻底将代码 拖入污染的深渊 听到这话 林璇知道自己 必须做出取舍了 幽灵海的功德 虽然看似庞大 但实际上 幽这家伙 在旁边不断干扰的情况下 功德值的获取 恐怕也不会太多 况且 随着这次幽灵海之行 获得的信息 林璇觉得自己 完全没必要担心 自己功德值会不够 怪谈之主这种存在 必然伴随着大量功德值 与其在这里 和幽斗之斗勇 倒不如果断一点 况且 如果因为这点功德值 真的造成 龙国规则污染爆发 林璇觉得自己 也愧对在自己背后 一直鼎力支持的人们 不管如何 他觉得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给我一条 最快离开幽灵海的航线 林璇对幽道 谨遵您的吩咐 船长 幽点了点头 虽然如愿以偿 可以送林璇离开 但代码的事情 仍旧是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剑 如果林璇无法解决 代码的问题 他很可能步入代码的后尘 或许 要给自己不该坐以待毙 幽瞥了一眼飞客 心中微微移动 这边 林璇的手机上 收到了航线更新的提醒 清风号 以不符合庞大形体的速度 开始航行 不知过了多久 前方的海面上 忽然有一道红色的光芒出现 随着清风号的接近 这红光也在不断上升 露出了圆润的轮廓 林璇立刻想起了 幽灵海航行守则的第六条 当红月升起时 请不要注视 那不是真正的月亮 林璇当然不在意 手则上的静止事项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轮红月 看得越久 他越发确定 这东西真的不是月亮 更像是 眼睛 一只无比巨大的眼睛 那是谁的眼 林璇问幽 那是我的眼睛 船长 幽看着天上的红月 双眼似乎也泛起了红光 从成为怪谈之主那天起 我的视线 就再也无法离开这片海域 我将永远注视着深海下的污染 以防他们将我吞噬 你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种感受 说到这里 幽的声音变得有些飘忽 所以啊 我的船长 我期待着你能杀死我的那天 让我能够真正地闭上眼睛 获得永久的安眠 林璇沉默了片刻 道 我保证会有那么一天 我很期待 我真的很期待 幽笑了起来 这里是离开幽灵海的最后一站 我也到了该下船的时刻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林璇想了想 道 据说幽灵船在离开这里后 会恢复正常 是真的吗 幽看着清风号的甲板 目光似乎投注到了海中的原顿号上 他们与幽灵海的污染联系太深了 还有规则的影响 就算离开幽灵海 也不过是短暂地恢复他们生前的状态 之后就会如海中的梦幻泡影 消散于天地 这就是原顿号最后的结局吗 林璇将这个信息 告知了格雷格 以及原顿号的其他船员 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本以为会有一场漫长的讨论 然而 原顿号上的船员们 很快做出决定 哪怕真实短暂地如泡影 也好过成为深海中徘徊的幽灵 他们本该就是真实世界的一员 哪怕意识消散 也该在真实世界 获得长久的安宁 林璇尊重他们的决定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麦克阿瑟船长